不少人都看得出来 叶凡与何清雪的关系很不一般 不由有些羡慕 寻一 洛素素都是一等一的女子 能够坐拥这等女子两人 已经不知献杀了多少难修 现在更是将青龙玉第一天之娇女给拿下了 这种欺人之福 为何这等角色女子都会被叶凡吸引 虽然叶凡足够强大 但是这样的女人 哪一个不是天之娇女 比见叶凡的天娇也有一些 你看哪个天娇能有叶凡这般 拥有如此多的顶级道理的 只能说人之际遇 还真是不可捉摸 第二场九玉大比 即将开始 雷冲飞出 一挥手 整个巨大无比的武斗台开始分裂 最终分成十个小型武斗台 第一到第十 分别是天地雀 地府 剑神山 雷冲给十大种子队伍 分配好武斗台后 分别将其他九十个队伍 也分配到不同的武斗台 雷冲尽可能将每个宗门的两个队伍分开 这次的九玉大比不同以往 根据我们几人的探讨 我们决定 第十一名到第五十名的 宗门资源分配完全一致 前十名的宗门资源 会有质的提升 所以 第二场第一轮比斗的规矩 也有了一些修改 每一组的战斗 将会以擂台的形式出现 擂主是十个天级队伍 每一组的其他队伍 就能够挑战天级队伍一次 挑战成功 便能够取而代之 成为新的擂主 挑战者可以放弃挑战 又或者在挑战一次失败之后 被淘汰 无缘前十 这种制度里面 必然是有不公平的机制在其中 比如 地府 天地雀 剑神山 月神龙四个超强阵容 与这四个势力在同一组 几乎无缘前十 反之 若是与青龙学院在一组 他们未尝没有机会 虽说全能王座是神级选手 但是除了上述十个天级队伍 其他队伍之中 也有势力极为强横的存在 比如何清雪所在的秦家 何清雪的实力 很明显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只要何清雪能够挡住夜鬼 秦家其他人 完全能够碾压青龙学院 又比如单神谷 天命罐等顶级势力队伍 这些势力 既有可能隐藏了极为可怕的妖孽强者 不过大比本身就没有绝对的公平可言 这一次的大比 必然是龙争虎斗 天骄备出 围观的一族 看着战台之上的人族 神兽一族强者 也不由散发出一丝战役 他们也很想见识见识 两族之中的顶级妖孽 到底是徒有虚名 还是真的有足够可怕 要说一族之中 被叶凡评价最高的 必然是神鼎天 他非常清楚 叶凡究竟有多可怕 叶凡与剑翅一战 很明显有很多强横的手段 不曾用出来 人族低估了叶凡 人族真是有趣 自吹自雷 是真的非常擅长 依我看 整个人族 除了天地区的谷地 其他人 根本不是我等义和之数 月峰缺嘴角露出一丝讽刺 冷笑道 月峰缺是魔灵一族的天骄 魔灵在天仓界 生活了太久的岁月 后面的族人 甚至已经开始被同化成 天仓界的万族之一 那叶凡的实力不差 破语文言当即道 他在论道会之上 将命运转轮都输给了叶凡 别人觉得是叶凡运气后 实则他很清楚 叶凡的真实实力 很可能不比他差 叶凡比古地更强 神鼎天突兀道 其他人文言 不由好奇地看向神鼎天 尽管神鼎天 是这些年 才归入修罗族的天骄 而且因为拥有人族的血脉 最初在修罗族的之中 也并不被很多同龄人认可 不过后来 神鼎天用天资和实力 彻底地征服修罗族年轻一辈 甚至于其他一族 也有不少被神鼎天收拾了一顿 最后几人得出的结论 神鼎天在他们这群人之中 实力绝对能够进入前三 也因此 神鼎天的话 对于众多一族妖孽的影响 还是极大的 何处此言 我在青龙狱曾与叶凡一战 神鼎天直接道 我修为比他高几个层次 但是 我败了 这怎么可能 你可是王体 破玉当即恶然道 人族之中 我们无需提防其他人 但是叶凡 我们绝不能小觑 若是人族真的有天命 那必然是叶凡无疑 并非妄自菲薄 我可以很清楚告诉各位 我现在对上叶凡 就算全力以赴 我们之间的胜算 也是八二开 他八 我二 神鼎天认真道 其他人当即面面相去 叶凡胜剑吃干净利落 但是不少人都觉得 叶凡取巧了 用神魂秘法 让剑吃措手不及 就好比剑吃对付叶残的时候 利用了莫清炎等人的安危 实则真的全力一战 叶凡不一定是剑吃的对手 至于论道会 叶凡也不过是运气好 赢去了命运转轮 否则他们又何惧之有 谁也不曾想到 神鼎天的口中 叶凡如此可怕 我拥有上古四童树之一的无极幻面 叶凡现在表现出来的 有无尽空明 实际上 他同样拥有无极幻面 什么 众多一族直接愣住 这怎么可能 一个时代 一个未面 上古四童树 是绝不会重复出现在两个人的身上的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啊 哼 叶凡 就是打破常识的那个人 所以 如果可以 这次九欲大比 我们定要将叶凡阁杀在战台之上 沈师弟无需过于担忧 人族 神兽一族满打满算 也不过三人能够对我们产生威胁 古帝 龙灵 叶凡 而我们有十人 围攻都能将叶凡他们围攻死 一族议论之间 下方人员已经分配好 分到前面四组的队伍 一个个脸色难看无比 分到青龙学院所在的第十组的队伍 则一个个喜出望外 叶凡站在战台之上 突兀地转过身 看向第五组的挑战区 接着双目扫视 半想 他微微皱眉 心中暗自疑惑 第五组挑战区 周家的队伍之中 蒙面对吴子清 心中暗自嘀咕 此人的感知 还是如此敏锐 只不过方才露出了一丝细微的情绪波动 便让他察觉到了 不过 吴子清温润的美目 再次看向叶凡 心中一阵欣赏 只有这个男人 才配让他高看几眼 如古地之流 在他眼里 根本不值一闻 这一次的轮回 竟然遇到了如此有趣的男人 是不是要把这个男人收了呢 吴子清的嘴角 弯出一道动人的弧度 只不过面纱遮掩之下 无人有幸欣赏 第2602章 另一种拯救 十大种子团队 各自守住自己的擂台 每个擂台的挑战队伍 皆面面相去 却无人愿意做出头鸟 很显然 这种擂台 类似于车轮战 越是靠后上的队伍 越是走运 对于这种情况 雷冲自然提前做好了准备 若是过了一刻中 某个擂台之中 没有队伍发起挑战 便会进行随机一个队伍上去 剑神山 地府 天地雀 以及月神龙四大势力所在的擂台 最为安静 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等候随机 大家都不是笨蛋 谁第一个上 谁就必须面对全盛时期的天机团队 若是最后一个上 击败了擂主 他们甚至无需再去面对其他队伍的挑战 因为规则说得很清楚 每个队伍只能挑战一次 没什么公平不公平 气运本身也是实力的一种 不同于四大顶级势力的所在擂台的安静 第十组 也就是青龙学院的擂台之上 已经有强横的队伍飞了上去 是天命官的强者 而且是天命官的第一梯队 天命官将青龙分院的实力 评估在天机战力 却第一个上倒是让人费解 哼 也许青龙分院的实力 根本就不是天机战力呢 天命官只是通过这种方式 将一些真正拥有天机战力的队伍 分配到其他组 这第十组之中的队伍实力 很明显比其他组落不少 有人说到 当即不少人愕然 天命官可是德高望重的九星宗门 想来不会做这种事吧 不过这些队伍的分配 天命官却是有不少的话语权 而且 如果真的如此人所说的 那天命官 这还真是一出好算计啊 天命官 薛芳 薛芳一跃飞到了战台之上 双目打量着夜鬼 宗门给夜鬼的评价很高 不过夜鬼并非全能王座 实则 天命官觉得 夜凡才是全能王座 毕竟全能王座出现的时间 夜鬼在古神战场 时间对不上 真正掌握情报的大宗门 是很容易区分 夜鬼是不是全能王座的 不过对于众多散修来说 他们几乎已经认定了 夜鬼就是全能王座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第二场战斗规则的临时变动 打乱了他们所有的计划 没错 第二场战斗原本的战斗方式 乃是通过一场场战斗 慢慢掘出前十的 但是雷冲却在今日 临时改变了战斗规则 甚至于天命官 都不曾提前知道这个消息 之前他已经布好了局 会有专门的对手 用最合适的方式重伤他 从而无缘被选入 与异族一战的十人之中 现在 他必须改变策略了 他不能与异族对上 这是灌主给出的铁律 为了后续计划的成功 异族天骄 必须要将所有与他们一战的修士 斩杀殆尽 甚至于这些异族年轻一辈的修士 根本就不知道 人族有哪些是他们的盟友 天命官是 天地却 也是 古帝多番挑衅叶凡 已经足以引起墨远等人的怀疑 但是因为天地却的特殊性 所以他们并不怕墨远和雷冲怀疑 用血脉之力发的大道誓言 谁会怀疑 当年天道山算尽天机 久于大笔轰动星火神域 万族得到消息进入星火 这些都有天命官的影子 他们 是叛徒吗 不 薛芳从不认为自己是叛徒 他们才是人族最后的救星 人族 神兽区区两个种族 凭什么去对抗外界数以万计的一族 这些年 都是靠着封主留下来的底蕴 安全归缩在星火神域 但是底蕴终归要耗完了 一旦结结破碎 最后的人族 除了灭亡 或者成为万族的奴隶 还有什么路 薛长生从未想过 背叛自己的种族 他只是想要留下 人族最后的传承之火 他的背叛 不是为了让天命官无数弟子 能够苟且偷生 他要的是 融入万族之中 成为万族的一员 他可以接受一部分人族 成为异族的食物 成为异族的猪狗 成为魔灵的养分 至少 比整个种族在天仓界 彻底消亡要好得多 这本就是一场必败的战役 人族 在疯主死后 已经输了 无数年来 不归于多少袍则买骨他乡 天仓界多少族人认人鱼肉 他们能做什么 没有了昆蓬封印 他们便什么 也没有了 既然都是灭亡 为何不留下一部分传承 哪怕人族 从此成为了一个小族 至少人族的传承 还在 在种族存亡面前 一切都是值得的 甚至于为此 薛长生与破罗 魔灵尊使等人 签订了灵魂契约 当星火神域 彻底沦陷的那一刻 薛长生将会献祭自己 形成比大道誓言 更为可怕的灵魂契约 这种契约 会成为诅咒 一旦破罗等人违背 他们所有族人 都会被诅咒 他们不是叛徒 他父亲从未想过天命观 更未曾想过他自己 他们所有的一切 都只是为了人族的延续罢了 只不过 他们选择了另一种方法 薛长生的死是注定的 而他薛芳 将是天命观的未来 他不能死于一族天交的手中 所以 即便他有实力 也绝不能表现出来 根据天命观的情报 这个夜鬼杀伐果断 出手无情 若是惹恼了此人 说不得此人会让他重伤 青龙学院 夜鬼 夜鬼拱手 双方的队伍在擂台之上对视 前十名的资源分配 即便是对于天命观来说 也是有着极大的诱惑 这同样 也会是薛芳惹怒夜鬼的 最完美结果 队伍之战 分为个人战和团战 前面双方各出三人对战 每一场胜负积分为一 之后双方团战 团战有两个积分 天命观的参战者 分别是薛芳 薛元 薛巧 卢峰 赵丹青 第一场 薛元出战 薛芳脸上露出一丝笑容道 看来颇为温和 夜鬼倒也没想那么多 这种对战 很少有人会主动说出自己 这一方出手的人 毕竟很容易被对方对子 不过面对青龙学院 倒是无所谓 毕竟除了夜鬼 其他人实在不算太强 夜师兄 我申请出战 何潇见状当即道 虽然对夜鬼万般不爽 但是夜鬼的实力摆在那里 这一生师兄 再不情愿 他也得叫 何潇好歹也是剑神混天体 轮资质 完全能够与华太初等一批 顶级天骄争锋 只不过他的出生低微 即便万般努力 依旧也只得到了青龙学院的栽培 第2603章 有意或无意 青龙学院在八大分院之中 已经算是吊车尾了 更被说跟那些九星宗门相提并论 何潇空有绝世资质 却不欲博乐 她的资质 定然有大势力会看中她 要说心中不爽 那是必然的 同样是人 别的天骄都有着极好的出生 她却从小 被自己的父母遗弃 被一个散修抚养大 她明明有着极好的资质 却处处不如人 从董事开始 她得到的永远比别人少 她是一个低等修士 一个谁也瞧不起的低等修士 甚至于 她不敢暴露自己强横的资质 以免迎来一些高等修士的嫉妒 何潇想变强 她比谁都渴望变强 年少时 卑躬屈膝的日子 她过得太多了 她只是想要成为人上人 她只是想要一个 能够让她的资质 得到最充足的培养的条件 为何如此艰难 她曾经也曾展示过自己的资质 却因为风光盖过了一名 大势力弟子的光芒 差点被杀 逃到青龙玉之后 她的生活才慢慢好了起来 有了奇美的神剑 她的剑道也越来越强 本以为 这次九玉大比 她能够发光发热 谁曾想 这一次的九玉 大比空前绝后的浩大 无数妖孽层出不穷 她再一次泯然于众 为什么会这样 她只是不想 成为别人脚下的蝼蚁 就这么难吗 天道不公 她想掌控自己的命运 有什么错 外界所有修士指认夜鬼 今日 她要以天命官的 顶级天交为跳板 让所有人知道 青龙分院 还有一个何骁 夜鬼看了何骁一眼 她并不喜欢这个人 因为何骁有着太多的心思 不过 夜鬼也知道 她终归不是青龙学院的修士 正面向天下的舞台 她不应该一个人独占 其他青龙学院的修士 何尝不想在这舞台之上 闻名天下 你去吧 夜鬼点头 何骁当即露出一丝喜色 接着一个飞跃 落在了众人的前方 夜鬼等人则退到备战区 另一边 薛芳等人也退到了 另一方的备战区 薛园看着何骁 神力运转 命运法则之力汇聚 我来青龙学院何骁 何骁朗声的 他要让所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一个青龙学院的弟子 击败天命官的妖孽 这绝对会成为 震惊所有人的事情 青龙学院的修士 还没自个儿让我记住 血缘文言淡漠道 天命官 九星宗门 岂会在意地府 一个分院的天骄 况且 何骁也并非是 天下文明的妖孽 此战之后 我会让你记住的 长剑出鞘 何骁的手中 一道道诡异的剑气涌动 当即 不少强者暗自惊讶 借天帝剑道之力 莫非 此人是剑神混天铁 应该不错 没想到青龙学院 还藏着这么一个 绝顶天骄 看来青龙学院 能够成为天际队伍 并非是因为夜鬼一个人 不少人惊讶无比 剑神混天体 绝对是众所周知之中 极为强横的体质 这种体质的修士 一旦修行剑道 更是厉害 剑神混天体 有一个特殊的能力 那就是 借用天帝剑道之力 血缘当即变得有些凝重 双方在刹那之间 便开始了对轰 命运诅咒 静过 血缘急速结印 接着对着和霄一指 和霄借用天帝剑道之力 瞬间斩破诅咒牢笼 双方在刹那之间 憨站在一起 与此同时 除了青龙学院所在的擂台 其他几个擂台 也纷纷发生了战斗 唯有剑神山 地府等四个擂台 依旧安静 青龙学院 显然引起了极多数的注意 毕竟青龙分院 能够成为第十个天际队伍 本身就有很大的争议 如果说十大天级队伍 有哪个队伍会翻车的话 青龙学院当排在第一位 和霄与血缘战的是你来我往 天命观虽然特殊 却也毕竟是九星宗门 门下弟子的实力也不差 很快 和霄便落入下风 轰轰轰 双方的战斗 很快进入白热化 和霄虽然心有壮志 只不过 实力依旧差了不少 随着一声恐怖的轰鸣 血缘幻化出命运常见 狠狠地刺入和霄的体内 原地留守 薛芳当即朗声道 只不过血缘的攻击 已经无法收回 几乎在刹那之间 和霄的子府便被废掉 顿时 众多修士愕然 谁也不曾想到 薛缘竟然会下如此狠手 这是在挑衅夜鬼吗 师兄 和霄师弟 与我实力伯仲之间 我一时之间 无法留守 薛缘当即道 话虽如此说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薛缘明显是要重伤和霄的 只不过力量没控制好 踩碎了和霄的子府 和霄乃是剑神混天体 如今子府被贯穿 强横的资质也化作梦影 和霄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接着疯狂地咆哮 我的子府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被废了 我成为了废人 一阵阵咆哮之后 和霄变得歇斯底里起来 接着整个人失声痛哭 其中的辛酸 不甘浓烈无比 为什么会这样 明明是他成名的机会 为何他会落得如此下场 叶凡在自己的站台之上 看着痛哭失声的和霄 心中虽然认为 和霄罪有应得 其美的死他 可是从未忘却 但是 心中也难免有些感叹 他不了解和霄的曾经 但是 他看得到和霄的歇斯底里 或许 可恨之人 也皆有可怜之处吧 剑神混天体 到这个年纪 实力也才如此 叶凡可以料想 和霄的出生并不好 尽管他不择手段 但是为了走上这个舞台 为了成为人上人 他又付出了多少呢 夜鬼的脸色很难看 他看得出来 对方虽然有失手的意思 却也有故意的动机 这天命官的修士 本身就打算重伤 他们青龙分院的人 我青龙学院 与天命官并无仇怨嘛 夜鬼冷声道 他不惜和霄 但是和霄毕竟是 青龙分院的人 也就是他 夜鬼现在的手下 薛元如此 何尝不是在挑衅他夜鬼 夜鬼倒有误会了 这确实并非 我们本意 这次的大比 原本就是三场个人战 一场团战 个人战 我们有信心赢两场 但是团队战 薛芳当即解释道 所以我的打算 薛芳心中对薛元的做法 却甚是满意 只不过 他不能让雷冲等人产生怀疑 以为他有意惹怒夜鬼 妄图借夜鬼之手 免去与异族战斗的情况 第2604章 强横的夜鬼 第二场 何青霜对战薛唐 两人的战斗结束得很快 何青霜重伤 团战显然没办法参加 第三场 薛芳并未上场 而是选择让另一个弟子 对战夜鬼 薛芳的目的是为了 让夜鬼将他打成重伤 却又不能过于明显 别人都以为他的目的是为了最后的胜利 这个时候 他上台对战夜鬼 显然非常不明智 夜鬼将何青霜的伤势稳住 脸色有些难看 何笑地修为被废 何青霜的伤势其重 对方为了赢 未免做得太过了 在另一个站台之上 夜凡微微皱眉 从那日薛芳帮助谷地的时候 夜凡便感觉有些不对劲 故而他对薛芳特别注意 因为他不是星火神域的人 所以夜凡不会被天命观的曾经 天地却的特殊性等因素影响 墨远等人不会怀疑天地却和天命观 但是夜凡不会 他就是一个旁观者 在他眼里 天命观也罢 天地却也罢 地府也好 剑神山也好 都可能是叛徒 没有什么特殊性与否的道理 第十组的台上 个人战全部结束 青龙学院与天命观的积分对比为1比2 最后一场团战决定胜负 同样 这一场团战 夜鬼是龙还是虫 也会被所有人知晓 到底这个全能王座 是真的有实力 还是徒有虚名 薛芳这一方四人 与夜鬼一战的弟子 被夜鬼重伤 夜鬼这一方三人 不过只有夜鬼一人 走入战台中央 陆青霜和何巧弟 直接站在一旁 显然 他们二人并没有出战的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啊 莫非夜鬼要一人 占天命观四人吗 天命观虽然以命运法则为主 战斗方面 一直不算九星宗门之中顶尖的 但是毕竟是九星顶级宗门 一般的九星势力 也绝不可能是天命观的对手 至少看似温文尔雅的薛芳 战力就绝不可小觑 众人议论纷纷 作为人族七大主宰级别实力之一 天命观绝对有问鼎 大笔前十的实力 青龙学院其他弟子再不计 也能够帮助夜鬼 拖住一两个人 夜鬼如今一人走上战台 未免拖大 然而在无数散修的眼里 夜鬼这是一种自信 一种强者的霸气 就算对手是天命观 他依旧敢一人上台 哼 夜师弟不愧是青龙分院第一人 如此自信 早知如此 我倒是不必做那个恶人 平白无故地招惹了夜师弟 薛芳当即笑道 心中暗自盘算 这夜鬼的实力虽然不差 但是他未必不是此人的对手 如果自己表现得太弱 被夜鬼重伤 未免有些不划算 倒不如用尽数击败此人 如此一来 自己的伤势在雷冲 墨远等人眼中 自然不会有任何不妥之处 若自己不是此人对手 以此人的性格 怕是也不会轻饶了他 这边薛芳在盘算 另一边 夜凡传音给夜鬼 三弟 这一战 废了薛芳 夜鬼闻言 当即看了夜凡一眼 倒是并未有任何疑惑 他大哥 让他废了薛芳 他就废了薛芳 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夜凡不知道天命官的具体情况 不过强烈的危机感让他知道 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搞清楚 隐藏在这一场盛会之下的秘密了 他要做的 就是将水搅浑 这薛芳 古地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很简单 只要事情超出他们的计划 再完美的局 都会露出破绽 薛芳依旧盘算着后面的事情 夜鬼已经出手 剑光闪烁 身形瞬息消失不见 好快的速度 不对 众人猛地惊醒 夜鬼根本不是依靠速度发起攻击 他直接与薛芳调换了位置 身影出现在薛芳所在位置之上的夜鬼 如同狼入羊群 剑气涌动 天命官的修饰 皆修行命运法则 根本没有一个炼体修饰 夜鬼虽然是剑修 同样也是法体双修 剑修出招的速度 本身就比使用神法的法修更强 更何况夜鬼本身的战力 还远超薛圆等人 扑扑破 一连三声剑气入体的声音 接着除了薛圆之外 所有天命官的修饰子府 皆被斩碎 薛圆的实力 仅此于薛芳千军一发之际 以强横的修为 硬生生地让过了夜鬼必杀的一剑 疯狂地退到了薛芳的旁边 脸色难看无比 无数修饰顿时秉心凝神 一个个惊讶地看着夜鬼 三剑便废了天命官的三名顶级强者 这未免太恐怖了吧 手中长剑猛地劈下 无数剑气朝着前方涌动 这一剑的锋锐性显然极为恐怖 但是速度太慢 对平常修饰倒还好 但是对薛芳 薛圆这种级别的修饰太难 然而下一刻 夜鬼的身形 直接与剑气调换了位置 无数修饰愕然 这种与某个对象调换位置的神通 并不罕见 只不过夜鬼的速度太快 而且几乎没有空间波动 让人难以防御 夜鬼在这方面的造诣更强 但依旧在众人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但是与飞行的剑气调换位置 众人从未听说过 夜鬼的身形 出现在无数剑气的正中央 这些剑气被斩出之后 是不分敌我的 就算夜鬼是他们的主人 但是夜鬼进入了剑气之中 依旧会被剑气击伤 只不过几乎毫无停顿的 夜鬼的身形再次消失 薛芳出现在剑气之中 夜鬼出现在薛芳的位置 神乎其神 神鬼莫测 无数修士被夜鬼的手段惊讶到 薛芳的脸色却沉了下去 夜鬼的能力太可怕了 他根本没有办法破解 而且夜鬼的果断 超出了他的预料 一出手就废了三个人 这没道理啊 薛芳很清楚 他有意控制了 对夜鬼的情绪的招惹程度 这一战之前 他做了很多准备 按照道理来说 夜鬼不至于将他们全部废了 可是夜鬼就这么做了 第一次 计划与他所想的偏离 神力疯狂运转 薛芳的神法 已经接近最后一步 却不得不放弃 夜鬼的斗转心仪 完全是法修的克星 薛芳亡魂接茂 危急时刻 硬是爆发出了无尽的潜力 气息暴涨 神力天杖 破 防御能力极强的神力天杖 直接被夜鬼一箭刺穿 千月莫如薛芳的子斧之中 夜鬼仿佛对此早有预料 根本未曾停留的 与薛芳身边的剑气 再次调换了位置 千月如同死神镭刀 疯狂地收割而下 莫要小瞧了我 一声怒吼 薛芳直接开启禁忌之术 哄 神力喷涌 幻化天刀 狠狠地与夜鬼的千月对战 第2605章 一人战五人 一阵强烈无比的神力波动之后 夜鬼被击退 落在不远处 夜鬼 你不顾宗门大业 伤我师殿 逼我用出禁法 让我无法参加与异族的战斗 其心可捉 薛芳表现得极为愤怒 心中却暗自高兴 这次禁法用出 他完全能够顺利成章地 在后续的战斗之中看戏 另外 开启了禁法之后 他的实力暴涨 完全有信心将夜鬼斩杀 到时候 一族之战的时候 人族还会再少一个顶级妖念 已经无需隐藏实力 全力以赴吧 薛芳心中冷鹤 接着双手疯狂结印 结印的速度 比之前还要快上数分 命运锁链 锁 薛芳朗朗赫 右手对着夜鬼的方向一指 接着 一阵阵破空之音传来 四面八方 无数的命运锁链 朝着夜鬼贯穿而去 夜鬼剑此 当即催动剑星 常见斜指地面 右手猛地一转 剑锋露出一丝耀眼的光芒 下一刻 夜鬼的剑气 幻化万千道法 逆斩而上 道剑一世 道化万千 无尽的道泽演化 剑气浩浩荡荡地朝着薛芳 毕竟 命运锁链在剑气 散发的气势之下 纷纷破碎 薛芳当即愕然 整个人脸色苍白无比 这怎么可能 夜鬼如此可怕 这种剑道 他闻所未闻 剑所未剑 一剑如何能够 蕴含万千道法 怎么当 薛芳的脸色苍白 急忙飞退 然而很快 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退后 这一剑将他锁在的空间锁定了 当 剑气将薛芳的所有防御击碎 就在薛芳将要死于 这一剑之下的时候 剑气竟然突兀地消失不见 夜鬼的身形 出现在薛芳的正前方 砰砰砰 薛芳绝非拥手 在剑气消散的刹那 破 贯穿子斧 薛芳的身形 在千月的力量之下 直接飞到了边缘的阵法之上 千月锋利无比的刺入阵文之中 薛芳被定在了护阵之上 天道成 魂力虚空 无数修饰安静无比 所有人恶然地看着第十组的战斗 不同于其他战台的战斗 第十组的战斗 可以说并不算非常激烈 但是 天命官最强天交薛芳 竟然不到五个回合 就被夜鬼一剑定在了阵法之上 而且 还是在薛芳使用禁法的时候 这个夜鬼 竟强横如斯 全能王座 这就是全能王座的实力吗 怎么会这么强 这就是神级选手吗 可怕 太可怕了 全能王座之威 谁能阻挡 全能无敌 剑指天下 全能王座 全能王座 无尽的热潮将安静的环境打破 无数的修饰瞬间爆发了 越来越多的修饰咆哮 夜鬼在瞬间成为了夺冠热门 天命官 顶级九星宗门 就算实力不如夜鬼 但是夜鬼从出手到结束 才出了几件 高台之上 薛长生的脸色难看无比 他最看重的儿子 薛芳的修为被废了 日后星火神域被攻破 他以灵魂献祭 稳固灵魂契约的时候 天命官该交给谁 在此刻 薛长生的身上 露出了一丝萧索和落幕 他做的这一切 何尝不是为了人族 他用灵魂献祭 去保住人族最后的血脉 为什么苍天要如此对他 其他神帝见薛长生如此 一个个也有些不知如何劝说 自己的儿子被废了修为 换成任何人都会发疯 薛长生只是阴沉着脸不曾说话 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这个夜鬼 未免过分了些 有了天命官的前车之鉴 第十组一时之间 竟然变得安静了不守 之前众多魔拳擦掌的队伍 也一个个硝烟熄火了 最后第十组 也变得如同前四组一样 等随机了 时间慢慢过去 很快 一刻钟到了 前面四组有四个倒霉的队伍 不得不第一个上台挑战 众所周知的四大最强队伍 好巧不巧的 第一组谷弟的对手 正是青龙玉琴家 而第三组叶凡的对手 却是单神谷 冤家陆斩 单神谷与叶凡的关系 可不怎么好 连薛冤家族都能查出 叶凡是独孤家族的叶云长老 单神谷也能查不出来 嗖嗖嗖 五道身影 飞到叶凡等人的面前 五人之中 靠后的一人 正是被叶凡摧毁了单道的陆哲 为首一人 则是单神谷年轻一辈 战力最强的陆仓 叶凡 陆者咬牙切齿道 他原本是单神谷的接班人 因为叶凡的原因 他失去了成为 单神谷谷主的机会 这种仇恨 他怎能忘 也绝不会忘 叶凡很强不假 但是他们单神谷也不弱 今日 就是是服用禁忌丹药 他也必须要斩杀叶凡 这种大笔服用丹药 是不允许的 但是单神谷的功法 与丹药有关 他们有特质地配合 自己功法的丹药 这种丹药 本身就是 他们的实力之一 所以 这种丹药是允许的 而陆哲 显然已经做好了 就算是死 也要叶凡付出代价的打算 叶凡并未理会陆哲的恨意 而是颇有些担忧的 看了和清学等人 与天地区的战斗 我申请取消个人战 我方出一人 战对方五人 叶凡突兀道 众所周知 大笔的规则是可以修改的 但是 必须要付出 让所有人都同意的代价 看向丹神谷的众多修士 你们是否同意叶凡的提议 呵呵 前些日子 叶凡击败剑吃的时候 扬言自己只用了三成力 我便知道 叶凡此人猖狂无比 不过猖狂的人 总会付出代价 既然叶凡有如此要求 我等自会满足他 陆仓文言当即朗声道 叶凡是强 但是他们也不是弱者 叶凡想要一条五 很好 他会将叶凡踩在脚下 让所有人明白 小觑他陆仓的代价 第2606章 又一个强者 苏仲 他们交给你了 叶凡直接道 此话落下 顿时无数修士恶然 包括墨远也有心吗 叶凡不准备自己上吗 这是什么情况 让那个苏仲一打五 有没有搞错 单神谷可是七大顶级九星宗门之一啊 就算是叶凡亲自出手 也不见得稳胜吧 让一个名不经穿的苏仲上场 众人面面相去 高抬之上 雷冲也不由咒眉道 死子是什么打算 要是败了 剑神山可就是实名开外了 那个苏仲你了解吗 可 想来叶小友应该有自己的打算 墨远解释道 心中也颇郁闷 这叶凡小子 还真是不省心啊 苏仲走到站台中央 陆仓怒急返校 剑神山 哈哈 好一个剑神山 既然你们想要把前十让出来 我陆仓便不客气了 说着 陆仓等人站在苏仲的前方 每个人的脸上 皆满是怒意 虽然叶凡的拖大 让他们有更大的机会进入前十 但是他们都是顶级天骄 被人如此小觑 心中自然不服 苏仲取出长枪 枪间斜指地面 恐怖的名神之力汇聚 在他的脚下 隐约之间 能够看到无数的阴魂在怒吼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在我等面前亮枪 给我死来 陆仓见苏仲主动求战 顿时怒然 被人如此小觑 他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九欲大比 是所有天骄妄图一飞冲天的地方 这里 对每个天骄来说 都是最豪华的舞台 在整个舞台之上 谁都无法忍受自己被小觑 神法 单魂爆 陆仓结印的速度极快 甚至于接近赶上叶凡的结印速度了 在法修之中 结印的速度 往往代表着一个法修 能够发挥出的战力水平 正常情况下 越是强横的神法 守绝越是复杂 所以 并非说你修行了强横的神法 你就比别人强 有时候 你神法守绝还不曾打完 别人的攻击已经到了 空有力量 有什么用 夜鬼为何能够如此摧枯拉朽地 击败天命官的修士 就因为他那交换位置的神通过于变态 天命官的修士 皆是法修 他们根本没办法发挥自己的实力 就被夜鬼废了 苏仲的身后 一道黑色的影子出现 接着他的长枪之上 邪恶无比的九优九优太阴眼围绕 下一刻 苏仲手中长枪旋转 脱手而出 飞向陆仓几人 合击技 单剑 路者等人当即怒吓 纷纷打出手绝 接着对着神力涌动 他们五人的身后 一个巨大无比的神丹虚影浮现 高台之上 雷冲忍不住感叹道 一旁的路风凌文言当即笑了笑 我单神谷 也就少数审法能够以合击之法 由多人同事结印 从而大大减少结印的时间罢了 据我所知 那叶凡之前可是做到过 接近顺发审法的 路风凌看向陌远的方向道 他虽然对叶凡不爽 但是却不会在陌远这里表现出来 小辈的事情 还不至于影响他们宗门之间的和睦关系 叶凡的实力 确实不能以常理夺之 雷冲文言点头道 不过若是这一局剑神山输了的话 单神谷自然也就进入了前十的排名 路风凌文言只是笑了笑 倒是未曾在这方面多言 九余大比之后 整个星火神域必然会进行清洗 这次前十的资源分配 并没有以往那般引诱人 甚至于 若是这次惹到了剑神山 来日剑神山借故 针对他们单神谷都有可能 一出手 单神谷便体现出来极强的合击能力 然而当苏仲的长枪 刺入陆仓五人的审法之中后 诡异的九余太阴炎突兀猛地腾起 整个站台在刹那之间变成了一片火海 能够燃烧能量的一火 无数修饰恶然 借助敌人的神力增强自身的火焰 他们从未见过 就连雷冲 墨元等人直接恶然 一个个面面相去 最终还是见多识广的薛长生道 这莫非是传说中的九余太阴炎 这不可能 九余之炎只会存在九余之界 而且能够焚烧万物 包括神力 若是苏仲拥有这种火焰 他自己的神力早就被燃烧殆尽的 未必 诸位墨菲不曾听说过 传说中的第六王体吗 你是说 冥王神体 没错 在上古时代 冥王神体被誉为第六王体 但是因为冥王神体极为特殊 随着九余太阴炎的成长 冥王神体会成为一个人形黑洞 将周围一切都燃烧殆尽 这样的人 乃是箭之朱砂的存在 雷冲点头到 整个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凝重 这种王体 存在于任何一个地方 未来都会成为灾难 雷师兄说得不错 我们必须要将这种威胁扼杀 不可 苏仲乃是叶凡的至交 况且 苏仲尚且年轻 九余太阴炎成熟 至少也要数万年 我们星火神域 能否在异族的逼迫之下 继续存在万年都是未知数 如何能够因为这样一个威胁 就去斩杀我族的天骄 墨远当即阻止到 其他人闻言也各续几件 最终 雷冲同样了墨远的说辞 不过他们很清楚 在九余太阴炎之下 单神谷已经败了 火焰疯狂了的燃烧 苏仲的长枪不可阻挡地 穿越了一切神力的阻挠 刺入了陆仓等人 身后的巨型单影之上 接着 单影刹那之间 被火焰完全包裹 落向陆仓等人 陆仓等人急忙运转神力阻挡 然而神力输送的越多 九余太阴炎便越强大 当即几人不假思索地 飞退避开燃烧的巨型单影 苏仲右手对着几人虚握 苏仲表现的实力 却让所有人动容 一枪定胜负 这是何等可怕的实力碾压 无数的修士纷纷欢呼 剑神山随意拿出一个人 都如此可怕 若是五人一起上 天地阙等各个实力 也能是剑神山的对手 第2607章 古地之强 剑神山叶凡 叶残 苏崇三大顶级强者 如同一座巨山一般 压得其他参赛选手喘不过气 剑神山一直都不算是夺冠大热门 对于众多修士来说 地府和天地阙的实力 应该会比剑神山更强一些 毕竟剑神山比较出名的 就是墨青岩 但是墨青岩在众多妖孽之中 属于比较年轻的 加上古地 剑痴支流镇压群雄 剑神山靠墨青岩一个人 未免太难了些 后来叶凡出现 作为神级选手级别的存在 叶凡一直广受争议 不过一直以来 叶凡的表现都足以证明 他有神级选手的战力 即便如此 一开始众人也不认为 叶凡能够击败古地和剑痴 现在不一样 叶凡击败了剑痴 挡在他前面的 只有大帝 古地 全能王座 龙灵 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几乎认为只有古地一人 能够吻压叶凡了 现在叶凡身边 又多了两名顶级妖孽 剑神山何仇不能夺冠 剑神山的战斗结束得非常快 同样也影响了地神龙 地府的战斗节奏 作为与剑神山同一级别的队伍 他们自然不可能落于人后 太上希悦能够成为队长 而大帝却只是队员 很明显 太上希悦只会比大帝更强 剑神山能够一条舞的强者 貌似也就只有太上希悦和大帝了 大帝结束战斗的速度倒也快 肥胖的前肢对着苍穹一指 接着天罚落下 他的对手直接被天雷轰了出去 不过看得出来 大帝很没干净 从上台到下台 都是一副无精打采 想要睡觉的样子 作为最懒的神兽 大帝实至名归 令所有人好奇的 却是天帝却 天帝却并未派遣其他人 上去一条舞 而是古帝亲自出手 秦家在青龙域乃是顶级世家 但是放在整个星火神域 那就不算什么了 不过何清雪练就了大无相神体 而且还融合了叶凡 给予他的针锋天炎心 获得了针锋血脉 如今的实力 完全能够比肩顶级强者 古帝虽然强横 不过何清雪并非没有一战之力 叶凡这边结束战斗的时候 天帝却与秦家的战斗 将整个战台完全笼罩 就算何清雪等人 想要认输下台 也没有机会 九玉大比 有两种方式来确定胜负 一种是一方选手 全部被打出战台 另一种 就是另一方的选手 全部战死 很少有人会用神力 将战台困住 毕竟是九玉大比 没必要把其他势力的人得罪死 就算是地府 剑神山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但是古帝已经做到了这一步 他在逼迫何清雪 成为他的女人 很卑劣 可以说 大多数修士都极为 看不起这种行为 不过在第一场的时候 古帝便曾经以剑神山 无法进入前五十来威胁过莫青年 这个人貌似很是贪色 或者说 他非常霸道 他想要的女人 就必须会用强硬的方法得到 他不在意 对方是否心甘情愿 何清雪握住长剑 一头白发迎风而荡 但莫道 我已经是叶凡的女人 我绝不会背弃他 叶凡的女人 无数修士顿时被勾起了兴趣 虽然之前叶凡与何清雪之间的表情 很是古怪 但是也有 可能只是好友 现在何清雪当众承认是叶凡的女人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叶凡本身就不比古帝差 古帝要是不想与叶凡撕破脸 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 然而古帝文言当即露出狂妄的笑意 常见指着叶凡的方向 你是在用叶凡的名头来威胁我吗 你觉得 他配吗 何清雪文言露出一丝不知可否 我夫君比你不知强了多少 是吗 就算他再强 他的女人也被我逼到了这个份上 他能怎么办 说着 古帝的嘴角露出一丝嘲讽 一双心目意味深长地看着叶凡 心火神域 不需要两个王者 天命之人 只可能是我 可惜 魂力虚空 让我没办法确定我的王者之位 古帝毫不遮掩自己对叶凡的杀击 这种杀击 甚至让不少人有些莫名其妙 此人貌似对叶凡的恶意非常浓郁 莫非 这就是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吗 何清雪 今夜陪我一夜 我让你们安全下去 否则 死 古帝淡漠道 一脚踏下 黄豹的神力 化作一道道剑气 飞到了他的身后 苍穹之上 光影点点 无数剑影悬浮 散发着森寒的杀击 剑影呼闪而过 刹那之间 似向其他重伤的秦家之人 何清雪见状 当即脸上露出一丝交集 他在秦家修行了这么多时间 秦家的同辈 对他一直非常照顾 这些人对他来说 一如哥哥姐姐们 如今看他们即将生死 心中焉能不及 当当当 何清雪的剑气涌动 刹那之间 红色的战甲 将他的胶躯包裹住 一双羽翼张开 何清雪直接开启了真凤武装 真凤血脉之力 呵呵 看来你的奇遇不少 古帝微微有些惊讶 转而淡漠道 真凤血脉 对于其他天骄来说 乃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贝 但是对于古帝来说 也就那样 不过这种血脉的女人 身上的血液都是火热的 若是行那床子之事 却是不知何等美妙 古帝原本为难何清雪 单纯的是 为了惹怒叶凡 不过现在 他对何清雪也有了兴趣 如果可以 他不介意收了这个女人 至于叶凡 本来就是他的棋子 他从未觉得自己不如叶凡 就算逼得叶凡 主动在现实之中对他出手 他的打算 也是故意输给叶凡 让自己重伤 至于真的会被叶凡打成重伤 这不可能 他是古帝 年轻一辈 就算是魔灵 修罗的天骄 他也不拒 凤凰很美 你让我越来越有兴趣了 我是王者 我要的东西 就没有得不到的 何清雪见状 火一点动 整个人瞬间化作火影 朝着古帝击射而去 冲向何清雪的剑气 皆被他用凤凰火焰燃烧殆尽 第2608章逼破 不过即便如此 古帝的剑气 也绝不是那般容易破掉的 很快 何清雪的针缝武装 便无法再抗衡住剑气的吸力 鲜血从他的体表渗出 却又在刹那之间被火焰蒸发 何清雪完全放弃了防御 他的大无相神体已经大成 对付古帝 他唯有依靠练体修为近身战斗 天真 古帝冷笑 右手握拳 一声唬啸之音响起 下一刻 一拳砸向冲击而来的何清雪 我没有短板 哄 何清雪同样一拳砸下 两人的双拳在空中猛地撞击在一起 接着 何清雪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在一股巨大的反冲力之下 狠狠地朝着后面砸去 碰 一声轰鸣 何清雪的针缝战甲直接破碎 整个人的气息变得无比违靡 恢复如初 然而古帝的脸色却变得极为难看 整个人的双目 闪过一丝不正常的嗜血的红光 这抹红光 刹那消失不见 倒是未曾引得其他人的注意 但是叶凡却无比敏锐地感应到了 星红之气的气息 因为叶凡体内有星红之气 所以他对这种气息非常敏感 莫远 雷冲等人根本未曾见过星红之气 自然不了解方才古帝的情况 古帝怎么会有星红之气 叶凡眉头紧皱 却见古帝脸色不善地走向和清雪 当即朗声道 欺负一个弱女子算什么本事 古帝 有能耐 与我打一场 叶凡 我早晚与你有一战 虽然十强之后 战斗会在魂力虚空举行 不能真真切切地将你踩在脚下 让我感觉有些遗憾 但是这个女人 我古帝必须得到 古帝闻言淡漠道 同时一脚 将想要站起来的和清雪的后背踩住 最后一次 臣服我 或者死 天地却贵为人族圣地 就是如此欺辱族人的吗 秦家秦姥姥忍不住朗声道 古帝闻言当即看了秦姥姥一眼 我无意欺辱任何一个势力 我的道乃是霸者之道 修行者 修的是本心 我的本心便是要占有这个女人 她不从 我便杀 这符合我的道 谬论 这种霸者之道并非正道 正道 邪道 皆是人说罢了 如今我心火神域风雨飘摇 万千亿族虎视眈眈 若无霸者 何以重整天下 共抗浩劫 此话说得铿锵有力 不少修士 文言颇为赞同 诸位或许觉得我古帝卑鄙无耻 不配作为年轻一辈顶级天骄 我道不尽然 敢问诸位 我天仓界分三六九等 强者身边 优秀的女修成群 弱者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的情况 是否比比皆是 今日我当着天下人的面 逼迫一女修 看似卑恋 实则 这从来都是我们天仓界的现状 我修道之人 强者为尊 弱者为奴 古来皆是如此 虚伪的外表下 隐藏的肮脏 放在台面上而已 诸位若是觉得我古帝卑劣 凡请问问你们自己 一生追求强者之道 是为了什么 古帝接着道 当即无数修士哗然 却也不得不承认 修行者的世界本就如此 强者享受更多的资源 对于男修来说 女人也是资源 一派胡言 我被修道 不是为了仗势欺人 不是为了主宰他人 我们只是 为了能够主宰自己 修行者 尊从本性不假 但是凡人尚且知道道德善恶 我等自称神灵 却连凡人都不如 强者为尊 是我们修士的现状 但是弱者何以为奴 谁不是从弱者 一步一步地变成强者的 凭你的道 也配称为霸者之道吗 真正的霸者之道 不是欺辱弱小 而是傲视群雄 叶凡文言朗声道 强横的气息流转 一双眼眸 冷然盯着古帝 踩在和清雪身上的脚上 心中顿时衍生无尽的愤怒 当年在仙界 那天地缺就一定有问题 此人是刻意要激怒他叶凡的 我的道 还容不得你来插嘴 古帝朗声道 接着神力运转 右脚重若千军 既然不从 那便死吧 和清雪咬牙 却始终未曾同意古帝的要求 杀机弥漫 古帝的手中 出现一柄长剑 接着狠狠刺下 清雪 叶凡怒喝一声 九旋天瞬间开启 玄童演化 无尽空明 开 紧接着 随着一道空间之力出现 和清雪的身形瞬间消失 出现在台下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夜鬼的身形 与古帝古帝 瞬间调换了位置 事情发生得极为突然 叶凡和夜鬼 几乎同时出招 但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叶凡已经落在台下 将和清雪搂住 为他疗伤 而古帝却出现在 第十组站台之上 夜鬼出现在 第一组站台之上 放肆 薛长生一声怒吼 莫远和雷冲的脸色 也各自变化 众多神帝皆占起身 爆发出强横无比的神力波动 无数观众愕然 谁也不曾想到 夜凡竟然敢公开 破坏九一大笔的规矩 这也就罢了 重点是 夜凡还做到了 可不要小乔美的 站台之上的阵法 这些阵法 虽然不限制 本站台之上的修饰上下 但是对其他站台的修饰 却有着极为严格的排斥能力 这些分配号站台的修饰身上 都留有对应站台的阵法烙印 夜凡以第三组站台的选手身份 来干扰第一组站台的战斗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但是 偏偏夜凡做到的 而更惊人的还是夜鬼 他竟然能够 与谷地交换位置 这是什么实力 不愧是神级选手级别的存在 每一个 都有着让人惊骇的能力 夜凡 你过了 莫远当即站起身 率先对夜凡发难 他这一发难 何尝不是堵住 其他势力顶级强者的嘴 第2609章一战 无数的目光汇聚于夜凡一人身上 各大势力的 神地强者的眼神之中 皆有些意味深长 剑神山原本可是夺冠热门 现在当众破坏规矩 这种事情 可以说得很小 也可以说得很大 夜鬼 你要与我一站吗 这边莫远花音刚落 另一边 谷地瞬间回到了自己的站台之上 神力爆发 一声爆喝 瞬间演化无穷无尽的剑气 斩向夜鬼 夜鬼的速度同样不慢 手中长剑回旋 一剑逆斩 道剑第二是 道灭之剑 结合了夜凡的原灭剑气 而悟出的最适合自己的剑气 夜鬼的盗灭之剑 已经超脱于夜凡的原灭剑了 扑扑破 谷地的剑气无穷无尽 而夜鬼的剑气只有一道 偏偏这一道剑气 却逆斩而上 谷地的剑气 如同花凋零一般 不断地消散 夜鬼的剑气 直逼谷地 哼 一声冷哼 接着谷地伸出右手 无数剑气漩涡出现 这些剑气如同活了一般 形成一条剑气长龙 龙嘴张开 咬向夜鬼的剑气 够了 一声怒喝 接着神帝之威降临 雷冲随后一挥 夜鬼和谷地的剑气 结烟消云散 同时他站在苍穹之上 冷声道 这是九玉大笔 不是你们小辈 肆意撒野的地方 雷前辈 我谷地何曾撒野 分明是剑神山 与你们地府 其我天地却无人 青龙分院属于地府的一支 夜鬼代表青龙学院 在另一方面 也代表着地府 谷地 注意你说的态度 雷冲寒声道 谷地当即微微一致 接着冷哼一声 未在多言 接着 雷冲转过身 看向夜凡和夜鬼 夜鬼 你擅自对谷地出手 已经触犯了九玉大笔的规矩 按照道理 青龙学院取消这次大笔资格 并且除去所有排名 看台之上的何秋林文言 当即脸上露出一丝交集 虽然有夜凡在 他不觉得青龙分院会有多么危险 但是青龙分院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 这般简单地抹去所有荣耀 他心中焉能接受 雷前辈 雷冲文言看了夜凡一眼 夜凡这一手 算是保住了青龙分院 作为地府的主人 雷冲自然也希望青龙分院 取得极好的成绩 但是既然是他站出来了 他只能重成青龙分院 毕竟是他的势力犯了错 但是剑神山不一样 他不会对夜凡重成 这在别人眼里 乃是看莫远的面子 夜凡 九玉大笔的规矩在这里 尽管你就自己的女人情有可原 但是规矩就是规矩 剑神山必须要为这件事负责 这是自然 我夜凡一人坐视一人当 第三组 后面的战斗 可以让剩下的八个队伍同时出手 我剑神山指出我夜凡一人 若是我败了 我剑神山退出石墙 夜凡朗声道 无数修饰哗然 一人对后面四十人的围攻吗 这未免太狂了吧 同时看向古帝 另外 古帝信奉强者为尊 我可以与古帝单独一战 若是我败了 由他处置 若是他败了 今日这事 可否就此算了 经过一系列的诡异之处 夜凡几乎推出了古帝要什么 古帝要的 就是与他在现实中打一场 墓地 夜凡也有所推测 很可能 天地却是人族的叛徒 他们思通了一族 为了防止古帝与破玉等人碰上 他们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理由 让古帝遭受重创 为何看中他夜凡 夜凡认为 一开始 古帝并未将目标放在他身上 古帝对墨青岩确实有感觉 他的性格 向来也确实是那种 必须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或人的性格 在这其中 古帝当即将计就计 因为一开始的矛盾 让他在后续找夜凡麻烦的过程中 变得水到渠成 甚至于因为天地却本身的特殊性 让墨远 雷冲等人根本不曾怀疑到天地却 古帝从头到尾 都只是表现出 自己要做年轻一辈的王的心态 而且从头到尾 他都是要用自己的能力 将一族添交全部击败的态度 至于与夜凡的矛盾 更是从始至中 未曾牵扯到 不愿参加后续与一族的比斗中 这里最大的妙处 就在于他找剑神山麻烦的时候 夜凡还未曾暴露实力 也因此 当墨远和雷冲考虑到 古帝是否故意如此的时候 都会否决掉 因为换成他们 也绝不可能一开始 将夜凡当成第一人选 但是事实上 古帝就是找上了夜凡 由此可见 古帝与夜凡对上并非刻意为之 而是因为古帝的性格 墨青岩的美色 和清雪与夜凡的关系等种种因素 方才如此 这倒是有心插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因了 就连古帝自己 也未曾想过 以为对墨青岩美色的贪恋 让他如此顺理成章地 完成自己的计划 确实 墨远和雷冲到现在 也未曾怀疑古帝 不是因为古帝隐藏得太好了 反而是因为 古帝很多事情都做得太刻意了 没有任何遮遮掩掩 越是这样 两人反而觉得 古帝越没有嫌疑 况且 因为天地却的特殊性 古帝完全可以排除嫌疑 但是夜凡与古帝之间的关系 显然已经急剧恶化 若是他们二人战斗 很可能会导致 两族失去一个顶级妖孽 若是换成之前 墨远和雷冲 是万万不会答应的 但是现在 墨远和雷冲已经达成一致 让夜凡一人 对一族识人 如此一来的话 这一战反而有了必要 若是夜凡真的让古帝无法参战 那么一方面能够合了他们的意 让夜凡独占一族 有了更多的理由支撑 另一方面 剑吃 古帝皆失去了 与一族战斗的能力 那么 对于不知道墨远和雷冲计划的 各大势力来说 古帝和剑吃的位置 就必须有人顶上去 如此一来 反而会让那些叛徒 更迫切地想办法 阻止自己势力的天骄 与一族一战 你要与我一战 呵呵呵 我奉陪 古帝当即冷声道 雷冲与墨远对视一眼 接着朗声道 好 你们二人既然想要一战 我便成全你们 不过我话说 在前面 一族天骄就在不远处虎视眈眈 你们二人出手要有分寸 莫要让我们两族 与一族天骄的战斗之中 失去了强横的战力 第2610章 一人独占40天骄 不过我有个前提 在与叶凡一战之前 我要求先与叶鬼一战 叶鬼对我的冒犯 比叶凡更甚 我堂堂古帝 被人空间调换到了 第十组的赛场之上 这件事 我绝不能忍受 古帝接着道 叶凡当即便要拒绝 叶鬼实力不差 但是也就与剑吃误开 真的与古帝打 绝不是古帝的对手 叶凡对于强者的气息 极为敏感 古帝给他的压力 比剑吃强大得多 我答应了 叶鬼直接道 他看着叶凡 眼中带着一丝倔强 这是他的路 他不会永远活在 自己哥哥的羽翼之下 他总要飞的 即便知道他不是古帝的对手 但是剑修 绝不会畏惧任何对手 沉默 叶凡并未将阻止的话说出口 他知道叶鬼的意思 他尊重叶鬼的意思 雏鸟总要飞翔 要说他们最想看的战斗 必然是神级选手之间的战斗 古帝 叶鬼 叶凡皆回到了自己的战台之上 根据规定 第三组后续的战斗 叶凡要一人独占40名参赛选手 可以说 这绝对是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战斗规则 无数的修士将目光汇聚在叶凡的战台之上 此刻 其他战台的激烈战况 已经无法勾起众人的注意 没有什么比得上一打40 更让人兴奋 剑神山的强者 果然有亡者之风 依我看 古帝不如叶凡 没错 天帝却乃是我人足圣帝 作为天帝却的天骄 却在众目睽睽之下逼迫女修 何等无耻 这样的人丢了圣帝的脸 放屁 古帝才是天命之子 自古以来 强者为尊 弱者为奴 乃是定理 那些口中喊着原则的人 到最后 还不是一样欺辱弱小吗 古帝说得不错 他只是将一些丑恶的东西 放到台面上罢了 这位道友说得不错 我等行走天下 女修被男修强行儒走的 有多少 男修被女修收为奴隶的 又有多少 敢问在座的 谁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 何必在这里假正经 事风日下 什么时候 强强女人 实强凌弱 毫无道德底线的事情 成为了理所当然 叶凡说得不错 修行之人 强者为尊 但是弱者 为何为奴 还不是因为 你们这些毫无原则的畜生 仗着修为 抛弃道德 做一些鸡鸣狗道之事 笑话 我等弱小之时 受人百般欺辱 到哪里都是孙子 强大之后 我们讨回当年失去的尊严 和错之友 原则 道德 善恶 在修行者的世界里 这东西有用吗 无数修士 皆以夜凡于古地 间的言论争辩起来 互不服输 堂堂圣地天骄 众目睽睽 做出卑劣之事 放在其他地方 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 但是天仓界 三六九等的身份区分 由来已久 大多数人都很清楚 那些所谓高等修士的嘴脸 很多低等修士 毫无人权可言 他们反而更认可古地的话 在他们看来 大多数高等修士 都是畜生 既然做了畜生的事情 何必还要遮遮掩掩掩地 把自己当人 星火神域的存在 本身就是虚伪的光辉下 肮脏的集合体 众人各持己见 这边还不曾站起来 魂力虚空之中 无数观众已经对喷起来 认为古地说得对的人 不一定是支持古地的 他们更多的是 对天仓界本身的制度不满 支持叶凡的人 也不一定都是好人 还有很多 都是不愿意承认 自己是个畜生的伪君子 叶凡不是伪君子 他所言所说 皆是心中所想 他从凡界一路走到天仓 曾经数次站在一个世界的巅峰 但是他从未想过以强凌弱 他想要的 就是一个有秩序的修行世界 其实有时候 叶凡也很清楚 他的想法有些梦幻 人的劣根性便是如此 当一个人能够去掌控他人的时候 黑暗的人性自然会被放大 当年叶凡还是凡人的时候 时常听闻哪家公子虐待奴婢 时常听到哪家管爷草菅人命 反观平常百姓 坐监犯科之人有之 与那些官员相比 比例何等知晓 凡间有言 十个官员九个贪 青天罕见 蛀虫遍地 却未曾有言十个百姓九个恶 这便是实力带来的腐朽 而在修行界 没有秩序 没有法律 没有规则 所有的一切 都是凭借拳头说话 这个时候 人性的黑暗面自然更甚 叶凡回到站台之上 很快 四十名天骄将叶凡围住 外界的争吵 也不约而同地消失 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 看着叶凡这一场战斗 叶凡 你三弟废了我哥哥他们 这一次 我也要废了你 一声朗贺 接着 一名女子跃众而出 此人叶凡倒也熟悉 正是薛巧 薛巧的脸色极为难看 剑痴是薛家之脉天骄 多番针对叶凡 针对剑神山 除了天命官本身 有自己的要求之外 还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他薛巧 当初苏仲将他捆住一夜 他心中自食不爽 来到天道城之后 便告诉了剑痴 希望剑痴能够帮助他 好好收拾苏仲一行人 却不想 剑痴竟然被叶凡斩去了肉身 他的哥哥薛芳 更是被叶鬼废去了修为 薛巧很自责 他觉得这一切 都是因为他与叶凡等人的冲突导致 同样 他对叶凡也有了极深的恨意 这次四十人围攻叶凡 他定要让叶凡付出代价 薛芳修为被废 乃是他惹我三弟在先 叶凡文言诞生道 同时看向围住他的所有人 一起上吧 自己却动都未动 主动求战 无数修士哗然 各个暗叹叶凡的狂傲 换成他们都会第一时间出手 先冲入这四十人的人群之中 如此一来 便能够搅乱四十名天骄的攻击节奏 如此才有胜算 而叶凡却站立在站台正中央 这是什么节奏 要硬抗四十人合力一击吗 你太狂妄了 大眼雷龙族人雷跃寒声道 其他修士也皆脸色不善 他们四十人围攻叶凡 对于众多天骄来说 都不算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但是叶凡自己犯的错 给了他们这个机会 谁也不可能放弃 杀 不知是谁怒喝一声 接着四十名天骄 同时出手 作为天骄级别的人物 很快便打出了合击审法 第2611章 区区人神何以强横 雷霆 火焰 寒冰 后土 各种法则之力 瞬间将周围的一切遮掩 四十人打出的审法 浩浩荡荡地将整个站台侵染 叶凡的身形在刹那之间被淹没 无数修士紧张地 看着站台正中央 面对这些天骄的合力攻击 就算是神级选手 也要隐恨吧 别忘了 这里面可是有不少 服用了丹药的地位神灵啊 好 一声嘹亮无比的龙吟 接着 九头巨龙的虚影 从能量风暴的最深处出现 九双龙眼仿佛活了一般 静静地看着四周 这是 九龙王血脉 这怎么可能 九龙王只能算是普通的太古一种 为何会如此强横 扑扑扑 九龙口张开锯嘴 下一刻 四十名天骄强者的攻击 进阶被锯嘴吸收 很快 整个站台便恢复了平静 站台的最中央 叶凡副手而立 他的身后 巨大的九龙王虚影 镇压一方虚空 就只有这样吗 叶凡的声音响起 刹那之间 无数修士哗然 怎么可能 谁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四十名天骄的攻击 会如此简单地被吸收掉 九龙王的血脉 绝无可能这么强 叶凡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无敌 这才是真正的无敌 叶凡之姿 乃是少年地主之姿啊 强 太强了 我人族有这等年轻妖孽 是我人族之姓 无数修士激动的感叹 这种冲击力太可怕了 四十名强者发出的可怕攻击 就算是天位神灵强者 也要避其锋芒吧 叶凡区区人为神灵 为何能够做到这样 而叶凡的言语 更是狂傲的眉边 以最高调的形式 来完成九欲大笔 他的成神之路正式开始 一步踏下 以叶凡为中心 无尽的寒冰之力 朝着四周疯狂地涌动 他被在身后的双手随意掐绝 如万里冰封这种等级的神法 几乎是顺发 借助他体内冰神星的力量 万里冰封的强度 瞬间达到了顶级神通的地步 万里冰封 叶凡弹鹤一声 以他为中心 无尽的寒气涌动 肉眼可见的寒冰之力 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周围扩散 冰封一切 四十名决顶天骄 同时拼尽全力 打出神法抗衡寒流 在这不算过于巨大的战台之上 他们连逃离万里冰封的 冰封范围的条件都没有 唯有硬抗叶凡的攻击 然而当这股寒冰之力 侵入他们的体内的刹那 所有人都知道自己错了 错得太离谱 叶凡对寒冰法则的理解 已经达到了天神六则的程度 这种法则感悟 乃是天位神灵才能达到的程度 结合冰神星的辅助 这股寒气 同阶之中 除了少数逆天强者 其他人根本没办法挡住 刹那之间 周围的四十名强者 皆被冰封 包括一些飞到苍穹之上的修士 也被寒冰冻结 以叶凡为中心 周围直接形成了一个小型冰川 震撼 从大笔到现在 从未有过的震撼 冲击着所有人 谁都曾想过叶凡会赢 但是 谁都不曾想过 会赢得如此轻松 这已经不能用妖孽来形容了 这根本就是梦幻 区区人为神灵 何以强横至此 叶凡又是一步踏下 周围的冰川瞬间破碎 接着四十名天骄 在一股无法抗衡的力量之下 纷纷落向台下 一个个脸色苍白 因为寒意不断站立 这些天骄的眼光 在此刻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对强者的尊敬 畏惧交织在一起 只有真正与叶凡一战 他们才明白 这个男人究竟有多强 区区人神 何以强横至此 雷冲忍不住感叹 众多神帝 闻言纷纷心有所感 少年风主 莫过于此 薛长生表情复杂到 此刻他竟然产生了一丝后悔 莫非 人族的天命 真的出现了吗 可是 天到山上 他看到的一切 莫远与雷冲对视了一眼 雷冲点了点头 神力传音道 莫师弟 便赌上这一次的种族荣誉吧 我希望 我们赌对了 他毕竟从不归域而来 莫远闻言 传音回答道 为了人族的未来 我们必须赌 我 无法完全相信一个 从不归域到来的妖念 冰川碎裂 整个天道城在此刻 都变得安静无比 甚至于其他战台之上 激烈的战斗 皆因为叶凡这边的战斗 而出现了默契的停止 龙铃一双美目 好奇地打量着叶凡 太上希悦的嘴角 带着一丝骄傲 叶鬼的表情平常无比 一分都没见过世面的模样 大帝随意地看了一眼 接着翻了个身 继续在太上希悦的怀里睡去 至于苏仲 叶残等人 那副表情 差点没站出来告诉大家 坐下 都坐下 正常操作 正常操作 但是无数不知道 叶凡的传奇过往的人 在刹那之间 已经接近疯狂的边缘 无数对叶凡不感冒地修饰 开始滋生崇拜的情绪 无数因为当初 叶凡击败剑吃扬言 只用了两成力这句话 而对叶凡不爽地修饰 此刻 只有一种反问 当初叶凡真的是小人得志吗 高台之上 苏乔紧紧握住双手 一双美目之中满是恶然 这 就是希悦爱的男人吗 安静 整个天地都在此刻 变得无比安静 叹叹叹 叶凡的脚步声 在此刻 映入所有修饰的耳中 叶凡看向古地的方向 但莫道 明日 你有资格让我出见吗 哄 极致的安静在一瞬间爆发 一道道热潮铺天盖地 广阔的天道城 在刹那之间 被难以遏制的 激动咆哮笼罩 至于魂力虚空之中的修饰 更是疯狂 隐约之间 在一道道声嘲之中 唯有两个字 成为天地的永恒 叶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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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傲 无敌 强大 敢对古地扬言 你有资格让我出见吗 这天下 唯有叶凡一人 一步踏下 四十名顶级天骄被冰封 敢问天下 谁与争风 一战风神 没有 但是 叶凡已经开始创造神话 第2612章 谁最强 叶凡的狂傲 调动了所有修士的情绪 修行者的世界 不怕傲 只要你有实力 你可以小触天下人 叶凡的高调 并未让任何人反感 反而 他们觉得 这才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的妖孽 就应该有剑指天下群雄 一览众山小的豪情 在一生生欢呼之中 其他站台的战斗 反而显得无关紧要 第三组的战斗 因为叶凡的胜利 成为了最快结束的站台 自叶凡之后 谷帝不甘示弱 他同样拒绝了后续的大比 而是直接指着 第一站台的所有对手 同样选择 一人对战剩下的 所有参赛之人 最终 谷帝同样赢得了胜利 然而却远远比不上 叶凡的震撼 尽管谷帝 已经表现得极为强大 他依旧用了不少的手段 同为神级选手的龙灵 大帝也纷纷选择了 一人挑战多人的战斗 大帝万般不情愿 却是被雷冲硬生生丢出去的 地府怎么也不能比地神龙 天地却和剑神山差吧 龙灵表现出了 让所有人惊讶的实力 甚至于不少人发现 龙灵的实力 竟然丝毫不比谷帝弱 也正常 六大神级选手 四个人族的 两个神兽一族的 龙灵更是隐隐 作为神兽一族的代表 只不过龙灵看起来 很是空灵乖巧 楚楚动人 故而让人忽视了 他的强横战力罢了 如今看来 当初星火神榜 最为看好的谷帝和剑痴 谷帝依旧有着极高的支持率 倒是剑痴 反而因为叶凡的原因 让多数修士认为 是几大神级选手之中最差的 只能说 这些人并不了解 叶凡的通天本事 剑痴并没有众人看到的那般弱 只不过叶凡太强了 要说这种战斗 最艰难的还是大帝 大帝的实力相比较龙灵 谷帝都要弱一些 虽然也击败了 众多天骄的围攻 但是看起来要更加辛苦一些 叶凡点燃了一个热潮 而龙灵 古帝 大帝用同样的方式 奠定了几大顶级队伍的霸主地位 将这股热潮推到了巅峰 倒是身为神级选手的 全能王座夜鬼 并未用这种方式去证明自己 让无数支持全能王座的散修失望 后续的战斗 并未有太多 让众人意外的情况发生 十大天级队伍 也实至名归 只不过 就在今日的大笔接近尾声的时候 一匹黑马横空出世 青龙玉 周家 这个在众人眼里 能够进入前五十都是奇迹的家族 竟然击败了第九站台的月神龙队伍 让所有人愕然的 还是周家一人横扫了月落 月星 月灵 月峰 月桥五人 月神龙一族被打得没脾气 这算是除了青龙学院之外 最为耀眼的黑马了 一个能够横扫天级队伍的强者 莫非又是一个神级选手的诞生吗 十大天级团队 在魂力虚空的队伍石碑之上 出现的先后顺序 其实在某些方面 也代表着天命官 对这些实力的强弱排序 作为第九个出现的月神龙 在十大天级团队之中 只能算是垫底的存在 但是 即便如此 想要一人击败他们五人 也绝不会寻常人能够做到的 若是叶凡 古帝 龙灵等人做到了 众人不觉得稀奇 但是这个叫做周青的女子 击败了月落等人之后 吴子青本能地将目光看向叶凡 对于她来说 叶凡微微皱眉 此人 他见过 这种眼光 绝不是一个陌生人能够拥有的 他是谁 叶凡的眉头紧皱 整个人暗自低难 周青 周家之人 周家有如此妖孽 周先儿却未曾与他说过 不过周先儿与他的关系 也不算太好 没有提过家族的事情 本就正常 没有给叶凡太多犹豫的时间 今日的大笔就此落幕 最终掘出前十的队伍 分别是天地鹊 地府 剑神山 地神龙 猎天神宗 时空天城 青龙玉竟然连续出现了两大黑马 倒是让众人有些措手不及 后面的十强之战 会在魂力虚空举行 众多队伍有五日的休息时间 不过明日 还有两场让所有人激动不已的战斗 夜鬼对战古地 夜凡对战古地 一个是全能王座 星火神榜第五的存在 一个是剑神山最神秘的队长 还有一个 则是很少出世的人族圣地天地却的妖孽 这三个人碰到一起之后 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当夜 几乎所有人都围绕着夜凡 夜鬼 古地三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而在所有言论之中 夜鬼的呼声反而最高 全能王座 在某些方面 已经是散修的代表 无数散修都全力支持夜鬼 他们渴望 夜鬼能够将所有高等修士的妖孽 踩在脚下 最强的必然是夜凡 不接受反驳 夜凡一脚冰封四十名绝顶妖孽 就问古地 可有资格让夜凡拔剑 放屁 天地却乃是封主留下来的 最强传承之地 那里有着无上的传承神法 古地是谁 天地却守护着最强传人 修行无上古经 混沌轮回经的存在 轮回一次 资质会提升一次 古地如今一千五百岁 轮回 三次 他的强大 是你们能够想象的吗 都别说了 全能王座绝对最强 魂力虚空神兽印 全能王座得到三枚 你让夜凡 古地去试试 全能王座算个什么东西 能与我古地相提并论吗 你们这些低等修士 别做梦了 再强的低等修士 依旧是低等修士 绝无可能成为王者的 全能王座是夜凡的弟弟 实力自然不差 但是弟弟毕竟是弟弟 论实力 自然是哥哥更胜一筹 众多修士争论不休 在夜凡的大院之中 此时夜禅 苏仲 包括夜鬼等人皆汇聚于此 三帝 明日之战 若无法胜之 直接退下战台 古地再强 也没有能力阻止你 飞下战台 夜凡叮嘱道 大哥 他想赢我 也没那么简单 夜鬼闻言直接道 古地比剑吃更强 你不是他的对手 而且 古地身上有古怪 夜凡回答道 我在他的身上 发现了星红之气 什么 夜鬼等人顿时惊呼 没有人比他们 更了解星红之气的可怕 仙界的灾难 依旧历历在目 大哥 你没弄错吧 绝不会错 夜凡肯定道 大哥 既如此 为何不告诉墨远前辈他们 夜凡当即疑惑道 第2613章 墨远和雷冲的盘算 不是我不告诉 而是没有意义 夜凡文言摇了摇头 换成你们是墨远 你们是更相信古地 还是更相信我夜凡 当然是相信大哥你 我们可是为了剑神山而战 况且 我们对剑神山的事情 也算一直尽心尽力 墨远前辈 乃是道高望重的前辈 莫非不知好歹吗 夜凡文言当即道 夜凡的性格 与墨远有些相似 大义于心 忧国忧民 夜凡文言当即看了其他人一眼 发现众人皆赞同夜凡的说法 当即笑了笑 若是我 我谁都不相信 如果必须选一个 我会优先选择古地 为什么 墨远前辈要求我一人对战一族诗人 夜凡并未直面回答 而是突兀道 可见墨远前辈对大哥确实非常看重 两族的荣誉都放在了大哥身上 夜凡当即道 众人也一致这般认为 是吗 你们觉得墨远前辈 是一个如此草率的人吗 我确实强横 但是人族 有我这样的存在 一族就不会有这般恐怖的妖念了吗 看了夜凡等人一眼 夜凡笑道 最稳妥的方法 不是用两族的荣誉 以及一个顶级天骄的生死 为赌注来造势 我若是败了 死了 你们可知 两族将会有何等巨大的损失 想要让我这个天命之人 成为所有族人的信仰 不是只有九玉大笔之上 剑走偏锋一条路 但是偏偏 他们选择了这一条路 因为什么 夜凡坐在玉椅之上 轻轻地点着玉桌 因为他们不相信我 这 夜凡等人面面相去 大哥 你是不是想得太多了 莫远对夜凡毫无保留的培养 剑神山坚定地 站在夜凡的身后 这一切 都不是信任的表现吗 混沌之气都拿出来了 却不相信大哥 这才是莫远最让人佩服的地方 莫远此人 人足兴衰高于一切 培养我的时候 他不予余力 但是越是如此 他越要确定 我是不是一族打入星火神域的棋子 我先后废了剑吃 表现得张狂无比 更是要求与古帝一战 表面上 是古帝招惹了我 实则 也有我将计就计 刻意与古帝一战 重伤退下 无法参与 与异族天交战斗的意图的嫌疑 当然 古帝的嫌疑比我大得多 但是天帝却发下了大道誓言 所有莫远等人 对天帝却非常信任 叶凡解释道 之前我也很疑惑 大道誓言无法违背 古帝的作为 莫非真的是因为 此人性格如此吗 直到我今日看到了 他无意之中暴露的新红之气 如果大哥 你告诉莫远前辈 他们新红之气的特殊性 天帝却自然也不会 被莫前辈等人如此信任了 无凭无据 莫远前辈等人 会因为我的一面之词 便去怀疑天帝却吗 若我是一族的棋子呢 况且 我体内可是也有新红之气 我能够封印新红之气 不代表古帝不能 说实话 虽然我推测天帝却有问题 但是我并不确定 古帝一定就是人族的叛徒 我从不认为我就是最特殊的 我可以有例外 别人就不能吗 叶凡摇头 大哥 你们说这么多 我还是不懂莫远前辈先是培养你 然后又不相信你 接着你又说到 让你一打十个一族别有深意 把我搞糊涂了 叶鬼在一旁一脸不解 动脑子 他一直不擅长 倒是薰衣等人 借暗自沉吟 显然在揣摩叶凡的意思 三弟 你也该动动脑子了 不能只管修建和杀人 叶蚕当即有些无奈地 看了叶鬼一眼 二哥 说的好像你知道大哥的意思一样 叶鬼不服气道 叶残文言当即解释道 大哥的意思还不明显吗 莫远 雷冲等人认为大哥可能是天命之人 但是他们不敢保证 毕竟大哥非生再不归遇 谁也不知道大哥再不归遇发生了什么 是否被一族所情 为一族所用 如果如此简单地相信大哥 甚至可能会将两个种族葬送 但是反之 如果大哥真的是天命之人呢 所以 莫远和雷冲两位前辈来了一场豪赌 若大哥是一族棋子 与一族十大天骄战斗的时候 大哥是杀他们 还是被杀 一族的德性大家都清楚 看似团结 实则都有自己的算盘 这次参加大比的十大妖孽 在一族都是鼎鼎有名的 莫远和雷冲二人 必然是知道这十人对于一族的意义 我星火神域能够活到今日 便是因为这些一族都想着各自利益 他们不会为了灭掉星火神域 而甘愿让十大顶级妖孽葬送于此 这个代价 魔灵可能会付 但是一族不会 所以 一旦大哥在战斗之中留守 饶了一族天骄的性命的话 大哥就会有非常大的嫌疑 反之 大哥若是将一族十人全部斩杀 那几乎可以断定 大哥就是天命之人 如此一来 他们也成功借助九玉大比为大哥造势 为大哥顺利成为两族领袖 埋下了身后的信仰基础 同样 若是大哥不是一族的对手 但是一族天骄留了大哥一条命 大哥依旧会有非常大的嫌疑 一族若是斩杀了大哥 那可能是雷冲和莫远前辈 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他们很可能损失了一个顶级妖孽 但也证明 大哥不是天命 天命不会 这般容易死 天命之人 自有明明天道守护 两位前辈 也将损失降低到了最小 一场与一族的碰撞 两族也只是损失了大哥这样一个顶级妖孽罢了 其他的 也不过是对两族士气的打击 以及种族荣誉 啊 众人不由恶然地看着叶凡 他们知道 叶凡很聪明 甚至于聪明如妖 但是没必要这么恐怖吧 同样 几人对莫远和雷冲 也有了新的认识 他们远远没有看起来 那般真诚和亲和 一场简单的大笔 莫远简单地提出一对十的战斗 竟然会有如此多的考虑 这些人脑子里 想这么多东西不累吗 不过想想 莫远和雷冲 能够带领星火神域活到今日 要是没有脑子 两族怕是不知被灭了多少次了 第2614章 抽丝剥剪 大哥 我说的对吗 叶蚕看着叶凡道 三兄弟之中 叶凡实力最强 也最为聪明 叶蚕则各方面都与叶凡很像 若是没有叶凡耀眼的光芒掩盖 叶蚕或许能够发挥出更多的光芒 至于叶鬼 武学造诣已经超过了叶蚕 但是脑子是肯定跟不上的 要他杀人可以 让他动脑子 太累 二弟说得不错 莫远前辈和雷冲前辈 确实是这种考虑 不仅如此 我与谷弟的战斗也有 其他深意 我的实力 莫远已经足够了解 我明日与谷弟一战 丝毫放不得水 更不能败 除非谷弟确实拥有击败我的实力 若是如此 那谷弟将会被内定为天命之子 叶凡点头 所以你们明白我为什么 不能在这个时候 告诉莫前辈等人谷弟的问题了吧 只有在我击杀了一族十天骄之后 我的话 才会有可信度 在此之前 我说谷弟 天地确的事情 不仅不会取得他们的信任 甚至 他们会更加怀疑我 另外 我们还要注意 一个势力 天命观 叶凡接着道 大哥 你让我废了薛芳 是不是也是觉察了什么 夜鬼突兀道 没错 三弟你的实力虽然强横 但是在古神战场入口 你与剑吃的战斗之中 因为无法借用天地尺实力 真实实力 只用了不到六成 从头到尾 都是被剑吃碾压 叶凡点头 大比第一场 你表现的实力 也不算多么惊艳 你真实的实力 只有我们知道 天命观如何知道 你有神级选手的实力 为何 青龙学院会成为 第十个天级选手 是啊大哥 我也好奇 外面都说 我是全能王座 别人不知道 那天命观乃是 星火神域情报最强的势力 他们怎么会不知道 我根本不是全能王座 夜鬼点头道 所以 天命观只不过是 接着全能王座的名头 强行将青龙分院 变成了第十个天级势力罢了 目的 自然是为了让薛芳与你一战 叶凡解释道 三弟的战斗风格 就是爆发力极为可怕 战斗的时候 往往是一件解决 天命观自然是了解 你与剑吃一战的情况的 所以他们 特意为薛芳挑选了 你这样一个对手 表面上 天命观的人为了赢 刻意废了何销 重伤何清霜 再派遣一个实力 相对弱小的师弟 与你一战 输掉一场个人战 如此一来 到了团战之上 天命观便会累积优势 从而获得胜利 任谁都看不出来 薛芳的目标是你 实际上 薛芳是为了激怒你 你瞬间的爆发 足以让他措手不及 从而不得不使用进法 最终击败了你 自己也只能重伤 这样的话 莫远和雷冲他们 不也能够感觉到不对劲吗 夜鬼没有这样的实力 青龙学院 却被天命观 评定为天级队伍 这难道不会让莫远 雷冲两位前辈怀疑 洛素素不由娇声道 当然不会 第一 天命观拥有 超越剑神山和地府的情报 以及极为可怕的心算之法 天命观掌握一些 两大势力不曾掌握的情报 本就属于正常 天命观认为 青龙学院是第十个天级队伍 自然有它的理由 对于莫远和雷冲来说 他们只会认为 他们对三帝还不够了解 也许三帝真的有那般强 第二 若是三帝表现得实力不强 两大势力也会认为 天命观只是借助一些便利 让自己的宗门 进入前十强罢了 天命观本身 就不属于战斗型神宗 用些手段 让自己的宗门排名上去 无可厚非 莫远和雷冲对这种事情 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九予大比 关乎着各大宗门的资源分配 用战斗来分配资源本身 对于天命观这种 修行天机神算的宗门 就不公平 叶凡回答道 众人文言不由暗自点头 这些宗门 没一个好相语的 个个都是老狐狸 不过貌似他们天帝门宗主 更是妖孽吧 他们实在不清楚 叶凡是怎么想到 这些的 还想得如此深远 想想天舞大陆和仙界的浩劫 若叶凡不曾这般算无一策的话 他们已经不知死了多少回了 哪一场浩劫 不是从绝地反败为胜 当然 或许有人会说 若是叶凡的实力通天 何须这些计谋 话说的不差 问题是 真的以为那些个反派 都是白痴吗 给那么多时间 让他们成长 不等到叶凡实力天下无敌 他们绝不会发难 就拿星火神域来说 但凡星火神域 出现个少年风主级别的人物 那些个叛徒 都会想尽一切办法 把这样的人物弄死 如果最后弄不死 那些一族 就算凭着损失巨大的代价 也不可能让这样的人物成长起来 两族举办九欲大比 一旦真的出现了天命之人 他们何尝不是 做好了与一族全面开战的准备 也会有人说 既然天命官知道了 有天命之人 他们完全可以不动声色 寻找这样的人物 并且慢慢培养 笑话 九人族有天命官 一族没有命运大能 哪个种族还不能算天机 天机是人族家的 大哥 这些叛徒宗门的目的 就是防止宗门的妖孽 死于一族天骄之手 莫远和雷冲前辈 完全可以抓住这一点 来找出哪些势力是叛徒 叶蚕当即道 他们自然想到了 那些叛徒也想到了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情况 当然 我相信 还有一部分叛徒宗门 会选择壮士断腕 牺牲天骄保全大局 这些我们现在管不了 我现在还有一件事想不通 叶凡点头道 接着再次皱眉 薰衣等人当即相互看了一眼 揭露出一丝疑惑 从叶凡的口中 他们也大致知道了 这次九欲大比的各种弯弯道道 还有什么想不通的 大哥还有什么疑惑 叶蚕询问道 我疑惑的是 星火神域 到底有没有真的天命之人出现 叶凡突兀道 一与惊人 叶蚕等人硬是愣了半想 没有天命 九欲大比的目的是什么 是啊 没有天命 九欲大比的目的是什么 叶凡文言反问道 整个人的眉头皱得更深 天命是天道山 天命官大能周天大心算之后 说出来的 如果天命官是叛徒 那天命 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这一切 都是为了这一场轰动神域的大比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是什么 叶凡想到了很多可能的点 但是皆被他一一排除掉 这种扑索迷离的感觉 让他很不舒服 第2615章 聪慧如妖 与此同时 在周家的驻地 五子清温柔地帮周仙梳弄着头发 子卿姐姐 老祖说不希望我们继续战斗下去了 进入前十 已经可以了 继续战斗 对周家不利 周仙突兀道 五子清文言 束手停住 接着坐到一旁 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嘴角却弯出一抹温和的弧度 仙妹妹 星火神域 即将会迎来一场大变化 其中甚至包括一些九星宗门 都会被毁灭 周家 莫非要永远归缩于青龙域的异域吗 另外 我只是赞助周家 你们老祖 可管不了我 说到周家老祖 五子清显然并不当回事 仿佛就算神帝 在他面前 他也能够安然逃脱一般 周仙文言 不由微微一愣 他一直不知道 五子清是如何得到老祖的赏识的 同样 他也不清楚五子清的过去 这个女人 很神秘 但是五子清对他 却一直很不错 子清姐姐 我周家连九星势力都算不上 若是一场大比 招惹了那些强横势力 对我周家确实不利 若是我成为了天命之人呢 五子清突兀到 周仙当即愣住 半想 他轻声道 我知道子清姐姐实力强横 但是那叶凡 古弟的实力 也是千古罕见 古弟 五子清笑了笑 毫不掩饰地露出了一丝不屑 接着那种不屑进阶消失 眼中慢慢展露出一丝光彩 叶凡 子清姐姐 你说 明日古弟与叶凡一战 谁更强 自然是叶凡 为何有此一说 叶凡是从下面飞升上来的 你做过的事情 可以写成一本书了 它是一个传奇 如果说 同阶之中 还有人能够让我重视的话 唯有叶凡一人 五子清毫不吝啬自己的夸赞 不过 莫远和雷冲二人 同意了叶凡挑战古弟 倒是让我有些意外 或许 事情比我想象的更复杂了 这有什么意外的 古弟对莫清延多有挑衅 叶凡作为剑神山的修饰 与古弟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如今古弟更是逼迫叶凡的女人 若是不让他们二人打一场 到时候面对一族的时候 两人若是互相扯后腿 那才是糟糕 周仙儿坎坎坎道 你想得太简单了 你以为明日一战之后 叶凡和古弟两个人 都能全身而退吗 到时候 就算是雷冲 莫远想阻止 都不好阻止 毕竟这种等级的妖孽 全力战斗起来 就算是神帝 也没办法精确地把握住 他们会受伤的时间段 吴子清摇头道 雷冲同意两人一战 显然是 有了两人之间 可能会有一人 无法参加与一族一战的打算 以莫远和雷冲 表现出来的大义凛然 本段不会如此 除非 他们对古弟 叶凡之中的一个人的实力 非常了解 很清楚 其中某个人能够获得胜利 可是 这也不对 最后的结果 无法避免的 会让两族与一族战斗的时候 损失一个极大的战力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造神吗 若是造神 只是排除掉一个妖孽 是没有意义的 这种神造出来 最后死在一族手中 岂不是笑话吗 还是说 其中一个人的实力 已经强横到 让他们感觉 对上一族必胜的程度 吴子清束手握住一个神碑 一边品查一边说道 秀眉微皱 他能够推断的东西有限 毕竟情报太少 天仓不是仙剑 很多东西 他根本没有足够的情报支撑 不过吴子清也是聪明绝顶之人 很快 他便通过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 推断出了极多的信息 子清姐姐 那你说 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 具体目的 我目前无法知晓 不够 我现在知道的有两点 第一 雷冲和莫远对叶凡 古弟之中一人的实力 非常有信心 甚至于 他们觉得 其中一人有资格 与一族十大天交合力一战 站在大局之上 我认为这个人是古弟 但是在情理上 这个人绝对是叶凡 因为叶凡是剑神山的修士 莫远一心为人族不假 却也不可能故意将叶凡 拿来当古弟的垫脚石 第二 如果此人是古弟 谁都看出来 古弟挑衅叶凡在先 他既然让叶凡成为了垫脚石 那龙龄 大帝必然会成为下一个垫脚石 最后的结果 是古弟一人占一族十人 一战封神 统领两族 但是 若是败了 天地却圣地名声受损 我人族损失少年地主级别的妖念 两族荣誉尽尸 更会给那些暗中隐藏的叛徒 搅动风雨的机会 算利弊 不划算 想要造神 以雷冲和莫远的能力 没必要冒如此大的风险 那么 就有可能是叶凡 叶凡不一样 叶凡是非生修士 而且 根据我这些年得到的情报 叶凡是被白虎狱的出征军团 从不归域带回来的 不归域当时属于异族管辖 故而 叶凡不可能如古帝一般 能够得到莫远 雷冲充足的信任 在不确定 叶凡是不是叛徒之前 莫远和雷冲 都不愿意看到 叶凡成为天命之人 但是他们判定 叶凡是不是叛徒的机会 只有一次 那就是与异族天交一战 这里又有一些问题 只要叶凡足够强横 以最强者的身份 进入与异族的团战 到时候 十人对战十人 一族弱败 他们之中的顶级强者 依旧可以在战斗中 抓住两族的部分天交 以这些两族天交性命 作为交换 换取一族活命的机会 同时主动认输 到时候叶凡同意 双方皆无太大损失 而叶凡顺利成章 成为天命之人 反之 人族 神兽一族弱败 叶凡可以以一族天交性命要挟 换取其他同伴的性命 并且认输 叶凡一样 能够顺利成章地成为天命之人 如此一来 莫远和雷冲 依旧不知道 叶凡是否是叛徒 但是 让叶凡一人 对战一族十人不一样 一方面 一个能够与一族 十天交易战的顶级妖孽 必然会成为一族必杀的对象 不存在叶凡斗不过的时候 抓住一名一族妖孽 用一条命 换他一条命的道理 如果一族同意了这个要求 那叶凡绝对有问题 另一方面 若是叶凡斩杀了十大天交 那么叶凡就必然不是叛徒 因为各大一族 本身就是各有算盘 不可能以十明未来 有机会成为地主级别的妖孽的命 来换取星火神域 毕竟星火神域被打下来 收益最大的是魔灵 一族能够得到的好处有限 由此可见 莫远和雷冲的最终目的 很可能是让叶凡一人对一族十人 盛且灭杀一族 叶凡将是两族两袖 败且不被杀 叶凡是叛徒 败且被杀 叶凡也并非天命 天命之人 自有天道守护 不可能如此简单地死去 说到这里 无子清将茶杯放下 眼眸之中闪过一丝诡异的光芒 一战决定两族之主嘛 但是 他可不想成为陪衬呢 第2616章 剑气化意 一夜时间 夜鬼 夜凡 古地成为了议论的主流 所有人都在议论着 明日的一战将士何等精彩 万众期待之间 第二日到来 今日的星火神域修士 格外的兴奋 神级选手的对战 对于前面的小打小闹 不知要精彩多少 就算是一族 也几乎全部到齐 他们很清楚 这一次战斗的三人 皆有可能会成为他们的对手 夜凡 夜鬼与古地的战斗 并不属于九玉大比 这场战斗 并不强制要求任何参赛选手到场 对于其他修士 也没有任何限制 这就是两场私人恩怨的战斗 当然 为了防止不必要的损失 雷冲 莫远皆会到场 然而事实上 几乎所有势力的强者 皆准时赶到 夜凡 古地 夜鬼任何一个人拿出来 都是两族顶级天骄 他们之间的战斗 对于各大势力来说 同样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这是你们三人的私斗 原本我不应该参与 不过你们三人皆是我人族的栋梁之才 若是折损于内斗之中 未免过于可惜 雷冲站在五斗台之上朗声道 我不管你们之间的仇怨有多深 但是 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死去 所以 到了不得已的时候 我会出手 说着 雷冲看向古地和夜鬼 你们二人上来吧 夜鬼与古地 当即相视一眼 接着同时飞到了战台之上 两人皆背着一把长剑 不同于夜鬼是个纯粹的剑修 古地则拥有极多的手段 你是夜凡的弟弟 古地诞生道 何必明知故问 哼 我只是想知道 若是我把你废了 下一场夜凡与我对战的时候 依旧被我击败 他会是怎样的表情 古地诞生道 古地 你三番五次地挑衅我大哥 依我看 你与我们并无太大的仇怨 你的目的 莫非是为了借助 我大哥的手受伤 从而避免与一族一战吗 夜鬼想到夜凡叮嘱他的话 当即说道 他倒要看看 古地如何解释 尽管他们不能这个时候 告诉墨原古地有古怪 但是埋下一个种子 很有必要 一族 古地闻言 当即嘴角露出一丝张狂的笑意 双目看向一族所有妖孽 一族修饰算个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让我惧怕 另外 墨亲眼中有一天是我的女人 你的大哥感染着我的女人 该他死 说着 古地看向夜凡 夜凡当即无脸 别人随便转移话题 他的三弟就跟着转移话题了 这也太好待偏了吧 签约入手 右手握住剑翘 刹那之间 剑光自剑翘之中乍现 夜鬼没有与古地废话的意思 直接开打 当 古地背后的长剑直接飞出 肩不容发地挡住了夜鬼的剑气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忘谈我配不配 当当当 双方的长剑刹那之间 疯狂交集数十次 恐怖的剑气疯狂地朝着 四周四略 整个五豆台的周围 到处都是千疮百孔 两人一出手 便表现出了极高的实力 道剑 夜鬼淡贺 他与夜凡 夜残不同 夜鬼的打法 向来就是一出手 便是全力爆发 要么把对方直接打死 要么被对方打死 剑花万道 剑气纵横之间 将古地完全笼罩 一剑之下 万道衍生 这种剑道 太可怕了 不少神帝强者忍不住感叹道 他们的眼力 自然不是普通的修饰 能比的 他们能够看得出来 这种剑道极为恐怖的成长性 最可怕的是 夜鬼必须掌握极多的法则 莫远则看了夜凡一眼 他很清楚 这一剑 夜凡也会 只不过夜凡的剑道 与夜鬼截然不同 夜凡的剑变化更多 夜鬼的剑则更为犀利 古地感受着一种 毛骨悚然的危机感传来 当即脸色一变 轮回法则运转 接着他的右手之上 有着无穷的轮回漩涡 开 古地朗鹤一声 一拳砸下 轮回法则之力瞬间炸裂 夜鬼的剑气不受控制地 被轮回漩涡完全吸收 接着 古地掐出一道诡异的手绝 轮回倒转 嗖嗖嗖 吸收的剑气 疯狂地朝着夜鬼传射而去 比夜鬼打出的剑气更强 吸收对方的攻击 接着以更强的姿态 原封不动地打回去 这是什么神通 无数修饰恶然 这种神通 让他们想到了 上古四大童术之一的无极幻灭 只不过无极幻灭反弹的是攻击 却不会加强 当然 无极幻灭作为上古铜术 比古地的轮回倒转自然更强 毕竟无极幻灭 还有其他恐怖的能力 混沌轮回经 乃是无上轮回古经 这轮回倒转 便是轮回古经 赋予古地的天赋神通 除去繁杂的结印时间 有这一招 古地几乎立于不败之地 有人感叹道 当即 古地的拥护者 纷纷激动地狂呼起来 最强古地 无人可挡 轮回古经一出 全能王座又如何 支持夜鬼的修饰 也不落下风 全能王座的强大 岂是你们能够想象的 地胜古地 众说纷纭之间 夜鬼已经直面 他打出的剑气 夜鬼很惊讶 他的剑气蕴含万道演化 静静凭借轮回法则 便能够将这种剑气 以更强的姿态打回来 这混沌轮回经 又是什么等级的功法 沟通天地齿 夜鬼的双目 慢慢发生改变 到头 开 一声轻贺 夜鬼的眼中 古地眼前的轮回漩涡 接出现了一道道 玄奥的运行路线 夜鬼的身后 一双羽翼张开 剑气化意 无数修饰惊鹤 只有对剑道理解 达到极为恐怖的程度 才能剑气化意 而且剑道感悟越高 剑意越恐怖 剑意点动 夜鬼的身形 化作一道道幻影 朝着后方放开的飞退 跑得了吗 古地冷笑 右手双指并拢 对着夜鬼的方向一指 狂暴的剑气 瞬间速度暴涨 朝着夜鬼怒射而去 夜鬼祭出千月 千月当即在他的面前 不断地展出剑气 化作一道道剑气屏障 当住击射而来的剑气 同时 夜鬼双手飞速结硬 轮回倒转 一声淡喝 顿时 无数修饰愕然 只见夜鬼的前方 一道道旋转的轮回漩涡出现 与古地身前的轮回漩涡 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第2617章 替命轮回 这怎么可能 惊讶 震撼 轮回倒转 乃是古地得到的天赋神通 夜鬼竟然以神法的方式 用出来了 无数修饰面面相去 这太匪夷所思了 夜凡倒是见怪不怪 声道诀乃是天地齿蕴含的 无上神通 声道诀与天命术 有着根本的区别 声道诀有丈量万千道则的能力 而天命术 注重开启灵刚天赋 在破解对方神法 并且为自己所用方面 声道诀比夜凡的道印更强 千月飞回 铺天盖地的剑气 在刹那之间 刺入夜鬼面前的轮回漩涡之中 回 夜鬼一挥手 剑气从轮回漩涡之中飞出 比之前更强 也更可怕 全能王座 什么是全能 这就是全能 方才谁说 有轮回倒转 古地便处于不败之地 在全能王座面前 有无敌吗 什么对手最可怕 就是能够 将你所有底牌 都能复制的对手 最可怕 此刻 就算是全力支持古地的修饰 也不由被夜鬼的能力惊道 你竟然能够使用轮回倒转 古地惊讶无比道 转而恢复平静 不过这又如何 轮回之力疯狂涌动 他身前的轮回漩涡 开始发生改变 复制永远是复制 古地不置可否到 让你明白 轮回倒转真正的恐怖 神法傲义 进入我身 一声爆合之后 古地的气息突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一股与夜鬼一般无二的剑势弥漫 紧接着 古地瞬间冲向夜鬼 与此同时 他身前的轮回漩涡 朝着机设的剑气席卷而去 轮回倒转打回去的万道剑气更快 瞬间斩在了古地身前 恐怖无比的轮回漩涡之上 盗灭剑 源自于夜凡的原灭剑 盗灭剑同样具有斩去一切属性的恐怖能力 几乎在瞬间 古地身前的轮回漩涡 便失去了轮回法则的加持 变成了最精纯的神力 这股精纯神力 遇到夜鬼犀利无比的剑气之后 直接破碎 扑扑扑 无尽剑气越过了轮回漩涡 刹那之间 斩向机舍而来的古地 古地眼中顿时露出一丝惊恶 他从未想过 自己的轮回漩涡 会被如此简单的一剑斩去 替命轮回 千军一发之间 混沌轮回精疯狂运转 接着 古地直接被无数剑气贯穿 口吐鲜血 脸色变得惨白无比 突然发生的变化 同样让无数修饰 有些反应不及 轮回倒转 连到画万千那般恐怖的剑气 都能反弹回去 更何况夜鬼出的第二剑 明明很普通 竟然被如此简单地展开了 这是混沌轮回精啊 其实那般容易破解的 此 石古地明显已经重伤 莫非第一战遇到夜鬼 就要败了吗 众多修士 揭露出一丝复杂 虽然也有不少人支持夜鬼 但是古地无论是来历 身份还是传承 都要比散修出生的 全能王座强得多 古地更隐隐有 年轻一辈第一人的趋势 若是被夜鬼如此简单地击败 未免让人感觉有些失望 嗖嗖嗖 剑气无穷无尽 古地却仿佛无力防守一般 不断地被剑气刺入身体之中 除了子斧用神力守护之外 身体其他部位早已牵穿百孔 甚至于雷冲和莫远 都忍不住要出手阻止后续的战斗 就在此时 让所有人都不曾想到的情况发生 我古地 不可击败 古地朗赫 他虽然原本就打算 今日的战斗之中重伤 但是 他绝不可能如此轻易地输给夜鬼 这是他作为强者的骄傲 提命 哼 挺拔的夜鬼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几乎在刹那之间 夜鬼的身上便千疮百孔 整个人的气息 以极为可怕的速度萎靡下去 反观古地 所有伤势完全恢复 这一次 就算是夜凡也忍不住皱眉 无数修饰震撼地看着这一幕 这是什么手段 轮回因果 古地竟然已经将混沌轮回经 修行到了最高层次 以轮回化因果 此子已经无敌 薛长生忍不住感叹道 莫远和雷冲 则复杂地对视一眼 以古地现在表现出来的实力 绝不是夜凡的对手 但是这一手替命轮回 几乎是无解的招式 这已经不是实力强弱 能够决定的事情了 古地完全能够将 所有的伤势承受住 接着以因果关系 转移到对手的身上 别说童街修士 就算是天位神灵 神帝强者遇到古地这种手段 也非常头疼 夜鬼嘴角溢血 整个人亮亮呛呛勉强站住 共同天地齿 身上的伤势慢慢恢复 一双眼眸 冷然看着古地 呵呵 你只有这种实力吗 古地毫不客气地讽刺道 接着摇了摇头 太废 搜 催动剑星 夜鬼的长剑瞬间此处 无尽的剑影衍生 却又在刹那之间归于一剑 破 剑人瞬间刺入古地的身体之中 紧接着剑气炸裂 古地的身体 当即涌出鲜艳无比的鲜血 然而几乎在瞬息之间 他体内的剑气 被因果法则席卷一空 夜鬼却再次吐出了一口鲜血 整个人亮枪后退 举起右手 整个武斗台 瞬间被雄厚无比的神力笼罩 即便我站在这里 不动让你攻击 你又能奈我何 全能王座 何等可笑的称呼 你这样的废物 根本没资格与我一战 古地毫不客气地嘲讽夜鬼 台下 无数修士发出响亮的欢呼 整个魂力虚空 无数拥护古地的修士 更是激动地紧握双手 真比高呼 你夜凡狂 抱歉 古地更狂 昨日夜凡扬言 古地配让他拔剑吗 今日古地直接以无敌之资 告诉所有人 即便他站着不动 同为神级选手的全能王座 都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而支持全能王座的众多伞修们 一个个沉没下来 这怎么打 古地承受的所有伤害 都会通过英国法则 转移到对手的身上 这完全就违背了 他们对修行的认知 第2618章跪下 所有法则之中 英国法则是最为玄妙的 但是英国英国 英国讲究的有因有果 古地能够做到这一点 除了混沌轮回经的可怕之外 自然也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 只不过 这个代价 目前没有任何人能够看出来 夜鬼的实力比古地差吗 至少从双方的攻法来看 夜鬼绝对有神级选手的实力 但是古地的替命轮回 简直无解 古地慢慢走向夜鬼 黄暴的胜利运转 接着对着夜鬼虚握 一个巨大无比的神力手掌出现 当即将夜鬼笼罩 修行者战斗的时候 有种动作最侮辱人 若是强者对弱者也就罢了 若是两人都是同级别的妖孽 一方一旦用神力之手捏住对付 那比杀了对方还要过分 古地显然想要折辱夜鬼 So 夜鬼的身形 瞬间与古地兑换 古地当即出现在自己的神力手掌之中 随着一阵神力溃散 那神力手掌消失不见 古地眉头微微一皱 但莫道 一个很能蹦跋的蚂蚱罢了 举起右手 刹那之间 一只无比巨大的巨大神力手掌 出现在苍穹之上 手掌张开 比整个武斗台还要巨大 除非夜鬼落下武斗台 否则 无论他调换到什么地方 都会被巨手抓住 你逃不出我的手心 古地弹莫道 与此同时 巨大的手中狠狠地压下武斗台 斩 夜鬼嘴角溢血 剑光逆斩上 上跳而去 剑光刹那之间将神力巨掌斩碎 然而紧接着 夜鬼再次吐血 仿佛这一剑 直接斩在了他的身上一般 一时之间 无数修饰面面相去 如果说攻击打到古地的身上 再转移到夜鬼的身上 众人可以理解 可是这一次 夜鬼根本不曾攻击古地 只是击破了 苍穹之上的巨大手掌 为何夜鬼也会受伤 这种因果法则 未免太可怕了先 夜凡淡默地看着古地 双目突兀露出一丝金光 方才夜鬼受伤的刹那 他分明发现 古地也受了伤 只不过 星红之气出现了 没错 星红之气具有极为可怕的恢复能力 连死人都能够重生 更何况是些许伤势 加上古地本身的体质 比夜鬼恐怖得多 所以 古地这种替命神通 明显是双方一同受伤 只不过 古地自身恢复能力强横 加上星红之气帮助 看起来很重的伤势 很快便恢复如初 这种战斗最克制夜鬼 因为夜鬼本身就属于攻击逆天 但是防守能力并不出众的修士 在古地这种诡异的替命神通面前 夜鬼根本没办法抗衡 三殿 无需再战了 夜凡突兀朗声道 顿时 众多修士纷纷看向夜凡 夜凡的意思是让夜鬼认输吗 夜鬼未必没有更强的手段 尽管夜鬼看起来已经伤痕累累 但是这个时候认输 未免太草率了 更何况 夜凡虽然是夜鬼的大哥 但是夜鬼的实力不见得比夜凡差 莫非夜凡认为他的话就那般好使吗 很快 众人便发现了夜凡的话究竟有多好使 几乎在刹那之间 夜鬼便朝着台下的方向积涉而去 废物 现在就要走了吗 古地朗喝道 紧接着 轮回之力自他的脚下疯狂地涌出 笼罩五豆台的神力护照 瞬间被轮回之力笼罩 轮回领域 成千上万的彼岸花凭空出现 将整个夜鬼的身形突兀停在原地 整个人脸色难看无比 他的斗转心仪第一次失去了作用 在我的轮回领域之中 任何人都逃不出去 这里 没有空间 只有轮回 空间是具体存在的 古地的意思乃是表达任何与空间能力有关的天赋 神通在这里皆无效 众多修士纷纷发现了五豆台的一变 古地这是不准备给夜鬼认输的机会了吗 你逃不出去的 古地如同一个帝王一般 对夜鬼发起了审判 接着 身形消失 瞬间出现在夜鬼的身前 刹那之间 周围的彼岸花纷纷盛开 一股死亡气息笼罩夜鬼 剑气涌动 常见呼啸 将周围的彼岸花纷纷斩碎 然而下一刻 夜鬼的身体随之开始破碎 整个人变成了血人 他的攻击 全部同步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这根本就是无解之局 跪下 一声朗鹤 古地一步踏下 接着无数的彼岸花藤蔓 朝着夜鬼的身上涌动 夜鬼不断地挥剑 整个人的伤势越来越重 终于 他无力在斩灭这些藤蔓 藤蔓将夜鬼完全捆住 跪下 又是一声朗鹤 古地的身上 有着无尽的威严 无数修饰的瞳孔 汇聚在夜鬼的身上 夜鬼的双腿 被藤蔓之上的尖刺完全刺入 一种难言的虚弱侵蚀 东西 也配让劳子下跪 夜鬼慢慢抬起头 接着慢慢弯曲的双腿 在刹那之间 仿佛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一般 坚定无比地站了起来 随着他的站起 他腿上藤蔓之上的尖刺 仿佛要将他的腿 完全割断一般 鲜血疯狂涌动 夜鬼冷酷地看着古地 眼中满是倔强 可以杀了他 但是 他绝不会下跪 夜凡当即便要动手救人 就在此时 一股神地之威弥漫 将夜凡压制在原地 雷冲静静地看着夜凡 没有说话 但是意思已经不言而喻 古地不杀夜鬼 他们谁都不能出手 这是这一场私斗的规矩 这个规矩 夜凡不能破坏 呵呵 今日我古地 天要你跪 古地冷喝一声 一步踏下 一股狂暴的气息 瞬间朝着夜鬼涌去 夜鬼此时已经伤痕累累 身上的神力 在彼岸花的尖刺之下 纷纷被一股诡异的力量禁锢 他现在 完全靠着一股意志力 让自己坚挺地站着 我这一生 一字一句道 身上的血液 在此刻仿佛沸腾了一般 下一刻 他的气息 以一个不正常的姿态疯狂的上涨 我也绝不可能跪下 哄 周围的藤蔓纷纷破碎 无数的剑气 自夜鬼的体内 疯狂地朝着外界衍生 形成无穷无尽的风暴 在刹那之间摧毁周围的一切 第2619章 出生低微 燃烧神魂了 雷冲与莫远同时大惊 接着同时出手 一阵恐怖的低微出现 瞬间将谷地的领域击碎 阻止了夜鬼的神魂燃烧 为了公平 他们不能随意出手 但是燃烧神魂 已经危害到夜鬼的生命安全了 按照规矩 他们已经可以出手了 即便如此 两人的眼中也不由有些悔意 神魂乃是修行者的根本 神魂的伤势最难修复 虽然两人出手的速度足够快 但是神魂一旦燃烧 就绝对会出现缺陷 他们也不曾想到 夜鬼的性格如此刚烈 夜凡的身形瞬间消失 刹那之间 出现在亮枪的夜鬼身后 右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沟通生命术 很快 黄豹的生命之力 涌入夜鬼的身体之中 燃烧的神魂 以极为恐怖的速度平复 接着 本源生命之气 将神魂残缺的地方完全修复 这个过程快的惊人 外界雷冲 墨远等神帝 根本看不出夜鬼的改变 他们也不可能想到 夜凡有如此可怕的手段 夜鬼的神魂虽然恢复 但是脸色依旧苍白无比 身上的伤势 夜凡则并未完全修复 他一会收拾古地的时候 夜鬼的伤势就是雷冲 莫远不能随意出手就古地的理由 古地见雷冲出手 当即微微皱眉 接着冷哼一声 我被修饰 战斗有生死很正常 诸位前辈 还真是将我们当成了 温室之中的花朵了 现在的我们 没有资本损失添交了 雷冲文言诞生到 虽然古地不爽 他依旧要保证夜鬼的生命安全 雷冲前辈 莫宗主 我三弟受到了灵魂创伤 两位方才出手 换句话说 若是我与古地的战斗 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还请两位前辈 莫要随意干扰 夜凡拱手道 否则 我拒绝参加与异族的对战 狠话说在前面 所有修饰都看得出来 夜凡已经在尽可能地压制怒气了 很显然 夜凡绝不会轻易饶了古地的 但是古地的替命轮回何等恐怖 夜凡有能耐解决吗 雷冲和莫远面面相去 接着 莫远忍不住道 夜凡 夜鬼的事情 也是我们不曾想到的 灵魂创伤 很可能会影响到后续的修行 夜鬼已经遭受了重创 若是再重创了古地 对我们两族来说 很可能会导致 未来少两个顶级神帝 莫宗主 若是其他的事情 我会看你的面子 但是我三弟的事情 没得商量 全天下的人都看着这场战斗 你与雷冲前辈 乃是我们两族的领袖 至少要保证最基本的公平 夜凡当即直言道 莫远与雷冲对视一眼 眼中揭露出一丝无奈 虽然都知道 古地欺人太甚 要夜鬼跪下 本身就已经在破坏规则了 但是他们事先说了 不曾危及生命的时候 他们不会出手 羞辱 本身就是解决仇恨的一种方法 笑话 夜凡 你以为 你是我的对手吗 我可不是你那个废物弟弟 还需要各位前辈出手相救 古地闻言冷笑道 先不说你不是我的对手 就算你真的能够击败我 我想走 你也拦不住 夜凡直接走到五豆台的中央 别一会输了找理由 莫远和雷冲见此夜之后 无奈地飞回一旁的高台之上 无数修士的兴趣 当即提了起来 古地的做法虽然不讨喜 但是古地的强大 是众人目睹的 支持夜凡 把古地这个小人 狠狠地收拾一顿 夜凡的呼声 绝对不下于古地 毕竟是击败过剑斥的强者 哈哈 笑话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夜鬼败了 古地便有资格让他跪下 何来小人君子之说 全能王座之前传的那般玄乎 甚至说与压制修为的雷冲前辈 一战都赢了 在古地面前 还不是被打成了狗 要我说 散修就是散修 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你说什么呢 你们这些自诩高等修士的人 对对手最基本的尊重 都没有 无理的东西 哟哟 狗咬人了吗 有能耐 击败古地 对了 那个夜凡 虽然被莫远前辈看中 不过他同样出生低威 是个散修 就让古地交易 教你们这些散修 与高等修士之间的矛盾 而夜鬼的失败 更是让不少优越感极强的高等修士 尽情地嘲讽低等修士 无数低等修士 心中压着一口闷气 高等修士 算个什么东西 什么龙龄 古地 剑痴 皆不是夜凡一人之敌 夜凡才是最强的 没错 夜凡是天命 天命是我们散修 绝不会是你们这些什么用都没有的高等修士 古地才是天命 天地却乃是风主留下的圣地 古地出生天地却 又有纵天之姿 越来越多的修士开始站队 一开始 夜凡代表剑神山 倒是未曾涉及到低等修士 与高等修士的漩涡之中 但是很显然 在有心人的推动之下 夜凡取代了夜鬼 成为了 低等修士新的希望 他们渴望着 有人能够站出来 他们压抑得太久了 或许会有那么一天 当这些散修忍无可忍的时候 星火神域根本不需要一族攻击 便会在内战之中消亡 从不归域回来的 又如何 我等从不归域 来到星火神域的修士 多少人为了守护星火神域而死 一次次的讨伐战 不归域之中 不知多少人足奴隶 进入了星火神域 这些人大多数资质低下 但是他们每一个人 都用生命在保护着星火神域 每一个人做梦 都想在战场之上 多杀一个异族 他们对异族的仇恨 深入骨髓 刻入灵魂 激烈的争吵 随着夜凡与古帝两人的战斗而停止 再多的争吵 也要看夜凡与古帝的胜负 夜凡胜了 低等修士 可以尽情地羞辱高等修士 古帝胜了 高等修士 将再一次 将低等修士踩在脚下 原本两人的战斗 并无其他含义 在各种不怀好意的言论 推动之下 却直接成为了两个派系的代表 第2620章 怒气质爆表的夜凡 夜凡 你很愤怒吧 古帝的嘴角 露出一丝冷笑道 他不怕夜凡愤怒 就怕夜凡怂 他巴不得夜凡全力以赴 只有这样 他才有受伤的可能 至于夜凡多强 抱歉 古帝从不认为年轻一辈 有人是他的对手 只有蝼蚁才会愤怒 强者不会 因为蝼蚁不配让强者愤怒 哈哈哈哈 古帝朗笑 下一刻 身形直接消失 一道剑光自虚空之中 瞬间乍现 夜凡的眼中露出一丝金光 恐怖无比的神力 疯狂地自他的身上汇聚 紧接着 夜凡随之消失不见 人呢 无数修饰愕然 夜凡的速度 超越了他们的感知 轰轰轰 一连串狂暴无比的攻击 夜凡和古帝的身形 同时出现在 所有人的视野之中 然而刹那之间 所有修饰震惊得无法言语 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夜凡的速度太快 等他们看到两人的身影的时候 只见夜凡一只手 将古帝的脖子捏住 整个人完全被龙铃覆盖 狂暴的力量 形成一道道肉眼可见的能量领域 将周围的大地 都压得下降了数尺 平面 也敢在我面前狂 夜凡怒吼一声 接着右手用力 狠狠地将古帝砸在地上 整个武斗台瞬间炸裂 周围的阵法 纷纷开始颤抖 墨远和雷冲等数名神帝同时飞出 用神力稳住阵法 炸裂的武斗台 也在刹那之间被遏制住 防止了后续剧烈的爆炸 在夜鬼 古帝两人狂暴的剑气之下 都不曾出现过多裂缝的武斗台 仅仅因为夜凡用力一砸 便开始炸裂 这 太飘悍了吧 无数修士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没有众人所想的那种激烈到狂暴的战斗 古帝直接如同小鸡仔一般 被夜凡捏住 这是开玩笑吗 夜凡俊逸无比的脸上冷峻无比 谁都看得出来 他的怒气值已经达到巅峰 此人寒怒出手 却是如此可怕 无数修士想到了剑吃 当初剑吃伤了夜残一臂 夜凡雷霆出手 剑吃根本没有太多的反抗 便被斩去了肉体 现在的古帝 一样被夜凡如此简单地抓在了手上 古帝的脸色难看无比 他同样是极为可怕的炼体强者 夜凡这一击却直接让他重伤 就连他自己都有点猛 原本是他一剑斩向夜凡 但是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便感觉到一股极为可怕的力量 握住了他的脖子 夜凡 我要你死 古帝感觉到了无尽的屈辱 他何等人物 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夜凡如此对待 是个人都无法忍受 给我开 哄 无尽的轮回之力 自古帝的身上炸裂 他的右手直接抓住了夜凡的手指 接着全力将夜凡的右手掰开 你也配 夜凡文言寒声道 青龙武装瞬间开启 以龙之力 好 青龙战甲附体 八条迷你青龙在他的身边流转 此时的夜凡 如同太古神王一般 神圣而强大 无数修士呆愣地看着这一切 任凭古帝如何挣扎 夜凡的右手 如同天道之手一般 就这般牢牢地将古帝的脖子抓住 这是何等的羞辱 这又是何等的强大 青龙武装 竟然是青龙武装 青龙神兽留下传承了吗 无数修士惊呼 如果说人族之中最强的是风主的话 那么神兽之中 青龙便相当于风主的地位 而此刻 他们看到了一个拥有青龙血脉的人类 帝神龙一族最为惊骇 龙铃的美目之中一彩连连 一种难言的清和感 油然而生 怪不得 我总感觉夜凡的身上 有种让我舒服的味道 原来 他有青龙血脉 龙铃轻声道 力量的绝对碾压 古帝此时完全成为了一个笑话 叶凡的双目之中 仿佛有闪电闪过一般 整个人的气势 即便隔着阵法 即便是现实与魂力虚空的差距 依旧让无数修士动容 怎么会 这么强 叶凡 你休想羞辱我 古帝的情绪瞬间爆炸 无论如何 他都必须要挣脱叶凡的右手 这一场战斗 他竟然被叶凡捏住了脖子 他绝不能忍 混沌轮回 天地两极 无尽天力 进入我体 碰 古帝的气息 以一种极为可怕的速度增长 同时 他的体表 同样开始出现了诡异的血色鳞片 血色战甲出现在他的身上 一股强横的力量感冲斥 古帝一拳朝着叶凡狠狠地砸去 滚 这种力量 虽然无人知道 古帝的神兽武装究竟是哪种神兽 但是他们 却能够无比清晰地感受到 这种可怕的力量感 叶凡 能够阻挡吗 啪 叶凡的左手 随意地捏住了古帝的拳头 三龙之猎 淡漠的声音自叶凡的口中说出 紧接着 以两人为中心 纯粹的力量 形成了肉眼可见的能量波 将周围的空间直接震碎 以两人为中心 周围的空间 进阶成为了空间黑洞 你让水滚 叶凡诞生到 一股难言的强大 让所有人产生了一种折服感 很明显 古帝现在的姿态 已经是超强形态了 但是叶凡依旧不动如山 尤其是右手 自始至终都捏着古帝的脖子 仿佛只要一使劲 就能杀了古帝一般 偏偏叶凡并未下杀人 这是羞辱 真正的羞辱 古帝也有些猛 叶凡的力量 让他有种无法战胜的感觉 他已经做到自己体修的极致 却依旧无法挣脱 找死 古帝怒吼 纯粹的力量不如叶凡 那他就用法则将叶凡击败 轮回领域 以古帝为中心 周围的一切皆被轮回法则笼罩 叶凡的寒冰朝着四周疯狂的眼声 冰封 叶凡的口中吐出简单无比的两个字 然而盛开的彼岸花 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冻结 第2621章 什么是破坏力 无数修饰面面相去 无数的散修狠狠地握住双手 他们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 显然 他们却已经陷入了爆发的边缘 强 太强了 叶凡是散修 没错 叶凡可是散修啊 古帝不是强吗 在叶凡面前 什么也不是 替命轮回 古帝怒吼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 同时汇聚与叶凡的身上 叶鬼无法破去轮回领域吗 并非如此 只不过因为替命轮回的存在 让叶鬼发出的攻击 全部作用在了他自己的身上 那么叶凡呢 这种冰封之力 是否会出现在叶凡的身上 将他冰封 古帝的替命轮回 叶凡解不了 低等修饰 也想赢古帝吗 有修饰忍不住朗鹤 无数支持古帝的修饰眼中 揭露出一丝弃义 叶凡再强 没有办法解决替命轮回 依旧会败 咔嚓 轮回领域破碎 然而叶凡的身后 无数白色锁链破空而出 将整个五斗台笼罩 如同白色的巨网一般 在我面前 因果法则又如何 叶凡冷然看着古帝 嘴角弯出一抹嘲讽的弧度 疯天 是封印之烈 雷冲猛地站起身恶然道 眼中闪过一丝异彩 自我封印 同时封印天地 因果法则进入 叶凡体内的瞬间 便会被封印 好小子 莫远嘴角露出一丝笑容道 无解的提命轮回 竟然如此简单被解了吗 支持古帝的众多得意修饰 话音瞬间终止 支持叶凡的散修 瞬间爆发 无数修饰歇斯底里的狂吼 封印之力 是封印之力 因果法则又如何 一样封印了 什么是强大 看到没 这就是强大 叶凡 谁人可挡 古帝之流又如何 天独可封 不仅仅是围观的修饰 其他天骄 如龙龄 鲁臣 化太初之流 又如异族天骄 在此刻 揭露出一丝凝重 能够封印古帝的因果之力 叶凡对封印法则的理解 达到了何等恐怖的程度 古帝呆愣地看着 完好无损的叶凡 整个人有些疯狂 同时 往昔的沉稳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难以置信和慌乱 他的最强底牌 在叶凡面前 竟然直接失效了 你 只有这点手段了吗 叶凡淡默地看着古帝 嘲讽道 叶凡 你以为你了吗 古帝闻言 不由有些疯狂道 紧接着 他的额头之上 一道诡异的血色纹路浮现 记述 借天 哄 古帝的气息 瞬间以不符合场里的速度提升 神洁净 混元洁净 天云洁净圆满 只差一步 便是天位神灵 给我滚开 古帝怒喝 又是一拳砸向叶凡 这一拳 比之前强横的不知多少 妖天 开 叶凡淡喝 紧接着 他身上的青龙武装 变得更为冷烈 他的气息 同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 五龙之猎 五条迷你青龙 瞬间融入叶凡的体内 接着 在所有人骇然的目光之中 叶凡右手猛地一拉 强横无比的古帝 竟然不受控制地 被他拉了过去 连汇聚了无穷力量的拳风 都在刹那消融 这种画面 给所有人的 只有深入灵魂的冲击 古帝使用竞数 那种气息 所有人都以为叶凡要放手了 谁曾想到 叶凡竟然无视了古帝的强大 这是什么力量 轰轰轰 狂暴的力量 不断地冲击着叶凡的身体 然而叶凡归然如泰山 青龙战甲轻而易举地 挡住了古帝的神力冲击 这就好比一个 小孩子用拳头 打在大人身上一样 大人根本感觉不到疼 没错 叶凡给别人的感觉 就是 无视古帝的神力冲击 我的女人 你也敢动 叶凡怒吼一声 接着猛地挥手 古帝瞬间脱手出 朝着站台周围的阵法上 撞击而去 砰 一阵震天动地的轰响响彻云霄 古帝整个人 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如同相入了阵法护照之中 这一幕 让所有人羞视恶然 然而闪烁之间 叶凡的身形 出现在古帝的上空 一拳狠狠地砸下 我的兄弟 你也敢打 砰 古帝当即吐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如同沙包一般 狠狠地朝着下方的大地坠落 哄 武斗台再次炸裂 莫远和雷冲 不得不出手稳住阵法 同时稳住武斗台 相比较叶凡的战斗 之前在众人眼里 无比犀利的夜鬼 与强大无比的古帝的血战 反而如同小孩过家家一般 什么是破坏裂 特没一拳给你把武斗台干暴罗 这是人 这是太古荒兽吧 莫远和雷冲有些同情地看着古帝 说实话 古帝作为小辈的嚣张 他们其实也看不惯 不过若是古帝出现生命危险 他们依旧要救 偏偏夜凡出手很有分寸 完全不下死守 虽然天地区的传人被如此暴打 有失颜面 但是规矩就是规矩 夜鬼被羞辱 他们没出手 现在自然也不能出手 轰轰轰 夜凡一拳接一拳地打在古帝的身上 最终随着一阵狂暴的轰响 古帝再次被一脚 踢到了阵法护照之上 接着直接顺着护照 滑到了地面之上 这种画面 要多滑稽有多滑稽 在阵法的外面 则是一道道封印锁链 将五斗台锁住 古帝用轮回领域困住了夜鬼 夜凡用封印锁链困住了古帝 废物 夜凡不客气地朗声道 你也让我出见的资格都没有 也配挑衅我 夜凡 你不过用封印之力 正好克制了我的因果之力 否则 你算个什么东西 尽管被夜凡打得够惨 不过古帝依旧不曾屈服到 封印之力 对付你这种废物 就算没有封印之力 又如何 夜凡文言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接着一挥手 封印锁链进阶消失 下一刻 夜凡的身形再次出现在古帝的身边 雷霆汇聚 一拳狠狠砸向古帝的子府 替命轮回 古帝冷喝 整个人仿佛在刹那之间活了一般 夜凡竟然敢撤去封印之力 这一击 他定要夜凡付出代价 哄 破 夜凡的雷拳 瞬间贯穿了古帝的子府 同时 夜凡的子府 发生了极为恐怖的冲击 莫远和雷冲同时愣住 他们根本不曾想到 夜凡竟然敢真的贯穿古帝的子府 替命轮回之下 破碎的子府 能够很快重组 但是夜凡在因果关系之下 子府同样会受到雷拳的冲击 时间 在这一刻停止 无数修饰的目光 同时会聚在夜凡的身上 第2622章 久违了人灵之傲 给我碎 古帝朗鹤 双目之中皆是疯狂 然而夜凡的嘴角 却露出了一抹讽刺的笑意 黄暴的力量风暴之中 众人惊恶的目光之下 夜凡完好无损 你以为 能够让你子府破碎的攻击 在我的身上有作用吗 夜凡朗声道 顿时 无数的修饰恶然 古帝的体质 在同阶之中 绝对是霸主级别的存在 古帝的子府 都被一拳贯穿了 这种伤害到达夜凡的身上 却连让他夜凡吐血 都做不到 这是何等可怕的体质 换句话 如此强大的攻击力 若是打在夜凡身上 连给他破防都做不到 此时 所有人想到了 夜凡对战四十天交的那一战 他们终于明白 夜凡是如何挡住 四十人的合力一击的 这种体质 就是他站在那里不动 能够打伤他的 又有几人 这 太生猛了吧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夜凡 你怎么会一点事都没有 古帝有些疯狂 就在此时 夜凡的右手之上 黑色的灭道雷瞬间炸裂 夜凡的眼中 闪过一丝可怕的杀机 夜凡不可 莫远和雷冲同时朗鹤 然而夜凡根本不曾 理睬两人 封印之力 自夜凡的右拳之中延伸 接着将古帝 替命轮回附加的 恐怖恢复能力封印 下一刻 灭道雷爆发 哄 众目睽睽之下 古帝直接炸裂 夜凡竟然杀了古 有人惊呼 古帝可是天地却的妖孽 对古帝下杀手 无疑是在与天地却宣战 这种灭绝一切的雷霆之力 这 是灭道雷 这是神帝强者的惊呼 夜凡的雷霆 一直都是黑色的 与灭道雷一般无二 但是一开始 从未有人认为 夜凡的雷霆是灭道雷 因为灭道雷太可怕了 无论是天道誓言 还是大道誓言 都与灭道雷脱不了干系 要说众多修士最害怕的雷结 无疑是灭道雷 尽管夜凡手中的灭道雷 少了天道特有的天威 但是灭道雷 是自古帝身体之中爆发的 这种雷霆之下 古帝必死 莫远和雷冲飞到一半亭下 两个人的脸色皆不好看 夜凡的果断和魄力 完全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所有人都以为 夜凡收回封印锁链 是为了羞辱古帝的时候 夜凡却是为了此刻 下杀手埋下伏笔 无数微观的修士哗然 夜凡这一出手 不仅仅是 自己与古帝的恩怨 更是让剑神山和天地 却撕破了脸 就算有再多的私人恩怨 夜凡如此做 都过于冲动了 莫远皱眉看着夜凡 他了解夜凡的为人 夜凡不是那种 为了私人恩怨 将剑神山陷于不意之境的人 他为何会如此 安静 整个天道城 包括魂力虚空 都在此刻陷入了安静 那些疯狂的散修 那些惊恶的高等修士 还有无数势力的神帝级别强者 都有些复杂地看着 在灭道雷之下 被炸得粉碎的谷地 然而很快 变故出现 诡异的星红之气涌动 谷地那被灭道雷完全覆盖的魂魄 在一道血色的漩涡之下 席卷消失不见 夜凡身上的雷霆之力 慢慢消失不见 转而看向墨远等人 朗声道 灭道雷之下 魂魄依旧不灭 大道誓言 有什么用 这句话问得有些不明不白 然而雷冲 墨远等一众神帝的瞳孔 皆微微一缩 转而眼中闪过一丝凝重 灭道雷就是最强雷结 夜凡的灭道雷不如天道雷结 但是谷地身体直接粉碎 是诸人皆目睹的 这种强横的雷霆之下 谷地的魂魄 却被一道血色漩涡带走 这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谷地的种种行为 放在任何一个天骄身上 都会让雷冲和墨远产生怀疑 但是偏偏他是天地却的天骄 所以墨远和雷冲 从未怀疑过谷地 此刻 夜凡却用灭道雷 告诉墨远等人 谷地根本不具大道誓言 换句话说 天地却是否也不具大道誓言 若是如此 那天地却 夜凡没有多说 有些话点到极止 墨远和雷冲皆不是蠢货 夜凡对谷地有杀机 确实不假 但是一如墨远所说 他并非那种 为了私人恩怨 就陷剑神山于不义的人 后续事态的发展 皆在夜凡意料之中 慢慢转过身 夜凡的双目 看向一族十大天骄所在的地方 八条迷你青龙 自他的身边围绕 夜凡无比狂傲道 你们 谁配与我一战 哄 无数修士瞬间沸腾 接着无穷无尽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击败了谷地的夜凡 如同不败战神一般 在此刻彻底成为了散修的信仰 而夜凡众目睽睽之下宣战一族 更是点燃了两族修士体内的热血 被一族欺辱压制了这么多年 什么时候 有人敢指着一族十大妖孽直言 谁配与他一战 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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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门买通的修士开始欢呼 紧接着 这种言论如同风暴一般 瞬间席卷整个魂力虚空 无数修士狂热地欢呼 在天道成的上空 同样有魂力虚空的投影 魂力虚空之中 诸多修士的言论 同样也会传到天道成 夜凡 无敌 夜凡 一声声狂热的拥护之声 响彻整个云霄 无穷无尽地修士 歇斯底里地狂呼 声音的浪潮 一遍接着一遍地 冲刷着所有人的耳朵 莫远 雷冲等一众神帝 皆有些复杂地看着夜凡 一战封神 击败古地 原本不应该让夜凡达到这种高度 但是从战斗到结束 夜凡都在碾压古地 这就太可怕 从龙灵等人的眼神便能够看出 夜凡究竟有多可怕 即便是一族妖孽 也一个个脸色难看 夜凡看着无数修士的呼喊 接着一挥手 声音戛然而止 无数修士狂热地看着夜凡 此刻 夜凡如同两族真正的王 几乎所有人都已经认定夜凡就是天命 墨前辈 雷前辈 晚辈请求一人对一族识人 安静的天道成 夜凡的声音如同震天雷动 震动天地 无数修士目瞪口呆 一个个有些不敢想象自己的耳朵 夜凡竟然请求一人对一族识人 疯了 真是疯了 但是 所有人的体内仿佛都有着一股热血在燃烧 同意他 同意他的要求 这是所有修士发自内心的呐喊 夜凡的狂 是他们人族的狂 是神兽异族的狂 人灵时代 他们是天仓第一族 这种骄傲 这种尊严 这种狂傲 久违了 第2623章 何须识强 他们需要这样的魄力 他们需要找回失去的辉煌 夜凡 在此刻就是无冕之王 无数的修士将目光看向墨远和雷冲 不少修士早已经热泪盈眶 这些修士之中 大多数都热爱着自己的种族 他们以人灵时代的人族 神兽为傲 少年风主 他们的王 在这个时代降临了 墨远仿佛也受到了感染 尽管他早就是如此打算 但是接着击败古地的影响力 说出这番话 可以说恰到好处 墨远看着夜凡 夜凡让他隐藏了无数年的热血涌动起来 雷冲的目光 看向天道城所有修士的目光 那种期待 那种激动 那种血脉之中最深处的骄傲 击败两族妖念 你才能服众 雷冲朗声道 当夜凡主动提出 一人对战十人的时候 雷冲已经知道 眼前这个小辈 是一族棋子的可能性 已经低得可怜 而夜凡故意斩杀古地 告诉他们天地 却无惧大道誓言的时候 他已经明白 夜凡掌握了一些 他们不知道的情报 十强之战 已经无需举行 我夜凡 就是天命 夜凡朗声道 言语之中 只有最坚定的自信 他转过身 看向龙灵 太上希悦等人 我申请一人对战 两族十大最强妖念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疯狂 所有修士都疯狂了 夜凡的意思是 人族和神兽一族 十大顶级妖念 先与他一战 那些不服他一人 对战一族十人的天骄 完全可以用实力击败他 咚咚咚 无数修士 仿佛能够听到自己 激动的心跳一般 久欲大比 已经不再是群雄争霸 在这一刻 是夜凡一个人的舞台 何须十强之战 他一人 足矣 我龙灵 愿与夜师兄一战 龙灵站了出来 一双美目之中 一彩连连 这样的天骄 这样的王者 这样的妖孽 哪个女人能够无视 龙灵见过的优秀异性太多了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今日的夜凡光芒四射 一人挑战一族十天骄 又挑战两族十妖孽 若是他实力不足 或许是不自量力 但是此刻 没有人这般觉得 所有人都在渴望 渴望一个传奇 而夜凡 将会是这个传奇 龙灵的表态 意味着龙灵支持夜凡一人 战一族十人 只要夜凡能够 击败两族之中的十大天骄 同样 作为帝神龙一族的公主 龙灵的态度 也代表着帝神龙的态度 帝神龙在神兽一族的地位 仅次于雷冲 夜凡 击败我 我猎天神宗尊你为王 鲁臣第二个站了出来 眼眸之中是强大无比的战役 猎天神宗 同样也是一个 将仁族兴王 看得比任何事情都中的宗门 作为猎天神宗之中 内定的下一任宗主 鲁臣的表态 无疑也是仁族这边的声音 毕竟这件事 仁族领袖剑神山 不好发表言论 鲁臣表态之后 其他势力的天骄 纷纷站了出来 表示同意夜凡的要求 雷冲见状 当即朗声道 既如此 十强赛取消 明日开始 决出两族最强十人 这十人 合力与夜凡一战 此话落下 当即所有修士的 激情瞬间被点燃 九玉大比的规则 一变再变 然而这种变化 却让所有修士认可 同时 作为一个有资格 一人挑十人的存在 夜凡已经成为了 两族年轻一辈的 无冕之王 而面对夜凡的 还有两场最激烈的战斗 一场是一人 对两族十妖孽 另一场 是一人对战一族十妖孽 这次的九玉大比 必然会载入史册 成为两族的传奇 传承万事 空间投影 传到了万族领地 同样有不少的一族修士 在观看着 星火神域的九玉大比 今日的比斗 在无尽的欢呼之中落幕 随着夜凡走下站台 无数女修尖叫 无数男修狂吼 夜凡礼貌一笑 却是让众多优秀的 女修痴迷 夜凡 一族天骄看着夜凡的背影 一个个眼中 露出一丝复杂 他们 被一个人组小瞧了 但是 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把握击败夜凡 我说过的 他比我们想象的更强 神鼎天沉声道 停顿了一会 他接着道 此人很少做没把握的事情 珀玉等人文言 不由微微一愣 神鼎天的言外之意便是说 夜凡有着足够的信心 击败他们十人 与此同时 龙灵 鲁尘 华太初等一群人的目光 同样汇聚在夜凡的身上 沉静的心开始颤抖 接着 华太初第一个暴露出 冲破天际的战役 这股战役 搅动风云 刹那之间 吸引力所有人的注意 就算是夜凡 也不由停下身形 回头看向华太初 又一个神级选手级别的存在 龙灵 鲁尘 甚至包括太上希悦 皆相继出现了强横的战役 太上希悦更多的是一种骄傲 他的男人 真的很优秀 夫君 可不准小瞧了我 太上希悦的美目 仿佛会说话一般 柔情似水 夜凡笑着 看向太上希悦 转而扫过所有妖孽 身后的浮轰剑 当即发出强横无比的剑名 一股强大无比的剑威弥漫 同时 浮轰剑灵 慢慢在夜凡的身边凝聚 那一双眼眸 狂傲而强大 在疯狂的嘶吼之中 回到剑神山的驻地 古帝想要利用夜凡 却不曾反被夜凡利用 一举成就了他 此时就算有人对夜凡不爽 散播负面的言论 也会瞬间 被其他修士用口水喷死 夜凡的地位 已经牢不可破 夜凡回到住所后 便在大院之中 倒了一杯神茶 自饮起来 夜凡和苏虫在房间里前修 洛素素 薰衣陪在夜凡身边 子仙则在一旁服侍夜凡 三大顶级美人环绕 倒是献杀旁人 将手放在薰衣和洛素素 修脑无比的地方 一阵开油之后 夜凡贼嘻嘻嘻道 你们先回房里 一会我来给你们二人 检查一下身体 薰衣和洛素素闻言 当即翘脸通红 白了夜凡一眼 接着乖巧离去 夜凡一般主动让他们离开 都必然有自己的理由 他们不会多问 子仙剑薰衣和洛素素离开 红润的翘脸低下 公子 那奴婢也告退了 这夜凡占薰衣 洛素素的便宜的时候 可是脸皮厚得很 子仙毕竟是未经人士的女子 对于夜凡光明正大的行为 还是有些害羞 嗯 夜凡点头 子仙当即松了一口气 急忙退下 接着夜凡自顾自倒了一杯神茶道 莫宗主 请 第2624章 魂印石 哈哈 你小子的感知倒是强横 莫远文言当即笑道 同时身形闪烁 瞬间出现在夜凡的前方 坐在寓椅之上 不客气地借过夜凡递过去的神茶 小子是算定了莫宗主会来 所以提早便不遮阵法 夜凡文言笑道 同样喝了一口神茶道 前辈 你这次来的目的 应该是为了古地身上的星红之气吧 星红之气 莫远疑惑道 古地身上的诡异气体 他从未见过 星红之气 他也未曾听过 夜凡轻轻敲打着面前的玉桌 接着 伏红剑之上 一道道白色锁链出现 接着白色锁链慢慢变成血色 夜凡的清明无比的瞳孔 慢慢变成了血红色 同时 他的气息以一个不正常的速度 飞速提升 夜凡体内的星红之气 放在仙界 算是极为恐怖了 但是按道理说 随着夜凡实力的提升 他体内的星红之气 应该会慢慢被完全净化 然而实际上 夜凡错过了星红之气的可怕 这星红之气 会在夜凡修行的时候 自行吸收外界的天地灵气 自我扩大 封锁锁链 根本无法阻止这种 吸取天地灵气的过程 除非夜凡封闭灵气通道 但是一旦如此 夜凡自己也没办法修行 这一切 并非是因为星红之气有灵质 这完全是星红之气的本能机制 这也是为何夜凡的实力 已经是天位神灵了 他体内的星红之气 依旧如此恐怖的原因 想要彻底将体内的星红之气清除 夜凡目前依旧没有更好的办法 他的实力在增强 星红之气也在增强 这气息 莫远经一道 接着想到了古地 不由露出一丝惊讶 你为何也有古地体内 一般无二的红色气体 这红色气体叫做星红之气 乃是雪红族最强的本源圣气 人族 神兽 又或者魔灵 其他一族 但凡被这种星红之气完全控制 便会成为雪红族人 夜凡解释道 莫远当即愣住 声音有些颤抖道 你是说 雪红族 天仓界从未见过任何雪红族 但是雪红族在所有生灵的眼中 都极为可怕 为何如此 因为魔灵就是被雪红族逼的 没办法 才攻击天仓界 妄图吸收其他种族的生命本源 来强大自身 从而抵抗雪红族 要知道 魔灵进攻天仓界的势力 只不过是魔灵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便几乎将天仓界击败 那把魔灵逼得走投无路的雪红族有多强 夜小友 那你 莫远看着夜凡身上恐怖无比的星红之气 恢复了正常 文言不由解释道 前辈 晚辈的情况有些特殊 当年仙界遭遇浩劫 晚辈为了拯救仙界 不得已将充斥整个封仙界的星红之气 完全吸收到身体之中 冰封于绝寒冰山之中 夜凡并未有炫耀自己战绩的意思 他很清楚 莫远是怎样的人 他阐述这些事实 能够极大地得到莫远的信任 若是在之前 夜凡说这些 自然没有这个效果 但是今日 夜凡将古地体内的星红之气打出来了 莫远主动找到了他 现在说的效果 就完全不一样了 之后三弟 二弟 他们找寻整个仙玉星空 为我找到了封印至宝星印原合 如此 我方才将这些星红之气 封印在体内 仙界浩劫 莫远文言不由微微 停顿 接着道 当年我女儿青年 曾经去过封仙界 她回来之后 与我提过 仙界的气韵出现了问题 只不过 我们要进入封仙界简单 但是想要在封仙界发挥实力 叶凡文言点了点头 接着取出一枚魂印石 魂印石 是可以将灵魂之中的一些特定记忆 以投影的方式 刻入其中的宝物 当然 真实性并不是非常绝对 比如叶凡刻印的时候 可以用魂力 暂时改变自己的灵魂记忆 从而给出一个假的投影 不过以莫远的实力 叶凡是否做了手脚 他还是能够看出来的 伴想 叶凡将魂印石交给莫远 莫远神石扫过 便知道魂印石大致正常 叶凡做手脚的可能性不高 当然 不排除叶凡用一些 他不知道的方法 故意误导他 不过这种事情 叶凡完全没有必要 魂力运转 很快 莫远便进入了一片 浩瀚无比的苍穹之中 星红 无尽的星红 疯狂地冲击着莫远的神魂 入目所及之处 却是炼狱一般的浩瀚战场 一片片冰川之上 血流成河 无数仙人浴血厮杀 其中包括 叶凡 叶鬼 叶残 太上西月等人 莫远静静地 看着一场 简短的浩劫过程 随着一阵空间破碎的 感官传来 莫远的意识 回到了身体之中 同时 他手中的魂印石 直接破碎开来 莫远慢慢闭上双目 半想 他睁开了眼睛 眼中却有着 不正常的红润 显然 对于这样一个 心怀天下的人来说 那种浩劫的冲击 何等巨大 站起身 莫远对着叶凡 无比真诚地行了一礼 叶凡见状 当即惊恶 接着急忙扶住 莫远的手臂道 前辈这是何意 叶小友 这一礼 是给人族败的 莫远真诚道 我身为天仓界的人族领袖 却无力帮助 下一位面的人族 是我莫远无能 前辈莫要如此说 天道不语 前辈如何跨越 天道前往下界 况且 前辈是天仓界人族的领袖 我是仙界人族的领袖 这些事 本就应该我承担 你不仅是仙界人族的领袖 很快 你也会是天仓界人 神兽两族的领袖 莫远认真道 叶凡 虽然一个魂印石 可以作假 但是你的情绪 大义之心 还有浩劫真正的惨烈 是作不得假的 我之前对你并不信任 但是现在 我对你很信任 莫远说得很坦然 叶凡文言笑道 晚辈毕竟是从不归遇过来的 前辈对晚辈不信任晚辈 完全可以理解 叶小友 你很聪明 也足够强大 人族有你 我很欣慰 莫远点了点头 今日叶小友在站台之上 直言古地无惧大道誓言 我方才在魂印石之中 也知道了雪魂族恐怖的复活能力 依你看 天地雀有问题吗 天地雀 绝对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莫远既然选择主动与叶凡谈集 可见叶凡已经得到了 莫远充足的信任 换句话说 叶凡的话 已经足以在莫远心中 占据极大的分量了 有些事情 他们可以敞开谈了 前辈 天地雀的情况 我并不是非常了解 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 只有雪魂族 才能够借助星红之气保住魂魄 如果这样封印星红之气的存在 是绝对不会发生 被星红之气复活的情况 叶凡文言坦言道 莫远文言瞳孔微微一缩 整个人的脸色变得极为复杂 天地雀 莫非 第2625章三女帝 除了天地雀 天命官也有问题 希望莫前辈能够多多提防 叶凡直言道 天命官 你为何有此一说 莫远文言当即疑惑道 叶凡想了想道 前辈 敢问天命之人出现这件事 是谁提出来的 自然是薛师帝 天命官对命运法则的造诣 比我等皆强横不知多少 能够借助天道山的天地道运 进行周天大心算的 也唯有薛师帝一人 天命 我见过两次 第一次 我出生的地方 也就是凡界天舞大陆出现浩劫 天命之人名叫楚风云 乃是王体之一 同阶之中 还有人能敌 叶凡解释道 即便与我对战 我依旧需要全力以赴 第二次 乃是仙剑 天命之人便是西悦 我出于西悦的时候 全力出手 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即便后来我 超越了他 他依旧是整个仙剑 唯一能够紧跟我之后的妖念 天仓剑 我目前没有发现这样的人存在 你的意思是 天仓无天命 据我所知 但凡浩劫 便会出现天命 但是天仓剑的主人 并非我人族 也并非神兽一族 叶凡接着道 星火神域就算被攻破 我人族 神兽一族 也不会出现灭亡危机 如此一来 并不符合天命出现的条件 天命出现的条件 大致有两种 其一 一个大陆的主要生灵 受到冲击的时候 会出现天命 其二 某个强横的种族 将会被灭绝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天命 说着 叶凡喝了一口神茶 敢问前辈 两族 占了那两样 天仓界世界之星碎裂 天仓大道不全 对于整个天仓界来说 并没有主要生灵 莫远回答道 人灵时代 我人族算得上强横的种族 但是现在 人族 神兽一族 在整个天仓界 只能算中等片上的种族了 而且 魔灵是要圈养我们 就算星火神域被攻破 两大种族也不会被灭绝 按照正常情况推算 两族确实没有理由出现天命 莫远等人何尝不知 只不过每个人都觉得 自己的种族更特殊 都认为 当他们出现危机的时候 天道会站在他们这一边 多少人真的能够旁观者清 况且 天命观看到的一切 还能有假 如今听叶凡所说 莫远也不由微微皱眉 虽然你说的有些道理 但是不能仅仅因为这样 就去怀疑天命观 这些年 为了人族的未来 天命观不知多少大能 强行窥探天机 被天道雷杰劈死 叶凡文言不由肃然起敬 天机岂是修行者能够窥探的 那些在雷杰之下死去的大能 每一个都是人族的英雄 如莫远所说 莫远不能因为这一点推断 就失去对天命观的信任 这是对死去的阴魂的亵渎 叶凡理解莫远的立场 他同样尊敬那些 为了人族而死的修士 但是他依旧会保持自己的怀疑 两个世界的浩劫 让叶凡明白了太多东西 他不得不去谨慎 与莫远闲聊了一会之后 莫远便告辞离开 叶凡也未曾继续在院中逗留 星火神域的局势 他现在也看不透 与其在这里空想 倒不如回去好好休息 毕竟房间里 还有两个美娇娘呢 后面几日没有叶凡的战斗 叶凡也懒得去观看 两族如何决出十大妖孽 至于洛素素和薰衣 二人的实力不差 但是想要决住两族前十的名次 还差一些 叶凡趁着这个时间 也好好地享受了其人之福 两族决出前十强者的战斗 在魂力虚空举行 后续四天 皆是一个个强者的强横碰撞 一场场狂暴的战斗 让个别妖孽的名声直追叶凡 一直到第四天下午 决出十大强者的战斗方才落幕 这四天 叶凡皆没有出现 并未有人认为叶凡自负 反而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 因为叶凡的强大 已经深入人心 这四天的战斗三名女子 夺得了最耀眼的光彩 被无数修士称呼为三大女帝 其一 地神龙公主 法则女帝龙灵 青龙天父 天地通神一出 神力无穷无尽 龙灵几乎打出了神法海洋 她的对手 被她源源不断的神术直接淹没 含有能一战之力 其二 封印女帝太上西月 如果说叶凡对战古地的时候 使用的封印之力 让所有人惊艳的话 那么 太上西月的封印之力 就让所有人折服 不少修士 更是将太上西月与叶凡对比 最后得到的结果 却是 太上西月的封印之力 比叶凡更强 太上西月的对手 没有能够逼她用出神法的人 但凡封印之力一出 对方直接失去战力 其三 全能女帝周青 周青的全能女帝 向所有人诠释了 什么叫做全能 她并不能复制对手的神法 但是 她掌握任何神法 没错 她靠的不是复制 她是真正的掌握 除了周青 用面纱遮住了相貌 让人无法看清容颜之外 太上西月和龙林 仅仅靠容颜 便能够征服无数难修 同样 随着周青的强势出现 不少难修更是好奇 周青长得何等模样 仅仅从她的双目和脸形 便能够看出 周青绝对是一个 祸国殃民的存在 之前无论是古帝 叶凡 还是剑痴 都带起了南修的热潮 而这四天来 龙林 太上西月 以及周青 却用事实告诉所有人 女修之中 同样有顶级存在 第2626章三天机 三女帝之后 南修之中 话太初 苏仲 叶鬼 叶残 大帝一齐绝尘 如月汉天 君子孝等人 皆无一战之力 叶鬼虽然斗不过古帝 但是也确实有神级选手的实力 很少有人能够挡住她的意见 让所有人意外的还是苏仲 尽管苏仲之前 也表现出了极为强横的战力 一人战单神古武人 依旧将其击败 但是谁也不曾想到 苏青龄 林小等强横妖孽 尽皆败在苏仲手中 除此之外 另外两个人选 却让所有人都意外 这二人 正是猎天神宗的鲁臣 和天伐殿的百青 七大主宰集宗门之中 论战力 剑神山和猎天神宗 天伐殿一直是顶尖 猎天神宗的鲁臣倒也罢了 队长君子孝没有入选 队员鲁臣入选 确实让所有人意外 但是鲁臣毕竟是 猎天神宗的传人 创造不可能倒也正常 天伐殿的百青是什么鬼 论美色 百青几乎能够与龙林等人比肩 但是论实力和出生 从未有人看好他 谁曾想他 竟然能够击败自己那一组的内主 成为第十个人选 这次挑选十大强者的战斗方式 同样是擂台战 类主分别是龙林 太上西越 大帝 夜鬼 水光虚 君子孝 华太初 林小 周青 战皇 天地却古地败走 但是战皇的实力也极为不俗 得到了一个类主之位 经过四天的激战 龙林 太上西越 大帝 夜鬼 华太初 周青轻而易举地 击败了自己一组的挑战者 水光虚被鲁臣击败 林小被苏仲击败 君子孝被夜残击败 战皇被百青击败 尽管这种擂台赛 依旧有些不公平的地方 不过都不可否认 最终决出的十大强者的实力 皆不弱 尤其是龙林 太上西越 周青三人 更是让不少支持夜凡的人 感觉到了压力 单打独斗 夜凡稳胜这里的任何一人 这是所有修士公认的 因为无论是龙林 还是太上西越 他们表现出来的实力 皆达不到夜凡一拳 轰碎五斗胎的程度 我公布明日与夜凡一战的 十人名单 分别是 华太初 苏仲 夜鬼 夜残 大帝 太上西越 周青 龙林 鲁臣 百青 雷冲飞到苍穹之上 朗声道 顿时 无数修士开始欢呼 尽管这四天来 他们看得很精彩 但是依旧没有夜凡对战 古地的时候 那般畅汗淋漓 不知何时 夜凡仿佛成为了 所有人目光的中心 他们无比地渴望 有夜凡的战斗 雷前辈 明日一战之前 我希望能够 与夜凡单独打一场 一道声音响起 太上西越皆暗自皱眉 不知为何 这个周青总给他们 一种熟悉的感觉 但是他们又想不出 此人是谁 无子清当年并未进入 神之走廊 所以夜残等人 一直不知道 无子清是否飞升 故而 虽然周青的名字之中 带了一个青字 但是他们 依旧无法肯定 周青就是无子清 可以 雷冲点头道 同时看向其他人 所有想与夜凡单独斗一场的人 明日可以在战斗前 挑战夜凡 大家都是天骄 互相不服输很正常 华太初等人 闻言纷纷拱手英式 说来有趣 他们每一个人 都是最耀眼的星辰 原本九玉大比 应该是他们 发光发热的舞台 却不曾想 还没到他们发光的时候 他们便成为了 另一个人的陪衬 偏偏他们 还没有太多的不服 夜凡的强大 确实有目共睹 第四天夜晚 对于整个 星火神域的修饰来说 都是不眠之夜 究竟是三女帝 七妖孽组合更强 还是夜凡一人无敌 几乎所有人 都有种难言的期待感 期待明天夜王座 一人吊打十妖孽 这根本不可能 龙龄 太上西月 周晴 华太初 哪一个拿出来 不是吊打一切的存在 要我说 夜王座吊打一切 道友 老夫的刀太长 可不好收 下次说话注意点 讲真的 我个人觉得夜王座的胜率不高 但是 我特么就是要夜王座吊打一切 谁要是反对 我就砍谁 夜王座无敌 三大女帝无敌 华太初 夜鬼 夜残无敌 我夜王座 吊打无敌 第一次 几乎所有的言论 都是一面倒的偏向夜凡 这些人里面 不是没有龙龄的拥护者 也不是没有化太初的信徒 但是每个人都在渴望神迹 渴望传奇 星火神域 无数修士 夜凡之名响起 便是信仰所指 这种渴望 这种期待 这种被夜凡激起的 作为人族 神兽的骄傲 已经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同样 这一切又如同一个空中楼阁 若是夜凡败了 必将有无数修士 无法接受其中的落差感 夜凡会直接跌落神坛 而一旦夜凡赢了 那空中楼阁 便会成为千古传奇 在这样的盛会之下 在所有人看不见的阴暗之处 同样有着阴谋的种子 在发芽 壮大 天命贯注地 狂暴无比的命运之力 自注地最中心的神殿弥漫开来 紧接着 一道道悬傲无比的阵闻疯狂的旋转 发出无比耀眼的光泽 若非有隔绝大阵在 此处怕是早已经成为天道城 最耀眼的地方 随着玄奥的阵闻不断地变换 最终 一道命运法则汇聚的影子慢慢出现 一系能够看到 影子的身形与叶凡相似 哄 一声狂暴的轰鸣 接着所有阵闻破碎 命运之力散逸 忠心神殿之中 庶民神帝 天位神灵同时吐血 重伤倒地 薛长生更是连吐三口鲜血 整个人的神魂都变得无比虚弱 附剑 薛巧儿急忙走到薛长生的身边 眼中满是焦急道 薛长生摆了摆手 轻声道 无妨 一边说着 薛长生的眼中却露出一阵难 得疑惑 其他重伤的天命观长老 一个个看向薛长生 眼中同样是疑惑不解 这叶凡究竟是什么来头 我竟然不能测出他的命运 薛长生无比凝重道 其他长老文言纷纷恶然 天命观的周天大心算 何等可怕 就算是人族未来 他们都能够看透一二 却不曾想到 连一个人为神灵的修饰都无法看透 人族命星暗淡无比 我等两族早已没有了生机 哪里来的天命 薛长生文言 眼中闪过一丝痛苦道 第2627章 雷语交加 背叛他是如兄弟的墨远 雷冲 葬送整个星火神域 带着仅有的少数人族苟延残喘 若是有天命 他何须走这一条路 没有天命 两族根本没有天命 天道山之上 他看到的只有黑色的漩涡 吞噬了两族的命星 他 会不会是超脱天命的人 会不会是我们两族的救星 有长老带着一丝期待到 薛长生等人文言纷纷沉默 最终薛长生叹了一口气 我们没有机会去赌了 魔灵的事情 你们也知道了 就算没有我们 星火神域 依旧会在不久后被完全摧毁 我们要做的 只能留住两族最后的血脉 天灵一族那边 都准备好了吗 禀告灌主 天灵一族和大眼雷龙一族 皆已经做好了准备 天命灌三长老薛峰回答道 眼中却依旧有些不忍 灌主 真的 必须要这样吗 叶凡 可能会是变数 就算他是变数 他也没时间成长起来了 他终究是人为神灵 薛长生摇了摇头道 双手微微捏紧 双目慢慢闭上 轻轻叹了一口气 叶凡若是早出现百年 我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只能说 天掘我星火神域 即便如此 也不至于把两族的天骄 一网打尽吧 三弟 你要永远明白 想要成大事 就必须要狠 我的灵魂契约 能够限制万族和魔灵 但是前提 星火神域必须要沦陷 有墨远和雷冲在 星火神域 短时间内 想要沦陷并不容易 可是我的时间 不多了 薛长生摇头道 想要种族延续 就必须有所牺牲 我没权利决定 其他人的生死 但是为了延续人族 我必须要一手 夺取无数族人的命 这 是命 是我们人族的命 连他都同意了我的意见 这 便是大势所趋 他 薛峰轻声道 最终叹了一口气 我明白了大哥 如果为了人族的延续 我们必须如此的话 我也不愿看到 未来人族的苟延残喘 星火神域的辉煌 如果只是一瞬的话 我要死在这一瞬 薛峰摇头 眼中不知何时 已满是精英 我生在星火神域 我就该死在这里 就算烂 我也要烂在这里 灌主 我们也要留下 我等不是叛徒 我等皆是为人族而死 就算我们 一手葬送了星火神域 我们 也绝不要 活成别人憎恨的样子 众多长老 纷纷拱手坚定无比道 薛长生当即脸色复杂地 看着薛峰等人 嘴唇微微颤抖 最终跪了下去 泪眼朦胧地看着苍穹 朗声道 先辈之灵 后辈无能 仅以此救族人 我天命官传承千万载 却要一手毁在长生手中 罪人 我是罪人啊 不孝子孙回归长河之后 定恋魂碎魄 给祖先赔罪 咚咚咚咚 天命官众多强者 纷纷跪地 一个个看着星光闪烁的苍穹 每个人的眼中 皆是自责和痛苦 祖先英灵 子孙不孝 无力救我人族 一手毁我心火 死后魂归长河 定恋魂碎魄 赔罪 祖先英灵 子孙不孝 无力救我人族 一手毁我心火 死后魂归长河 定恋魂碎魄 赔罪 祖先英灵 子孙不孝 无力救我人族 一手毁我心火 死后魂归长河 定恋魂碎魄 赔罪 哄 一道道雷霆 自天道城之上闪过 紧接着 倾盆大雨落下 天道城无数修饰 仰面看向苍穹 星光闪耀的苍穹之下 隐约之间 仿佛有一股苍凉之气弥漫 神灵的世界 很少会有恶劣的天气 因为但凡修为身后之辈 自有天地气韵汇聚 这种天地气韵汇聚之处 便很少有雷雨交加的天气出现 然而今日 却如同苍穹哭嚎一般 狂暴的雨点灌入整个天道城 打在大地之上 清脆无比 剑神山 莫远住处 他背着手看着苍穹之上的雷霆 接着慢慢伸出右手 痘大的雨点打在他的手心 莫远心中一阵难言的愁绪 天变了 莫远轻声道 与此同时 地府驻地 雷冲静静看着天穹 半想 他取出了一枚碎裂成两半的神秘玉佩 老眼之中满是惆怅 主人 我们有千万载不曾见面了吧 当年随你纵横天下的日子 恍如昨日 小雷 也该去找你了 叶凡小怨之中 他静静地站在大怨之中 见眉微咒 淡淡的神力护照 将所有的雨点挡住 叶凡看着眼前不断低落的雨点 最终叹了一口气 这种心神不灵 多久不曾出现了 这一日 对于普通午休来说 是兴奋的一夜 但是对于雷冲 莫远 薛长生等顶级神帝来说 却是难眠的一夜 天道城 在整个无数拥有大气韵的天骄汇聚的神城 连夜下起了倾盆大雨 这代表着什么 两族的气韵开始衰退了 星火神域 要变天了 一个对所有人来说 都有着不同情绪的夜晚 普通修士想不到那么深远 叶凡与十大天骄的战斗 依旧成为了所有修士谈论的主流 今日的战斗 在无数修士的期待之中到来 倾盆大雨下了一夜 天刚亮 雷雨便消失无踪 莫远 雷冲等人接收起了复杂的情绪 至少别人看不出来 两人与昨日有何不同 到了他们这个修为 隐藏情绪如同吃饭喝水 一般简单 对战第一方 叶凡 雷冲飞到苍穹之上 看向叶凡朗声道 叶凡当即一跃而起 稳稳地落在舞斗台之上 叶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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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潮水一般的欢呼声 瞬间响彻云霄 无论是魂力虚空 还是天道成 几乎在瞬间被点燃了一般 无数修士歇斯底里的狂呼 让原本准备介绍龙林等人的雷冲 都没办法继续主持今日的战斗 叶凡感受着无穷无尽的欢呼声 嘴角不由露出一丝笑容 轻轻地伸出右手 刹那之间 如潮水一般的欢呼声瞬间消失 这种威性 比之雷冲 莫远还要可怕 此时的叶凡 完全就是王者之姿 待众人安静之后 雷冲看向龙林等人 今日一战 乃是叶凡与十大天交的战斗 若胜之 则后续面对一族 叶凡一人对战一族十人 若败之 则依旧抽出十人 对战一族十大天交 昨日我已经说了 今日想要单独挑战叶凡的 可以现在提出来 你们先上来吧 雷冲话音落下 太上西月等人 皆飞到了战台之上 与叶凡摇摇相对 第2628章 无人敢战 单独挑战叶凡 必然是对自己的实力 极为自信的 毕竟叶凡已经碾压了古地 在这种情况下 依旧要求单独与叶凡一战 最后却连古地都不如 那不是自取其辱吗 叶凡看向对面的十人 双目首先定格在龙林的身上 如果说 这里真的有人想要单独挑战他 龙林的可能性非常大 毕竟龙林的实力 确实足够强横 叶师兄 师妹自知实力不如你 并未有单独挑战师兄的意思 龙林感受着叶凡的目光 那倾国倾城的俏脸微微一红 接着轻柔道 龙林给叶凡的感觉 就是很干净 这个女人站在那里 就是一种空灵 清澈无比 叶凡的目光流转 也非常高 当叶凡的目光 看向太上希月的时候 太上希月突兀 露出一丝无比动人的笑容 自从太上希月亮相之后 在任何地方 他都足以成为 所有难修目光的焦点 所有人都知道 太上希月不喜言笑 平日里更是一副冷傲的模样 距人于千里之外 即便是同街的南天骄 他也几乎不拿正眼看一眼 叶凡痴迷太上希月 大家是知道的 毕竟当初叶凡 可是看太上希月看呆了 却不曾想到 太上希月竟然会对叶凡露出笑容 不得不说 太上希月不笑的时候 已经惊为天人 如今一笑 当真是百花齐放 不似人间角色 夫君 我可不是你的对手 一声清脆无比的声音响起 顿时 无数修饰恶然 尤其是那一声夫君 更是让在座所有难修惊恶 夫 夫君 太上希月 且不论实力究竟有多强 但是论美貌 与龙龄两人 可称星火神域第一美人 叶凡有何清雪 薰一 洛素素已经羡煞旁人 此刻还多了一个太上希月 这等人间角色 这等男人不敬的女子 却也有清心之人吗 太上希月 是叶凡的女人 顿时 无数修饰暗自感叹 这叶凡也太生猛了吧 这等女人都能拿下 高抬之上 苏乔双目微微一动 心中暗自感叹 果然 当初太上希月曾有言 她的男人才是天命 对此 苏乔一直不可制服 此时看来 叶凡的实力 已经足以碾压同阶了 也唯有这样的男人 才能够让太上希月 这等天下气女子清心吧 不过 到了后面的站台之上 我不会留守的 太上希月接着道 一双美眸之中 满是柔情 叶凡当即露出一丝笑容 也好 让为夫看看 你这些年的成长 说完 叶凡看向大帝 老大 别看我 我不跟你打 大帝当即仿佛炸毛了一般 肥瘦的龙头不断地摇了起来 那副模样 仿佛与叶凡对战 会被虐成什么样一般 然而这一幕 在所有修士眼中 却是另一种冲击 十大妖孽 一个是叶凡的女人 一个是他的小弟 顶级神兽天眼雷龙大帝 更是没有丝毫战役 当年封主号令 众多神兽的时候 也不过如此吧 毕竟封主是实力 到达地主之后 才让那些神兽心服口服的 而叶凡现在 不过人为神灵 却已经收了一个 顶级神兽做小弟了 让你参加这种大比 雷前辈 怕是出了不少血吧 叶凡文言不由玩耳 叶凡太了解大帝了 让他吃喝完了他擅长 让他战斗 那真是有点为难他了 高抬之上的雷冲文言 当即脸上有些郁闷 显然叶凡说到点子上了 叶凡的目光再次游走 叶残和叶鬼 苏仲压根没有要出来 说两句的意思 开玩笑 让他们单独跟叶凡打 那不是找虐吗 无数修士的目光 仿佛随着叶凡的目光 游走一般 到后来 众人突然发现一件事 两足十大妖孽 太上西月是叶凡的女人 大帝是叶凡的跟班 叶残 叶鬼 苏仲是叶凡的兄弟 一半的人都与叶凡有关 顿时 叶凡的形象 在众多修士的心中 再次拔高 说来我与叶师兄 曾经一战过 当年封主故地 我修为比叶师兄更强 尚且不是师兄的对手 现在自然不如 到了华太初 华太初却说出了这么一番话 顿时众多修士心中 更是惊讶和好奇 谁也不曾想到 叶凡与华太初等人 还有这么一桩往事 更多的人是好奇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华太初仿佛感受到了众人的好奇 当即笑了笑接着道 当年在封主故地 我等得到了封主传承 当时我 聂师姐 岳师兄 君师弟 顾师兄 水师妹一行六人与叶师兄 同时得到了传承的机会 华太初说着 台下众多修士 以及魂力虚空无数观众 心中却惊涛骇浪起来 华太初口中的师姐师兄 师弟师妹 每一个都是 镇压巴欲的十大天骄之一啊 这些人同时汇聚在一处传承之地 这是何等令人心潮澎湃的事情 最后叶师兄一人击败了我们六人 得到了最终传承 此话落下 无数修士惊呼出声 不过却也没有太多的惊骇 毕竟相比今日的叶凡 这些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叶凡文言拱了拱手道 当时侥幸罢了 叶师兄何须自谦 不过相比较叶师兄的实力 我更羡慕师兄的艳福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当初师兄貌似拍了水师妹的屁股吧 华太初有些也遇到 当即众多修士纷纷看向水落霜 水落霜白皙的俏脸当即变得通红 狠狠地瞪了叶凡一眼 接着气鼓鼓地把头偏向一边 叶凡顿时有些尴尬 之前怎么没发现 这华太初这么嘴碎呢 无论如何 叶凡与色胚已经没办法撇开关系了 这第一次与水落霜交手 就拍人家屁股 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再看看叶凡身边的女人 一个比一个漂亮 一个比一个优秀 也就是水落霜 换成其他女人 怕是叶凡也看不上 龙灵等人 更是不自觉地拉开了与叶凡的距离 人的名书的影 对于这样一个对女人 有着无穷杀伤力的流氓 如龙灵这般优秀的女人 本能地保持距离 第2629章 神秘的周青 话太初之后 百青与鲁晨杰表示 没有与叶凡单独一战的意思 唯有周青 常见直接出窍 剑指叶凡 可愿一战 叶凡盯着周青 如叶残等人一般 周青给她一种熟悉的感觉 一个女人 一个有着如此强横实力的女人 如果还是她的故人的话 她能想到的 就是吴子清和慈悦 血哭爆裂 慈悦应该已经死了 吴子清当年悄然无声地离开 却未曾前往神之回廊 按道理来说 理应没有非生 不过此女手段不少 更是大能转世 或许有其他手段 也说不到一定 当然 也有可能她的感觉是错了 毕竟此人用轻杀了脸 就算是露出了脸庞 也可能是易容的 你是非生之人 叶凡盯着周青询问道 周青文言并未急着作答 半想 她轻声道 我是周家之人 怎么可能是非生之人 莫非 你以为只有非生修士 才有强横的战力吗 抱歉 是我看错了 叶凡文言当即道 接着挥手 请 为了防止不必要的损伤 你们的战斗将在魂力虚空举行 雷冲当即朗声道 我请求在现实中 与叶师兄一战 周青当即摇头 我有些实力 在魂力虚空无法施展 叶凡文言不由微微一愣 她的九玄天 在魂力虚空也无法施展 但凡这种能力 自然是极为可怕的 周青既然如此说 可见 她的手段必然极为恐怖 雷冲当即微微皱眉 接着看向叶凡 叶凡当即露出一丝笑容道 雷前辈请放心 我与周青师妹并无恩怨 出 自有分寸 雷冲点了点头 接着道 既如此 那便在五斗台一战吧 说完 雷冲直接飞出五斗台 太上西月等人也纷纷退下 台上只剩下周青与叶凡两人 无数修士翘首以盼 尽管大家都认为叶凡必胜 但是同样 也有不少人想看看 叶凡若是败了会怎样 周青看着叶凡 狂暴的战役开始凝聚 同时 周青的气息 以一个极为恐怖的速度增长 叶凡 这一战 我期待很久了 周青突兀到 叶凡微皱眉 在别人眼里 这就是一个绝顶天骄 对叶凡的战役体现 但是在叶凡眼里 这句话 却有另一层意思 哄 周青的声音落下的瞬间 身形瞬间消失 苍穹之上 突兀出现了一道 极为强横的符咒 这符咒并非众多修士 用于催动的 已经刻露好的符咒 而是周青用神力 在刹那之间 凭空化出来的 空间粉碎 一道清赫 叶凡瞬间感觉到了 周围的空间 在一股绝强的力量之下 开始粉碎 空间粉碎之后 空间之中的任何存在 自然也会随之消失不见 太极顿法运转 叶凡心中微微一沉 这神力符咒 能够禁锢一方天地 青龙武装直接开启 叶凡不打算与周青熬战 三龙之烈 一声爆喝 三条迷你青龙入体 叶凡的力量 在刹那之间 上升到了一种 极为恐怖的层次 破 一拳砸下 禁锢之力 直接被硬生生地砸碎 接着叶凡如同太古荒兽一般 朝着周青击射而去 这个周青 有古怪 还有如此可怕的俘虏造诣 此人莫非真的是吴子青吗 先把面纱摘下来 叶凡的双目 看向周青脸色的面纱 周青感受到了叶凡的目光 心中暗自冷笑 想要摘掉我的面纱吗 你果然还是这个样子 只要你怀疑的事情 就会查得清楚 虚幻 周青对着空间一指 下一刻 叶凡的拳风 硬生生地从周青的身上穿了过去 灭到雷 叶凡暗喝 黑色的雷霆 瞬间自他的右手之上炸裂 当叶凡的拳头 进入周青虚幻的身体之中后 雷霆瞬间化作 一道道黑色的雷蛇 此啦啦 诡异的奸笑声响起 周青的身体 在叶凡的雷霆之中 完全变成虚无 仿佛被雷霆撕碎了一般 顿时重不休是恶然 莫非周青死了 哄 一声狂暴的雷霆之力 自叶凡的身后传来 下一刻 周青的身形出现 束手之上 一拳肩不容发的 与周强的拳头 狠狠撞击在一起 下一刻 周青的身形 无比优雅地倒飞 叶凡纹丝不动 然而叶凡的表情 却并不好看 周青在力量之上不如他 但是他的力量 倾斜在周青的身上的时候 也分明感觉 被一股无比玄傲的力量 轻而易举地化解 很奇怪吧 我为什么也会灭到雷 周青的眼中 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 叶凡确实有些惊讶 灭到雷乃是天地最强雷结 叶凡能够得到灭到雷 是因为他扛过了 灭到雷的灭杀 同样 除了这种方式 叶凡确实不知道 还有第二种方式 能够得到灭到雷 换句话 眼前这个女修 很可能也经历过灭到雷结 天地之大 我叶凡有的东西 别人有本就正常 有何好稀奇的 叶凡摇头道 紧接着 他握住身后的浮红剑 你 有资格让我的剑出翘了 叶凡坦然道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 便是说 周青比古帝更强 不少修士纷纷好奇不已 这次的九玉大比 还真是一波三折 各种逆天妖孽层出不穷 So 剑光起 浮红横斩 一剑万道声 叶凡的剑道理解 或许不如叶鬼 但是叶凡的剑 绝对比叶鬼强 因为叶凡的神力凝炼程度 外加神刚力的辅助 本身的硬实力 便不知超过叶鬼多少 剑光之快 对于大多数修士来说 根本不曾完全感知 下一刻 剑气已经出现在周青的正前方 当 周青常见横荡 同时左手飞速勾画 一道道神力符炼出现 叶凡这一剑 由万道衍生 周青的符炼 同样衍生万道 是道圆符炼 这种符炼 竟然能够直接在战斗之中刻画 雷冲惊讶到 不少强者也纷纷哑然 就这一手 周青的实力 便足以放在顶尖之列 第2630章定要斩你 第二剑 叶凡诞生道 一剑万道灭 嗖 强横无比的道圆符炼 瞬间被叶凡斩成两半 剑气直逼周青 周青的神色微微一变 显然有些措手不及 他的道圆符炼 一旦勾画成天地万道 皆为他所用 叶凡的任何招式 他都能够借用道圆符炼 以更强的方式用出 却不曾想被叶凡第二剑 如此简单地斩成了两半 只有真正与叶凡一战 才能明白叶凡有多强 周青眼中闪过一丝凝重 尽管他已经尽可能地 高估叶凡了 但是貌似还是有些低估了 第三剑 弹幕的声音响起 叶凡出现在周青的上空 时间之剑 剑气落下 周青只感觉沧海一瞬 下一刻 接着死亡的气息笼罩 顿时周青亡魂接冒 神魂之中 某个封印在瞬间解开 破 哄 时间沼泽瞬间被周青挣脱 他的气息 以一个极为恐怖的速度提升 束手伸出 对着上方虚握 下一刻 叶凡的剑气 便被随意地捏碎 没想到 你这么快 便逼出了我的底牌 周青眼中满是欣赏地看着叶凡 叶凡比他想象得更强 不过 越是这样 越有意思 风 周青的双手开始结印 刚风起 于 晴朗的苍穹之上 刹那之间出现了无数的光剑 敏天 最后一道手印打出 周青双手猛地拍在一起 下一刻 叶凡的四周 一道肉眼可见的光劳出现 光劳之中 无尽的刚风呼啸 苍穹之上的光剑 刹那之间刺穿虚空 朝着叶凡疯狂的传射而去 混沌神法 敏天武士 一声惊呼 几乎在刹那之间 惊动了所有人 只见雷冲 莫远 薛长生等一众神帝 纷纷站起身 一个个眼中满是骇然 敏天武士是什么 有不少年轻修士 闻言不由面面相去 风主最强神通之一 华 整个天道城一片哗然 魂力虚空 更是直接轰动起来 风主最强神通 这是什么概念 风主根本不曾留下完整的传承 怎么会 莫远南南道 混沌神法也分强弱 叶凡打出的三神印 是敖天古传给他的 论威力与风主的敏天武士 自然有着极大的差距 叶凡 你不该 让他出来 周青冷喝道 接着 眼眸之中的战意慢慢消退 整个人的气质 在刹那之间 变得无比冷傲高贵 一双好看的美眸 满是一种帝王的傲然 一股从未有过的压力 瞬间侵蚀叶凡 四周的光劳间不可破 周围的钢峰 每一道锋刃都堪比他斩出的 风之剑 混沌神法 起势而行 双手结印 很快叶凡的身后 一道山巒一般的手印浮现 震天印 哄 山巒之印 狠狠地朝着光劳撞击而下 对付混沌神法 自然需要混沌神法 震天印 敖天古的东西 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 周青看着叶凡打出的印诀 嘴角露出一丝讽刺 身形闪烁 出现在叶凡前方不远处 接着 他对着巨大的掌印虚握 要雷敏天 雷霆自空中急速汇聚 叶凡的震天印 瞬间被雷蛇包围 下一刻 雷蛇炸裂 整个武斗台的上方 一道道能量风暴 朝着周围疯狂的席卷 武斗台周围的大阵 在这股能量风暴之下 开始破碎 墨远与雷冲当即出手 稳住武斗台 两人的脸色却精彩无比 敏天武士第二世 要雷 周青此人 竟然真的得到了 风主的最强传承 有些不对劲 从周青的言行之中 他们感觉周青 对敖天谷非常不屑 这种不屑 更像是他曾经 与敖天谷一战过一般 此人 莫非是大能转世吗 这种魂运都发生改变的情况 很可能是转世之魂觉醒了 搜搜搜 随着震山印炸裂 无尽的剑语疯狂地没入光牢 刺向叶凡 叶凡的身边青龙围绕 将剑语挡住 然而 他明显感觉到了一种吃力 这是第一次同阶之人 让他感觉吃力的情况 这种灵魂波动 叶凡的双目之中 露出一丝难言的光芒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是谁 魂生缘法 斩魂 一阵诡异的魂力波动传来 下一刻 叶凡与周青的元神 同时被拉入了一空间 一空间之中 周青的魂魄是做不得假的 几乎在瞬间 叶凡便看到了一张 无比熟悉的脸庞 吴子清 果然是你 叶凡朗赫 吴子清打量着 突然出现的一空间 露出一丝惊讶 转而看向叶凡道 我的转世轮回之中 你是第一个 让我如此重视的人 不过 本座不叫吴子清 本座风轻月 风轻月 没错 我姓风 我的姓是风主的父亲所赐 同样 风主就是我的哥哥 吴子清诞生道 然而很快 他的魂魄开始出现了一丝混乱 一道新的灵魂 盗玉眼神 叶凡 没想到你能够将我的魂魄 拉入一空间 你果然 没让我失望 你 应该就是吴子清了 哼 看来那个女人 跟你说了很多没营养的话 不过 她想要将我吴子清的记忆抹去 绝无可能 吴子清嘴角露出一丝冷笑道 这种感觉很怪异 明明是一个魂魄 却仿佛精神分裂一般 有两种思想 叶凡 我知道你想做英雄 想与仙界一般 当一个救世主 只不过很抱歉 我不能如你所愿 因为 我也要当一回救世主 吴子清 别人不了解你 我还不了解你吗 就算天仓界两族灭绝了 对你吴子清来说 又算得了什么 你会就是 叶凡文言 不由冷哼道 当年在仙界 若非因为你的背叛 我仙界何须死去那么多的修饰 今日你我既然遇到了 我便斩了你 说完 叶凡的元神开始发起冲击 与此同时 外面围住叶凡的光劳 因为失去了吴子清的操纵 被叶凡第二元神 轻易无比地挣脱 见光呼啸 扶红剑瞬间刺向 一动不动的吴子清的子斧 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恐怖无比的魂力波动出现 接着叶凡的主元神 与吴子清的元神 同时回到自己的身体之中 吴子清猛地伸出右手 紧紧地抓着手中的浮红剑 一道道神力在他的身后出现 刻画出一枚玄傲无比的浮露 浮露入体 吴子清的气息再次暴涨 叶凡 我会全方位地压制住你 无论是法则 灵魂 还是炼体 天仓 只有一个王者 吴子清有些疯狂道 吴子清 当年在仙剑 你不是我的对手 如今在天仓 你依旧不是我的对手 今日 我定要为仙剑 亡死的英灵 报仇血恨 吴子清 叶蚕 叶鬼 苏仲等人 纷纷看向吴子清 一个个脸色不善起来 第2631章长环 亡死的英灵 哼 叶凡 收起你那可怜的悲天闽人吧 这天下 从来都是强者的天下 弱者 活着与死去有多少区别 甚至无数修士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你救的天 是肮脏的天 你救的世界 也不过是本就该毁灭的世界 仙剑浩劫 本身就是一场涅槃 当一个世界腐朽到天道 都无法容忍的时候 毁灭才是正途 吴子清文言嘴角 露出一丝讽刺道 你根本就是一个 笑话 笑话也好 愚蠢也罢 人活着 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叶凡不为流芳百世 也不为流传千古 我只知道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叶凡文言 开 叶凡的气息 已极为恐怖的速度提升 甚至于大多数修士 根本不曾见过 叶凡开启九旋天的状态 这种气势 太可怕了 吴子清 我不知道什么是悲天敏人 我只清楚一件事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如你这等背弃种族 自私自利的小人 永远不明白 什么是大义 死了 哼 叶凡的身形瞬间消失 破 剑气瞬间刺入 吴子清的身体之中 速度之快 令所有人愕然 谁都看得出来 叶凡动了杀机 叶凡 大话说得太早了 凭你 还杀不得我 残影 叶凡的长剑 刺入的是残影 阴阳敏天 吴子清的双手结印 天地化阴阳 一个无比巨大的阴阳圆盘 朝着叶凡盖下 吴子清 你我相识这么多年 你莫非以为 这就是我的实力吗 叶凡狂傲无比道 青龙武装开启 气息再次暴涨 摇天 开 叶凡一声怒吼 九龙王虚影出现 接着 九龙王的身边 黑暗魔龙 青龙 针凤 麒麟虚影 接二连三的出现 叶凡的气息 在此刻达到了一个极致 今日 我必杀你吴子清 叶凡怒吼 右手握拳 青龙咆哮 凤凰火焰汇聚 火焰法则瞬间提升到 风神七则的程度 破 哄 龙气汇聚 叶凡一拳砸下 法则暴动触发 融合毁灭法则 遮蔽天地的阴阳圆盘 在叶凡这一拳之下 直接粉碎 顿时 无数修士亥然 风主最强神通之一 竟然被叶凡用 蛮力蛮横地击碎 没用的 敏天武士乃是混沌神法 越到后面 越强横 就算你实力逆天 今日也绝不是我的对手 笑话 叶凡冷喝 即便是鸿蒙神法 今日我都要打穿了 so 叶凡身形闪烁 青龙虚影出现 拳风摧毁一切 狠狠地砸向吴子清 大力的死 冰雪儿的死 肖寒的死 亡谷云的死 我先见 千亿修士买骨冰川 吴子清 这一切 皆与你息息相关 咔嚓 吴子清的神法 不断被叶凡打穿 叶凡如同狂魔一般 双目不知何时 已经变成了血红 深寒的杀机 渗透在五斗台阁处 叹息之壁 吴子清右手一挥 一道牢不可不破的神力 天茜出现 然而叶凡一拳砸下 天茜直接碎裂成虚无 吴子清落下 叶凡随之而道 混沌神法 敏天神相 吴子清朗赫 以他为中心 无穷无尽地毁灭气息 形成一道道黑色的光束 疯狂地朝着叶凡冲击而去 从上空看去 只有浓郁的黑幕 疯狂地冲击而来 破 叶凡怒吼 巨大无比的青龙虚影环绕 接着 瞬间将黑色光束全部击溃 怎么可能 吴子清的眼中露出一丝惊恶 然而叶凡已经来到了他的正前方 给我死 哼 吴子清的身后 一道诡异的空间浮露出现 接着 吴子清无比惊险地让过了叶凡的龙拳 拳风瞬间砸入五豆台之上 被加固的五豆台 刹那之间碎裂 即便有 远河雷冲稳住 五豆台也是一片断壁残垣 坑坑洼洼 嗖 吴子清的速度快 叶凡的速度更快 或者说 令人绝望地快 哼 这一拳 吴子清未曾让过去 耗尽全身神力 已经被叶凡狠狠地打入了五豆台之中 响亮的轰鸣之后 叶凡的身形却根本不曾停留 浮轰剑发出一道恐怖的剑鸣 接着 剑锋落下 刺向吴子清的子府 天道壁 吴子清怒喝一声 接着 一道天道壁垒出现 叶凡那无间不摧的拳风 以及剑气 第一次被牢牢挡住 即便如此 吴子清也连吐几口鲜血 整个人的脸上满是惊骇 叶凡全力爆发之后的强横 足以让任何一个人绝望 他的混沌审法 不仅无法挡住叶凡的攻击 甚至于 他根本没时间结印 打出最后一道审法 天道壁 是他传承之中最强的宝物 同样 此物乃是风主亲手送给他的 是天道壁 怎么可能 莫远 雷冲等人纷纷站起身 一个个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天道壁 乃是当年 风主赠送给女帝风轻月的无上圣物 周青怎么会有此物 这绝无可能 天道壁是灵魂认主的 除了风轻月 无人能够使用 周青 莫非是风轻月女帝转世 一时之间 莫远 雷冲等人 一个个脸色惊异不定 周青不仅掌握风主最强神通 而且还拥有天道壁 天下哪有那么多凑巧 叶凡 当年若非我识破你的计谋 让你的兄弟 女人奋不顾身地救你 哪里有你今日 你却要恩将仇报 这就是你的道吗 吴子清感受着天道壁之上 传来的恐怖力量 脸色更是苍白了几分 若不是你从中作梗 大力 肖寒 冰雪儿 我天地门千万天地众 仙界数百亿修士烟 能死于那一场浩劫之下 如果可以 我叶凡愿以一人之命 换无数亡死之人 叶凡文言怒不可遏 他从来不觉得吴子清救了他 吴子清这般做 皆是为了他自己 若是没有吴子清 他的计划必然能够成功 天地门弟子 何至于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可笑 叶凡 你还是这般可笑 你还不明白吗 无论是仙界还是天仓 都是腐朽的世界 修行者的世界 就是腐朽的 这个世界 哪里值得拯救 吴子清文言当即朗笑 整个人越发疯狂 接着 他猛地捂住头 痛苦地嘶吼起来 第2632章 养我足尾 滚 给我滚开啊 我是吴子清 你休想掌控我 啊 然而这种挣扎很快结束 那种高贵强大的气息再次出现 吴子清双目之中的疯狂 却并未曾消退 哈哈 大业 什么狗屁大业 当年我歌风主牺牲自己 拯救所有人族 我风家得到了什么 吴子清的眼中 泪水开始流淌 他紧紧地看着叶凡 为了生存 为了所谓人族的生存 我风家十亿族人 被两族强者当成诱饵 引诱了一族强者过去围剿 而这些肮脏卑劣的族人 却苟活于心火神域 大业 你告诉我 这就是大业吗 大业就是我哥死后 让我整个风家陪葬是吗 清悦 真的是你 雷冲突兀今生道 老眼之中 泪水湿润 复杂的情绪涌动 是我 当然是我 我回来复仇了 我原本打算成为你们眼中的天命 一手将你们这些肮脏的族人葬送 只可惜 这个小辈竟然将我的天道避逼出来了 一子错 满盘皆输 这是我风清月的命 说着 风清月看向叶凡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着大意吗 你告诉我 这种大意 要来何用 人性 本身就是最自私的 风家被出卖 定然是人族出现了叛徒 若是遇到这种叛徒 我必杀之 但是这不代表所有人族 所有神兽都是叛徒 风主当年所救 救的是天下 救的是整个人族和神兽 他不畏救那些出卖风家的小人 叶凡一字一句道 换作是我 我一样会救 你 风清月紧咬银牙 美目紧紧地盯着叶凡 最终 他站起身 握住天道壁 慢慢背过身道 当年我哥算进天机 算到了我风家可能会有这一节 当时 他也如你说的一般 但是我 绝不会原谅两族的所作所为 我风家十亿袍则 魂灵未灭 你根本不知道 那种痛 那种被背叛的痛 那种信念崩塌的痛 那种死不瞑目的痛 我风清月 此生不灭两族 愿死在雷结之下 永远不如轮回 叶凡 你好好活着 好好看着我是如何摧毁你守护的一切 总有一日 我会找到我哥哥的转世之身 我会告诉他 他用命守护的一切 皆毁在了我的手里 无论你是吴子清 还是风清月 我叶凡在一天 就绝不会让你得逞 叶凡文言斩惊截铁道 同时 右手慢慢握拳 你想杀我 天道弊之下 别说是你 就算在座所有神帝出手 也留不下我 否则 你以为我会说 跟你们说这么多吗 叶凡 我们走着瞧吧 哈哈 说着 风清月的身影开始消散 最终化作虚无 叶凡看着风清月 消失无踪的身影 不由微微一愣 这天道弊的强横 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解 当即叶凡看向墨远和雷冲 却发现 两人皆有些无奈的摇头 显然 如无子清所说 他们众神帝对天道弊 同样无可奈何 不仅如此 从墨远等人眼中的愧疚 也能看得出 风清月或许并未胡说 无子清离开 叶凡自然成为了胜利者 然而对于无数修士来说 心情却变得沉重起来 这种性命 绝大多数修士根本不知道 谁也不曾想到 千万年前 他们的先祖们 是靠出卖了风家 才能安全回到星火神域 并且在星火神域扎根 所有修士知道的 都是昆蓬燃烧生命 引爆天仓界的世界之心 导致无尽的法则 乱流肆掠整个天仓界 人族 神兽借以昆蓬幻化的结界 方才存活至今 却无人去想 当年的异族 既然选择了反叛 又怎么可能不提前 派遣重兵将人族 神兽异族的发源地 星火神域给占据住 叶凡的心情也有些沉重 无子清的痛 他理解 他比谁都理解 因为当年在天舞 他就是在族人的背叛之下 沉睡了五百年 那五百年 是他一生都无法挥去的痛 如果之后他的兄弟 母亲 爱人 皆被人族其他势力斩杀 今日他的魂魄转世轮回 觉醒记忆的话 又是一番怎样的场景 未经他人苦 不劝他人善 无子清在仙界做的种种 确实让叶凡有杀意 但是他并不觉得 风清月对人族的恨 对神兽一族的恨有任何错 他可以恨 他可以想着去毁灭两族 风家十亿魂灵 死不瞑目 一如叶凡理解韩千斩的痛 韩千斩的苦 韩千斩对世界的憎恨一般 然而 叶凡一就要站在他们的对面 这个世界本就没那么多对错 只是立场不同罢了 叶凡也有真实的人 他也有要守护的人 无子清离开之后 两族之中只有九大妖孽 只不过显然 后续的战斗已经没办法进行 风清月的出现 打乱了墨远和雷冲的心绪 同样 无论是天道成 还是魂力虚空 星火神域所有修士 皆失去了战斗开始前的激情 陷入了沉默之中 风主 从他们出生到长大 到修行有成 风主都是星火神域所有修士的信仰 而今日 他们得知了自己的祖先背叛了风家 这种痛苦 对所有修士来说 都是难以忍受的 偏偏 他们连为自己辩解的理由都没有 那是仙辈做得不错 但是别忘了 他们能够出生在星火神域 得以在这里安全地修行 都是因为他们的仙辈 脚下踩着风家十亿族人的尸骨啊 今日的战斗就此结束 明日叶凡对战龙林 太上西岳等九人 雷冲飞越苍穹朗声道 同时看向天道城无数修士 以及投影在天道城的无数 正在魂力虚空之中的修士 关于我的主人风主的事情 其实我了解一些 很多事情 并非一言能够说清楚的 当年人灵时代崩塌 主人战死 神兽陨落 两族危在旦夕 有些选择 不是你去不去做 而是你不得不去做 雷冲想了想接着道 从人灵时代之后 我两族修士 便一直苟延残喘 我们两族亏欠主人 亏欠封家 然而灭杀封家的是一族 你们活在这个时代 先辈的事情 你们无法改变 想要赎罪 那就杀灭一族 养我两族之威 尽管破罗等人 接在天道城 雷冲却丝毫没有隐瞒 自己对一族的恨意 第2633章内定天命 顿时 无数修士仿佛找到了 愧疚的宣泄口一般 无数修士开始呐喊 灭杀一族 天道城之中的 众多异族强者 脸色艰难看无比 尽管异族与人族 神兽的矛盾 大家心里都清楚 但是两族修士 如此丝毫不掩饰的 要斩杀他们 未免也有些嚣张了些 甚至于 他们完全能够感受到 周围的修士的敌意 好在他们与雷冲 莫远牵下了大道誓言 只要莫远雷冲不出手 其他神帝就算一起上 他们也无惧 毕竟是各大异族的最强者 每一个拿出来 都是能够与雷冲 莫远斗上一斗的存在 寻常神帝 他们还真的没有放在眼里 今日的战斗 说不上多么精彩 却足以让人难忘 叶凡回到驻地之后 第一件事便取出来了传音神经 很快 风云二十六人众 一灵龙等人的投影 皆出现在叶凡的面前 如何 叶凡直接道 禀告公子 根据我们不计资源损耗的调查 发现天命冠和天地鹊 确实有一些问题 具体说说 有哪些问题 叶凡文言当即询问道 我等在天地鹊之外 催动了宗主 给予我们的星红之气 星红之气 受到了一种极为恐怖的吸引力 直接破开了封印 飞入天地鹊之中 一灵龙当即道 脸色有些苍白 看起来状态很糟糕 灵龙 你受伤了 叶凡当即皱眉道 被天地鹊的 一名天位神灵强者追杀 若非有宗主给予的阵盘 怕是已经陨落了 不过服用了宗主之前 给予我的疗伤神丹 现在已经好多了 宗主莫要担心 说着 一灵龙那一双动人的双目 悄悄地看了叶凡一眼 嘴角弯出一抹动人的弧度 显然 心中对叶凡的担心 很是开心 哼 这天地鹊又多了一个 必须要灭掉的理由 叶凡忍不住冷哼道 心中有些不爽 一灵龙可是他的左膀右臂 要是被天地鹊的强者斩杀 那对他来说 绝对是无法忍受的损失 好在有惊无险 一灵龙闻言 当即嘴角的笑容更是明显 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感 不由轻声道 玲龙相信 宗主以后会帮我找回这一口气 那是自然 叶凡闻言当即笑了笑道 接着看向封一等人 天命官如何了 禀告公子 前些日子 公子让我等盯紧天命官的薛芳 薛乔等人 我特地赶到了地狱 就在昨日后半夜 天命官年轻一辈的弟子 全部撤离了天道城 嗯 叶凡闻言当即紧皱眉头 你是说 他们连夜离开了天道城 没有理由啊 叶凡心中疑惑不解 虽然说在天命官通过魂力虚空 依旧能够看到后面的战斗 但是薛芳被废了修为 这次九予大笔 天道城几乎汇聚了两族所有的顶级强者 薛芳留在天道城 或许还有恢复修为的希望 回到天命官 那基本是断了后面的修行了 这个时候 只要脑子正常 都不可能会让薛芳回到天命官 除非 有让他们不得不回去的理由 天命官有大动作 就算有大动作 薛巧回去 一样能够达到效果 一个废了修为的薛芳 回到天命官能够做什么 那么 只有最后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天命官有能够恢复薛芳子府的宝物 薛芳回去 乃是为了恢复修为 但是这种可能性不高 因为如果天命官真的有这种宝物 薛芳被废的第一天 就应该送回天命官了 第二种可能 天道城会有危险 薛巧和薛芳 如果不回去 很可能会牵连到他们 换句话说 如果薛长生真的是叛徒 那么九一大笔之后 薛长生很可能会在天道城 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 从而暴露自己 为了防止自己的儿子女儿出危险 所以提前将他们送回天命官 那么 薛长生到底要做什么 在天道城对付墨远 雷冲等人 这未免太不理智了些 墨远 雷冲单独一个人 都不是天命官能够击杀的 更何况 天道城之中 汇聚了多少神帝 薛长生在这里动手 那不是嫌自己命长啊 在天道城 将人族神帝一网打尽 叶凡直接摇头 他是在想不出来 薛长生能够有什么手段 能够将天道城的两族强者 一网打尽 就算一族族长出手 也绝无可能 更何况 这些一族族长 可是许下了大道誓言 叶凡不相信 这些一族顶级强者 都变成了血魂族 这些一族族长 都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会随便 接纳古怪的新红之气 既如此 那这些一族族长 就没有可能违背大道誓言 另外 公子要求我们注意无叶花的情况 天命官之中 的确有培养无叶花 封一接着回答道 我们用大量丹药 买通了天命官三长老的儿子 得知数十年前 天命官官主薛长生 曾经进入过青龙域的地神陨地 果然 当年太神血灵的事情 必然就是薛长生的手笔 他的目的 就是为了斩杀清雪 从而让青龙分院之中的龙原树根受损 彻底断绝青龙域的气域 叶凡文言眼中闪过一丝冷色道 这老东西 藏得还真是够深的 大哥 这件事 要不要跟莫远前辈说 叶蚕在一旁询问道 说 肯定要说 但是不能这般直接告诉他 我并未记录当时在地神陨地的景象 无论我说什么 都是我的片面之词 莫远前辈虽然信任我 但是也不可能听信 我的片面之词 就去质问薛长生 叶凡文言摇头道 想了想 他看向叶鬼道 三弟 你去一趟秦家驻地 把清雪接过来 大哥 之前你去找清雪嫂子 都被秦家神帝阻挡在门外 我去怕也是吃壁门羹的 叶鬼文言当即有些无奈道 无妨 今日不同往日 我几乎已经是内定的天命之人 若是秦家阻拦 你只管告诉他们 等我统领两族之后 第一个便要清算两族的叛徒 至于哪些人 势力是叛徒 叶凡的嘴角 弯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 我还是有话语权的 第2634章 早做准备 如叶凡所料 鬼接回和清雪的过程顺利无比 秦姥姥甚至连反对的话 都没有说过 显然 如今叶凡的身份 已经足以在大势里面前说上话了 久欲大比 足以成就叶凡 何清雪一头白发 依旧现眼无比 叶蚕等人 这也算是真正的与何清雪认识 何清雪对叶鬼 叶蚕等人也很好奇 这次两族年轻一辈十大强者之中 叶蚕 叶鬼 苏仲 皆占据一席之地 夫君 何清雪娇声道 借着有些忐忑地 看向薰衣和洛素素 修行者与凡人不一样 对于妻妾并无太多的感官 但是毕竟是后入门的 何清雪还是很在意薰衣 洛素素的看法的 薰衣和洛素素 揭露出一丝和善的笑容 接着轻声问道 夫君 清雪妹妹的白发与雪儿 一般无二 她 她就是雪儿转世 叶凡点头道 双目之中尽是柔情 她走到何清雪的身边 牵着她的御手 大哥 清雪嫂子 真的是雪儿小公主 叶残文言当即微微一愣 接着眼中露出一丝激动 天舞时 北宫雪为了寻找叶凡契机 冰封失落大陆 先见识 北宫雪转世之身 黎璇再次爱上了叶凡 最终却也为了叶凡死在寒谦斩手中 叶凡的所有女人 每一个都对叶凡痴心一片 但是要说叶凡亏欠最多的 那只有北宫雪和子绪宁了 可以说 一路上看着叶凡与北宫雪之间的情缘纠缠 他们都迫切地希望 叶凡能够找到北宫雪的转世之身 两人走到一起 叶鬼 苏仲等人看向何清雪的表情 也皆发生了变化 何清雪感受着这种态度的变化 不由微微一愣 她的前世 那个叫做北宫雪的女子 究竟做了什么事 让这些人如此亲切 没错 就是亲切 这一路上 叶鬼虽然叫她嫂子 但是其中的生疏感 她能够清晰无比地感觉到 但是此刻 叶鬼等人的态度 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就好像 他们已经认识了很久很久一般 清雪就是清雪 她是雪儿的第三世 但她不是雪儿的替代品 我会守护她 将雪儿带入到清雪身上 对清雪不公平 无论是雪儿还是清雪 都是我叶繁的女人 叶繁将何清雪 轻轻拉入怀中认真道 此话落下 何清雪的美眸 不由微微有些湿润 她爱叶繁 与她的前世无关 她是何清雪 她渴望叶繁爱的是何清雪 不是北宫雪 即便那是她的前世 几人闲聊一番 帮助何清雪 融入天地们的家庭之后 后半夜 叶繁便带着何清雪 前往了墨远的住所 大半夜地跑到她这里来 前辈 晚辈这次来 乃是有一件事想要告知 叶繁拱手 莫远当即露出一丝惊讶 接着点了点头 一挥手 将大院之中的阵法完全开启 同时挥手道 叶小友 还有清雪侄女 请坐 叶繁当即拉着何清雪坐下 谢过莫远递过来的神查之后 叶繁将之前青龙玉 太神血灵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青龙玉的事情我也关注过 只是没想到 这些人既然已经做到了这种程度 莫远文言不由感叹道 不过有我岳父在 青龙玉可没那么容易拿下 倒是你说的地神允帝 还有天命官的事情 我实在不相信 薛师帝会做出这种事情 叶小友 天命官之人 绝无可能背叛人族 说到这里 莫远的表情有些坚定 天命官 未必就是叛徒 但是这件事 与天命官脱不了干系 天底下没那么多凑巧的事情 莫前辈 且看我这招神通 叶繁文言道 接着对着何清雪点了点头 两人同时运转太旋阴阳路 阴阳相合 演化天地道运 这 这莫非是 莫远脸上满是震撼 嘴唇微微抖动 人主 聂人心的太旋阴阳路 人主 叶繁文言不由低难 在人灵时代之前 我人族还是其他种族的奴仆 血食的时候 我人族曾经出现过一名 惊天伟帝的地主强者 此人便是聂人心 莫远回答道 只可惜 聂人心死于血液精灵公主之手 一代人皆终归逃不过美人灌 我人族最好的崛起时机 也就此消失 直到封主崛起 敢问莫前辈 地神允帝 是否就是聂人心死后的魂力所化 你说得不错 地神允帝 确实是聂人主所化 无尽岁月之中 不知多少修士 进入地神允帝 妄图得到聂人主的传承 最后皆一无所获 你既然得到了聂人主的传承 可见 你与寻常人的不同 太旋阴阳路 就是我与清雪 进入了地神允帝的铁证 相信以剑神山的情报势力 只要花时间去查 就能够查到 天命灌灌主薛长生 是否进入过地神允帝 叶凡看着莫远道 能够在地神允帝之中 布置传送阵 并且连接太神血灵 整个星火神域 能有几人能做到 而这些人之中 有几人进入过地神允帝 这 莫远的脸上露出一丝迟疑 如果 我是说如果 薛师弟真的反叛了我们 那九玉大比 就与他有关系 那九玉大比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也是我一直疑惑的事情 莫前辈 就在昨夜 薛巧和薛芳离开了天道城 我怀疑 这次九玉大比之上 天命灌绝对会有行动 叶凡摇了摇头道 叶小友你有所不知 天命灌很特殊 说实话 即便所有证据都摆在我面前 我都不会去怀疑薛师弟 但是如果这一切 真的是薛师弟做的 那他一定会有自己的目的 莫远感慨道 最好 不要出现这种事情 若是天命官都被判族人了 那我星火神域 就真的完了 前辈 还望你能够早做准备 叶凡文言微微一愣 接着郑重道 说完 叶凡拱了拱手 当即告辞 他能做的也只能是这些了 他的实力 毕竟还不足以扭转 星火神域的形式 这种高层次的博弈 他能够影响的 太有限了 第2635章 疯狂 就在叶凡带着和清雪 走到院门的时候 莫远突兀道 叶小友且慢 叶凡转过身 莫远走了过来 一双友神的眼中 露出一丝忧虑 如果 九一大笔之上 真的发生了一些事情 叶凡 你一定要带着两族之人 从一族的奴役之下 走出来 说着 莫远取出一枚剑令 叶凡看着剑令 第一次露出了一丝惊讶 莫前辈 你 这枚剑令 是人族领袖的身份象征 我将它交给你了 如果星火神域发生了大变 我会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 而你 将成为两族新的领袖 带着他们 好好活下去 何至于此 如果你的推测是对的 事情 会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 因为薛长生 莫远没有再多说 挥手将大院的阵法关闭 记住我今天的话 我明白了 叶凡点头 接着牵着何清雪的手 离开了莫远的住所 路上 何清雪看着忧虑的叶凡 不由柔声道 莫远前辈想来 也是为了防范于未然 夫君不必过于忧虑 清雪 为什么哪一个未免 哪一个世界都有战争 难道修行者的世界 只有杀戮吗 叶凡叹了一口气 看着何清雪道 夫君 我被修行 本就是逆天行 生不是开始 死也不是归徒 我们要做的 就是努力活着 想要逆天 就必然困难重重 何清雪文言安慰道 叶凡点了点头 却未曾继续说太多 修行之人 逆天行 逆了天 便有结束 地狱风瞩目 一道身影静静地站在虚空之中 一双眼眸静静地 看着那片神圣的目的 随着一阵诡异的空间波动 一名空灵女子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 那道身影的背后 小姐 你来了 风清月回过神 诞生道 小姐有命 不敢不来 我没能成为两族天命 后面怎么做 你很清楚 小姐 真的要这样吗 怎么 你怕死吗 不 我的命是主人给的 只不过一旦如此 星火神域 哈哈 星火神域 早不就该毁灭了吗 正好薛长生那个老东西 不是想把星火神域送出去吗 我们就陪他演一出戏 还别说 这老东西的手笔还真不小 风清月文言眼中 露出一丝彻骨的臭痕 肮脏的事件 早就该灭绝了 人族 神兽 还有那无数的一族 每一个人 每一个生灵 都该死 昆蓬结界 你是否完全掌握了 禀告小姐 所有结界核心 皆在我控制之中 很好 吩咐一些人去通知一族吧 遵命 你退下吧 风清月轻声道 空灵女子 文言急忙拱手 接着一阵空间变化 整个人消失不见 只留风清月默默地 看着风主的坟墓 黑夜很冷 风清月的双目 泪水却慢慢流淌下来 心中的寒冷 更甚夜晚的凉风 哥 当年我为了复仇 一魂花万千 千年年了 我轮回了太多事 可是 即便过去了无尽的岁月 我依旧无比清晰地记得父亲 爷爷 弟弟 母亲他们死不瞑目的双目 风清月的泪水不断滑落 整个人早已没有了那种 强者傲然和冷漠 此时的风清月 如同一个无助的孩子一般 我从不怪你 为了大义牺牲 你常告诉我 人灵践踏 族不族 人不人 大丈夫生于乱世 当顶其种族骄傲 纵血染长空 依然无悔 人活着 不能只为自己而活 我一直牢牢记住你的话 一刻不敢忘 我拼命地修行 我用尽全部力气去追赶你 就是为了陪在你身边 与你一同纵横天下 哥 你做到了 你站在了天仓界的顶端 万千神域 无尽一族 八方来朝 四方来和 你以义人 改变人族地位 成为天仓霸主 开创人灵盛世 即便岁月蹉跎 这一幕幕 小妹从未忘却 可是 风轻月的双目 一阵阵森寒的恨意 瞬间笼罩 风家十亿族人 甘愿为人族 战死沙场 我风家无数英豪 愿血染天仓 养我族威 却绝不能 绝不允许 也绝对无法原谅族人的背叛 哥 你守护的一切 都是错的 都是错的呀 你知道吗 这腐烂的世界 卑劣的人性 这些肮脏的生灵 都该死 我会亲手毁掉 我风家曾经有命守护的一切 只有这样 我风家十亿英零 才能瞑目 说着 风轻月的脸上 慢慢露出一丝疯狂 他慢慢转过身 看向天地去的放心 血魂 嗯 你又想出来了是吗 吴子清 你只是我一世 你就是我 你应该与我融合 绝不能沾热血魂族 你这个疯子 我吴子清 绝不会与你融合 我更不可能成为血魂族 抹去这一层记忆 魂魄衍生之物 也就自然会消失无踪 风轻月的思维 再次占据了上风 接着双手开始结印 一道道灵魂之力涌动 接着 风轻月的脸上 露出一丝痛苦的争鸣 疯子 疯子 成为了血魂族 你将不再是你 不 不要 你不能抹去我的一切 我是吴子清 我绝不会成为风轻月 啊 你抹掉仙界的记忆 你同样会抹去 对血魂族的认知 你想要借助血魂族 你说得不错 仙界这些记忆 给我很重要 既如此 我可以允许我体内出现两种意识 不过 你记住了 你只是我数个转世之中的 一世衍生的自主意识 你就是我风轻月 不容和 我早晚会将你抹去 风轻月寒声道 双目看向遥远的天际 该去一趟天地去了 消极的情绪 并未在众多修士的心中 持续太久 随着叶凡与九大妖孽战斗的日子逼近 无数修士体内的激情 再次被调动起来 第2636章战起 第二一早 无数修士便已经汇聚在天道武斗场 只有魂力虚空 更是几乎囊括了心火神域所有修士 很快 叶凡等人出现 叶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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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在刹那 震动天地的欢呼声 响彻天道城 以及魂力虚空每个角落 无数的修士疯狂地狂呼 声音的狂潮 一波接一波地洗刷着这片天地 叶凡站在那里 便是信仰 雷冲飞到站台之上 看着群情激动的众多修士 心中也不由暗自扎折 现在叶凡的名气已经如此之高 一旦叶凡击败了一族十大天骄 怕是能够完全取代 他与默远的地位了 今日之战 在魂力虚空举行 雷冲朗声道 顿时 魂力虚空之中的修士更是激动无比 前面的战斗 他们都是通过投影观看的 这一次的战斗 放在魂力虚空 他们完全可以近距离观看 这种激动 顿时让无数修士纷纷叫好 叶凡对此没有反对的意思 虽然在魂力虚空 他无法使用九玄天 不过他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 很快 太上希月等人也纷纷登台 一时之间 刚刚安静下去的呼声再次响起 叶凡是王者不假 龙灵等人同样也拥有极高的人气 太上希月 大帝 叶蚕 叶鬼 苏仲皆是叶王座的人 你们觉得 他们会不会手下留情 绝无可能 到了他们这种程度 全力出手 才是对一个妖孽最基本的尊重 有人摇头道 这种等级的战斗 若是太上希月等人留守的话 反而是在侮辱叶凡 不少人文言 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众人议论之间 天幻借助的力量 将天道成彻底笼罩 接着 雷冲 墨远等一众神帝同时飞出 用神力将五斗台之上的阵法 加固得极为彻底 这些天骄 全部进入了魂力虚空 本体自然会非常危险 若是有人越过了阵法 对叶凡等人出手的话 很容易便能击杀他们 天道成其他修士 纷纷沟通魂力虚空 既然战斗在魂力虚空举行 他们自然不会在天道成看头影 很快 越来越多的修士 进入了魂力虚空 站台之上 叶残 太上希月等人 也纷纷找到一处地方坐下 沟通天幻借助的力量 死神 什么死神 不是 你们看叶鬼的道号 咦 叶鬼不是全能王座吗 怎么会是死神这个道号 且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叶鬼要是没有败 全能王座的道号 那是辉煌 现在 怕是没脸用全能王座这个道号了 自己修改了 不是很正常吗 你第一次进入魂力虚空吗 难道你不知道 得到塔主应急的修士 在魂力虚空 无法改变自己的道号吗 你的意思 叶鬼不是全能王座 顿时 无数修士愕然 星火神榜第五 号称全能王座的神秘修士 并未表现出任何全能的地方 甚至于被古地击败 没有还手之力 无数散修 因此被高等修士嘲讽 全能王座 这些年在叶凡派人 有意的造势之下 何等高调 可以说 叶鬼的失败 让深入人心的全能王座 彻底崩塌 现在 所有人都知道了 叶鬼不是全能王座 那么 全能王座是谁 全能王座 一声响亮无比的高呼 几乎吸引了无数修士的注意 接着 几乎在刹那之间 所有修士的目光 全部汇聚于出现在魂力虚空的叶凡身上 一身青色长袍 一柄银色长剑 一双心目之中 星辰眼花 俊俏的容颜 不知迷倒了多少女修 叶王座才是全能王座 声音颤抖 双目通红 这是所有散修此刻的情绪变化 这 谁说我们散修无人 叶王座才是全能王座 一个真正的王者 无数散修在瞬间陷入了咆哮 全能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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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声歇斯底里的嘶吼声 形成了声音狂潮 席卷整个魂力虚空 在无数修士狂热的欢呼之中 叶凡等人的脚下 一道虚幻的舞斗台开始勾楼 同时 围观的修士仿佛在刹那穿越了时空一般 被拉到了极远的地方 空前绝后庞大的舞斗台 整个舞斗台就好像一座神城一般 在如此巨大的舞斗台之中 叶凡等人完全能够发挥出最所有的实力 太上西越 隆林 华太初等人将叶凡围在中间 每个人听着周围圆圆不断的声嘲 每个人的脸色都极为精彩 对于太上西越等人来说 他们为叶凡自豪 而隆林 华太初等人则是苦笑 他们从未想过 在整个万众瞩目的站台之上 有一天 他们也会成为陪衬 魂力虚空之中战斗 而等无需留守 皆全力以赴吧 让无数族人 也让远到来的一族道友看一看 我们两族顶尖妖孽的实力 墨远的身影出现 朗声道 同时宣布比斗开始 顿时 巨大无比的站台之上 十人之间的气息 瞬间发生了改变 欢呼地热潮退去 无数修士皆聚精会神 观看太上的战斗 夫君 我不会留守 太上西月露出令天地 黯然失色的绝美笑容 接着率先出手 几乎在同时 龙林 华太初等人同时出手 风天 一声轻鹤 跨越百里之巨的站台上空 无尽的封印锁链 自太上西月的束手之中衍生 接着如同一条条白色的苍龙一般 朝着四面八方衍生 同时 龙林 华太初 百青等人开始结印 雄厚无比的神力 在刹那之间达到极致 这一场战斗 在一开始 便进入了最狂暴的阶段 在座的天骄 每一个小瞧叶凡的 一出手 便是全力以赴 搜 众人结印的刹那 鲁臣的气息 却以一个极为恐怖的速度增长 混沌血脉 开 鲁臣怒吼 整个人刹那之间便大了不少 同时 太古凶兽混沌的虚影 自他的身后出现 混沌之力 掌控 搜 整片空间 仿佛都在鲁臣的掌控之下一般 叶凡的身形 瞬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拉到了鲁臣的身前 红色的长棍之上 血脉之力弥漫 鲁臣抗着长棍一个月步 棍影洞 狠狠地砸向叶凡 太古之列 给我破 万寿嘶吼 长棍如同山巻一般 镇压而下 三龙之列 叶凡一声淡喝 紧接着 肩不容发的一拳砸了过去 哄 叶凡的拳头 狠狠地砸在了鲁臣的长棍之上 紧接着 一股狂暴无比的力量风暴 朝着四周席卷 两人的中心 空间破碎 空间任化作风暴 撕碎一切 太古之列 还不够 叶凡的声音响起 接着鲁臣身后的混沌虚影 瞬间破碎 整个人脸色一阵惨白 眼中露出一丝亥然 接着 整个人在一股巨大无比的力量作用下 瞬间飞退 狠狠地朝着后方砸去 第2637章围攻 道剑一世 道花万千 掃 夜鬼的剑气瞬间出现 同一时间 在叶凡的身后 叶残的刀锋横斩 天命刀 浮红剑瞬间出窍 叶凡回身一剑斩在 叶残的刀锋之上 圆灭之剑 刹那之间 天命刀最可怕的命运之力 被叶凡斩去 要说叶凡最忌惮的 还是叶残的天命刀 命运审判的时候 它几乎被固定在原地 这要是两人对战也就罢了 这九人皆是一等一的强者 哪怕禁锅了一期时间 夜鬼的剑与夜残的刀不一样 夜残的刀更多的是 限制性能力很强 而夜鬼的剑 则是无上杀伐之力 夜凡能够硬抗夜残的天命刀 却没办法硬抗夜鬼的刀剑 叶凡的速度极快 浮红剑即出 剑灵出现 原生剑 叶 这一剑 乃是有剑灵发出 刹那之间 夜凡的剑气 便与夜鬼的剑气 狠狠撞击在一起 无尽法则在半空之中演化 利用速度 夜凡瞬间逃离了夜鬼 和夜残的攻击范围 然而很快 无所不在的封印之力降临 夜凡的顿术 直接被限制住 封天 夜凡对着苍穹摇摇一指 虚空之上 无穷无尽的白色锁链 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夜凡根本没有打算 破掉太上希悦的封印之力 而是将自己的封印之力打出 他不需要恢复自己最强的速度 他要做的 就是让所有人的速度 都受到限制 神法 六道轮回 神法 呼风唤雨 神法 太初旋律 神法 破灭火海 太上希悦 龙灵 华太初 以及百青四人 同时打出神法 几人皆是年轻一辈顶级妖孽 对战斗的节奏把控极好 鲁臣先手 托住夜凡 夜残 夜鬼分别出手 不给夜凡结印的时间 其他人急速结印 并且将神法控制在同一个时间内打出 如此一来 夜凡会在瞬间面临多人的共同攻击 夜凡的速度极快 无论是夜残还是夜鬼 皆无法更上他的脚步 不过却另有一道影子如影随形 正是苏崇凝聚的魂魄镜像 拥有夜凡八成实力的镜像 另一边 大地的身后 无尽的天地雷伐沉浮 不算地劈向夜凡 扰乱夜凡的移动路线 无数修士紧张地看着眼前的场景 这种围攻 最可怕的便是第一轮合力攻击 一旦夜凡进入了人群之中 即便众人是天骄 也没办法全力施围 然而很快 夜凡向所有人展现了 什么是全能 倒映开启 嗖嗖嗖 灵魂施法 夜凡结硬的速度快得惊人 整个人飞略的同时 审法接二连三地打出 审法 六道轮回 审法 呼风唤雨 审法 太出旋力 审法 破灭火海 夜凡的身后 轮回之力 太出法则之力 和火焰法则之力疯狂地涌动 接着朝着龙龄等人 打出的审法冲击而去 无数修士愕然地看着苍穹之上 审法碰撞的盛宴 夜凡几乎做到了顺发审法 也因此 他只是依靠速度 稍稍拉开了与龙龄等人的距离 便将自己的审法打出 最可怕的却是 夜凡的审法 直接碾压了龙龄几人的审法 双方的法则感悟 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之上 神灵法相 太出剑 龙翼张开 夜凡双手猛地拍下 太出旋力的神灵法相出现 很快 以夜凡为中心 周围方圆百里之地 皆被浓郁的太出法则笼罩 夜凡等人的攻击 在太出法则的影响之下 纷纷归于初始 只剩下最纯粹的神力 化太出最强的 便是太出法则 而太出法则 拥有将以一切法则之力 回归最原始形态的能力 夜凡拥有混沌道单 掌握天地万法 但是他能够熟练运用的太少 但是拥有道应存在 夜凡能够运用任何人使用过的神法 而因为太出化误诀的原因 夜凡能够直接用出神法道运 从而直接接触神灵法相 神灵法相 大天涯 太出界笼罩 顿时龙灵等人 纷纷被太出界增幅的神法逼退 然而很快 夜凡用出了破灭火海的神灵法相 一轮要日出现在夜凡的身后 光芒普照 大地的天罚雷霆 直接被烈阳挡住 神灵法相 黄泉影 夜凡接着对着太上西月摇摇一指 只见太上西月的上空 一道空间裂缝出现 死寂的黄泉之水破空而出 朝着太上西月冲击而去 轰轰轰 神力爆破之音响彻天地 明明是众人围攻夜凡 妄图用诸多神法将夜凡击败 谁曾想到 最后变成了夜凡用神法海 压制太上西月等人 夜凡的神法极为强横 然而化太出等人皆不是弱者 黄泡的神力涌动 几大天骄各显神通 阻挡夜凡的神法冲击 这浩瀚的一幕 却让无数围观的修士 目瞪口呆 全能王座 这才是全能的含义吗 强 太强了 对手的神法夜王座 竟然信手拈来 这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同样的招式 从夜王座的手中打出 更强 这怎么打 我以前从来不知道 什么是无敌 但是现在 夜王座给我上了一课 无数修士哗然 一出手 夜凡便以雷霆手段 镇住了所有修士 什么是强大 这才是强大 夜凡的速度极快 容易点动 几乎在刹那变成了光影 百青的身边 夜凡的身形突兀出现 一拳砸下 青龙咆哮 百青周围的空间 瞬间被封锁 九大强者之中 百青的实力最弱 选择百青 完全是有信心 一击必杀 小心 龙灵焦急道 其他人纷纷击破 夜凡的神法 一个个朝着夜凡的方向 击事而来 百青一咬牙 双手结印 因果至宝到缺木出现 因果轮转 反噬 百青怒喝 夜凡的拳头 瞬间砸在到缺木之上 比夜凡的拳劲 更强的力量 反冲到夜凡的身上 然而夜凡的身影 却连颤动都不曾做到 因果屏障 瞬间被夜凡蛮横地击碎 第2638章 风魔形态 拳风逼近 百青身边的护体神力 如同纸张一般 脆弱不堪 真正与夜凡对战的时候 百青才明白 夜凡的拳头有多可怕 这一拳 即便是神级选手 也休想安然无恙地挡住吧 夜凡的强大 已经到了一拳 便能秒杀一个天骄的程度 千军一发之际 夜凡的身影突兀消失 取而代之的却是夜鬼 关键时刻 夜鬼用斗转星移 与夜凡调换了位置 二哥 夜鬼朗鹤 夜凡出现的空间 一道身影瞬间出现 风魔形态 开 命运轮盘 转 咔嚓 仿佛齿轮旋转一般 夜凡身后 一道命运轮盘出现 接着 命运指针开始旋转 双重增幅 三百四十倍 哼 夜凡的身上 仿佛发生了匪夷所思的事情一般 整个人的气息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提升 悬崖刀发出一声 嘹亮无比的刀鸣 进接着 无穷无尽的刀锋斩下 骆红 天命 鲸 苍戒 一连四道刀到神通同时劈下 夜凡的双目 完全被血色占据 风魔状态之下 夜凡的神智也会出现影响 整个人宛如真正的狂魔 四龙之力 灭到雷犬 青龙入体 夜凡的右手之上 黑色的雷霆 发出耀眼的光芒 一阵阵阴暴之音 奸笑而起 接着夜凡 势不可挡的 砸向夜残 轰轰轰 一连轰碎了三道 强横无比的刀器 天命刀命运之力触发 命运审判 血腹之力 进入我体 夜凡体内的血煞神力 与普通神力 瞬间融合 整人的气息再次暴涨 青山空爵 青色的火焰 猛地将命运填成包裹 夜凡被禁锢的身躯 瞬间恢复行动 整个人如同太古凶兽一般 一拳砸向夜残 轰轰轰 一拳 两拳 三拳 夜残的御守之魂 发挥了极为恐怖的作用 硬生生地将夜凡挡住 华太初等人 也趁着这个时间 纷纷挣脱了夜凡神法的围攻 不少人看着疯狂 与夜凡对轰的夜残 一个个脸色骇然 谁也不曾想到 夜残竟然如此恐怖 然而夜鬼 苏仲等人 却更加清楚夜凡的恐怖 夜残触发了340倍力量增幅 也不过与夜凡持平 可见夜凡的力量 究竟有多恐怖 地神变 圣魔变 开 夜凡朗鹤 整个人的气息再次发生改变 身后的龙翼之上 圣魔之力完全笼罩 与此同时 在天道城的一族观众所在之地 魔童和月峰缺同时站起身 脸上满是震撼 这是 圣魔之力 没错 是最纯粹的圣魔之力 月峰缺点头道 两人的脸色皆精彩无比 其他人或许只会以为 夜凡用的是普通魔力 毕竟圣魔之力和普通魔力 如果不去用身体去感受 是根本看不出不同的 但是身为魔灵 月峰缺和魔童太了解圣魔之力了 没有人知道 魔灵两大妖孽的震撼 更多的人是关注夜凡栗战 九大妖孽的巅峰之战 痛快 痛快 夜凡感受着体内恐怖的力量 双目盯着夜残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下一刻 身形消失 音爆之音响起 紧接着 夜凡的雷拳狠狠砸在夜残的身上 哄 夜残的御守之魂瞬间破碎 接着一股强大无比的雷霆之力 涌入夜残的体内 灭到雷瞬间炸裂 夜残直接化作精纯无比的魂力 消失不见 显然 夜残没能挡住夜凡这一拳 嗖 一道身影瞬间落在夜凡的身后 雷拳 却是苏仲打出的魂魄镜像 碎 夜凡弹指 一道锋锐无比的剑气横扫 魂魄镜像瞬间破碎 神骄血脉 吞天 鲁城的身影出现 幻化百丈神骄 张口咬向夜凡 哄 夜凡回身 一双巨大无比的神力手掌出现 接着神力手掌将神骄抓住 纹丝不动地挡住了 势不可挡的神骄 烈 夜凡弹喝 灭到雷涌入鲁城体内 就在此时 夜凡的身影再次消失 夜鬼取代夜凡的位置 鲁城幻化的神骄直接炸裂 变成他的本体 紧接着 鲁城一个亮枪便要落下 夜鬼接住鲁城 没事吧 没事 鲁城稳住身形 接着忍不住道 你大哥还真是怪物 他的实力还不曾用到三成 夜鬼闻言摇头道 他很清楚 他的大哥还有一种 能够极大的增强自己实力的底牌 只不过很显然 他大哥根本没用出来 三成 鲁城闻言不由露出一丝苦笑 他是体修 他一直以自己的力量为荣 今日与夜凡一碰撞 他感觉到的只有碾压 没错 即便他全力出手 也没办法正面挡住夜凡一拳 这种挫败感 前所未有 同样 夜凡的强大 也真正被他理解 夜凡的身影 现 下一刻 各种法则之力汇聚 紧接着猛的炸链 这一次 众人根本没有给夜凡 试展审法的时间 太上西悦 完全是以夜鬼为目标 打出审法 就在审法一步之遥 便能打到夜鬼身上的时候 夜鬼与夜凡调换了位置 夜凡就算有通天只能 也只能应受这些审法的冲击 心中暗自无奈 自己的弟弟 一个比一个恐怖 原本瞬间爆发 将他二弟从魂力虚空击溃 至少后续天命刀的束缚之力 不会再出现 但是夜鬼的斗转心仪 让他更头疼 得想办法 把三弟击溃 夜凡暗自嘀咕 混沌神星运转 夜凡一拳 对着正前方轰去 一道神法龙卷 直接被他打散 同时 青龙虚影出现 盘旋而立 将夜凡围在中间 周围的攻击 不断地打在青龙虚影之上 很快 青龙虚影破碎 夜凡的身形游走 化作一道光影 冲向太上西月 太上西月的封印之力 与夜凡的封印之力 几乎对掉 若是能够击太上西月 那夜凡的封印之力 完全能够为他 带来巨大的战斗优势 看着夜凡毫发无损地 从神力风暴之中冲出 无数的修饰为之感叹 如此可怕的防御能力 就算夜凡站在原地 又有几人能够破防 第2639章 我无敌 龙龄等人的脸色 皆微微一变 夜凡如同无可阻挡的 太古荒兽一般 他们引以为傲的神法 在夜凡的身上 根本没有太大的效果 这种体质 几乎令所有人绝望 夜凡的身形 瞬间出现在太上西月的身边 太上西月可没有 夜凡那般恐怖的神识和神力 一直维持着封印锁链 对太上西月的消耗同样不小 但是不得不说 若是没有太上西月 夜凡的封天之力 便足以削弱龙龄等人 五成的实力 永恒圣典 太上西月很清楚 自己的男人有多么恐怖 任何法修 被夜凡近身 几乎就离死不远了 他从未想过 自己能否正面挡住夜凡的一拳 因为不用去想 最擅长防御的夜残 都被夜凡一拳轰杀 他的防御能力 可远远不如夜残 永恒领域 太上西月朗赫 接着 时间法则笼罩 夜凡的身形 瞬间停顿在空中 永恒领域之中 刹那为永恒 只不过 任何法则 即便超越了夜凡对法则的理解 也只能控住他一段时间 更何况 太上西月对法则的理解 根本不如夜凡 借助永恒圣典 他确实能够做到冻结夜凡 然而也只是一瞬 龙龄等人 看着停止在半空的夜凡街 暗自松了一口气 夜凡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 他们无论用什么手段 都没办法挡住夜凡一板 若非有夜鬼 夜残和太上西月合力牵制 早在夜凡打出四道审法的时候 这是什么实力 无数修士也暗自松了一口气 他们倒不是希望夜凡输 只不过夜凡实在太生猛了 明明是九打一 偏偏夜凡给所有人的感觉 却是为太上西月等人捏把汗 太强了 从头到尾 夜凡都好像处于主动攻击的位置一般 夜王座 当真是无敌了 有人忍不住感叹道 好在太上西月能够 怎么可能 无数修士皆惊恶地看着眼前 瞬间挣脱了永恒领域的夜凡 一声无比恐怖的轰鸣 太上西月整个人直接被一拳轰飞 连带着永恒圣典演化的永恒领域 直接破碎 夜凡抬起头 一双星目给所有人只有三个字 我无敌 无数修士亥然 龙灵 化太初等人揭露出一丝恶然 永恒圣典是何等宝物 别人不知道 龙灵还不知道吗 地府最强传承 他 剑吃等人皆无缘得到 但是此物乃是天地奇物 没有具体品阶 不是永恒圣典不强 而是夜凡 太强了 圣魔变第三形态 六双黑色羽翼张开 太上西月的身形 依靠羽翼之力瞬间消失 下一瞬 夜凡的雷拳砸在了 他的幻影之上 空间瞬间炸裂 雷蛇狂舞 太上西月撇了撇嘴 暗自嘀咕 坏家伙 就算再魂力虚空 死了也无妨 但是这般不留情的出手 当真让人不爽 夜凡要是知道太上西月的想法 怕是要郁闷地吐一口老血了 因为是太上西月的原因 他已经留守了 否则 圣魔变第三形态 可让不到他的攻击 夜凡的身影毫不停留 直追太上西月而去 雷拳呼啸 太上西月危在旦夕 就在此时 夜鬼再次出现 夜凡的位置被换到了远方 不得不说 夜鬼的斗转心仪 算不得多么强横 但是确实让夜凡极为头疼 然而这一次 夜鬼出现的刹那 便感觉到了一股灵魂战力的危机感 紧接着 眼前一黑 整个人直接被魂力卷走 离开了魂力虚空 夜凡的身外化身 翘无声息地出现在夜鬼消失的地方 顿时 隆灵等人的脸色 皆变得难看无比 没有了夜鬼的斗转心仪 但凡被夜凡近身 基本就是被淘汰的局面 胖球 你准备划水到什么时候 太上西月看着一旁的大帝 当即交贺道 大帝猥琐的小眼睛之中 当即满是无辜 西月姐姐 就算我全力出手 也不够老大一拳的呀 全力以赴 是对夫君最大的尊重 太上西月严肃道 大帝当即脸上露出一丝苦涩 接着看了夜凡一样 老大 我可要发飙了 正好 让我看看 你这些年除了吃胖了些 还学到了什么东西 夜凡文言当即朗笑 身外化身与本体同时出手 方才一对酒 夜凡不曾使用身外化身 尚且迎刃有余 现在有了实力一般无二的身外化身 可以说 龙灵等人败事已成 雷咒 大千雷剑 呲呲呲 雷蛇狂舞 大帝开始发生改变 身后如同花纹一般的龙翼 变得无比巨大 大帝整个身形 也从一个萌萌的肉球 变成了一条真正的雷龙 龙翼之上 青色的雷霆无比瞩目 下一刻 雷霆坠落 夜凡的身外化身 被大帝直接拉入了大千雷剑之中 夜凡微微皱眉 接着试图让身外化身 变成神灵气消散 然而很快 他发现自己的身外化身 根本无法收回 甚至于 他短时间内 竟然没办法冲出大千雷剑 周围的雷霆紧紧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雷霆结界 大帝的声音同时响起 老大太强了 我只能控住他身外化身半壳中 你们速速击败他的本体 所有围观的修士 都以为胜利的天平 朝着夜凡倾斜的时候 大帝却站了出来 硬是以一己之力 拖住了夜凡的身外化身 龙凌等人 见状焉能浪费时间 一个个全力以赴 皆拿出来最强底牌 永恒领域 封印主宰 融合 太上西月双手结印 永恒圣典再次飞出 与苍穹之上的封印锁链融合 下一刻 夜凡便发现了那种封印之力 更加可怕 而且 他的周围皆是时间泥沼 即便以他的强横 也没办法无视之间泥沼 反之 龙凌等人的时间跨度变得极快 以往他们结印需要三息 在太上西月笼罩的区域之内 他们的三息 在夜凡的眼里 变成了一息 而夜凡需要一息凝结的神法 在龙凌等人眼里 却成为了三息 如此一来 夜凡灵魂施法的优势 也被侧面拉平 当然 想要达成这种效果 太上西月 同样无法再抽出其他力量 与夜凡对战 能够与夜凡本体交战的 只剩下苏仲 龙凌 华太初 鲁臣 以及百青 第2640章三十息 夜凡双目之中 露出一丝异样的光芒 太上西月 以及大地的成长 让他很欣慰 不过想要击败他 还差得远 若非不能使用九旋天的话 这一场比赛 早就可以结束了 速战速决 华太初朗声道 紧接着 双手掐掘 之间华太初的额头之上 一道道诡异的纹路汇聚 太初法则疯狂运转 他的瞳孔开始发生改变 禁忌神法 天之静 说着 华太初对着夜凡摇摇一指 天之静 最强的能力 便是能够在短时间内 完全复制一个人的实力三十息 三十息之后 我会因为反式失去战力 夜凡 你很强 比我见过的任何童节修士都强 若是我一人 必败无疑 夜凡的镜面之中 夜凡的倒影出现 这天之静 与苏仲的魂魄镜像 有些相似 只不过魂魄镜像 乃是神力幻化的镜像 只有复制的人的八成战力 即便被打爆 对苏仲来说 也不过是神力的损失 而天之静 则是将自己的实力 与对方同步 天之静慢慢消失 完全融入华太初的体内 接着 华太初的眼中 露出一丝震撼 夜凡 你 华太初的声音有些颤抖 无数修饰见 夜凡的实力 但是九旋天 他的镜术根本复制不了 不能使用 不代表不了解 天之静最恐怖的 并非是复制对方的实力 说实话 有很多妖孽的底牌 都是天之静无法复制的 天之静最可怕的是 能够在第一时间 彻底了解对方的实力 也因为如此 他知道了九旋天的恐怖能力 他用不了不假 问题是 因为魂力虚空的局限性 夜凡的实力被压制了 华 无数修饰轰动起来 谁也不曾想到 一对酒已经堪称无敌的夜凡 并未使用 想来 夜王座是真的压制了实力 若非华太初说出来 我等根本不知道 若是因此夜王座败了 我等岂不是还要误解夜王座 明明被压制了实力 夜王座却一句话不曾说过 什么叫自信 什么叫气度 什么叫强大 顿时 夜凡在所有人心中的形象 再次飙 运转天之静之后 华太初仅凭一人 便硬生生地缠住了夜凡 同时 苏仲打出魂魄镜像 一时之间 夜凡竟然开始被压着打 三十息 只要夜凡扛住了三十息 华太初的战力将会被废掉 到时候 少了华太初这等战力 胜利的天平 必然会朝着夜凡倾斜 同样 龙灵等人也知道 这三十息的重要 当即一个个皆全力以赴 神法 龙孝 神法 天龙是神阵 神法 月是唐 一个个神法接连不断地 从龙灵的口中说出 夜凡被华太初 鲁臣 以及苏虫打出的魂魄镜像牵制住 龙灵也没有了 会被夜凡近身击杀的后顾之忧 青龙天赋天地通神之下 龙灵的神力无穷无尽 此时的龙灵 完全成为了一个人形神法炮台 嗖嗖嗖 龙灵双手不断地掐绝 同时 他头上青色的龙脚 开始发生改变 变得雪白无比 夜凡的目光 瞬间看到了龙灵头上白色的龙脚 不由陷入了刹那的呆滞 当年他得到吞天诀传承的时候 紫雷霄曾经说过 让他保护一个拥有白色龙脚的地神龙 夜凡为人最重信诺 既然答应了紫雷霄 自然不会食言 这段时间 他也观察了不少地神龙 地神龙作为能够诞生青龙的种族 龙脚皆是青色的 白色的龙脚 夜凡根本没见过 龙灵此时的龙脚 便是雪白无比 随着他的龙脚发生改变 龙灵结印的速度 变得越来越快 几乎能够与夜凡的魂力施法 相提并论 而因为太上西月 主宰领域的影像 夜凡结印的速度 反而与龙灵发生反转 此时若是夜凡与龙灵对神法 他结印的速度 是绝对不如龙灵的 若是没有主宰领域 夜凡的结印速度 还要快上一筹 轰轰轰 这种神法的轰击 是不分敌我的 鲁臣和化太初 与夜凡疯狂的憨战 三人外加一个魂魄镜像 如同幻影一般 不断地在空中交错而过 三道身影 紧紧地压制住夜凡 让夜凡无法逃离 这种情况下 龙灵是做不到 让自己的神法 避开化太初和鲁臣 以及苏仲打出的魂魄镜像的 龙与神通 混沌大破灭 狂暴的龙气涌动 疯狂地汇聚于龙灵的身后 同时 一头巨大无比的青龙虚影环绕 青龙张开龙嘴 无尽的能量汇聚于一点 接着猛地喷射 夜凡已经开启了所有状态 除了星红之气不曾动用之外 可以说 此时他已经接近全力以赴了 然而 化太初除了星红之气 以及九旋天无法复制之外 几乎同步了与夜凡的实力 三十息 明明很短的时间 却在无数修士的眼中 变得格外的漫长 这三十息 就是决定胜负的三十息 因果轮转 百清记出道缺目 因果法则渗透到龙灵的神法之中 紧接着 龙灵的神法 竟然以一个极为诡异的姿态 融合 三十息时间 龙灵接二连三地打出了 接近三十个神法 换句话说 他的结印速度达到了 一息一神法的恐怖程度 夜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当即 右手之上 青山空爵出现 火焰化作红莲 以夜凡为中心 绽放开来 天之镜能够复制对方的能力 却不能复制对方的宝物 青山空爵 属于夜凡的宝物 顿时 一股净化之力 朝着四周弥漫 太上西越的领域 在这股净化之力下 开始崩塌 九幽太阴眼 关键时刻 无穷的九幽火焰 朝着夜凡席卷去 第2641章 神法融合 青山空爵当即 与九幽太阴眼碰撞在一起 一个是能够焚烧一切的火焰 一个是能够净化一切的火焰 两种不同的火焰 紧紧交着在一起 若是不在魂力虚空 夜凡能够使用妖天 借助凤凰火焰 融合青山空爵 就算是十个九幽太阴眼 也斗不过夜凡的青山空爵 偏偏在这里 夜凡的实力 被压制得太狠了 青山空绝被阻挡 三十夕时间 龙灵最后一道神法打出 同时 在道缺木的帮助下 这些神法以诡异的心态融合 最终形成了一个 无比巨大的神力风暴 暴 龙灵摇摇一指 华太初 苏仲以及鲁臣 全力拖住夜凡 狂暴的神力风暴 将四人完全笼罩 下一刻 一声响亮无比的爆破之音 震动天地 紧接着 一股无法理解的毁灭之力 以夜凡为中心 进行了狂暴的炸裂 众人能感知的时候 苏仲 华太初 以及鲁臣 几乎在瞬间被撕成了碎片 消失不见 而夜凡 也在瞬间被能量风暴完全覆盖住 大帝 太上西越 龙灵以及百青 当即有些复杂的 盯着能量风暴的中心 这种层次的能量风暴 就算是顶级天位神灵强者 也无法抗衡 夜凡处于风暴的中心 焉有活路 整个天道城 以及魂力虚空 变得安静无比 所有修士皆静静地盯着神力风暴 每个人的心情都很复杂 他们渴望着夜凡塑造传奇 但是 龙灵 太上西越等人的配合太恐怖了 不愧是妖孽级别的存在 几人合机之下 足以灭杀顶级天位神灵了 要知道 这些人里面 除了大地的修为是地位神灵 其他众人的修为 皆是人位神灵啊 一息 两息 时间的跨度变得极为漫长 无数修士平住呼吸 深情专注地盯着 慢慢消散的神力风暴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夜凡已经败了的时候 一道弹幕的声响 瞬间响彻天地 同时 这一道声音 如同一道萤火索一般 瞬间点燃了所有修士的激情 万里冰封 夜凡的身形 从神力风暴之中走出 紧接着 以他为中心 无尽的寒冰之力 朝着四周疯狂的衍生 剩下的大地 太上西越 以及龙灵三人 唯有龙灵 还能够放开手 与夜凡一战 咔嚓咔嚓 不党冰封的力量 与此同时 大千雷界和主宰领域摇摇欲坠 一旦这两者破碎 夜凡的身外化身 便能够回到夜凡的身边 而夜凡 也能够完全挣脱 封印之力的束缚 发挥出极强的战力 到时候 大地 太上西越 龙灵 百清四人 绝不可能是夜凡的对手 没有人知道 夜凡是如何扛过 那般凶猛可怕的攻击的 如果说夜凡的体质 过于可怕的话 华太初那个时候 可依旧处于天之境的状态 华太初既然被神力风暴撕碎 按照道理来说 夜凡也不可能安然无恙才对 实则 夜凡确实无法抗衡这等恐怖的攻击 但是别忘了 他可是有抗衡三次必杀之力的能力 九玄天在魂力虚空不能开启 不代表夜凡 没有九玄天这个能力 无法主动开启 但是九玄天赋予的被动能力 夜凡依旧拥有 而方才 夜凡已经受到了必死的攻击 被天道之力硬生生挡住了 龙凡盯着冰封了神力风暴的夜凡 一双美目之中 是震撼 还有一种欣赏 年轻一辈的男子 唯有夜凡 让他感受到 这种绝望的强大 太强了 即便是开启了最强形态 即便是华太初等人 为他争取了三十息时间 即便是百卿用禁法 强行融合了他的神法 夜凡依旧走了出来 第一次 在面对同阶修士的时候 龙凡感受到了一种 不可战胜的感觉 如同他刚开始修行的时候 自己的姐妹 兄弟合力对师尊 发起攻击一般 那是一种如同深渊一般的 深不可测 败了 龙凡很清楚这件事 但是 就算败了 他也要用最后的力量 打出攻击 空间之剑 伏红剑鸣 夜凡瞬间横斩 接着 剑气消失 瞬间出现在太上西月的面前 太上西月顿时感觉 自己的汗毛战力 快 太快了 他还未曾发现夜凡的动作 剑气直接划破了空间 来到了他的面前 永恒圣点飞出 形成一道时间之强 这苍穹之上的封印锁链 摇摇一指 刹那之间 太上西月的封印锁链 纷纷断裂 So 夜凡的身形消失 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在太上西月的正前方 一拳砸下 青龙咆哮 夜凡的速度太快了 龙凌根本无法阻止 至于百青 强行融合三十个神法 此时 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一战之力 咔嚓 永恒圣点幻化的屏障 直接破碎 夜凡的拳风 势不可挡地 来到了太上西月的子府之前 太上西月却未曾继续挣扎 显然 他挡不住夜凡这一拳 若有体修拖住夜凡倒也罢了 之前的战斗 若非夜鬼的斗转心仪 苏重的魂魄镜向阻止 谁人能够挡住夜凡一拳 拳风临近太上西月的瞬间 完全消失无踪 夜凡直接搂住太上西月 封印之力运转 将他的实力完全封印后 一挥手 太上西月便轻柔无比地 飞到了百青的身边 太上西月感受着夜凡的温柔 那勾人的翘嘴 露出一丝温柔的笑意 大帝依旧全力困住夜凡的身外化身 百青与太上西月 相当于已经淘汰了 唯有龙龄一人 龙龄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九人合力 依旧奈何不得夜凡 他一人 虽然是地神龙 炼体修为也不差 但是他还是主修法则的 在夜凡面前 他怕是连神法都打不出来 夜凡并未飞到龙龄的身边 而是开始飞速结硬 但是神法 他龙龄并不拒任何人 第2642章 全方位碾压 夜凡能够复制别人的神法 并且打出神灵法相 那么他龙龄就直接打出 自己也掌握了神灵法相的神法 如此一来 两人比拼的也不过是神力续航 拥有天地通神的龙龄 在神力续航方面 从不拒任何人 嗖嗖嗖 两人同时结印 仿佛是有意为之 夜凡的封印之力 也随着太上西月的封印之力消失不见 两人结印的速度接快得惊人 夜凡法更慢一筹 即便如此 夜凡也能够在龙龄的神法到来之前 打出同样的神法 两人当即在半空之中进行对轰 神法盛宴在所有修士的面前展开 夜凡如此做法 并非要羞辱龙龄 反而他这是在尊重龙龄 让龙龄全力发挥 夜凡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解除多种法则神法 他拥有混沌神星 但是真正熟练运用的法则却并不多 就是因为他解除神法运用的事情太少了 他不可能去花太多的时间 修行万种神法 毕竟他的时间有限 也没那么多精力 但是不去修行相应法则的神法 夜凡对大多数法则的运用 就会有很多欠缺 龙龄不一样 龙龄在天仓界修行了千年 他从小就开始接触各种神法 他有着大量的时间去修行神法 加上青龙天赋给予的法则精通 龙龄掌握各种神法 夜凡只要用到硬复制龙龄用处的身份 他对法则的运用感悟 就会以一个恐怖的速度提升 这种机会 对夜凡来说极为难得 他自然不会轻易放弃 然而 在无数修行者的眼中 夜凡这种做法 就是一个字 狂 太狂了 面对龙龄 面对拥有青龙天赋的存在 夜凡没有选择用炼体修为碾压龙龄 而是选择与龙龄对轰神法 这是何等的狂妄 偏偏 这种狂妄放在顶级妖孽的身上 就会形成一种难以抗衡的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 有另一个称呼 无敌 无数修士沸腾起来 一个个看着夜凡与龙龙龙 不断打出神法对轰 不断用出神灵法箱 苍穹之上 空间黑洞疯狂衍生 神力风暴席卷一切 火焰 雷霆 寒冰 刚风 大地 锐金 生命 命运 毁灭等等 各种法则之力层出不穷 龙龙告诉了所有人 为何青龙有法则之神的称呼 因为他掌握的法则太多太多了 这也就罢了 龙龙最可怕的是 几乎每个常用的法则 他都掌握了一种 甚至多种神法 而夜凡告诉了所有人 什么是全能 全能 就是你会的 他会 你不会的 他也会 轰轰轰 苍穹之上 两人疯狂地对轰 一开始 龙龙是心中有股傲气 慢慢地 龙龙那双钩人的美眸 开始发生变化 惊骇 复杂 接着是异彩 从未有过任何一个男人 能够在神法之上 与他不相上下 这是他最大的骄傲 即便夜凡实力比他强 但是在此之前 龙龙依旧有着自己的傲气 他不是五道王体 但是他的天资 已经堪比真正的王体 他修行神法的速度 比任何想象的都要快 不知为何 龙龙想到了十数年前 天帝却派人来 帝神龙一族提亲的时候 他与他父亲的谈话 龙龙 古帝乃是当世人杰 只不过因为天帝却低调的原因 外人并不知晓古帝 人族年轻一辈 古帝堪称第一人 你嫁给他 不算辱墨了你 父皇 我不嫁 给我一个理由 古帝有什么地方配不上你 神兽与人族 这些年看似团结 实则也各有心思 除了雷冲师兄 我帝神龙 便是神兽一族的领袖种族 天帝却属于封主传承的势力 我们与天帝却联姻 对两族皆有莫大的好处 父皇 你说那古帝极为强横 那便与我一战 若是能够全方位压制我 我便嫁了 最后的结果 龙龙不仅不曾输给古帝 而且还隐隐占据上风 他的父皇也未曾继续逼迫 只不过却问了他一个问题 龙龄 你这就是在刁难 古帝这般男子你都不嫁 莫非你要独自修行一辈子吗 我若要嫁 便要嫁一个任何方面 都比我强的难修 哪怕是在审法的理解之上 也要比我强横 否则 独自修行一辈子也挺好 要么 我成龙皇 娶三公六院 龙龄当时直言 实力不如我 有什么资格 让我成为他的附属 龙龄虽然如此说 心中却也知道 这一生都不可能遇到 满足他条件的男子 其实地神龙一族 天性害怕孤独 对比于其他种族 地神龙很少出现 一人修行大道的情况 这是他们的种族 本能决定的 但是龙龄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 他本性也是一个 喜欢依附男人的小女人 只不过 修行之人 男人有很多道理非常正常 他若是依附别人 就少不得会出现这些情况 而龙龄自己 已经如此优秀 他如何甘心 成为一个连他都不如的男人 身边众多女人中的一员 但是今日 龙龄看着 与他对轰神法的叶凡 心中不知识和情绪 只是忍不住暗自嘀咕 原来 这世界上 真的有能够全方位 压制他的男人 两人战斗的时间很久 让龙龄愕然的却是 叶凡的神力 如他一般无穷无尽 已经打出了不下50个神法 叶凡却丝毫不见 神力消耗过大的情况 而龙龄掌握的神法再多 也不可能掌握 那么多神法的神灵法香 而没有神灵法香的神法 他是绝对斗不过叶凡的 当龙龄再次打出 重复的神法的时候 叶凡知道 这已经是龙龄的极限了 这一次 他收获不小 尤其是对破灭法则 黑暗法则和木系法则的掌握 更是有了极大的提升 另一处 大地的大千雷戒 早已经消失不见 筋疲力尽的他 非常干脆地自己 跑到了太上西岳的身边 当叶凡的身外化身 站在龙龄身后的时候 龙龄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他知道 自己败了 但是单纯论神法的对轰 叶凡与他 只是平分秋色 龙龄放弃了继续使用神法 看了叶凡一眼后 忍不住道 如果没有身外化身 仅仅凭借神法 你能胜我吗 像是好奇 又像是因为 其他特殊的心理原因 他问出了这么一句话 第2643章 我为天命 叶凡文言想了想 接着伸出右手 一道火焰疼得燃烧起来 火焰法则之力 毫不掩饰地环绕在火焰四周 龙龄当即看向叶凡手上的火焰 眼中露出一丝惊讶 你竟然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叶凡并未说明 自己是否比龙龄强 毕竟这是面向 整个星火神域的比斗 龙龄说到底还帮了他 他自然给龙龄留些骄傲 但是龙龄却很清楚 叶凡对法则的理解 自身的神力 凝炼程度比他强得多 对战的时候 他没办法用神识探寻叶凡的神力 他不是很清楚 现在叶凡有意放开了 自身神力对他的排斥 这他龙龄的男人 嘴角露出一丝清和的笑意 龙龄坦然道 我败了 叶师兄的实力 我龙龄佩服 对了 叶师兄拥有这般浓郁的青龙血脉 若是可以 欢迎来到我地神龙族群做客 相信我们 能够对叶师兄的血脉运用 提供一些帮助 这是抛感懒之了 叶凡当即拱了拱手 龙师妹有妖 我自然乐意至极 等九余大比之后 有机会定要叨扰地神龙一族 那我等着师兄光临了 说着 龙龄的身形开始消失 与此同时 大帝 百青 太上西岳的身影 也纷纷消失 整个站台之上 只有叶凡一人 无数修士看着台上的叶凡 一时之间 整个魂力虚空 变得安静无比 仿佛所有人都还未曾从 叶凡力战九大妖孽的结局中 清醒过来 雷冲的身影 出现在魂力虚空 目光有些复杂地 看了叶凡一眼 虽然他知道叶凡很强 但是叶凡如此 干脆利落地 击败了九大妖孽 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不小的冲击 叶凡 你赢了 雷冲并未对着天下 修士说这句话 而是看着叶凡道 叶凡的嘴角 慢慢露出一丝邪魅的笑意 接着整个人慢慢悬浮 一双星目 看向台下无数的人影 声音响亮无比 我为天命 哄 极致的安静刹那之间被打破 无数的修士 仿佛突然打了鸡血一般 疯狂的欢呼声 如同浪潮一般 刹那之间 响彻整个魂力虚空 叶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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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呼声一声比一声响亮 无穷尽的修士 激动得面红耳赤 疯狂地挥举着双手 每个人的眼中 皆是激动 一个传奇 就此诞生 天命之子 少年风主 叶王座 定会带领我们两族 走向昌盛 从今往后 叶王座便是我等的王 天命所归 唯有叶凡 叶凡感受着无尽的欢呼 和真诚的拥护 整个人如同帝王一般 接受着众多修士的加冕 龙翼张开 黑色的雷霆闪烁 青龙武装附体 八条青龙围绕 此时的叶凡 当真有着风主之姿 所有修士之中 雷冲脸上的表情最为精彩 一双老眼 不知何时 已经有了些许晶莹 无尽的热潮 仿佛将他隐藏了千万年的记忆 全部刺激了一遍 他看着叶凡 不知觉中 眼前的小辈 却与他最敬重的主人风主 慢慢重合 当年的风主 也是这等霸气 这等无双 天上地下 同皆无敌 多少妖孽倒在了风主的脚下 一如此刻的叶凡 两族天骄 无人可挡 一族天骄 又算得了什么 天道成 数万一族修士静静地看着投影 他们的妖孽还不曾出战 他们自然不会自讨没趣地 去为谁打气 更不会傻傻地去讽刺谁 毕竟 这里是两族的地盘 轮口水 他们再加个几千倍 也比不了两族的修士 两族修士对他们可不爽 这个时候 参与两族强者的讨论 那不是自找没趣吗 但是他们同样认真地看完了夜 德战斗 作为一个敢以一己之力 挑战他们一族十大妖孽的存在 最开始 所有一族修士都认为 两族没有与他们一战的能力 故意止损 牺牲一个人 保全十人罢了 然而随着叶凡这一场比斗之后 几乎所有一族修士 都没有了必胜的信念 他们并不是非常清楚 自家的天骄到底有多强 但是叶凡有多强 所有人有目共睹 少年风主 真的不是说着玩玩的 风主给一族的影响 比魔灵还要深 万族公认的王 一个以一己之力 镇压天仓界一个时代的无上强者 风主的手中 一族妖孽尸骨成山 人族崛起 不是一句话说出来的 而是尸山血海堆出来的 这个时代的一族修士 对人灵时代并不是非常了解 但是一族之中 同样有从人灵时代活下来的老妖怪 这些人但凡提到风主两个字 恨不得直接跪在地上 可见风主之强 传奇崛起 一战风神 苍穹之上 八龙拱位的叶凡在此刻 无比深刻地进入了 所有修士的内心深处 还不够 还没到星火之主的程度 叶凡很清楚 他的面前还有一个最大的挑战 与一族十大妖孽的战斗 才是他真正的封王之战 打败自己的族人 给所有的感觉是强大 打败了一族 那就是希望 带领他们走出星火神域 重现人灵时代辉煌的希望 随着魂力回归本体 魂力虚空之中的投影 也转变回天道城 响亮的欢呼声未曾停息 即便雷冲飞到高台之上 依旧无法阻止 整个星火神域 无数修士的热情 当即 雷冲看向叶凡 叶凡站在站台之上 举起右手 当即 如浪潮一般的欢呼声 瞬间停止 这一幕 让雷冲和莫远都苦笑起来 此时他们承不承认 叶凡是天命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天下人 都认为叶凡就是天命 莫远看着叶凡 却想到了叶凡当初说的一番话 他不是天命 天道没资格给他使命 但是 只要他参加九欲大比 天命就是他 因为他 就是最强的 何等张狂的言语 何等狂傲的信念 当日叶凡说出这么一番话的时候 整个剑神山 多少人认可 反观今日 莫远不得不承认 这个小辈 真的很优秀 优秀到让他欣慰 无论如何 他定会竭尽所有 去保护这个小辈 让这个小辈成长起来 带着人族 神兽辉煌下去 眼中闪过一丝坚定 莫远的目光 与叶凡的目光 在空中交汇 第2644章 高人一等的一族 叶凡感受着莫远的目光 心中微微一顿 这是一种极为坚定的信念 而这种信念 他能够猜得到 莫远 会拼尽一切去保护他 目光流转 叶凡看向雷冲 接着是独孤凌峰 之后是猎天神宗 老宗主鲁仁盛 青龙分院院长何秋林 聂家家主聂金天 天伐殿殿主水 吴恒等众多神帝 百分八十的神帝 此刻都露出了 莫远一般的眼神 一时之间 叶凡的心微微颤抖起来 他对于这里不少神帝来说 可以说素未相识 但是这种坚定 随时准备用命来守护他的信念 让他彻底动容了 心火神域 或许有很多腐朽的自私自利 也有三六九等的不公 还有着持枪凌弱的种种 但是心火神域未曾死去 相比于仙界 这个世界 多了更多愿意为自己的 种族献身的英雄 这 就是希望 叶凡不怕浩劫 他怕的是浩劫之前 入目所见 皆是叛徒 那种痛 才是最难以忍受的 叶凡 人族 神兽很久没有站起来了 雷冲紧紧地盯着叶凡 轻声道 然而整个心火神域 整个魂力虚空 整个天道城 在此刻安静地真落可闻 无数修饰的目光 皆紧紧地盯着叶凡 刹那之间 叶凡的双肩之上 仿佛扛着两座山一般 是啊 两族很久 很久没有站起来了 他们想要站起来 在天仓界 在所有异族族人的面前站起来 九玉大比 说是面向心火神域 其实几乎面向了整个天仓界 多少异族的修饰 也在观看这场大比 多少人族的奴隶 也在抬头看着巨大的投影 站起来 这是雷冲对叶凡的要求 这也是莫远 所有神帝 所有高等修饰 所有低等修饰 对叶凡的要求 在此刻 心火神域不再区分三六九等 不再区分神兽人族 不再区分九玉 所有人的意志 在此刻皆汇聚在一起 我要的 不仅仅是站起来 叶凡文言仰头看着雷冲 一字一句道 转而看向异族的方向 扶红剑出鞘 剑尖指指异族所有人 我叶凡在一天 便会拼尽一切 让我的族人 让神兽异族的族人 成为天仓界的王 好 天仓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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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修士疯狂的大吼 无数的修士 狠狠地发泄着自己的情绪 雷冲 莫远等众多神帝 同时露出笑容 每个人皆满是敌意地 看向异族 就在此时 异族之中 破罗带着牵引 雪长空等神帝飞了出来 魔童 月风缺 破玉等年轻妖孽紧随其后 之后是其他异族修士 浩浩荡荡数万人 直接悬浮在空中 前面的战斗 异族并未干涉 也没有人参与两族的讨论 因为没必要 两族的战斗 与他们关系不大 但是现在不一样 雷冲 莫远 叶凡等人的说辞和做法 已经是另一种层次的正式宣战 他们必须要站出来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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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 人族 神兽一族的天骄 让本座很惊讶 破罗一边鼓掌 一边朗声道 雷冲 莫远 本座不得不承认 你们的战前动员能力很不错 或许不久后 若是我们众多圣族 与你们两族开战的时候 凭借九欲大比之上的事情 对我们各大圣族来说 都不是好事 只不过 说实话 你们两族年轻一辈的妖孽 真是让本座无比的失望 此话落下 当即两族无数修士 怒眼相对 是吗 破罗道友对你们一族的天骄 还真是自信 只不过即便如此 我两族依旧只需要出叶凡一人 便能够横扫你们一族识人 你既然说 对我们两族妖孽失望 修叫嚣 一族哪有叶王座这等年轻强者 单对单 一万个人来 一万个人死 没错 你们一族这般强横 可有人敢与我们叶王座单打独斗 一族修士文言 当即一个个怒不可遏 尤其是破狱等人 更是脸色难看 只不过 他们没有人有把握击败叶凡 无论是龙龄 古帝 还是太上西越 他们之中大多数都不惧 但是叶凡 太可怕了 哈哈 有意思 有意思啊 我破罗尊重强者 也尊重真正的妖孽 叶凡 我承认单对单 我们各大圣族之中的妖孽 没有信心击败他 但是 叶凡想要一人对战 我们十人 乃是自寻死路 破罗尔言坦然道 双目扫过龙铃 化太初等人 摇了摇头 除了叶凡 你们两族妖孽 根本入不得本座的法眼 果然 时代不一样了 人族 神兽已经没落了 叶凡敢一人挑战 我们十人 只不过是自寻死路罢了 同样 除了叶凡 我魔童也能够一人 祭拜你们两族九大天骄 魔童站了出来 嘴角满是讽刺道 摩师兄 何须你出手 废物 就算再多 也没办法胜过真正的妖孽 两族修士 除了叶凡 亦无是处 破语文言当即朗笑道 不过无论是人族还是神兽 你们的女修别有一番风味 看来 你们两族 也就漂亮的女人拿得出手了 众多异族文言 当即狂笑 每一个异族看向人族 神兽都高高在上 看完了猴子耍戏 这段时间 也有些腻歪了 下面 就让我们来 告诉你们 什么是高等种族 一人族圣者传人灵霄 嘴角弯出嘲讽的弧度 一双眼眸之中 满是蔑视道 你们不服气 完全可以再再九个人 跟叶凡一起上 对我们来说 除了叶凡有些威胁之外 其他人 别说再来九人 就算再来九十个人 又如何 一千个废物 依旧是废物 确实 十个废物依旧是废物 你们一族 可以再多上一些废物 我两族其他妖孽 根本不需要上台 因为诸位师弟师妹们 非常清楚 对付你们一族垃圾 我叶凡一人 足矣 叶凡当即看向破玉等人 朗生道 当即无数修士叫好 哼 到时候可别死得太惨了 我很想看看 你们两族所谓的天命 跪在地上 该是一副怎样的场景 亡灵皇族小皇子 按黄文言不由孝道 第2645章 输不起 好了 我们是客人 客人可不能如此无礼 破罗洋装呵斥道 转而看向雷冲和墨远 你们人族天命 准备什么时候来送死 抱歉 本座方才言语无礼了 我换种说法 他们之间的战斗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举行 三天之后 无斗台 死斗 雷冲冷声道 最好 你们别输不起出手 否则 我怕到时候出手的 会是你们两族的神帝 毕竟 你们已经到了废物 当妖孽的程度了 好不容易有个真正的妖孽 你们 破罗针锋相对 微微停顿 接着笑道 输得起吗 确实 我们输不起 不过 我们不会输 雷冲淡漠道 破罗等人揭露出 不置可否的笑意 接着随意地挥了挥手 带着众多异族修士离去 同时 留下一句话 三天后 希望你还能说出这句话 异族的人 并未如何耀武扬威 然而这一番谈话 却让所有修士心中 憋着一团火 你们所见到异族的高傲 不是他们要给你们看的 而是他们骨子里的 雷冲看着所有修士 朗声道 在心火神域 你们可以过得很安稳 但是在天仓界 人族 神兽异族 在他们眼里 就是食物 奴隶 下等生物 我知道 异族修士到来的时候 这里有不少修士激动 甚至于觉得 异族的修士很吸引人 不过我告诉你们 异族与我们两族 绝无可能和解 就算当年背叛我们 屠杀我们的异族强者 大多数人已经死去 尽管很多人觉得 真正的刽子手 是异族的先辈 这个时代的异族人 也有很多事无辜的 但是 我告诉你们 也请你们所有人记住 自古以来 负债子长 天经地义 国仇尚且不可忘 更何况是种族之仇 这片大地之下 埋了多少先辈枯骨 有些仇 你们没自得忘记 因为你们能有今日 都是因为无数先辈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说着 雷冲看向叶凡 双目之中 是一种期盼 是一种心酸 是一种仇恨 帮我 帮我们所有从人灵时代 一直苟延残喘到今天的老家伙 帮死去的主人 死去的十一封家族人 帮无数成为 异族附中实物的袍则 帮那些依旧在异族的脚下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族人 找回一个公道 叶凡 帮我们 杀了那些异族妖孽 血债 血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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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修士将怒火化作怒吼 众多真正从人灵时代 活下来的神帝 则已经泪目 没有人比他们清楚那种痛 没有人比他们明白 那种鸣心刻骨 这一刻 他真的想将一切都告诉墨远等人 可是 他做不到 人族 已经没有希望了 天命 人族 神兽的天命就是毁灭 天命 不可为 叶凡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不了解人灵时代的一切 但是 我叶凡 是一个人 好 好一个我是人 雷冲连说了几声好字 点了点头 叶凡 这三天 你好好休息 三日之后 带我们两族出战一族 晚辈明白 叶凡拱手 太上西月 龙灵 化太初 还有你们几个 这三天不可与一族发生战斗 雷冲接着看向太上西月等人 当即太上西月等人纷纷应试 如此 雷冲方才点了点头 接着宣布 今日的大比解散 各大势力也纷纷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 九余大比 经过一波三折的突发情况 也终于走向尾声 而同样 最后一场战斗 也是天仓界所有种族 无尽修士最重视的战斗 大比到了这种程度 已经超越了一个种族的限制 人族 神兽一族输不起 一族也绝不会允许失败 整个天仓界 无尽疆域 无数人族 神兽奴隶同样远远地 看着投影之上的场景 星火神域 一个人族 神兽一族唯一自由的神域 一个留着两族最后尊严的地方 一个能够真正诞生两族之王的地方 风云汇聚 天仓亿万生灵 仿佛在一双双天道之手的推动之下 目光皆交集于星火神域 叶凡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修士 进入了两族 一族无数修士的视野之中 天地轮转 苍穹变幻 天仓界的运势 仿佛也随着九遇大笔的进行 而开始发生变幻 叶凡 一个肩负拯救三界命运的回朔者 也真正踏上了广阔天仓界的舞台 这片巨大的舞台之上 群雄争霸 万族伶俐 浩劫之息 虎视眈眈 谁也不知道 未来叶凡会有怎样的成就 然而两族终归迎来了新的转机 三天时间 叶凡皆在剑神山驻地闭关前修 三天时间 并不能给叶凡带来多大的实力提升 但是叶凡必须认真对待 这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认真 还有必须要给墨原等人看到的认真 一个王者 可以狂傲 但是绝不能目中无人 可以自信 但是绝不能盲目自大 叶鬼 叶蚕 洛素素 薰衣等天地中阶选择了 不去打扰叶凡 他们对叶凡非常自信 但是一族十大妖孽 乃是出自于近万个族群 在这些族群之中 有不少笔人族 神兽一族强大得多的种族 可以说 这十人之中任何一个 都可以是人族的古帝 都可以是神兽一族的龙龄 甚至 都可以是叶凡 没有谁真的百分百确定 叶凡一定能赢 就算是大帝 二两这三天都安静了不少 和清雪 太上西越也来到了剑神山的驻地 守着闭关的叶凡 然而这三天 一族却并非安静无事 第三日正午 墨青岩心事重重地来到了叶凡的大院 太上西越等人 当即疑惑地看向墨青岩 鲁晨神魂遭受重创 道激涅化 被魔童废了 墨青岩强忍着屈辱道 顿时 太上西越 叶凡等人皆愣在原地 恶然无比 鲁晨 对叶凡一直都比较支持 最后一战的时候 鲁晨更是曾经直言 若是叶凡赢了 叶凡就是猎天神宗 王 可以说 年轻一辈妖孽之中 鲁晨对叶凡是最为推崇的 双方虽然交流不多 但是叶凡等人 对鲁晨的感官一致不差 谁曾想 鲁晨竟然被魔童废了 第2646章 如我两族 雷冲前辈不是叮嘱我等这三天 莫要与异族战斗吗 鲁晨师弟 并非那种不听话的修士 叶蚂当即疑惑道 其他人也纷纷露出一丝疑惑 雷冲竟然提前打了招呼 鲁晨作为猎天神宗的传人 理应以身作则才对 异族之人这三天 在天道城武斗台附近 搭建了一处高台 高台之上 有着庞大无比的投影大阵 阵法之上 阵法之上皆是 皆是他们烹住我们族人的景象 肆意侮辱女修的劣迹 惨不忍睹 雷冲前辈叮嘱了各大宗门 他算到 异族在这三天会有活动 因为这次的大比 只有叶师兄一人 对战异族十人 叶师兄败了 对于异族来说 也就杀了一个天骄 他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 尽可能地多斩杀 我们两族的天骄 但是他们没办法 改变我们九域大比的安排 所以 他们会用各种办法 刺激两族的天骄 让我们出手 莫清言当即解释道 双目之中满是恨意 显然 那些投影对他的刺激 也非常大 看到那些投影的天骄很多 大多数人都选择了避过不堪 但是猎天神宗的驻地 距离五斗台比较近 谁出的手 一道声音突兀响起 当即夜残等人纷纷转过头 只见叶凡的房门已经打开 叶凡正从里面走了出来 是魔童 魔童真的很强 鲁臣师弟在他的手中 连一招都没有撑住 若非鲁臣师弟身上有保命的宝物 怕是已经战死了 只不过即便如此 他现在也废了 莫清言回答道 叶师兄 你不能出手 我知道 我现在出手 赢了 一族之人 说我故意在比斗前 斩杀他们的参赛选手 这反而让族人蒙受冤屈 叶凡文言诞声道 随我去五斗台旁边看看 大哥 你既然不能出手 我们还去那里做什么 去找一个 明天能够杀得痛苦一点的理由 叶凡文言诞声道 恐怖的杀意瞬间凝聚 接着又消失不见 至少我要拆了他们的投影阵法 老一辈的修士 没办法出手阻止 一族年轻一辈修士的所作所为 而两族之中 年轻一辈谁出手 都会被一族借此机会斩杀 只有我 他们不敢动 我不会主动对一族添交出手 但是谁对我出手 我也不介意宰了他 叶凡等人文言 当即点了点头 几人的速度很快 正好来到五斗台边上的时候 一阵阵吵闹声 却早已经传入众人的耳朵 神力运转 叶凡几人速度变得极快 飞速逼近五斗台 就在此时 一声无比恐怖的轰鸣声传来 接着 一道身影自一族搭建的高台之上飞出 叶凡当即出手接住 一具尸铁 华太初 叶凡的瞳孔微微一凝 太上西月 叶凡动人的脸色皆不好看 周围无数人族 五修揭露出一丝悲气 华太初已经死了 这个拥有极为可怕的战力的妖孽 就这么死在了叶凡的面前 甚至于连神魂都被对方用神力搅碎 丝毫没有复活的可能 叶王座 替太初师兄报仇啊 无数修士顿时怒吼 每个人皆清金暴露 眼中满是恨意 先有鲁尘 之后是华太初 一族修士 就是奔着斩杀两族 天骄的目的去的 叶凡慢慢抬起头 恐怖的神力疯狂地运转 一双眼眸冷冷地看向高台 只见高台之上 一道巨大无比的投影阵法 现眼无比 投影阵法之中 一群修罗族正在大口朵移 一个被主熟的男子 此间种种 宛如人间炼狱 人如畜生 不外如是 鲁尘看不了这种投影 华太初也看不得 但凡有点血性的男人 皆忍不了 雷冲等人再怎么叮嘱 但是一族做到了这个份上 几人能够忍受 畜上 叶禅第一个寒声道 这种投影 好在这些天叶禅等人 都在守着叶凡 否则 叶禅定然会不鲁尘 化太初的后尘 叶凡 怎么 你是觉得 一人对战 我们十人没信心 所以想要一个一个地 解决我们吗 魔童站在高台之上 并未理会叶禅 而是眼中满是戏血地 看向叶凡道 天道成 不允许这种 侮辱我们人族 神兽一族的投影出现 叶凡拦住叶禅 冷然看着魔童 寒声道 呵呵呵 我怎么不知道 怎么 我们莫非连布置个投影阵法 自娱自乐都不行吗 这件事 可是得到你们两族强者的认可的 我们来这里 可不是你们的犯人 魔童文言不由朗笑道 眼中满是不知可否 当然 你们两族 天交要是有本事 完全可以挑战我 只要赢了我 我自然会撤去 这些投影 只不过 你们两族天交太废了 前面有个叫做鲁臣的事吧 说什么镇压八玉的 十大天交之一 连我一拳都戒不下来 还有这个话太初 废物中的废物 各个击破的话 你们人族倒不如干脆出十人 对战我们十人 免得丢人现眼 魔童接着道 眼中满是挑衅 叶凡当即走向高台 我两族强者既然说了 有我一人对战你们一族十人 就绝不食言 只不过这些投影阵法 我会毁掉 哼 怎么 天道成有这个规矩 规定我们圣族的修饰 不能自由 布置投影阵法吗 圣族没有这个规定 只不过 我看着不爽 叶凡禁止走向正文核心 但莫道 我看着不爽的东西 我就会抹去 你不服气 尽管对我出手 不过你要是主动对我出手 可别怪我宰了你 因为 我看你们也很不爽 我很乐意把你们全部宰了 说着 叶凡一拳杂向阵法核心 魔童见状 当即眼中满是寒意 双手紧握 想要出手 却始终没敢出手 轰轰轰 一连几拳 整个高台直接碎裂 拳风朝着四周扩散 毫不客气地 朝着一族天骄波及而去 周围较好的众多异族修士之中 距离高台 最近的数十名异族修士 连哼都未曾哼一声 便直接被叶凡的拳风鱼波震杀 第2647章 妖孽死去 叶凡 你这是什么意思 异族众多强者当即同时飞起 将叶凡围在中间 寒声道 我只是在拆除这里的阵法而已 有些废物没有自知之明 靠得太近 被鱼波震杀罢了 怎么 魔童 你有什么不服气的地方吗 叶凡文言 淡默地看向众多异族强者 还是说 神鼎天 破誉你们有意见 你们 敢动手吗 随着叶凡的话音落下 周围早已怒气涌动的两族修士 揭露出不怀好意 显然只要神鼎天等人出手 这里的修士必然会群起而攻之 将这里所有的异族修士撕碎 这里可不是九欲大笔 你异族修士胆敢动手 那就是挑衅两族修士 他们出手也完全有道理 至于说叶凡先杀的人 谁都看到了 叶凡给出的态度很简单 他只是在破坏阵文而已 有些人不知死活站在旁边 被余波杀了 只能说 你们异族修士太废 不爽 你就上来跟他打 要是一群人一起上 那两族的修士 也不是吃素的 呵呵 两族修士 这是要以多欺少了 魔童看着周围 剑拔弩张的两族修士 当即脸色难看无比到 我们两族修士 最不喜欢以多欺少 你们异族不服 可以一个个上 我叶凡不是不讲理的人 我现在 就可以布置一个投影阵法 你们一族随便过来破坏 只要你们一族有那个本事 用神力余波把我杀了 那是我废物 我该死 不过 要是你们一族想要围攻我一人 我们两族修士 也不是好欺负的 群战还是单挑 你们决定 你 叶凡 你分明是故意阵杀我一族修士 现在仗着你们两族修士多 让我们圣族吃下这个亏 如此卑劣的做法 传出去 也不怕万族修士嘲笑吗 魔童怒不可恶道 对人 可以谈卑劣和高尚 对畜生 那就谈价值 对垃圾 那就喜欢怎么踩就怎么踩好了 叶凡文言不智可否道 你们一族 垃圾一样的东西 也配跟我谈卑劣高尚 要打 就打 不打就滚 要是不爽 有能耐 叶凡 微微停顿 接着声音响亮无比道 你们就来弄死我 叶凡 你休要得意 名誉就是你的死期 神顶天在一旁拉住 忍不住要出手的魔童 朗声道 神顶天 欺失灭族的东西 明天 我会把你体内人族的血脉抽出来 你根本不配拥有人族的血脉 叶凡当即不客气道 要多张狂 有多张狂 顿时无数修士心中甚爽 这三天 整个天道成的修士 但凡看到了一族的阵法投影 哪个不是心中血液难平 仇恨难消 后面鲁尘被废 化太除战死 更是让无数修士恨不得巴了这些一族的骨头 碎了他们的魂魄 现在看叶凡如此 顿时每个人心中都狠狠出了一口恶气 你一族 其我两族无人 堂而皇之地 在闹市布置投影阵法 现在 叶凡七你们一族无人 公然挑衅你们 你们又待如何 人族血脉 我曾经 也以人族血脉为好 最后我得到的是什么 修罗族 未曾因为我有人族的血脉而排斥我 而人族 却因为 我有修罗族的血脉 将我的一切剥夺 神顶天文言嘴角露出一丝嘲讽道 人族 一个肮脏 虚伪的种族罢了 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不平事 但是 这不是你欺世灭祖的原因 冤有投债有主 要么就去把欺辱你的人宰了 欺骗真正对你好的人 诸狗不如 叶凡淡默道 明日便是我与你们 十人一战的时间 一些小把戏 就别再用出来了 天道成 不允许任何一族修士的阵文 我见一个 拆一个 我们两族修士 并非无理之人 雷冲 莫远等各位前辈德高望重 也绝不会参与我们小辈的事情 但是我叶凡是个不讲道理的人 听清楚了 是我个人不允许任何一族修士的阵法出现 不服 就弄死我 弄不死我 是龙 就给劳子盘着 是虎 也得给我趴着 挑衅 明惶惶的挑衅 赤裸裸的持强凌弱 偏偏往日里那些 对持强凌弱的行为 最看不上的众多修士 此刻却有种难言的快意 对付一族 就该如此 你很狂 等明日 把你打成死狗的时候 希望你还能这么狂 魔童忍住怒气 韩生道 接着一挥手 带着众多一族修士离去 两族修士看着一族修士的背影 一个个皆有着滔天的恨意 转而 众人纷纷看向叶凡 眼里尽是尊敬 今日叶凡虽然未曾与神顶天等人一战 但是叶凡的出场 同样让众多修士出了一口气 叶王座 越来越多的修士呼唤叶凡 尽管他们 没有多说太多话 但是叶凡明白他们的意思 明日 他不能输 华太初 鲁臣的仇 必须有人要站出来 放心 今日之耻 明日我会一一讨回来 叶凡看着所有修士 朗声道 众多修士 文言皆沉默下来 伴想 有人道 叶王座 多加小心 叶王座 我们相信你 叶王座 让一族明白 践踏我们尊严的代价 一个个修士 认真无比地看着叶凡 叶凡点了点头 接着挥了挥手 都回去吧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 说着 叶凡走向华太初的身边 看着已经冰冷的尸体 眼中的寒意越发深厚 唉 一声叹息声传来 不知何时 雷冲 莫远等一众神帝 来到了叶凡的身后 各位前辈 为何不出手救他 叶凡忍住痛苦 轻声问道 他与华太初 只能算是点头之交 但是能够在整个时候 冲上一族高台的修士 每一个都足以得到叶凡的尊敬 即便我们出手了 一族的神帝 也会出手阻止 这是小辈之间的战斗 我们不能插手 这是他们进入 星火神域的时候 便与我们定下的契约 雷冲回答道 虽然对太初 鲁臣不公 但是 即便没有这些契约 你们也不会出手的对吗 叶凡文言诞声道 双拳微微捏紧 他并未憎恨雷冲等人 一方面 华太初毕竟不是他的亲人 另一方面 他知道雷冲等人的目的 第2648章 禁忌魂法 多年的平和 早已经抹去了 两族修士的灵脚 他们需要鲜血 屈辱来刺激自己的族人 一族投影出 星火神域之外人族 神兽一族的悲惨生活 确实刺激了一些天骄 上来送死不假 同样 这何尝不是 在刺激两族所有修士 刺激他们的血性 让所有族人明白 他们的袍责们 到底经历了什么 还有什么 比一族自己投影出这种影像 更容易刺激两族修士血性的 叶凡几乎可以算到 早在这里的投影出现的时候 魂力虚空之中 便已经将所所有的一切投影了 其实他知道 必定会有修士忍不住出手 他们不知道是谁 他们能做的 就是叮嘱一番 而最后出手的人 便是祭祺之人 他们的命 就是刺激两族所有修士战役 屈辱的最佳要剂 甚至于叶凡能够猜到 就算是他二弟 三弟出手 也一样是这个结局 鲁尘是猎天神宗的宝贝疙瘩 猎天神宗依旧做到了这一步 叶凡佩服这些强者的决心和魄力 同时 他也感觉到一种悲哀 若非被逼到背水一战的程度 谁愿意如此 紧握的双手慢慢松开 叶凡并未在说其他言语 而是静止离开 无数修士看着叶凡的背影 仿佛是错觉一般 所有人都看到了一种落寞 叶鬼 叶残 太上西越等人跟随叶凡离去 莫远和雷冲等人面面相去 眼中何尝不是痛苦 如果可以 他们宁愿自己去祭祺 两族的战旗 终归要竖起来的 最热心 最有血性的人 成为了牺牲品 这何等讽刺 然而 两族已经到了不得不如此的程度 叶凡并未回到剑神山的驻地 而是静止走到了猎天神宗的地盘 猎天神宗的弟子 看到了叶凡当即恭敬行礼 连通知都不曾通知 直接带着叶凡等人 进入了猎天神宗的驻地 叶师兄 请 不需要通报吗 宗主有令 叶师兄等人 若是来我猎天神宗的驻地做客 尽管将此处当成你们的家 可否带我去看看鲁臣师弟 叶凡当即道 师兄请跟我来 招待的男弟子 文言当即恭敬道 接着带着叶凡等人 走向猎天神宗驻地深处 很快来到了一处宫殿错落的豪华区域 走了几个小道之后 几人进入了一处大院前 师兄请稍等 我通报一番 那年轻修士道 接着打出一道传音 进入大院的阵法之中 很快阵门开启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叶小友 请进吧 声音之中带着一丝疲惫 更多的却是痛苦 叶凡几人进入大院之中 接着直接进入了最中间的房屋之中 只见鲁臣正躺在床上 双目无神 而在鲁臣的身边 有着两名老者 其中一名老者 正是猎天神宗的宗主鲁仁胜 另一人叶凡不曾见过 想来应该是鲁臣的爷爷 猎天神宗的大长老鲁方山 晚辈见过鲁宗主 鲁长老 叶凡拱手道 鲁仁胜当即露出一丝礼貌的笑意 叶小友免礼 让小友看笑话了 令人尊敬 明知必死而上者 才是难得 不知鲁师弟现在如何了 叶凡说着 双目看向鲁臣 鲁臣无神的双目 慢慢多了一丝光彩 艰难地转过头看向叶凡 叶师兄 多谢你来看我 哎 承儿道激涅化 除非是三文升到天丹 否则修为静毁 即便能够解决到激涅化 他的神魂也已经破碎 若非我用宗门圣鸟 稳住他的魂魄 承儿现在怕是已经生死到消了 即便如此 他也时日无多了 鲁人生叹了一口气 眼中的悲伤 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掩盖 我千听万主 让你这三天莫要出去 莫要出去 你为何不听 承儿 你当真是要气死爷爷 鲁方山老眼含泪 嘴唇颤抖道 一边说着 一边不断地输入神力 稳住鲁臣的情况 爷爷 男儿胜于事 怎能做缩头乌龟 我猎天神宗的驻地 距离五斗台最近 我用神石看到了那些投影 作为一个人族修士 作为猎天神宗的传人 我怎能视而不见 鲁臣文言言辞早早道 爷爷 我实力不如人 落得如此 是我活该 只不过 辜负了您老人家的期望 孙儿不孝 傻孩子 傻孩子 鲁方山悲痛无比道 叶凡见状 当即安慰道 鲁长老莫要过于悲伤 鲁师弟的伤 我能救 什么 顿时 鲁方山 鲁人圣猛地看向叶凡 两人的老脸之上 揭露出一丝震惊 接着 鲁方山急忙走到叶凡的面前 整个人直接拜了下去 叶小友 你说的可是当真 当真 这里是一枚三文生道天丹 足以修复鲁臣师弟的念话 叶凡取出了一枚三文生道天丹道 至于师弟破碎的神魂 我需要看看具体伤势 三文生道天丹 真的是三文生道天丹 太好了 太好了 叶小友 谢谢你 谢谢你 你且看陈儿的伤势 叶小友 只要你能够救陈儿 日后但凡你有所拆遣 我猎天神宗绝不推辞 鲁人圣急忙道 转而看向呆愣的鲁方山 方山还不赶紧让开 发什么愣 哦 哦 叶小友 我 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我替成人谢谢你 谢谢 鲁方山激动得难以自持道 叶凡走到鲁臣的身边 我敬重鲁师弟的为人 也敬佩猎天神宗为人族所做的一切 鲁师弟竟然有难 能救 我自然亦不容辞 说着 叶凡伸出右手 放在鲁臣的额头之上 紧接着 魂力进入鲁臣的尸海 半想 叶凡脸色难看地收回右手 鲁人圣和鲁方山 鲁臣皆有些紧张地看着叶凡 叶小友 是否出了什么问题 鲁方山忍不住道 鲁师弟的魂魄 几乎完全破碎 想要修复鲁师弟的魂魄 几乎不可能 不过 我有一门重魂之法 能够帮助鲁师弟 在最短的时间 凝结第二元神 之后 我会用禁忌之法 觉醒他的灵魂本源 从而促使鲁师弟 破碎的第一元神 融合到第二元神之中 只不过 叶凡微微停顿 转而看向鲁臣道 鲁师弟 这种种魂之法 第一 需要你 对我完全信任 第二 觉醒灵魂本源 会觉醒你上一世的所有记忆 可能会对你这一世 产生冲击 第2649章大天节 叶师兄 我已经是个废人 也无任何东西 能够让叶师兄图谋 叶师兄能够过来 乃是单纯的为了帮我 我有什么不信任师兄的 鲁臣文言 露出一丝自嘲的笑意 坦然道 至于前世的记忆 这种待遇 可不是什么人都有的 也许前一世 有我绝对无法忘却的人 或者事情 师兄帮我觉醒前世的记忆 对我未必是坏事 叶凡看着鲁臣 转而点了点头 好 那我这边中魂 你的神魂之伤不能脱 好在我来得走 若是再晚一个时辰 即便是中魂之法 也无法救你 说着 叶凡看向鲁方山和鲁人圣 两位前辈 还请在外面布置 最强的隔绝大阵 觉醒神魂 乃是禁忌之法 一会会有天谴降临 在觉醒神魂期间 我不能渡截 所以必须要顶级隔绝阵法 暂时性隔绝天道的探知 众魂之术 叶凡早已经掌握 但是觉醒神魂 他不能轻易做 天地轮回乃是秩序 天道 不会允许破坏秩序的行为出现 那些带着记忆转世的大能 为何有很多都会夭折 也有一部分是这个原因 否则 有点修为的人在 无法度过天地大劫的时候 都选择带着记忆轮回转世好了 世界岂不是乱套了 天劫 鲁仁圣文言微微一愣 却并未行动 而是有些担忧到 明日便是你占一族天骄的时间 若是在天劫之下受伤 尽管鲁仁圣非常在意鲁臣的伤势 但是他更在意明日的胜负 更在意叶凡的生死 不是因为叶凡与他的关系多么深 而是因为他清楚 两族的希望都在叶凡身上 鲁宗主无需担心 晚辈心里有数 说着 叶凡看向太上西岳等人 二弟 你带着你嫂子 还有苏仲他们 去外面守着 我明白了 叶残点头 当即带着太上西岳等人 与鲁仁圣 鲁方山一同走了出去 很快 外面便布置了一个 顶级的隔绝大阵 叶凡方才坐在鲁臣的身边 双手开始结印 叶师兄 觉醒前世记忆 乃是违背天地秩序 雷姐可能会很强 我鲁臣废了便废了 若是连累了叶师兄 我万死难辞其救 鲁臣忍不住道 鲁师弟若是心中有顾忌 以后若我是两族之主 希望鲁师弟 能够成为我的左膀右臂 叶凡文言当即笑道 鲁臣急忙道 叶师兄之恩 师弟铭记于心 若是度过此劫 日后定以师兄马首是瞻 众魂之术 不能对我有丝毫的提防 鲁师弟 这方面 需要你的配合 叶凡的表情 慢慢变得严肃 手中硬爵打完 接着右手点在鲁臣的额头之上 一道道神秘的力量 进入鲁臣的尸海之中 他几乎破碎的神魂之中 一道崭新的元神慢慢汇聚 无论叶凡的魂力 接触他何种记忆 甚至是关于猎天神宗的顶级性密 鲁臣都没有丝毫排斥 众魂的过程 比叶凡想象的顺利得多 鲁臣此人 也确实做到了 对叶凡完全的信任 外面 鲁方山和鲁人 圣着急地来回渡步 叶残等人倒是颇为淡定 他们相信叶凡 时间慢慢流逝 不知觉中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突兀的 在座的所有人 纷纷看向苍穹 尽管有着隔绝大阵的原因 众人依旧感觉 到了一种恐怖无比的压抑感 这种层次的雷杰 怎么可能 鲁人圣的修为最为高深 对雷杰的感知也最清楚 脸色顿时惨白 这种层次的雷杰 对他当然毫无压力 但是对于再人为神灵层次 这种雷杰 已经超越了灭道雷杰了 灭道雷是公认的最强雷杰 超越了灭道雷杰 一般情况下 可能不仅仅是灭道雷 甚至可能会降下夜火 速速带着鲁臣远利 众人骇然之际 叶凡自防中飞出 身后龙翼张开 朝着苍穹飞去 走 速走 鲁人圣最先反应过来 惊骇道 一旦他们在雷杰中心 很可能会让他们也沾惹到雷杰 这雷杰的强度 是会根据雷杰的修饰的修为 来提升和下降的 鲁人圣乃是顶级神帝 若是他招惹了这般可怕的雷杰的话 整个天道成 怕事都要遭殃 轰轰轰 雷杰给众人的时间不多 众人目光所及之处 叶凡的身上 无穷尽的红色夜火 突兀燃烧起来 黑夜直接变成了一片红霞 天道成无数修饰 纷纷飞出住所 恶然无比地盯着苍穹 隐约之间 众人能够看到 一个身影在火海之中沉浮 夜火 如此恐怖的夜火 地神龙一族 龙灵的父亲龙尊骇然道 父皇 据我所知 夜火只会出现在一些穷凶极恶的人 或者是杀戮极多的修饰身上出现 我天道成有这样的人吗 龙灵也有些骇然 一双勾人的美眸 静静地看着火海之中的身影 以他的修为 自然没那个能耐穿过火海 探知火海中的修饰的相貌 龙灵不行 但是龙尊可以 是叶凡 龙尊当即皱眉 明日便是夜凡 与一族十大强者交战的日子 现在 他却经历了如此天节 这绝不是什么好事 夜凡 龙灵顿时恶然 他对夜凡的感官不错 夜凡为人颇为正派 可不像是穷凶极恶之辈 如此浩瀚的夜火之海 此子杀了多少人 即便老夫千万岁 也绝无可能招出 如此恐怖的夜火之海 这个年轻人 还真是藏得够深的 咦 灭道雷 夜火与灭道雷同时来临 这 这怎么可能 龙尊直接愣在原地 龙灵也有些猛 灭道雷 夜火任何一个 都是天道灭杀之力 这两者一同出现 这完全就是天道不容啊 天道无法允许的存在 夜凡的资质 已经超越了天道 能够容忍的极限 可怕 太可怕了 此子若是不陨落 日后的成就 绝不会比风主低 龙尊的眼中先是震撼 接着是兴奋 灵儿 你是我地神龙的公主 我地神龙是神兽一族的领袖种族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多与夜凡亲近 这一次 为父不仅仅是为了神兽一族 而是我觉得 此子是你的良配 第2650章 久为了兄弟 龙灵文言不由恶然 这还是第一次 他的父亲主动提出 让他与某个南修多亲近 就算是当年古地来访 他也只是出于为神兽一族考虑的情况 但是龙灵看得出来 龙尊对古地并非多么看重 否则 当年龙灵岂能那般容易 便能够拒绝了那么婚事 但是现在不一样 龙灵在龙尊的眼里 看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热情 龙灵盯着在夜火之海中 臣服的叶凡 对龙尊的话 却没有太大的抵触 叶凡这个男人 确实让他欣赏 这个男人 总是能够做出一些 出乎意料的事情 不仅仅是地神龙一族 整个天道城 几乎都炸开了 无数修士议论纷纷 大多数修士实力不济 无法探清夜火之海中的情况 但是灭道雷和夜火恐怖的毁灭之力 依旧让无数修士动容 叶凡 莫远看着苍穹 目光思绪万千 雷冲背负双手 同样神情复杂 一族住所 破罗 雪长空等众多强者的脸色 同样表情各异 此子 必须要杀 破罗斩金结铁道 如此雷结 此子怕是活不过今晚 活不过最好 若是活过了 牵引娇俏的脸上 露出一丝苍白 当年的风主 也不过如此了 破玉 神鼎天 还有你们几人记住 明日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杀了此子 破罗转过身 级面面相去 接着心有余悸地 看了一眼苍穹 若是叶凡 连如此恐怖的雷结 都度过了 那叶凡的实力 究竟有多可怕 不过几人 毕竟也是顶级妖念 这种震慑很快消失 每个人的眼中 揭露出一丝冲天的战意 我等必杀此聊 苍穹之上 夜火焚烧方圆百里 火海笼罩整个苍穹 灭到神雷 化作雷海 无穷尽的雷蛇舞动 仿佛随时会将夜凡撕碎一般 夜凡张开龙翼 同时双手结印 身体之外 漩涡涌动 下一刻 夜凡直接没入了雷云之中 自此 就连神帝也没办法知道 夜凡的具体情况 他们再强 也不敢用神识去触碰雷云 盘坐于雷云之中 吞天绝运转 周围的夜火 狂暴地灭到神雷 远远不断地 被他吸入自己的体内 不死神体的恐怖恢复能力 发挥出了极为可怕的作用 夜凡的身体不断地崩裂 又不断地愈合 生命术之上 生命本源之气 不断地滋润夜凡的身体 夜凡的气息 以一个极为恐怖的速度提升 雷结恐怖不假 但是夜凡体内有灭到神雷 他的身体早已经适应了 灭到神雷的恐怖破坏力 这种雷结 对于别人是必杀雷结 但是对于夜凡来说 反而适用来 炼体的绝佳场地 至于夜火 夜凡将体内所有封印锁链解开 这些封印锁链 不断地朝着火海之中 传射而去 形成一道天地封印之阵 将火海的焚烧之力 封印了一部分 其他部分自然是硬炕 若是夜凡一人的实力 这般硬炕 必然会重伤 但是夜火乃是净化之火 净化之力堪比青山空绝 再加上这是天道火焰 威力比夜凡的青山空 绝不知强横了多少 夜凡刻意引夜火入体 他体内的星雷之气 没有了封印之力后 几乎在瞬间便爆发开来 最后与渗入夜凡体内的夜火碰撞 夜火可不管你是星雷之气还是别的 只要在夜凡的体内就是净化 星雷之气最怕的便是天道净化之力 自然全力阻挡 要知道 星雷之气在夜凡体内这么久 悄无声息之中 不知壮大了多少 即便以夜凡的能力 也没办法将其完全净化 可见星雷之气的强横 有了这么个强元在 夜凡在用神力辅助 夜火硬是奈何不得夜凡 若是夜凡的实力足够强横 他完全能够借助这次的夜火 将星雷之气净化 只不过很显然 他现在不能这么做 夜凡是不分敌我的净化 若是任由夜火与星雷之气相斗 他的身体很可能会被夜火燃烧殆尽 苍穹之上的雷霆 夜火一直过了三个时辰 方才慢慢消散 无数修士纷纷聚精会神地 看向雷云中心 慢慢地 一道身影出现 一些不明所以的修士定睛一看 顿时一个个愕然 是夜王座 方才的雷杰 世人为神灵雷杰 无数修士愕然 一个个面面相去 这 做梦的吗 地神龙处 龙领也 些愕然地看着完好无损出现的夜凡 夜师兄的实力 太可怕了 两族这边的修士 除了震惊之外 皆是兴奋 毕竟在如此可怕的雷杰之下 安然无恙 可见夜凡的实力何等变态 一族修士 则一个个脸色难看 虽然他们对自己种族的妖孽 有不少信心 但是夜凡已经脱离了 他们能够理解的范畴 猎天神宗驻地 鲁臣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不 这又不是梦 因为梦还真实的 真实的 让他感觉这一切 都是他 天舞大陆 仙剑 天府 乾隆风 天地门还有 夜凡 夜师弟 我想变强 我绝不要成为弱者 我是夜凡的盾牌 我如何能退 死也要守住 我绝不能倒下 夜凡还在封仙大阵之中 啊 守住啊 大力 大力 从乾隆风一路走到仙剑 你特么把劳子丢下了 大力 你特么把劳子丢下了 鲁臣的双手紧握 那是一片极寒的冰川之地 断魂崖 一个半跪在地上巨人前 一道身影痛哭失声 慢慢地 鲁臣感觉到巨人在颤抖 他的意识慢慢融入之中 夜师兄 夜师兄 为何在我的梦境之中 啊 鲁臣感觉到一种难言的疼痛 无数纷乱的记忆 进入他的灵魂之中 这是八荒棍 我从一处秘境所得 以后就是你的武器了 我夜凡的兄弟 谁动谁死 破碎的记忆 慢慢形成一道道完整的纹路 从天舞的乾隆风 到魔灵乱世 从飞升仙界 到星红吞天 一道道熟悉的面孔 从他的灵魂深处闪过 第2651章废得好 夜凡 夜蚕 夜鬼 薰衣 白清语 苏虫 寒落落 一个又一个 每一个人都在他的灵魂最深处 刻上了无法抹去的印记 接着 是他死后灵魂 不曾完全溃散的记忆 他的执念 当夜凡安全地 出现在他的尸体面前的时候 那份执念方才消去 他看不到夜蚕 夜凡等人的失声痛哭 但是灵魂深处觉醒的记忆之中 那一切 却是如此的真实 夜凡 那个仿佛连天 都能扛下来的铁骨蒸蒸的汉子 在他前面喝的烂醉 一个人失声痛哭 破口大骂 夜蚕 夜鬼 喜欢隐藏情绪的两个家伙 也曾在他的躯体前 泪流满面 还有苏仲 还特么以为 这货就是冰冷的尸体 你也有红了眼睛的时候 鲁臣的心 慢慢变得火热 他的躯体不到 执念未去 这一切 仿佛以一种 他无法理解的方式 印入他的神魂之中 他应该死去的 但是他看到了 怪不得 怪不得我总是觉得 我缺少了什么 夜凡 夜蚕 宿仲 夜鬼 我的兄弟们 久违了 猛地睁开双目 入目所及之处 树道身影站在房间里 夜小友 方才的雷杰 鲁人圣等人 并未发现鲁臣的苏醒 夜凡方才经历的雷杰 过于可怕 众人自然第一时间 担忧夜凡的情况 两位前辈无需担心 灭到雷杰 还奈何不得我 夜凡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只不过整个人的气息 却依旧无法掩饰地 出现了一丝唯靡 显然受到了重创 夜小友 这里是疗伤神丹一品 神丹归神丹 你且收着 鲁人圣见夜凡气息唯靡 当即取出了一个玉瓶道 一品神丹 即便是猎天神宗 也荡成至宝 前辈 放心吧 我的情况我清楚 这没单要你且留着 先看看鲁师弟怎么样了 夜凡笑了笑 接着看向鲁臣所在的方向 此刻鲁臣正直直地盯着夜凡 一双虎目之中 不知何时 已经变得红润无比 嘴唇微微颤抖 却硬是一句话没有说出来 夜凡见鲁臣这样 倒是有些尴尬 暗自嘀咕 这鲁臣看起来直爽痛快 却不曾想如此感性 只是救了你一命 不至于这样泪眼婆娑吧 夜凡等人也有些哭笑不得 鲁臣这般行为 自然是感恩之人 他们欣赏感恩的人 但是都是铁打的汉子 总感觉这眼泪汪汪的有些怪异 可 鲁师弟 看来你已经没事了 如此我就放心了 明日我还要与一族一战 方才杜劫 受了些许暗伤 所以这便回去疗伤了 夜凡对着鲁臣露出一丝笑容 他自然不会去问 鲁臣前世的记忆 融合得怎么样了 说实话 融合上一世的记忆 是将上一世当成一场梦 还是融合两世 将两世的人生 融合成一个人生 这都是鲁臣自己的事情 夜凡没有多管闲事的习惯 他之所以如此救助鲁臣 完全是因为欣赏鲁臣的为人 不愿这样的修饰 就这般枉死 夜残 夜鬼等人 当即与夜凡一般 对着猎天神宗的诸人拱手 几人便要退出房间 就在此时 鲁臣带着一丝颤音道 天帝们又互法参见宗主 哄 夜凡的身形转到一般 直接停住 整个人慢慢转过头 一双虎目紧紧地看着鲁臣 同时 夜残 夜鬼 苏仲等人 纷纷将目光汇聚在鲁臣的身上 每个人的眼中 仿佛有着无尽的思绪流转 夜凡的气息变得起伏不定 双拳紧握 虎目蒙上了一丝晶莹 整个人不自觉变得颤抖起来 鲁人圣 鲁方山以及墨青年 何清雪皆有些惊讶地 看着夜凡 以及夜残等人的情况 大 大裂 夜凡的声音变得无比嘶哑 慢慢地走向鲁臣 第一次 夜凡给了别人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 鲁臣慢慢从床上走下来 尽管依旧有些虚弱 不过好歹是修行者 倒不至于连床都下不了 鲁臣走到夜凡的身边 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双目之中 泪水流淌 我回来了 夜凡猛地将鲁臣抱住 紧紧抿着嘴 硬是没有说出一句话 他怕自己一说话 就成了哭唧唧的娘们 好歹也是天地门的老大 怎能跟大力一样没出息 松开双手 夜凡憋住了眼泪 紧紧地握住鲁臣的手 兄弟 久违了 大力 夜禅 夜鬼 苏仲 薰衣等人 纷纷露出喜极而泣的表情 尤其是夜禅 夜鬼和薰衣 当年乾隆风 他们相识 一路走到了仙界 那种感情 是谁也取代不了的 你 你们 鲁人圣和鲁方山 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什么情况 大爷 爷爷 我觉醒了上一世的记忆 这一世 我叫鲁臣 上一世 我叫大力 夜凡他们是我的生死兄弟 鲁臣解释道 鲁人圣与鲁方山文言顿时愣住 这世间之事当真奇妙 谁曾想 竟然还有这妖巧的事情 当夜 夜凡并未回到剑神山 虽然因为夜凡的状态 以及大力的身体原因 几人并未好好叙旧 不过能够找到大力 对夜凡等人 却是何等开怀的事情 待久欲大比之后 夜凡等人定要彻夜长谈 不醉不归 鲁方山和鲁人圣 自然也高兴无比 夜凡如今的身份 便是未来的两族之主 鲁臣是夜凡的生死兄弟 他们自然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夜凡等人要住下来 鲁方山和鲁人圣一万个愿意 当夜 夜凡将身上的伤势恢复之后 便前往了大力的房间 借助生命术的力量 把大力的伤势恢复了个七七八八 如此一来 也到了天亮 与昨日的悲痛不同 猎天神宗上下今日格外的兴奋 整个猎天神宗的弟子 都知道了一件事情 鲁臣被夜凡救了 而且 鲁臣觉醒了前世的记忆 这就罢了 鲁臣还是夜王座的生死兄弟 整个猎天神宗的弟子 介于有荣焉 这件事也不是其他人传出去的 而是他们的宗主鲁人圣亲口说的 第二一早 夜凡带着夜禅 大力等人前往五斗台 而鲁人圣作为神帝强者 自然是要提前赶往五斗台布置好阵法 碰到了雷冲等人 雷冲的脸上依旧有些愧疚 鲁师弟 对不起 鲁臣的事情 雷师兄说的是什么事 鲁臣昨日的修为被废 废得好 废得好啊 哈哈 鲁人圣文言当即开怀大笑道 雷冲等人顿时实话 第2652章搞好关系 鲁师弟 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打击挺大的 但是 族人危在旦夕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牺牲 师弟 希望你能够节哀 雷冲当即劝说道 其他人也纷纷出言劝说 显然都认为 鲁人圣是过于难过 说胡话了 节哀 我为什么也好节哀 鲁人圣当即无语地看着雷冲等人 我看你们几个老东西 就是嫉妒 你们的后代 就没有我沉而争气 哎 我说 你个老东西 我们好心好意来安慰你 你不道声感谢也就算了 还说我们嫉妒 我们嫉妒什么 你孙儿都这样了 我们莫不是 还想自己的后辈也这样 雷冲当即不爽道 我孙儿好得很 哦 对了 莫师兄 这件事 还要多感谢剑神山 鲁人圣当即道 一群人当即面面相去 同时 几人闲聊之际 已经来到了武斗台旁 莫远刚要疑惑地询问 便看到了 一群小辈也走到了武斗台旁 鲁臣正完好无损地 跟在叶凡的身后 那番模样 倒是生龙活虎得很 顿时 一群神帝强者 面面相去 这怎么可能 鲁臣被废的时候 我看得清楚 道激念化 神魂几乎破碎 即便是我等出手 也绝无可能让鲁臣恢复如初 更别说 只有一晚上时间了 莫远恶然 哈哈 多亏了叶小友 昨夜的雷劫 你们应该知道吧 莫非 没错 叶小友用了禁忌之法 在尘儿的十海 创造了第二元神 之后激发灵魂本源之力 将破碎的第一元神 与第二元神融合 从而让尘儿恢复如初 当然 叶小友也因此 遭受了天道雷劫 尘儿也借此 恢复了前世的记忆 而尘儿前世 是从天舞 一直跟随叶凡 到仙界的生死兄弟 叶小友乃是天命之子 相信 只要他成长起来 未来的成绩 不会比封主低 尘儿有幸 有这样一个生死兄弟 这是我猎天神宗之福 鲁人圣很是得意道 那般模样 那种嘚瑟的镜头 让其他神帝强者 纷纷玩耳 也怪不得鲁人圣会如此高兴 可以说 谁都看得出来 叶凡日后的成就 绝不会在封主之下 现在哪些势力 与叶凡最亲近 日后叶凡功成名就之时 这些势力 自然也能够远远流长 想到这里 确实有不少神帝 露出一丝羡慕 说来有趣 他们贵为神帝强者 却会因为跟一个人 为神灵强者搞好关系而高兴 相比于前些日子 今日的战斗的吸引力 几乎超越了 九余大比以来 所有热度的综合 星火神域 除了守卫疆域的修士军团 几乎所有修士 都放下了手中的事 进入了魂力虚空观看投影 而天道成更是人山人海 周围各大神城的修士 几乎疯狂地汇聚天道成 今日的战斗 是叶凡与异族的战斗 同样 这三天来 在雷冲 墨远等人有意地推动下 异族弄出的阵法投影 几乎让星火神域八成的修士知晓 但凡有点血性的人 都恨不得抽异族经脉 遂异族骨骸 而叶凡 九余大比之后 天下文明 先后击败了剑痴 古帝 龙陵等众多天骄 堪称年轻一辈的亡者 今日一战 是叶凡与异族妖孽的交锋 每一个修士都放下了手中事情 这三天 对于无数修士来说都是煎熬 这三天 异族妖孽 成功让两族所有修士 同仇敌忾 鲁臣 化太初既其 更是让无数修士 心中愤怒难平 两族修士今日要的不为别的 就想看叶凡将这些异族天骄打成狗 很快 异族的修士也纷纷到来 年轻一辈之中 有十人最为凸显 这十人 分别是 魔灵异族的魔童 月风缺 修罗族的破玉 神鼎天 血液精灵族的长公主千寻 亡灵皇族小皇子暗皇 义人族圣者传人灵骁 十族族长之子玄蒙 以及古族天传之子迪蒙 天神族雷神之子雷烈 十大顶级妖孽 目前众人了解的战力的 只有魔童 即便如此 化太初以及鲁臣都是 很快败在魔童手中 化太初依靠天之镜 倒是让魔童表现出来 极多的战力 众人所了解的只有一件事 魔童很强 比他们想象的更强 如果叶凡一人对上魔童 没有人会担忧 但是今日 叶凡一人对十人 尽管所有人都希望看到叶凡胜利 不过要说有百分百的信心 也不尽然 搜搜搜 异族人群之中 数道身影飞到高台之上 前面的战斗 异族的神帝强者很少露脸 今日 他们直接飞到高台之上 显然 无论是两族修士 还是他们 都不能参与下面的战斗 今日 乃是九欲大比最后一战 雷冲飞到苍穹之上 看着无数的修士朗声道 接着双手开始结印 一道道强横无比的顶级阵法出现 将五斗台牢牢护住 五斗台之上的阵法 即便是顶级神帝强者 短时间内也无法击破 换句话说 此战一旦开始 我们两族强者 与一族强者 皆无法参与 说着 雷冲看向破罗等人 破罗直言道 接着站起身 脚踏虚空 背着双手来到了五斗台上方 祭出了一道阵盘 阵盘变得巨大无比 接着将五斗台完全覆盖 绝天神阵 相信你们应该不陌生吧 破罗 看向雷冲等人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道 雷冲见状 脸色微微一变 接着道 破罗道友 倒是信心十足 你可知道 此阵法一旦布置 里面一个人都没办法主动飞下台 换句话说 这一战 若是你们一族天骄斗不过叶凡 他们谁也逃不了 哈哈 这个布劳雷道友费心了 我就怕雷道友到时候见叶凡危险 忍不住出手相救 这里说到底是你们的地盘 何况 人族 神兽两族族人的品性 我们还是知道的 出而反而的事情 你们干得还少吗 笑话 你们这些叛徒 也有脸说我们两族修饰品性不行 鲁人圣文言当即朗声道 眼中满是不屑 第2653章战起 叛徒 哼 我们各族从来就不是封主的狗 自己有利的选择罢了 到你们口中 便是叛徒 你们人族 还是如当年一般不知所谓 破罗文言冷笑道 绝天神阵已经合拢 现在该我们发下大道誓言了 无论一会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都不能出手干预比赌 一族尚且有这个胆破 我等莫非还怕了你们不成 莫远文言当即朗声道 两族神帝揭发出大道誓言 同样 一族神帝也纷纷发下大道誓言 做好这些之后 破罗非回高台 嘴角露出一丝冷酷的笑意 今日 他们必杀叶凡 这个年轻人 绝不能成长起来 否则 是他们所有一族的灾难 魔灵与他们有大道誓言在先 就算魔灵嚣张跋扈 至少他们能够在天仓界生存下去 但是人族 神兽不一样 这些年 他们杀了多少人族和神兽 他们自己都记不清了 当年 他们更是灭了整个风家 青龙 昆鹏 朱雀 白虎 玄武 竹龙等各大神兽 皆因为他们的背叛陨落 这种恨 除了鲜血和杀戮 根本没有第三条路 而人族 从古至今 都是一个拥有着无限可能性的种族 人族 没有什么过人的天赋 脆弱到可怜的生命 弱小到令人发指的力量 除了融合和学习的能力 人族已经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了 天仓界 有很多这样的种族 这些种族无疑不是那种 弱小到不值一提的存在 但是唯有人族 先后出现了聂人心 风主这样的顶级人物 硬生生地 将一个他们眼中弱小不堪的种族 推到了万族之手 风主一人 便让万族臣服 这是所有种族 都不曾出现的壮举 一个人 征服了一个世界 而今日 他们再次看到了这样一个存在 叶凡 比当年风主还要可怕的人 他们庆幸 庆幸在这个小辈 还不曾成长起来的时候 遇到了慈子 只要杀了慈子 两族便在无绝起之 双方对战人员上台 雷冲朗声道 当即 异族人群之中 时到身影越重而出 飞到了巨大无比的武斗场之上 另一边 叶凡同样踏空而至 双方站定 顿时 整个天道城 集魂力虚空 瞬间爆炸开来 拥护的热潮 一遍接着一遍地 冲击着所有人的耳膜 叶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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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山海翻涌一般 声嘲浩荡 整个星火神域的气氛 因为叶凡一人而改变 天道城的修饰 更是歇斯底里的狂呼 一族为自己天骄打气的声音 几乎瞬间便被掩盖 叶凡站定 身后的浮轰剑 发出一声剑笑 当即所有修士 仿佛接到了命令一般 皆纷纷停止了呼喊 呵呵 叶凡 看来你在他们心里的地位很高 珀玉等人 随意地走到五斗台的四周 将叶凡包围在里面 诞生道 只可惜 你生在了如此可悲的种族 两个废物种族 就算在拥护你 你最后面对的 依旧是灭亡 若是你生在我修罗族 有我族强横的实力支撑 即便让你成为天苍的王佑有何难 珀玉师兄 何须如此高看此人 一人族圣者传人灵霄 文言嘲讽道 一个低等种族而已 我族人最喜欢的 就是将你们人族的修饰修为封印 接着 我们把他们带到万丈高空丢下 那种惨叫声 哈哈 还真是让人流连忘返啊 我族倒是不同 人族对血脉之力 有着极强的融合性 我族人一直很好奇 人族是否能够融合我们十族的血脉 所以 我们做了很多实验 十族族长之子玄蒙 同样露出一丝病态的笑容道 只不过低等种族就是低等种族 他们根本不配融合我族的血脉 看着他们一个个实话 最后一敲就碎 那种声音 真是动听 哼哼 我没你们那么我聊 我天神族领地的人族修行环境非常好 不过 我时常会给他们加一些雷结 则则 难得有不少资质不错的修饰 最后被天雷劈成了灰 神兽倒是好些 只不过 也不精辟 天神族雷神之子雷劣 当即插嘴道 其他一族修饰 当即哈哈大笑 一个个眼中满是变态的快感 说都能说得这般痛快 可见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 又是何等的残忍 两族修饰文言 揭露出刻骨的恨意 无数修饰想到这三天 在一族投影之中看到的惨状 顿时 无数的修饰怒吼 畜生 杀了这些畜生 叶王座 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群情激愤 无数修饰紧握双手 双目之中满是寒意 叶凡看着猖狂大笑的破语等人 狂暴的杀鸡流露 你们觉得虐杀人族很有快感吗 哈哈 没错 虐杀人族就是有快感 叶凡 你想杀我们是吗 呵呵 你觉得 你有这个本事吗 林霄猖狂无比道 话音落下的瞬间 林霄的身形瞬间消失 他所在的地方 依旧有残影留在原地 滚 叶凡怒吼一声 一拳猛地砸向身后 下一刻 一道白色身影出现 一阵狂暴的轰鸣之声 林霄直接在狂暴的力量 直下飞退 好强的力量 林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不同于人族 区分体修和法修 一族修士的体质大多不差 他们的天赋 本身就被人族强横得多 林霄本身更是炼体强者 以他的速度和力量 就算是天位神灵 一个不提防 也可能会被他重伤 而叶凡却轻而易举地将他击退 叶凡 我们可不是人族和神兽一族的废物 你能够击败你们两族的九人 对上我们十人 你依旧必败无疑 现在 送你下地狱吧 一声怒吼 十族玄猛全身上下 皆被黑色的玄金覆盖 整个人直接进入了十族最强形态 嘴上说得轻巧 但是面对叶凡的时候 他们根本没有小觑地打算 伦力量 你是我的对手吗 朗赫一声 玄猛朝着叶凡飞奔而去 每一脚踩下 巨大的武斗台都仿佛在站立一般 这还是经过了各种强横阵法稳固的武斗台 否则 只需一脚 怕是整个武斗台都要崩塌 第2654章 修罗之怒 十族人 除了石化法则 其他任何法则 他们都不擅长 同样 因为有玄石皮肤的守护 他们能够免疫大多数法则 法修遇到十族人 是最头疼的 体修 同样不喜欢与十族人对战 因为十族人 天生力大无穷 即便不练体 他们成年后的力量 也足以断合碎山 异族人之所有 如此小觑人族 与他们自身的得天独厚 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话音落下的瞬间 玄猛已经飞到了 叶凡的身边 叶凡当即一拳 与玄猛正面碰撞 哄 一阵响亮的轰鸣 紧接着 力量炸裂 两人的周围 散意的力量 直接破碎到了空间 形成一道道空间刃 紧接着 叶凡直接飞起 朝着后方飞退 顿时 两族修饰心中一紧 这是第一次 在力量交锋之上 叶凡被击退的 就这么 玄猛露出一丝冷笑 他的身后 灵霄突然出现 将玄猛一抓 接着两人瞬间消失 来到了叶凡的面前 凭借灵霄的速度 玄猛的力量 叶凡只能选择硬拼 青龙武装 开 叶凡冷喝一声 青色的龙甲 瞬间将他的身形 完全覆盖 八条迷你青龙咆哮 接着 叶凡一拳朝着 飞跃而来的玄猛砸下 无极换灭 神顶天的双瞳 开始发生改变 叶凡右拳的力量 直接在一股诡异的力量之下 反弹回去 否则叶凡的力量 将毫无用武之地 哄 一声爆响 玄猛只感觉到 一股无法理解的力量传来 下一刻 玄猛与灵霄 直接被叶凡的 打出的青龙虚影击飞 修罗之怒 破玉手中的硬爵 直接打出 一道道血色的漩涡 在叶凡的四周凝聚 紧接着 叶凡的青龙武装 在所有人震撼的双目之中 直接被强制解除 叶凡的脸色也微微一变 这种能力 他从未见过 将叶凡完全覆盖 元素绝灭 血液精灵公主千寻交贺 当即 叶凡四周所有法则之力 当然无存 此女一出手 直接隔绝的叶凡 对法则的运用 太古召唤 沉睡之灵 苏醒吧 古族狄蟒 与不死暗黄合力施法 一道道诡异的漩涡 自空中出现 接着 漩涡之中 地位神灵级别的亡灵生物 不断地从漩涡之中出现 圣魔变 魔童 岳风雀同时怒吼 身后出现了圣魔之意 两个人的气息 以极为可怕的速度提升 魔天诸神阵 两人合力 打出阵纹 整个五斗台在刹那之间 犹如炼狱一般 黄暴的能量 风暴席卷一切 近战有灵霄 玄猛 铜树有神顶天 血脉有破玉 元素有千寻 召唤有暗黄和敌蟒 魔灵强者 魔童和岳风雀 则负责正面攻击 天上地下 以吴叶凡存身之地 异族天骄 竟如此可怕 没有了青龙武装 论炼体修为 玄猛的力量 能够压制夜王座了 糟糕了 众多修士心中担忧 异族强者一出手 便体现出了极为可怕的战力 而且配合极好 无论是体修还是法修 皆将叶凡的战力限制住 傻眼了吧 废物们 真的以为 我们圣族的妖孽 与你们两个低等种族的天骄一样 不堪一击吗 我修罗族皇室特有的修罗之怒 能够沟通天道之力 封锁敌人任何血脉力量 作为条件 我们破玉皇子 也无法使用修罗血脉 有人得意地解释道 借用天道之力 谁能阻挡 破玉不使用修罗血脉 对这一场战斗的影响并不大 但是叶凡不是用青龙血脉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谁都知道 叶凡开启青龙血脉之后 有多么恐怖 在场的任何修士 谁也没有信心 能够正面挡住 开启青龙血脉状态下的叶凡一拳 愚蠢的人类 你竟敢妄图一人对战 我们十人 今日 我等便让你付出代价 破玉朗鹤 神力冲击 玄猛则对一个冲向叶凡 给我死来 一拳 拳风成龙卷 摇天 开 叶凡怒吼 紧接着 他的体内仿佛有一道枷锁 被打开了一般 就凭你们 也想击败我 你们配吗 叶凡朗鹤 接着 在破玉等人惊骇的目光之中 叶凡的身上 青龙武装再次出现 这一幕 直接让所有修饰恶然 天道之力的枷锁 被叶凡挣脱了 怎么可能 我乃是借助了天道之力 叶凡 你怎么可能挣脱天道之力 你不过区区人为神灵罢了 破玉有些疯狂 他的修罗血脉 依旧处于封印状态 显然 修罗之怒是有作用的 但是叶凡 为何能够无视天道之力 要知道 修罗之怒是 这一场战斗之中 他们识人最大的底牌之一了 他们不是 没有研究过叶凡的战斗 青龙武装开启之后 叶凡宛如太古荒兽 无人可挡 但是没有了青龙武装 玄猛一人 便能够在绝对的力量上 压制叶凡 天道之力又如何 叶凡文言不由冷笑 五条青龙直接进入他的体内 他需要速战速决 开启妖天和福天 对他的生命本源 有着极大的消耗 脱久了 对他没有好处 破 怒喝一声 叶凡一拳砸向玄猛 下一刻 玄猛身上的石甲直接炸裂 整个人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强 太强了 这种力量 谁认可挡 他从未见过同阶之中 炼体修为如此可怕的存在 灵霄的速度极快 瞬间拉开与叶凡的距离 连玄猛都被叶凡一拳击伤 他根本不可能挡得住叶凡一拳 然而下一刻 叶凡的速度让他绝望 开启妖天的情况下 开启血脉之力 叶凡的战力 已经变态到无法想象 羞得猖狂 神鼎天怒吓 霸悬枪入手 敌荡 枪尖刺入虚空 下一刻 叶凡与灵霄的正中间 一道枪芒凭空出现 叶凡顿时感觉到了一股 不寒而立的风锐 这道枪芒 竟然让他感觉到了威胁 要知道 叶凡之所以敢追着灵霄杀 就是因为其他人的攻击 他根本不在乎 开启了青龙武装之后 大多数攻击他都能够无视 第2655章 妖孽之战 身外化身 从叶凡的身后出现 雷霆炸裂 一拳肩不容发的轰向枪芒 身外化身 并未准备全力阻挡这种枪芒 叶凡想让身外化身 用身体试一试这一枪的古怪 同时 本体不管不顾地冲向灵霄 灵霄顿时亡魂接冒 别看他之前嚣张无比 但是真的面对叶凡的时候 那种压制力让他胆寒 谁能挡住此人一拳 圣魔领域 一声断鹤 以月峰缺为中心 黑暗瞬间笼罩了整个舞斗台 圣魔变 叶凡弹鹤 笼翼张开 黑色的圣魔之气笼罩 圣魔领域对他的束缚 瞬间消失无踪 圣魔之力 果然是圣魔之力 你是魔灵 月峰缺朗鹤道 顿时所有修士皆愣住 魔灵 叶凡是魔灵 我掌握的力量 比你想象的多 只不过 我是人族 叶凡文言坦然道 拳风瞬间撞击在凌霄身上 凌霄双翼护体 只听得一声狂暴的轰鸣 凌霄化作一道流光 狠狠地朝着下方撞击而去 同时 一双雪白的羽翼在空中坠落 叶凡一拳 将凌霄的羽翼硬生生地砸了下来 顿时 两族修士发起轰动的欢呼 反观一族修士 一个个脸色难看无比 战斗不过刚刚开始 他们这边已经有人重伤 一族十大天骄 揭露出一丝怒意 叶凡 你找死 玄猛爆喝一声 血脉之灵 给我剧 哼 一股无法理解的力量感 自玄猛的身上出现 紧接着 玄猛的身形开始变得巨大无比 十丈 五十丈 一直到百丈 你要比力量 好 今日未便将你砸成狗 爆喝一声 玄猛巨大无比的拳头 朝着叶凡飞速逼近 另一处 叶凡的身外化身直接炸裂 神顶天的枪芒 竟然无视了 他所有力量的防御 直接刺入了他身外化身的体内 叶凡的脸色微微一变 他引以为傲的防御力 在神顶天的枪芒面前 竟然毫无作用 五龙之猎 五条迷你苍龙入体 叶凡毫不退让地 与玄猛化作的巨人对了一拳 哼 巨人暴退 玄猛直接装在了周围的阵法之上 整个五斗台周围 都能够感觉到 玄猛倒地的震动之声 神法 禁忌天法 雷烈怒吼 苍穹浩荡 雷云汇聚 无尽的雷霆坠落 将这片天地化作一片雷海 吞天 但贺一声 叶凡一步踏下 身后形成巨大的漩涡 神法之雷 在所有人恶然的目光之中 被叶凡完全吸收 叶凡 我要你的命 素之极致 时间长河 一声利吼 从大地之下传来 却只见鲜血淋漓的灵霄 从大地之下迅速飞出 整个人的气息变得极为狂暴 显然用了进法 嗖嗖嗖 灵霄的速度机会 提升了数十倍 因为速度过快 直接影响了时间法则 叶凡周围出现了时间沼泽 万道法眼 开 叶凡弹喝一声 无尽幻灭转换 玄虹眼化 万道法眼开启 天命加深 速度 速 快 更快的速度 快到极致的速度 无数修士 直接眼花缭乱 叶凡的速度 超越了他们的感知 哄 神力炸裂 灵霄吐血飞退 双目之中满是骇然 灭是天魔 聚 魔童怒吼 一条巨大无比的魔神虚影 汇聚于自身之外 接着 他身形闪烁 长剑瞬间斩向叶凡 巨大无比的圣魔虚影 同样抽出了一柄巨大无比的魔器剑 魔神怒 圣魔之气涌动 十二圣魔一张开 百丈巨大的魔神凝聚 接着叶凡一剑上条 巨大的圣魔手中 同样汇聚了一柄长剑 与魔童幻化的巨魔对斩 大 圣魔之气四略 双方瞬间对斩数十剑 然而很快 在所有人震撼的眼神之中 十二一魔神一剑 将魔童的蔑视天魔斩成了两半 魔神想 法则爆 不死轮回 轰轰轰轰轰 绚丽的神法在空中不断地碰撞 四面八方 狂暴的攻击将叶凡完全包围 斩 叶凡弹鹤 魔神挥斩 无间不摧地将月风缺的魔神击溃 同时 叶凡的身形飞退 疯狂地躲避着其他修饰的神法席卷 双手结印 对着虚空摇摇一指 疯天 白色锁链破空而出 千寻打出的法则 爆裂不断地被白色锁链覆盖 接着完全消灭 同时 封印锁链朝着千寻飞掠而去 千寻的脸色苍白 身形飞速闪烁 疯狂地逃离封印锁链的追赶 叶凡的速度极快 尽管众人的神法 已经将叶凡完全笼罩 然而叶凡依旧在有限地将空间之中不断闪烁 将能够攻破他防御的神力避让掉 另一方面 叶凡结印的速度快的惊人 轮回法则凝聚 叶凡打出了暗黄一般无二的神法 不死轮回 神灵法相 六道天兵 开 剑来 叶凡张手 六道天兵第一兵 轮回鬼灵剑飞出 接着长剑横扫 以叶凡为中心 无尽的轮回漩涡衍衍 将其他天骄的攻击完全吸收 刀法 六道第二兵 轮回鬼灵刀发出一道破空之音 斩向暗黄 六道天兵 能够无视任何轮回法则 暗黄打出的防御 在轮回鬼灵刀的冲击之下 不断地破碎 暗黄当即脸色苍白 身形飞速后退 四天兵 斩灭 右手对着敌蟒和破玉的方向虚握 下一刻 剩下的四道天兵 瞬间冲向敌蟒 敌蟒和破玉的攻击同时打出 与天兵在空中交融 整个五斗台的战斗之际 进入了白热化 叶凡等人手中的神法不断 灵霄和玄猛疯狂地发起冲击 然而每一次 都被叶凡随意地一拳击退 砰砰砰 神法 近身战斗 兵器交击 整个苍穹之上 青龙咆哮 雷蛇狂舞 巨人冲击 飞翼奸笑 魔气纵横 或比斗剑气 或比斗力量 或比斗法则 或比斗魔气 随着战斗的进行 整个星火神域都变得安静无比 每个人都愕然地看着叶凡 从未有人见过如此可怕的同阶修士 全能王座 第一次 众人明白了 全能王座背后真正的一丝 叶凡给所有人展现的 只有一件事 无论你擅长什么 他都能在你擅长的地方碾压你 力量 玄猛被叶凡一拳轰飞 速度 灵霄根本不占优势 法则 千寻被封印的 没有一点脾气 血脉 鼓足 罗阶无一战之力 神顶天 五道体 却在神法的理解之上 同样被叶凡全面压制 魔器 这才是最可怕的 岳峰缺和魔童的圣魔之力 竟然也被叶凡碾压了 至于雷雷的雷霆 直接被叶凡吸收到了体内 此刻 战台之上的战斗 给所有人的感觉 已经不再是叶凡不公平的 一人对战十人了 此刻 这场战斗给所有人的感觉是 十大义族修士围攻叶凡 却依旧被追着打 第2656章 终于可以全力以赴了 全能王座 明治实归 不仅仅是星火神域 整个天仓界 无数疆域 但凡有投影大阵的地方 无论是一族还是人族 神兽皆沉没下来 叶凡的强大 给所有人的冲击 唯有震撼二字 轰轰轰 叶凡如同不可阻挡的狂魔一般 一族十大天骄 硬生生地被叶凡压制住 而叶凡的身外化身 被神顶天一枪击溃之后 叶凡之后的战斗 并未凝聚身外化身 而是直接以本体之力战食人 后面神顶天的枪芒 皆被叶凡用圆灭剑斩 去了那种无视防御的可怕能力 没有了这种能力 神顶天的抵挡 根本无法破了叶凡的防御 随着十人合力打出的攻击 被叶凡一拳轰碎之后 十大一族强者 直接聚到了一起 每个人的脸上 皆带着一丝凝重 叶凡 我收回对你的小觑 魔童凝重道 显然 叶凡的强大 让这些一族妖孽 也不得不尊重 他们可以小觑整个人族 他们发现自己的妖孽 在一个人族天骄面前 就是笑话 诸位 该结束这一场战斗了 魔童看了破玉等人一眼 朗声道 破玉等人 闻眼脸上纷纷露出一丝犹豫 接着纷纷咬了咬牙 盯着叶凡道 叶凡 你是第一个逼迫 我们用出这一招的人 说着 破玉等人皆取出了一枚玉佩 接着 纷纷吐出一口精血 双手结印 玉佩之上 瞬间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浑身玉 莫远寒声道 哼 对付少年丰主之姿的修士 若是这点东西 都设不得 我们各族也没自个传承至今了 破罗文言坦然无比道 言语之中 丝毫不掩饰对叶凡的高估 少年丰主 这就是所有异族强者 给叶凡的评价 不过 你太瞧瞧叶凡了 莫远看着破罗得意的笑容 眼中闪过一丝冷色道 是吗 那我倒是想看看 他还能给我们什么惊喜 破罗不致可否道 此时 武斗台之上 已经发生了让所有人惊恶的变化 原本11个人的武斗台 多了30个人 每个人都 都多出了 三个身外化身 有人忍不住吞咽口水 骇然道 应该只是普通分身 实力不可能有本体强 当即有人带着一丝期盼道 叶凡一人对战10人 战局几乎一面斗 可以说 叶凡的强横 让两族所有修士与有荣焉 甚至于叶凡 已经几乎成为了所有修士的信仰 但是信仰不盲目 所有人都知道 叶凡强大 但是一族妖孽 也绝不是弱者 叶凡对战10个没问题 但是这里 可是有40人 叶凡的眉头微微一皱 这些身外化身的气息 浑身玉 乃是混沌奇物 能够短时间创造出 三个比我们本体的实力 还要强上一筹的身外化身 叶凡 这种质宝用过一次 就会永远消失 为了杀你一人 我们用了10块浑身玉 你应该自豪了 魔童一字一句道 顿时两族修士 直接轰动起来 瞧你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低等种族 真是可怜 这些低等种族的修士 怕是还以为 他们有赢得希望了 傻眼了吧 这个叶凡确实可怕 好在 今日必死无疑 一族修士 你一言我一语 每个人的脸上 皆洋溢着高兴的笑意 比本体 还要强上一筹的身外化身 可以说 一族妖孽的总体实力 几乎提升了五倍还不止 叶凡再强 也不可能与40名 顶级妖孽打吧 这是必败的战局 看台之上 龙龄 莫清延 君子孝等 一群修士的脸上 揭露出了一丝担忧 如果说 对于这些顶级妖孽来说 对谁心服口服 那只有叶凡了 换成其他任何人 统领两族 这些桀要的修士 都会互相不服 只有叶凡 已经强大到 让所有天骄折服 那些个镇压八玉的 十大天骄 那个不对 叶凡福气 他们傲不假 但是也要看在谁面前 在叶凡面前 他们当小弟 一点不过分 两族修士的双手紧紧握住 每个人的眼中 皆露出一丝担忧 战斗的天平 从此刻开始 朝着一族倾斜 众人看着 太上四十人 以及叶凡一人 皆有些喘不过气来 甚至于他们 连反驳一族都没有心思 绝境 台上 叶凡看着眼前的四十人 一双炯炯有神的双目 不仅没有任何回败 反而在此刻 露出一丝 让所有人折服的光芒 幸好 你们没让我失望 叶凡慢慢抬起头 嘴角慢慢弯出 一抹迷人的弧度 狂暴的战意 自他的身上疯狂地涌动 直冲天际 终于可以全力以赴了 什么 无数修士愕然 狂傲 狂傲至极 到了这种时候 叶凡都未曾全力以赴吗 踏踏踏 一道身影 自叶凡的身后走出 与叶凡并排 接着 两道身影的后面 四道身影慢慢浮现 六个叶凡 哄 瞬息之间 六个叶凡的气息爆发 狂暴的气势 以一个肆无忌惮的姿态 压向对面的四十道身影 叶王座 竟然能够分出五个 与自己实力一般无二的身外化身 这怎么可能 一个叶王座 已经吊打一切 六个叶王座 我不敢想象 强 太强了 妈的 老子一辈子都没这么激动 叶王座 无敌 无数修士疯狂的狂呼 安静的星火神域 变得无比热烈 当五个叶凡 在叶凡本体出现的时候 胜利的天平 再次倒转的时候 对于所有围观的修士来说 是一种想要歇斯底里 狂呼的激情 信仰 这是他们所有人的信仰 从这一刻起 叶凡就是不败的战神 神顶天等十大妖孽 直接傻眼 每个人的眼中 从内心深处露出了惊剧 疯狂 太疯狂了 如此强大的叶凡 竟然一直都在压制实力 可见从头到尾 他们在叶凡眼里 根本算不上 值得他全力出手的对手 第2657章 天下皆经 每个人都吞咽着口水 接着面面相去 此刻 即便他们各自一族的 最强妖孽之一 也不约而同地 对叶凡产生了一种敬畏 有种强大 叫做无解 我不相信 你的分身与你的实力 一般无二 魔童吞咽口水 接着率先朝着叶凡 冲击而去 杀 杀 神顶天等人同时 抱和神力运转 黄暴的神力 将整个武斗台笼罩 层出不穷的神法 剑气 枪芒朝着叶凡打出 风天 第一镜像双手结印 接着对着大队拍下 武斗台瞬间开始破碎 无数白色的锁链破土而出 接着化作天罗帝王 将这片天地完全笼罩 第一镜像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 维持风印锁链 扑扑破 神顶天等人 战斗经验何等丰富 当即开始破坏风印锁链 然而很快 令他们绝望的事情出现 他们破坏锁链的速度 根本没有镜像分身 演化锁链的速度快 一个分身全力催动风印锁链 可比叶凡一边应付众人的攻击 一边打出风印锁链强多了 无法避免的 风印之力将武斗台之上的所有人笼罩 顿时 神顶天等人的综合实力 直接被压制了三成 这 是叶凡的控场能力 So 第二镜像 第三镜像飞出 青龙虚影围绕 直接开启青龙武装 接着 两道身影双手结印 一道道神力漩涡 出现在六个叶凡的正前方 叶凡开启天的时候 拥有吞噬一切的能力 只要他的身体不达到饱和 任何能量都能吞噬 吞噬的能量会在短时间内 成为叶凡的力量 直到叶凡暴体而亡 这两道镜像要做的 就是 将对方所有的攻击吞噬 接着转移到六个叶凡的身上 当快要达到临界点的时候 后续的能量 由叶凡一人承受 他能够抗衡三次 暴体而亡的不死之力 这种情况下 叶凡前面的两个巨大无比的漩涡 便成为了天茜 将所有攻击 进阶吸收的天茜 第四道镜像 抽出灵须剑 剑气涌动 圆灭之剑 不断地自他的手中斩出 这一道镜像之作一件事 那就是用圆灭之剑 将对方所用攻击包含的 可怕属性斩去 配合前面两道镜像的防守 叶凡已经无忧 身外化身飞起 玄同演化 无尽幻灭开启 神顶天的铜数 进阶被叶凡的身外化身限制住 同时 四个玄猛 以及四个灵霄 直接被身外化身 挡在不得寸进半步 轰轰轰 一连串的轰击 玄猛 灵霄不断地被叶凡的身外化身击飞 即便他们已经足够强横 然而依旧无法正面稳稳地 抗住叶凡一拳 而魔童等人所有的攻击 无论何种属性 何种无敌的神法 都被叶凡的剑气 变成普通的神力 接着 这些神力被漩涡吸收 叶凡的气息 在众人亥然的目光之中 疯狂地提升 四十个绝顶妖孽打出的攻击 却连叶凡本体的边都摸不到 无数双眼睛呆愣地看着这一切 激情的拥护也戛然而止 叶凡的强大 让所有人不敢出声 每个人都在憋着一口气 叶凡的本体开始结印 很快 在叶凡身后的苍穹之上 一座巨大无比的山巻成印 朝着神顶天等人镇压而去 混沌神法 镇天印 法则暴动触发 融合重力法则 苍穹被黑影笼罩 魔童等人 当即神顶天等人 纷纷收回神力 全力击碎镇天印 没有了攻击 叶凡的第二第三镜像 自然不可能还处于防守姿态 当即身形闪烁 冲向灵霄与玄蒙 轰轰轰 天地之间 唯有神力的碰撞 发出的镇天声响 神顶天等人全力打出神力 硬生生地将叶凡的镇天印击碎 就在他们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一声惨叫惊动了所有人 只见灵霄本体 被叶凡的身外化身抓住手中 接着 叶凡的身外化身 抓住他重新长出来的羽翼 当着所有人的面硬生生地撕裂 鲜血洒落 染红了大地 随手一丢 灵霄落在叶凡本体手中 同时 叶凡的身外化身 冲向四个玄猛和三个灵霄的分身 你喜欢将我们人族 从空中扔下是吗 叶凡的脸上露出一丝猙獰 手上白色的封印出现 将灵霄完全封印 接着 叶凡身后的笼翼张开 朝着苍穹之上积尸而去 你敢 魔童怒吼 其他妖孽纷纷怒不可遏 然而他们打出的所有攻击 皆被第二第三镜像吸收 而能够越过漩涡进身战的玄猛 更是被叶凡的身外化身 压制得无法抽出手 破玉等人练体修为不差 但是也断然不敢与叶凡进身 连玄猛都被打得没有脾气 他们上来不是送死吗 无解的强大 同树无效 神法被吸收 体修被压制 第一次 破玉等人感受到了一种无力 六个叶凡 无论是防守 进攻还是控场 就能够做到同阶为尊 尤其是叶凡的圆灭剑气 让神顶天等人完全没了脾气 在精妙的审法 枪诀 剑气被叶凡的圆灭剑斩一剑 就成为了单纯的神力冲击 之前叶凡一人对战 他们十人的时候 他们尚且能够有来有往 现在四十人对战六个叶凡 他们感受到的 却是全方位的碾压 很正常 看似六个叶凡 只是给叶凡提升了六倍的实力 实则不然 单独一个叶凡 能够随意地挡住十大天骄的合力攻击 但是这不代表 叶凡只能挡住十个天骄的攻击 只是因为 他只有十个对手 叶凡多余的防御力 其实是没有用武之地的 如今对手变成了四十个 两个叶凡就挡住了四十人的攻击了 那多出的两人 便会形成一个绝对的实力差 苍穹之上 叶凡放手 被封印了修为的灵霄 瞬间自高空坠落 顿时 魔童等人肝胆欲裂 十人合力尚且不是叶凡的对手 若是灵霄死了 玄猛一人必然无法缠住叶凡 而一旦叶凡 能够与偏向法修的他们近身 那还不是一面倒的屠杀吗 圣族袍则 借我天力 魔童怒吼 刹那之间 武斗台周围所有的异族修士额头之上 皆出现了一道诡异的符文 接着 他们的力量竟然无视了武斗台的守护阵法 灌输到了魔童等人的身上 与此同时 坠落的灵霄 发出一声厉笑 修为瞬间暴涨 直接越过了地位神灵的门槛 直逼天位 顿时 天下接近 第2658章 一族的手段 雷冲 墨远等人纷纷站起 一个个脸色难看无比 破罗 你们这是 什么意思 你们在破坏规则 雷冲含声道 哈哈 破坏规则 雷冲道友 我怎么不知道 我们破坏了规则 破罗文言不由露出一丝冷笑道 台下的人如何能够帮助破玉等人 这种战斗 外人若是可以参与的话 那我等也上去帮助叶凡 你看可好啊 墨远当即脸色不于道 墨远道友要是想去帮 完全可以去 我们不拦着 只要墨远道友 能够无视大道誓言 破罗脸上满是得意道 我们事先说得非常清楚 这场战斗 我们几人任何一人出手干预 都会受到天前 可不曾说过 其他族人不能处理 这五斗台之上 有你们部下的重重阵法 也有我部下的绝天神阵 外人根本没办法掺和 这场战斗 破玉等人 只不过是用秘法 借用了我族修士之力罢了 秘法借天力可以 借人力 为何就不行 谬论 谬论也罢 治理名言也罢 若是你们人族 神兽有这个本事 也借力量给叶凡 我等也无可奈何 墨远 雷冲 你们要是不服气 尽管出手 我们绝不拦着 破罗直接道 是 他们是破坏了规则 但是那又怎样 他们没有违背大道誓言 而现在墨远等人 只要出手干预笔斗 墨远等人就要遭遇天劫 破罗完全有恃无恐 这场大笔 是投影到整个天仓的 如果可以 他们也不愿走到这一步 毕竟脸上挂不住 这一手本身 就是以防万一的底牌了 原本他们谁都不曾想过 会用到这一手 只能说 叶凡的强大 让他们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千万年了 你们一族还是这般无耻 也是 跟你们这种叛徒 谈什么光明磊落 墨远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冷声道 与此同时 两族修士之中 无数修士义愤填膺 大骂一族修士无耻 众多一族修士 倒是罕见的未曾反驳 说实话 为了杀叶凡 这条路 他们必须得走 但是这种事情 却是上部的台面 叶凡 给我跪下 一声爆喝 实力暴涨的凌霄 直接挣脱了封印之力 怒气冲冲地冲向叶凡 速度之快 比之前还要快了数倍 就算是 以叶凡的神识 竟然都有些无法捕捉 好在叶凡的战斗直觉极强 反手一拳砸下 狠狠地与灵霄的拳头撞在一起 你也配 哄 狂暴的力量炸裂 接着 灵霄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整个人骇然震退 就算实力提升了又如何 在我面前 你依旧是个废物 叶凡狂傲无比道 雄厚的力量感 让无数修士敬仰 顿时 狂暴的呼喊声响彻云霄 叶王座 把这些卑劣的一族打成狗 叶王座无敌 敢死他们 群情激愤 在这个神圣的舞台之上 就算是一族 就算是仇恨 每个人都会 对参赛选手 有着最基本的尊重 因为能够进入这个舞台的人 都是强者 可是 现在这些所谓的强者 在破坏规则 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妄图获得胜利 这是所有人都无法容忍的 唯有将这些一族修士击败 才能让他们消了这口恶气 甚至于 他们也希望 叶凡能有办法借助他们的 量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只不过 他们很清楚 他们就算有心也无力 你有什么资格狂 玄猛怒吼一声 凭借力量 你现在是我的对手吗 哄 一拳砸向 叶凡的身外化身 毫不相让地对上一拳 接着 能量炸裂 在所有人恶然的表情之中 叶凡的身外化身 直接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击飞 重重地 撞在舞斗台边缘的阵法护照之上 叶王座被击退了 从未后退半步的叶凡 竟然正面被玄猛击退了 这无疑给了所有人当头棒喝 同时 当人们注意 看向叶凡本体的时候 明显发现 叶凡的脸色 已经有了一丝苍白 显然 他这种战斗状态 并非没有任何代价的 见到叶凡被击退 破玉等人的嘴角 揭露出一丝笑意 他们最怕的 就是叶凡的肉体力量 叶凡近身一拳 足以将他们逼入绝境 只要玄猛能够正面挡住叶凡 他们无忧 要知道 这里可不是一个玄猛 而是四个玄猛 再加上四个灵霄 叶凡必败无疑 无数修士双手捏紧 战斗的天平再次倾斜 与此同时 高台之上 薛长生翘无声息地消失 出现在距离高台不远处的大殿之中 阵法开启 将一切隔绝之后 他的身前 一名空灵女子慢慢出现 见过天幻圣女 薛长生 一切都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 只不过 那叶凡乃是不可多得的绝顶天骄 若是让他活下来 未来我们两族未必不能东山再起 所以 我希望圣女能够将叶凡传送出去 薛长生当即拱手道 天幻圣女 便是天幻戒猪的气灵 同样 他也是封主留下最核心的传承 薛长生想要葬送心火神域 留下两族的一脉狗活下去 凭借他的力量自然做不到 但是有天幻戒猪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天幻戒猪这些年 在两族强者齐心合力之下 已经掌控了整个星火神域的护狱大阵 昆蓬结界 外加这一场九遇大笔的盛会 将所有人聚在了一起 星火神域的沦陷已经成为事实 薛长生并非投靠一族的叛徒 他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延续两族 他不可能对叶凡视而不见 我明白了 天幻诞生道 接着身形慢慢消失不见 薛长生看着天幻消失的方向 双目之中犹豫万分 最终叹了一口气 希望你能真正地拯救两族吧 高材之上 薛长生再次出现 言外之意 便是说他方才去找破局的方法了 只不过很显然 他们没那个本事 通过绝天神阵给叶凡助力 一族这是有备而来 他们能够做到帮助魔童等人 必然是用了不为人知的手段 第2659章 无敌之姿 莫远文言当即点了点头 不知为何 他想到了叶凡的话 心中不觉有些烦闷 如果薛长生真的是叛徒的话 九遇大笔已经接近尾声 要是发难就在今天了 想了想 莫远寒生道 破罗 绝天神阵可不是无敌的 别让我找到 能够让我们两族修士 输送神力给叶凡的方法 说着 莫远直接消失不见 薛长生等人自然没有怀疑莫远的去向 显然 莫远去研究绝天神阵去了 实则 莫远直接回到了剑神山驻地 大哥 怎么啊 莫长有些愕然地 看着投影之中的莫远道 这个时候 大家都在观看叶凡与异族的战斗吧 他大哥竟然给他发了传音 我让你做的事情 做得怎么样了 大哥 目前星火神域各地的传送阵 已经完全开通 一旦发生异变 各域的修士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汇聚于一处 这件事 天命官不知道吧 大哥 小弟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要瞒着天命官 防范未然罢了 其他事你无需多管 你只需要做好这些事情就行 天命官这段时间的情报势力 仿佛都撤离了 所以我们这次的行动 并未惊动天命官 另外 地神允帝之中 已经开辟了安全区域和传送阵 莫长公敬道 嗯 很好 当年孽人星前被死后 留下地神允帝 那里便是我们两族最后的退路 若非有孽家的风雷印 我们也没办法安全进入其中 希望一切没有那么糟 莫远叹了一口气 眼中闪过一丝坚定 无论如何 叶凡你不能死 说着 莫远身影再次消失 几个闪烁之间 再次回到了高台之上 此时 武斗台上方的战斗 已经接近尾声 在莫远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战斗再次发生了逆转 时间回溯到莫远离开之时 轰轰轰 玄蒙本身就有绝对的力量为尊 实力暴涨之后 竟然压着而叶凡打 至少在绝对的力量之上 叶凡的五龙之力 已经无法抗衡玄蒙 若是换成一对一 叶凡想要杀玄蒙 有一千种方法 但是别忘了 旁边还有39个强者虎视眈眈 痛快 痛快 废物 跟爷爷我对拳 你不是很狂吗 垃圾 正面对轰 你一拳都扛不住 玄蒙张狂无比 破玉等人纷纷露出狂笑 倒是没有发起围攻 仿佛有一看叶凡出丑一般 之前叶凡何等强横 一拳一个 无论是神法 法则 见到 铜数还是体修方面 全方位压制所有人 此刻 看到叶凡在力量之上 被玄蒙压制 他们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玄蒙张狂 然而对于两族修士来说 这却是一种屈辱 叶王座 莫非真的要败了吗 尽管所有人都知道 一族修士破坏了规则 但是即便如此 他们依旧想要看到 叶凡不败的神话 吸收数万亿族修士的力量 也就只有这种水准吗 叶凡冷眼看着玄蒙 讽刺道 呵呵 至少能够压着你打 玄蒙不至可否 接着无视了叶凡的身外化身 直接走向叶凡的本体 废物 可敢与我单独一战 单独一战 叶凡文言 当即冷笑 谁给你的勇气 既然你们破坏规则 那就别怪我不讲规则了 叶凡突兀道 顿时 众多修士恶然 听叶凡的意思 他还有应对的方法 清雪 叶凡看向台下的何清雪 何清雪当即飞出 落在距离武斗台最近的地方 接着双手结印 叶凡同样随之结印 神法 大天阳 神法 大天阴 叶凡和何清雪同时朗鹤 紧接着 武斗台之外出现了一个圆月 圆月升起 悬浮在空中 而在武斗台之上 叶凡的身后出现了一道天阳 天阳同样飞越空中 与武斗台阵法之外的大天阴 摇摇相对 太玄剑 叶凡清赫 一道诡异的领域之力 从周围的阵法之中渗透 接着将整个武斗台完全笼罩 故作玄虚 玄猛冷喝一声 接着狂猛地冲向叶凡 流滚开 一拳砸下 风雷动 叶凡见状 毫不相让地对轰 你也配 玄猛速退 神顶天猛地朗喝 这一招他太熟悉了 当年叶凡抢夺地母深渊水的时候 便用过这一招 整个人的实力提升了近数十倍 一般人实力 哪怕提升百倍也无妨 但是叶凡本身 就已经恐怖到让人站立 提升数十倍 就是无敌 最可怕的是 无论是叶凡还是何清雪 在太玄界之中 皆不死不灭 他根本不曾想到 叶凡这套合击之力 竟然能够无视武斗台之上的阵法阻隔 然而神顶天的话已经迟了 哄 一声响亮的轰鸣 接着 神力炸裂 狂猛的玄猛在众人呆愣的目光之中 猛地飞起 怎么回事 无数修饰震惊 叶凡的实力 比方才强横了不知多少 你也有资格说 我是废物 叶凡冷喝 身形闪烁 瞬间出现在飞起的玄猛上方 住手 一声怒吼 神顶天的瞳孔之中 无极幻灭出现 叶凡抬起头 看了神顶天等人一眼 朗声道 你觉得 你挡得住我吗 神顶天脸色顿时难看无比 他挡不住 他很清楚 下一刻 叶凡的身外化身瞳孔开始改变 无极幻灭 开 轰轰轰轰 准备救援玄猛的破玉等人 所有的攻击 全部被诡异的力量反弹回去 沈师弟将他的无极幻灭抵消掉 魔童惊怒 神顶天的眼中露出一丝绝望 没用 我的铜树被他碾压了 什么 轰 叶凡的一拳砸下 玄猛的子斧瞬间被洞穿 同时 玄猛在一股巨大的力量之下 朝着下方的五斗台撞击而去 动 玄猛落地 碎石四射 然而整个五斗台 却变得安静下来 破玉等人有些愣神地 看着遭受重创的玄猛 一个个有些反应不及 方才分明还是他们占据上风 为何突然之间 叶凡如此无敌 第2660章 战局已定 终于 有人遭受重创了吗 一族修士 两族修士皆有这种想法 谁都知道 这十人能够与叶凡斗到现在 完全是因为这十个人的实力皆不俗 少了任何一个人 他们的战力都会受到极大的削弱 而下来 他们之间能够正面缠住叶凡的玄猛 被废了 换句话说 这一场战斗的平衡已经被打破 为何会如此 泰玄界 这是什么领域 叶凡的实力 为何会提升如此之多 泰玄 泰玄 人族第一位人皇聂人星的最强功法 破罗猛地站起亥然道 因为过于惊讶 声音响亮无比 一时之间 无数修士文言震惊 聂人星 对于万族和两族的修士来说 可能比不上封主那般可怕 但是作为人族第一任人皇 聂人星同样是一个传奇 人族从弱小到强大 不仅仅是靠封主一人 聂人星所在的时代 才是最黑暗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崛起 很多人常说 聂人星对人族的贡献不比封主低 只可惜 英雄难过美人观 聂人星倒在了血液精灵公主的十六群之下 否则 只要聂人星再活十万载 人族早在封主不曾出现的时候 便已经足以处理天仓之巅了 要是在这种情况下 封主在横空出世的话 人族的辉煌将无法想象 夜王座得到了聂人皇的传承 果然 夜王座就是天命之人 他就是来带领我们人族和神兽 走向辉煌的新一代人皇 一族萧萧 就算你们机关算尽又如何 你们挡不住我们两族崛起的大事 无数修士激动无比 每个人都紧紧握着手 不败的人皇 不败的神话 夜凡 做到了 夜凡 你找死 迫于怒吼 他的分身自然消失不见 剩下的三十六人没有丝毫犹豫 对夜凡发起了强横的冲击 你们要这么玩 那就玩得再大一点 夜凡嘴角露出一丝张狂的笑意 接着 对着寄出一道道徒 道徒瞬间覆盖五斗台的周围 夜残 夜鬼 苏仲等人纷纷飞起 站在道徒之中 三十六天刚 天神阵 哄 夜凡的气息再次暴涨 还在提升实力 天下修士进阶震惊 下一刻 夜凡身形飞略 正面斗 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破坏规则 你们依旧不如我 哄 这一次 夜凡并未防御 本体 身外化身 以及四道镜像同时飞出 速度之快 就连最快的灵霄都望尘莫及 哄哄哄 狂暴的神力风暴 直接在五斗台的上空炸裂 紧接着 众人入目所及之处 破玉等人 进阶挡不住夜凡一拳 你们 太弱了 夜凡朗鹤 一拳将灵霄的分身捶爆 区区数息时间 他已经捶爆了四个分身 无论是神顶天还是破玉 九妖孽的脸色 皆苍白无比 此时的夜凡 已经进入了无人可挡的节奏 他们完全靠分身来拖时间 但是等分身死完的时候 就轮到他们了 强 太强了 两族修士看着苍穹之上 不断炸裂的分身 每个人的脸上 揭露出了兴奋无比的笑容 每个人的双拳 都不自觉地举了起来 集合了数万亿族修士力量的十大妖孽 在夜凡的手中 硬是如同丧家之犬一般 拖住 拖住他 他这种高强度战斗的状态 绝无可能持久 魔童忍住京剧朗鹤道 其他妖孽同样不是一般人 尽管每个人都京剧无比 然而他们也很清楚 一昧的逃跑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你们 拖得住吗 夜凡停在虚空之中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接着 瞳孔开始发生改变 无尽空明 开 下一刻 一阵阵空间转换 魔童的本体 直接出现在夜凡的正前方 哼 简单的一拳 魔童亡魂接冒 瞬间燃烧生命 气息再次暴涨 我跟你拼了 一声利吼 魔童右手之上 黑色的魔龙虚影浮现 接着一拳 砸向夜凡的拳头 不自量裂 哼 黑色魔龙炸裂 下一刻 魔童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中 直接被雷霆撕碎 死了 最强的魔童 都在夜凡的一拳之下 简单地死去 即便燃烧了生命 战局已定 高台之上 破罗等人紧紧握着双手 他们做了这么多准备 竟然依旧败了 这个人族小辈 如此可怕 月封缺 夜凡蛋鹤 下一刻 月封缺的本体 出现在他的面前 一族妖孽顿时胆寒 在无尽空鸣之下 他们连逃脱的机会都没有 关闭绝天神阵 父亲 快快关闭绝天神阵 破语显然已经没有了斗志 忍不住利吼道 千寻等人 同样不要命地 朝着武斗台边缘冲去 同时 他们的分身 能量冲击波 将破语等人 直接冲到了武斗台的边缘 只不过有绝天神阵在 他们根本没办法飞出去 夜凡处于自暴的中心 若是放在之前 或许他们会觉得 这些自暴 能够对夜凡造成威胁 但是现在 他们已经被夜凡的强大吓到了 这已经不是他们 能够理解的对手了 他们每一个人 都是自己种族年轻一辈的王者 但是他们 在夜凡面前 却是如此的弱小 你们逃不了 爆裂的中心 夜凡的身影飞出 青龙武装围绕 八条迷你青龙盘旋 周围的冲击波 皆被他简单无比地挡住 太旋界之中 夜凡的实力 已经提升了十多倍 加上三十六天刚天神阵 夜凡的实力 再次大幅度提升 现在的他 就算是面对天位神灵 也能杀 父亲 快关闭绝天神阵啊 破语完全被吓破了胆 最强的魔童 都被夜凡一拳轰爆 他们的分身 在夜凡面前 毫无抵抗之力 要知道 分身比他们本体 还要强横一分 可见 他们现在已经是砧板上的肉 破罗当即站起 然而雷冲等人却并未阻难 而是一个个 带着意味深长的笑意 静静地看着破罗 大道誓言之下 只要破罗敢出手 他们最后的结果就是死 破罗道要 请出手吧 哈哈 你尽管出手 我们不会拦着的 雷冲朗笑道 方才的阴霾一扫而空 嘴角仿佛咧到了耳根一般 那种得意 任谁都看得出来 第2661章选择 破罗双拳紧握 眼中满是怒意 他最看重的儿子 如今生死一线 而且还是他的 绝天神阵导致的 他心中如何不焦急 偏偏他不敢出手 只要他一出手 大道誓言之下 他必死无疑 破罗有办法抵抗大道誓言 他的储物神界之中 就有一枚血珠 血珠的来历 乃是一名神秘男子 赠送给他们的 连带着 将人足天地鹊 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们 但是他们一直未曾使用此物 他们都是神帝级别的存在 这种轻易永生的捷径 必然是有他们 无法想象的副作用的 尽管自己的儿子 危在旦夕 但是破罗依旧 不可能服用血珠 到了他们这个等级 身边的女人不知多少 后代更是成百上千 破玉是他诸多儿女之中 最优秀的一个 但是为了一个儿子 让自己服下血珠 违背大道誓言 破罗不可能做得到 同样 其他神帝也做不到 尽管他们心疼无比 但是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很少有人会为了 自己的某一个后代 而铤而走险的 父见 你们 叶凡蛋喝 接着 雷拳砸下 势不可挡 破玉肝胆欲裂 神力疯狂汇聚于双腿之上 整个人急速后退 然而叶凡的拳风跟随而至 破玉一双眼睛睁大 接着 叶凡的雷拳 直接砸入他的体内 感受着子斧之中的剧痛 破玉露出一丝绝望 他从未想过 今日会是他的忌日 哄 雷霆炸裂 破玉陨落 破罗忍不住怒吼 双目通红 杀意凛然地看着叶凡 下一个 叶凡淡默道 身形闪烁 冲向千寻 千寻勾人的身形 顿时顿着 翘脸之上苍白无比 急忙娇声道 叶师兄饶命 只要叶师兄饶了我 今夜奴家便是你的 你要奴家做什么都行 叶凡文言 嘴角不由露出一丝冷笑 你比得上我的女人吗 不少修士文言 纷纷打量太上西月和千寻 揭露出了一丝赞同 千寻也算得上绝世女子了 但是比太上西月 千寻的 毕竟这种等级的美人 谁不喜欢 诱惑力是必然的 但是叶凡显然对千寻不感冒 雷霆呼啸 毫不留情地一记雷拳杂出 几乎在刹那之间 雷拳直接没入千寻的身体之中 接着 千寻那千娇百妹的身体 发出了一丝闷响 转而她的双目 开始失去光彩 好在叶凡也并非 真的不懂得怜香西域 她对千寻不感冒 也并非如对付其他人一般 直接将她炸裂成灰烬 没有过多的在意千寻 叶凡的身影再次闪烁 冲向灵霄等人 整个舞斗台 开始出现了一面倒的屠杀 那些顶级妖孽 在叶凡面前 一个个如同丧家之犬 灵霄死得最为凄惨 直接被叶凡封印修为 从高空丢下 不过如此一来 灵霄倒是留了全尸 无数修士呆愣地 看着这一场追杀的场景 尽管他们想过叶凡会赢 但是所有人想到的 都是双方进行一场激战 叶凡重伤之下 显而又显地击败了一族妖孽 这样的剧本 才是众人心中的理想剧本 然而 现在的情况是 叶凡在追着这些妖孽杀 要不要这么生猛 那是妖孽 是年轻一辈一等一的强者啊 可不是什么阿妈阿狗 能不能给妖孽一点面子 一族强者几乎全部愣住 破玉等人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就好比古帝 剑吃 叶凡等人在两族修士心中的地位 要是有一天 叶凡 古帝 剑吃 龙灵等十个强者 死第一个人的时候 他们是震怒 死第二个 第三个的时候 他们是一种无力和心痛 等十个死得差不多的时候 他们反而安静下来 所有异族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必须想办法将叶凡斩杀 很快 十大妖孽 只剩下神鼎天 神鼎天淡默地看着叶凡 把玄枪随意地插在地上 脸上却并未有破玉等人的疯狂和恐惧 更多的是一种坦然和平静 叶凡 你很强 一直以来 我都不曾小觑过你 却不曾想 即便如此 我依旧低估你了 神鼎天诞生到 一双俊意的双目之中 有着一种难言的复杂 我说过 我会将你体内人族的血脉抽出来 叶凡文言诞生到 哈哈 抽出我的血脉 那我该谢谢你 如果可以 我多么希望 我是一个纯粹的修罗族修士 从小到大生活在修罗族 最终为自己的种族战死 大丈夫马格果师 为自己的种族战死何等荣幸 可是 我不是 我生活在星火神域 我未曾得到修罗族太多的恩惠 今日就算死了 我都不知道我究竟为谁而死 你说 可悲吗 神鼎天文言不由狂笑道 双目之中 闪过一丝极致的苦痛 身负修罗族与人族血脉 你本该有更多的选择 既然选择了修罗族 临死之前 又何必说这些废话 叶凡从九旋天的状态退出 黄暴的气息变得平静无比 诞生道 选择 叶凡 你当真可笑 谁给我选择 我生下来就拥有修罗族血脉 和人族血脉 我有的选择吗 我的母亲 一个普通的女人 她被修罗族侮辱 在不归欲得救 进入星火神域 这些苦痛 她有的选择吗 明明是一个种族的懦弱 却让弱者承受一切 凭什么 我的母亲有什么错 被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类 侮辱致死 你们不过是 打着种族的仇恨欺辱 给自己的罪恶 找到光鲜的借口罢了 这样的种族 有什么资格说 别的种族是叛徒 叶凡 这样的种族 凭什么要我去效忠 神鼎天歇斯底里道 第2662章 人黄叶凡 你根本不知道我的出生 你 你们所有人 所有人族 从未去想过 接纳一个拥有修罗血脉的人族 我的出生就是一个错误 可是 我可以选择我的出生吗 凭什么一切都要我去承受 我不是杂种 我也不是垃圾 不是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族 肆意侮辱的废物 曾几何时 我只想当个人 当一个最纯粹的人 可是 我的母亲被活活逼死 我也成为所有人唾弃的垃圾 叶凡 换成是你 你会怎么选择 成为一个将你当成狗一样的种族的战士 还是背叛 如果是我 我选择背叛 叶凡一字一句道 这句话可以说 毫不掩饰 无数修士有些恶然地看着叶凡 显然谁也不曾想到 叶凡会给出这样一个答案 神顶天也愣住了 他不喜欢叶凡 因为他觉得叶凡太假 什么以天下为己任 他一直认为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世界 从来就没有什么大意 他今日说出这些话 也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可怜 他只是在死之前 好好谴责这个腐朽的世界 他原以为叶凡会反对 会道貌岸然地 跟他说很多大道理 但是没有 叶凡没有当着无数修士的面作戏 也没有虚伪地以大意说话 而是非常坦然地承认 换成他 他也会背叛 叶凡 败在你手里 我不冤 神顶天静静地看着叶凡 慢慢闭上眼轻声道 背叛并不可耻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我从不觉得 评价一个人的价值 是在于这个人 做了多少为天下人的事情 又或者 这人为天下人 制造了多少灾难 天下父母 我何以诚心对天下 拂弘剑斜指地面 叶凡慢慢走向神顶天 人意理智信 天地君亲师 为人者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冤有投债有主 神顶天 今日你 但凡要是 为了你母亲的仇 将所有契入你母亲的人 杀得干净 我叶凡敬你 是条汉子 但是 为人徒者 欺师灭祖 得人恩者 恩将仇报 该死 你的苦 不是你背叛独孤前辈的理由 你的冤 也不是你无视独孤家族 对你的栽培的借口 就算你加入了修罗族 也没什么 人族负你 你背弃人族 本就天经地义 偏偏 你加入了修罗族之后 又坦言自己 不知为谁而死 不知为谁尽忠 你又负了一族 如你这般恩将仇报 毫无忠诚的修士 即便可怜 也可恨 嗖 浮红剑闪过 下一刻 神顶天的头颅飞出 火焰瞬间席卷神顶天 接着熊熊燃烧起来 碰 头颅落地 接着 火焰将神顶天的头颅席卷 整个五斗台之上 静静燃烧的火焰 在这片平静的空间之中 滋滋作响 一族十大妖孽 进阶被斩 赢了 真的赢了 夜王座一人独占一族 十大妖孽 全灭对方 无敌 夜王座无敌 哄 狂暴的欢呼声 在刹那之间响彻云霄 无数修士仿佛如梦初醒一般 看着五斗台之上 唯一站着的男子 所有修士疯狂地挥舞着双手 歇斯底里的狂吼 全能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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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声拥护的浪潮 铺天盖地般 充斥着整个星火神域 我们赢了 哈哈哈哈 我们赢了 我人族 无数年纪偏大的修士 不知觉中已经哽咽 一如墨原等人所说的 人族 神兽跪得太久了 跪到他们 已经快要忘却了 人灵时代的骄傲 以一对识 完灭所有异族天骄 这是何等耀眼的战绩 天下谁敢说我人族无人 叶王座 定能带领我等 找回昔日的辉煌 每个修士的脸上 皆别的通红 这一场胜利 对他们来说 一处强心计 而在整个天仓界 无数人族 神兽奴隶停止了手中的事情 不少人的眼眸之中 泪水朦胧 新一代的人王 即将崛起了吗 他们能否找回自己 人族 一个让所有种族 都猜不透的种族 这个种族 明明没有任何 值得一说的天赋 却总是能够出现 其他种族 整个文明时代 都无法出现的绝世大能 聂人心 封主 现在又来了一个叶凡 五斗台之上 叶凡将霸玄枪抓住 封印锁链出现 下一刻 霸玄枪开始被封印 人类 我绝不会认你为主 即便你杀了神鼎天 在我眼里 你依旧不值一提 哄 没有了神鼎天的束缚 霸玄作为 伪天传圣器的 强横气息 直接凸显 顿时引得无数修士 露出炽热的目光 伪天传圣器 不对 受损很严重 否则叶凡不可能封印的 住这种等级的存在 墨远等人 当即心中有所计较 你也配任我为主 叶凡狂傲无比道 接着青山空爵出现 瞬间将霸玄枪完全笼罩 啊 这是 这是净化之火 人类 住手 你抹去了我的神志 霸玄枪也会破损 从伪天传圣器 变成普通的神器 霸玄精具无比道 他未曾想到 叶凡如此果断 丝毫不在意 把悬枪的价值 伪天传圣器罢了 叶凡诞生到 接着右手一挥 被青山空爵 完全笼罩的霸玄枪 消失不见 进入了叶凡的 天地界之中 与此同时 在无数修士狂热的 拥护声中 雷冲飞到了空中 朗声道 九玉大比 最后一场 叶凡胜 同时 我再次宣布 叶凡便是我们 两族的天命之人 哄 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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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皇叶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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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曾完全安静的 两族修士再次爆发 叶凡的身影 彻底映入两族之中 所有修士的神魂深处 即便是在天仓界的 各个区域 同样有人暗自低难 仁皇叶凡 从古至今 但凡能够 被称呼仁皇两字的 唯有聂人心和风主 而无论是聂人心 还是风主 都是修为通天之后 才有此殊荣 而叶凡 现在就得到了 如此高的称呼 星火神域的士气 在此刻达到了巅峰 莫远和雷冲满意地 看着叶凡受到的拥护 就算现在没有 他们支持叶凡 叶凡也稳坐了 两族领袖之位 第2663章背叛 台下 众多妖孽的神情各异 君子孝等人 露出一丝敬佩 莫清炎是一种轻慕 龙灵则是好奇和羞涩 叶残 叶鬼等人 依旧是那副兜座下 正常操作的欠奏模样 太上昔月 洛素素 薰衣则是骄傲 这个散发着无穷光芒的男人 是他们的男人 一族修饰脸色难看的 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们完全能够相信 两族若是被叶凡统治 必然能够真正地凝成一股声 两族有叶凡 定然能够带领后代走向辉煌 一道声音突兀响起 声音很平静 然而在整个时候 却总感觉有些突兀 同时 薛长生踏空而至 落在舞斗台上 距离叶凡 也不过数十米的距离 他的双目复杂 无比地看着叶凡 最终露出一丝善意的笑容 还未曾介绍老朽 老朽薛长生 薛师帝 雷冲当即有些疑惑 其他神帝也纷纷不明所以 就在此时 破罗朗喝道 薛长生 现在不动手 更待何时 这个距离 薛长生出手 谁能阻挡 哄 几乎在瞬间 莫远的身形 飞到了叶凡的正前方 速度之快 超越了破罗等人的想象 整个舞斗台的阵法 瞬间发生了改变 成为一道道 护震将叶凡保护的 结结实实 莫远的契机 瞬间锁定薛长生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要说 莫远没有事先做好准备 谁也不相信 莫失帝 雷冲愕然 两族的神帝 几乎都处于愣神状态 显然谁也不知道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雷冲等人 也纷纷看向薛长生 薛长生却并未动手 薛长生 你在干什么 破罗的脸色难看无比 他们不能出手 出手就会被大道誓言反噬 但是薛长生 可以对叶凡出手 这一切都是他们 事先说好的 薛长生也轻易无比地 来到了叶凡的身前 可是 他根本没有出手 薛师弟 你 你真的是 莫远的双目之中 满是痛苦 师兄 看来你早就提防我了 也是 师兄作为人族领袖 能有这份提防之心 也是好的 薛长生坦然无比道 转而淡默地 你们一族想要指挥老朽 怕是想得太好了些 薛长生 别忘了 你可是与我们签订了灵魂契约的 你若是反悔 哼 整个天命观都会万劫不复 更何况 我们各大圣族大军 已经集结星火神域之外 只要我一声令下 星火神域请客之间 便会化作积粉 破罗怒声道 说到这里 几乎所有人都明白了 薛长生暗通了一族 天命观 是叛徒 雷冲 鲁仁盛等一群老辈神帝 皆怒目而逝 每个人的眼中 都带着一丝质问和痛苦 他们这里不少人 都有着百万年的交情 甚至于 为了人族的生存 他们携手共敬 感情轻如手足 任何人背叛 他们都可以忍受 唯独天命观不行 薛长生 是他们的兄弟 是他们的挚友 挚友 为何而叛 欢呼的修饰 变得无比安静 从极致的喜悦到愤怒 根本没用太多时间 每个人都带着质问的眼神 看着薛长生 薛长生虽然不能跟莫远 雷冲相提并论 但是天命观 何尝不是两族修饰的 前进的指引者 薛师殿 告诉我们 这一切都是假的 雷冲寒声道 老眼之中满是失望 身上的神力 已经无法控制 随时准备爆发 是真的 我 薛长生 背叛了人族 薛长生紧握双手 低声道 什么 无数修饰惊恶 不敢想象地看着薛长生 为什么 为什么 莫远激动无比地朗声道 薛长生 你给劳姿说 你到底为什么 叶小友跟我说你 可能是叛徒的时候 我根本不敢相信 天命观 为了两族的延续 一代接着一代的强者 死在天道雷劫之下 天命观 为了两族 多少修饰魂飞魄魄散 不如轮回 天命观 是昆蓬拼命都要保护的传承 薛师殿 你告诉我 你怎么可以是叛徒 你特不对得起 我们这群师兄师弟吗 为什么 薛长生叹了一口气 接着看向下方所有修饰 诸位道友 两族所有的修饰 我薛长生对不起你们 对 我是叛徒 但是我不叛的是星火神域 我从未叛过我的种族 二十多年前 天道山之上 我天命观 举全派之力 进行周天大心算 我看到了两族的未来 两族的未来之后 一片黑暗 只有毁灭 根本没有任何命星闪烁 更没有看到 任何天命之子 我骗了你们 骗了所有人 我们两族的未来 只有灭亡 薛长生 天命观第七代传人 当年风主先是 曾有言 我天命观在一天 两族传承不可断 所以 我找到了一族 与他们签订了灵魂契约 只要我帮助他们 打开昆蓬结界 关闭星火神域的护御大阵 并且葬送两族八成主力 便可保全我玄武欲无忧 若一族有为此约 一族将会遭到天前 失去种族契域 所以 我骗了你们 根本就没有什么天命 一切 都是为了今日的局 一个能够将两族强者 一网打尽的局 所以 你选择牺牲大多数族人 保全一遇是吗 星火神御护权我们两族 尚且让我们两族 面临灭亡之危 一个玄武 你在断送我们两族的未来 雷冲怒然道 薛长生 你怎可因为你自己的愚蠢 让如此多的族人埋葬 雷师兄 我不是你的师兄 我没有叛徒的师弟 师兄 这是我们两族的命 有些事情 我们没得选择 只有舍弃一部分族人 才能让其他族人得以延续 我薛长生从来不是为了我自己 今日 我也从未想过活着离开 薛长生闭上眼低声道 双拳紧握 我们 没有未来了 没有未来了 薛长生 别说今日破罗等人不能出手 就算他们无视大道誓言对我等出手 你想要灭杀我们也是白日做梦 狂暴的剑意刺破苍穹 莫远冷然看着薛长生 是吗 他不行 我呢 清脆的声音响起 接着 在薛长生的身后 一名空灵女子慢慢浮现 七彩的霞光自她的身上流淌 神圣而强大 第2664章 疯子薛长生 他们的眼色顿时变得惨白 他们的实力不惧天幻戒猪 但是整个星火神域的布房 都由天幻戒猪操控 若是天幻戒猪都背叛了星火神域 那星火神域真的完了 天幻 你是封主的本命神器 你莫非要违背封主的遗愿吗 莫远当即怒喝道 如果说神兽之中不可能背叛的是雷冲 人族不可能背叛的是莫远 那么 整个星火神域不可能背叛的 就是天幻戒猪 因为这三者 任何一个背叛 都会葬送整个星火神域 偏偏 最不可能背叛的人背叛了 天幻戒猪的气灵 是一个极为空灵的女子 女子赤着双脚 踩在虚空之中 一双轻视风华的毛子 静静地盯着墨远等人 我是主人的气灵 不是人族 神兽的守护神 秉承着主人的意愿 我守护了星火神域无尽岁远 现在 主人的妹妹回来了 我效忠的是主人 也是风家 而不是两大种族 我只是一个气灵 我对于种族的存亡 接着 他轻轻举起右手 梦幻法则运转 下一刻 在天际之上 传来无数的惨嚎 魂力虚空 开始崩塌 无数在魂力虚空之中的修饰 神魂开始破碎 天幻 住手 墨远和雷冲 顿时肝胆欲裂 他们的心开始沉沦 一种绝望在刹那之间弥漫 完了 星火神域完了 他们算得再多 也算不到天幻会背叛他们 一场九玉大比 整个星火神域 无数修饰通过魂力虚空 观看这场大比 现在 梦幻将魂力虚空毁掉 除了有通天智能的修饰 其他修饰的神魂 接受到了重创 严重着魂飞魄散 大多数昏迷不醒 还有不少神魂缺失 战力亏损极大 在这种情况下 星火神域五成的战力 几乎已经废掉 九玉大比 好大的局 哈哈哈哈 好大的局啊 墨远壮若疯狂 剑意灵天 无穷无尽的剑气 在苍穹之中汇聚 天道成修士听令 诸灭叛徒 守卫山河 天道成所有修士 进阶在瞬间飞起 将五豆台围的严严实实 昆蓬 烈 天幻淡漠道 下一刻 守卫整个星火神域的 昆蓬结界开始破碎 护玉大阵开始崩塌 嗡 响彻天地的星火中 在刹那之间响起 一道 两道 一直到七道 除了玄武域 其他七域的星火中 全部被敲响 惨烈的气息 瞬间笼罩整个星火神域 一道道投影出现 不归域发现百亿一族军团 请各大门派速速出兵 青龙域界外 出现修罗军团 请神帝大人主持大局 朱雀域无尽海暴乱 无数血色海兽登陆 无尽岛已经失守 有神帝级别海兽出现 请求诸位神帝速速支援 麒麟域边界 出现一人族军团 一道道急切的消息传来 整个天道成 几乎在瞬间陷入了慌万之中 哄 狂暴的轰鸣声 瞬间响彻云霄 一道身影 吐血飞退 陆风铃 你在干什么 聂金天的气息凌乱无比 整个人显而又显地 飞退到墨原等人的身边 寒声道 干什么 还用说吗 我单神鼓 自然是站在薛师兄这一边 陆风铃文言弹喝道 当即各大神帝 分别拉开了距离 这个时候 谁也不知道 哪些人是叛徒 被神帝强者偷袭 可不是开玩笑的 哈哈 好 好啊 破罗朗笑道 几人却并未出手 这一战 他们不能出手 同样 只要他们几人不出手 墨原等人也没办法 对他们几人出手 今日 他们是看戏的 神文流转 墨原当即打出一道 极为诡异的阵文 阵文闪烁之间 便消失不见 接着 墨原 雷冲等人 飞到叶凡的身边 两族的年轻天骄 纷纷飞到了舞斗台之上 大家都不是傻子 既然薛长生已经跳出来了 其他神帝也不会再隐藏了 这些神帝想要互相偷袭很难 但是杀年轻妖孽却很简单 天幻大人 开始吧 薛长生拱手道 接着看向破罗等人 今日 我薛长生出卖了星火神域 但是墨师兄 雷师兄 我不会让你们白白牺牲 一族六大顶尖强者皆在此 我会将所有人葬送 哄 天道城中心 天命灌驻地之处 浩瀚的神力风暴席卷 同时 一颗七彩玉珠 出现在天道城的上空 七彩霞光普照 整个天道城全部笼罩 同时 一股毁灭的气息弥漫 天幻 你想做什么 墨远运转神力 将叶凡等人护住 眼中闪过一丝凝重道 只要我自爆 整个天道城便会毁于一旦 你们所有人都会死去 天幻诞生道 薛长生接着天幻戒猪的话道 墨师兄 雷师兄 我知道 你们想要让叶凡 带领两族走向辉煌 我会让叶凡离开这里 前往玄武域 让他成为两族幸存者的王 薛长生 你这是什么意思 破罗等人顿时脸色难看到 破罗 你们真的以为我薛长生 成为了你们的走狗 任由你们差遣了吗 薛长生的神情 慢慢变得疯狂 我一开始提出九欲大笔 并且让这个消息传到你们耳中 就是为了今日 我们的灵魂契约之中 只说过 我会葬送星火神域八成的战力 并且解开鲲鹏结界 和护狱大阵 可从来未曾说过 我不能杀了你们 就算你们今日全部死去 你们各族也绝不能动我玄武域 疯子 所有人都骇然地看着薛长生 真是疯子 一场大比 薛长生不仅仅算计了整个星火神域 甚至于连异族也完全算计在内 一个看不到未来的种族 一次算不到光明的心算 一个互助种族延续的承诺 第2665章 风轻月出现 薛长生很清楚 魔灵并未与他签订灵魂契约 他葬送了两族80%的战力 即便异族不出手 魔灵也能兵发玄武域 虽然根据灵魂契约的规定 玄武域被魔灵攻下 其他异族也会受到天谴 面临一些惩罚 但是 毕竟不是他们出手的 这种惩罚对于异族来说 能够承受 所以 他用了这一招 将异族的顶级强者全部坑杀 如此一来 魔灵的势力 相对于各大种族来说 无疑强横了许多 若是玄武域被攻占 异族的实力再次被削弱 那异族就不得不考虑 魔灵是否会将他们 所有种族吞并的情况了 为了大局 异族显然不会让玄武域 被魔灵占据 薛长生就是用这种方式 来保护两族最后的领土 薛长生无疑是一个很可悲的人 但是同样 他也有可敬的地方 有一点他说的不错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两族的延续 或许有人会好奇 既然薛长生不是为了自己 为什么不保全地狱 而保全玄武域呢 很正常 地狱是星火神域的核心 异族不可能同意保全地狱的提议 其次 这件事 他不能让莫远 雷冲知道 因为他很清楚 莫远 雷冲等人 根本不可能同意他的提议 而他必须要给两族最后的领地 留下足够的资源 故而这些年 天命贯通过各种手段 得到了海量的修行资源 这些资源只能放在玄武域 故而也只能保存玄武域 薛长生 你敢算计我们 你对我们动手 便是违背大道誓言 你自己也活不了 破罗怒吼 同时脸色苍白地打亮着周围的七彩光照 异族的修饰很快聚在一起 各大神帝强者 脸色皆不好看 天幻戒猪之中 拥有封主封印的强横神力 即便以他们的实力 也无法在天幻戒猪的自爆下 安全脱身 不仅仅如此 他们也根本逃不出天道城 瓮中捉鳖 所有人都被薛长生瓮中捉鳖了 叶凡的脸色 同样有些难看 他推测了很多东西 却也根本不可能推测到今日的情况 这无关他的智商 而是因为他的情报太少了 他太弱小了 天幻戒猪他根本不了解 更未曾见过 瓮中捉鳖 一个大笔吸引力 整个星火神域的修士 魂力虚空炸裂 让无数在魂力虚空之中的 修士神魂遭受重创 一次性便直接削弱了 星火神域五成的实力 这是何等巨大的手笔 之后更是以天道成为一个口袋 将所有人困在这个口袋之中 无论是两族修士 还是一族修士 都命悬一线 薛长生不愧是 封主智囊天命官的官主 这份算计 便足够让墨远等人绝望 我从未想过 今日能够活下去 若非两族没有了生路 即便我薛长生魂飞魄散 也断然不会与你们一族为伍 破罗 今日 你们便一起埋葬在这里吧 说着 薛长生看向天幻 天幻大人 天幻并未行动 而是看向东面的天际 很快 一阵血色弥漫 数十道身影破空而至 嗖嗖嗖 身形悬浮于空中 当即墨远等人皆惊讶到 黄师兄 能够让墨远等人称呼师兄的 可见此人地位 黄远禅 天地却沉睡的风主战将之一 当年 更是风主的左膀右臂 若是黄远禅带着天地却强者 在这个时候 以正常的姿态出面 或许对于墨远等人来说 是一种振奋人心的事情 但是 显然此时黄远禅的出现 给了墨远等人 一种不好的感觉 其一 黄远禅的身上 只有最彻底的血色 这种血色的气息 他们熟悉 与古帝当时露出的气息一般无二 但是这里的修饰 除了叶凡等人 以及默远之外 没有人知道这血色气息 到底是什么 若是有魔灵在这里 倒是能够认得出来 只不过 这次来到星火神域的 只有魔童和月峰缺两个魔灵 先不说 两人已经死了 就算他们还活着 魔童和月峰缺 是在星火神域出生 并且长大的 他们也未曾见过星红之气 否则当初古帝 表现出星红之气的时候 两人就会通知魔灵高层了 其二 风清月便站在 众多天地却的强者正前方 她的身上 同样有着血色流转 吴子清 你竟然让星红之气入体 你疯了吗 叶凡寒声道 杀鸡弥漫 双目冷然看着风清月 吴子清当然不会如此 只不过她的人格面 已经快要被我融合了 风清月淡默道 我说过 我会毁灭神兽和人族 没有什么比成为雪魂族 更容易达成这个目标了 雪魂族 顿时 无论是雷冲还是破罗 几乎所有神帝结愣在原地 他们没见过雪魂族 但是他们都听过雪魂族 当年天仓界与魔灵的战斗 起源便是因为雪魂族 雪魂族的强大 比他们所了解的 还要恐怖得多 疯子 你就是个疯子 叶残忍不住道 吴子清 仙界的惨状 莫非你已经忘了吗 你这不是在毁灭人族和神兽 你是打算毁灭三界 哈哈 三界腐朽 早该毁灭了 复仇 就是我风清月活着的意义 我轮回了多少事 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 原本想要将你们毁灭 是一件麻烦事 却不想一场酒欲 大比成全了我 这就不得不感谢薛长生了 说着 风清雪嘴角 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 薛长生的脸色却发生改变 接着他看向天幻 天幻 你怎么还不动手 没有我的命令 他不会动手 薛长生 你怕是老糊涂了 你以为天幻会因为我哥的意愿 而守护两族 成为你的盟友吗 笑话 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指使的 你很聪明 依靠天命之人的噱头 将心火神域 几乎一锅端了 只可惜 你终究还是给我做了嫁衣 天幻 是我哥哥的本命法宝 同样 天幻还是从小 与我一起长大的婢女 因为天幻度天结的时候 心魔反噬 魂飞魄散之际 我哥哥立抗天结 暂时保住了他的魂魄 第2666章 没有退路 为了躲避后续的天结 无奈之下 天幻便成为了 我哥哥的气灵 天幻是我风家的人 当年风家被出卖 祖地龙卖畜 我风家十亿中古埋葬 唯有我和天幻残存 这些年 天幻逐渐在你们的帮助下 掌控了昆蓬结界 和护玉大振 他尽心尽力地守护 星火神域无尽岁月 一切都是为了今天 说着 风清月带着天地 却众多强者 落在了墨园等人的面前 勾人的双目之中 是彻骨的阴寒 雷冲 你当年是我哥哥的坐骑 臣服我 我看在哥哥的面子上 让你活命 风清月看向雷冲 朗声道 我是主人的坐骑不假 同样 我也是神兽一族 仅存的最后一个太古神兽 我必须守护神兽一族 主人的遗愿 就是让两族的传承传下去 我雷冲活着一日 便绝不可能让两族灭绝 雷冲当即斩金截铁道 冥丸不灵 人族 神兽恨一族入骨 乃是因为一族背叛 非无族类 背叛之后 已经不死不休 我风家是人族修士 我哥哥更是一手塑造了 人灵时代两大种族的辉煌 最后 你们却背叛了我风家 你们比一族还要该死 风清月冷声道 接着看向破罗等人 服下血魂珠 你们可以活 否则 今日便一起死在这里吧 破罗等人的脸色 顿时难看无比 血魂珠就是他们手中的血珠 之前他们有各种 顾虑未曾服用 现在风清月却逼迫他们服用 显然 如果他们服用了血珠 他们很可能会听命于风清月 可是不服用的话 他们会死 没错 天幻戒珠自爆 整个天道城都会化作积粉 这里任何一个人都活不了 只有服用了血珠的人才能复活 破罗等人面面相去 风清月并未理会破罗等人 而是看向叶凡 叶凡 在我的转世之身中 有一事与你关系很不错 其实我并不想杀你 因为我在你的身上 看到了我哥哥的影子 我希望你看着我毁掉两族 可是 你终究不是我哥哥 你是一个会创造奇迹的人 但是我的计划 绝不能允许出现任何差错 所以 抱歉 你今日必须死 说着 风清月轻轻挥了挥手 天道城 可以抹去了 哄 恐怖的毁灭气息 瞬间笼罩一切 莫远 雷冲等人 当即没有丝毫犹豫 神力打出 瞬间形成一道神力护照 鲁师弟 将他们全部送出去 莫远看着鲁人 盛莽喝道 务必要保护叶凡的安全 莫师兄 雷师兄 莫要多言 星火神域已经败了 无论如何 我们都必须保住叶凡 只有他 才能带领两族重建辉煌 莫远严肃道 转而看向叶凡 叶凡 我事先在各域布置了传送阵 天幻界珠的背叛 让我们措手不及 但是在星火神域彻底沦陷之前 至少能够保住一部分修士 进入地狱之地 那里有聂人心前辈 留下的天地屏障 无论是魔灵还是异族 想要攻下地狱之地 皆不容易 那里 就是两族最后的星火 叶凡 带着两族修士 活下去 莫远前辈 没有办法与我们一起走吗 叶凡当即握住双手道 天幻界珠之中 有封主 留下的地主级别的力量 除了融合了昆蓬血脉的鲁尸地 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这里 破开空间逃脱 我们必须要抗住 天幻的暴裂之力 否则一个人也逃不了 哄 几人聊天之际 天幻界珠 已经进入了自暴的最后阶段 苍穹之上 无尽的毁灭之力 笼罩一切 在 这里 依旧汇聚着无数两族的修士 这些修士 皆紧紧咬着牙 或脸色苍白 或面容坚定 或带着惨烈的气息 哄哄哄 鲁人圣并未浪费时间 可怕无比的空间之力 疯狂地渗透在虚空之中 一拳接着一拳地砸在空间之上 脸色却难看无比 空间被完全锁定 我无法破开空间 雷冲等人的脸上 不由露出一丝绝望 叶凡当即开始沟通天地界 然而很快 他发现天地界无法打开 天幻界珠将这片空间完全锁定了 他的修为 根本没办法破开这种锁定之力 这是死路 二两 叶凡看向太上昔月的方向 二两当即飞出 所有人的命在你手中了 帮助鲁前辈破开这片空间 叶凡急切道 天幻界珠锁定空间 消耗了极多的能量 自爆需要一定的时间 雷冲等人在疯狂地布置守护力量 同样 他们对破开此处的空间 没有任何帮助 这个时候 只有拥有昆蓬血脉的强者 才能在天幻界珠的空间锁定之下 破开空间 二两同样没有了往日的不正经 丑陋的身形开始变换 金色的羽翼不断地覆盖他的身躯 很快 一只威武无比的金翅大鹏 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一声奸笑 昆蓬血脉疯狂运转 接着二两打出一道道 诡异的空间震纹 与鲁人圣的空间震纹融合 可以破开空间了 但是至少需要六十系 鲁人圣急忙到 同时不做任何耽搁 全力破开虚空 雷冲 莫远对望眼 接着看向 已经快要达到极限的天幻界珠 六十系 就算是三十系 他们都未必抗得过去 一个完整的天传圣气自爆 这个天传圣气之中 还有地主之力 即便雷冲和莫远十里逆天 想要抗衡住这种冲击 也绝无可能 人族修士听令 以命护人皇 莫远飞跃苍穹 看着数以百万计的天道成人修 朗鹤道 神兽听令 以命护人皇 雷冲同样朗鹤 顿时整个天道成所有修士 全部疯狂地汇聚苍穹之上 整个天道成上空 密密麻麻的 皆是两族修士 百万 千万 又或者是数亿 以命护人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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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烈的气息 瞬间席卷整个天道成 无数修士的眼中 皆闪过一丝坚定 下一刻 天道成上方 生命之火熊熊燃烧 形成一片生命火海 两族的修士气息 疯狂地上涨 没有丝毫犹豫 每个人首先做的 就是燃烧生命 龙龄 君子孝 聂音熙等人 当即便要飞上苍穹 鲁人圣网喝斗 你们的命不能死在这里 两族的未来 在你们手中 哄 无尽的神力在空中交织 形成巨大无比的能量护照 将叶凡等一众年轻妖孽 护得严严实实 叶凡的双拳紧握 双目紧紧看着头上 黑压压的一片身影 心中悲愤而屈辱 又一次 又一次 为什么 第2667章 不会重演 这一幕 何曾熟悉 当年天舞天府之祸 杨仓等人用命换他活路 今日星火神域 莫远 雷冲还有无数天道成 两族修士 再次用命 为他谋得生路 当年他便说过 绝不会让一切重演 莫非今日他又要再一次的 无能地看着这些人 为他而死吗 他修行了这么多年 努力了这么多年 到底修行了什么 不 绝不 他绝不会让历史重演 两族威王 不一定就在他身上 他不是任何人的救星 他也不配让任何人 用命为他开一条路 哄 几乎在瞬息之间 叶凡的身上 爆发出恐怖绝伦的气息 叶凡的神魂 在瞬间燃烧起来 叶凡 你在干什么 莫远 雷冲等人顿时肝胆欲裂 急忙怒吼 不要冲动叶凡 你必须活着 鲁人圣同样焦急无比道 龙灵 聂音熙等一群妖孽修士 同样恶然地 看着燃烧灵魂的叶凡 谁也不曾想到 叶凡这个时候 会来这么一手 我并非不懂大局之人 不过 我绝不会做你们羽翼之下的雏鸟 我已经不是当年的叶凡 如果一切都是轮回的话 我叶凡 要改写轮回 哄 身形悦起 叶凡封闭了生命术 对神魂的修复 整个人完全以一种 玉石俱焚的方式燃烧神魂 这是唯一的路 唯一能够救下墨远等人的路 叶凡不过人为神灵 他挡不住天幻的自暴 但是他体内有五行珠 五行珠乃是鸿蒙圣气 若是五行珠巅峰时代 别说区区天幻 就算是混沌神气自暴 也能挡住 但是叶凡没办法操控五行珠 他的实力 远远没有到达 使用鸿蒙圣气对敌的程度 更何况 五行珠还是残缺了 所以 叶凡选择自焚 激发五行珠的护主能力 这同样也是一种冒险 因为叶凡根本不知道 五行珠这些年恢复的力量 能够挡得驻天幻结珠的自暴 五行珠比天幻结珠 确实强了无数个档次 但是破损得太严重了 这些年 叶凡修行的时候 五行珠同样吸收了不少的天地灵气 不过五行珠究竟达到了怎样的层次 叶凡并不清楚 哄 一股浩荡的毁灭之气瞬间涌动 接着将整个天道城完全笼罩 破罗等人在瞬间便服下了泄魂珠 接着几乎没有太多的抵抗 便直接被这股毁灭气息撕碎 下一刻 毁灭气息波及到叶凡等人 墨远 雷冲 以及数之不尽的两族修士 打出的神力护照 在刹那之间受到了极为可怕的冲击 接着 无数修士口吐鲜血 每个人的眼中揭露出了一丝亥然 强 太强了 他们已经拼尽全力 却在第一轮冲击之下 便便摇摇欲坠 而这种冲击还在继续 六十息 不 就算他们燃烧一切 也绝无可能撑得住六十息 就在此时 一阵浩瀚气息 自叶凡的身上散发 无穷无尽的神闻 以叶凡为中心 朝着四周疯狂的延伸 凤 叶凡怒吼 龙翼摇曳 整个人朝着神力护照之外飞去 神秘的符文相互结合 形成一道百里巨大的神闻护照 将所有人护在其中 轰轰轰 狂暴的冲击 当即疯狂地冲击着神闻护照 叶凡的体内 神力疯狂地涌入五行猪之中 好在他有天地通神 否则他的神力 根本不够辅助五行猪 即便如此 他神力补充的速度 也有些跟不上五行猪消耗的速度 一连串的毁灭气息侵蚀一切 风轻月等人同样并未幸免 皆被毁灭之力抹杀 不过他们已经是血魂族 完全无惧这种抹杀 天幻戒猪的自爆 是不分敌我的毁灭 周围的神殿不断崩塌 整个天道城 在寝客之间成为一道废墟 除了神闻守护之下的两族修士 已经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 大哥 叶残 叶鬼当即担忧的朗鹤 同时飞出 你们不要上来 这一次 你们帮不了我 带鲁前辈打开空间通道 你们与末前辈等人 一同前往地神陨地 叶繁怒吓 整个人定在虚空之中 双目之中满是严肃 叶残和叶鬼顿时停下脚步 太上西月等人 看着叶繁的目光 也皆有些不知所措 他们确实帮不了叶繁 这种等级的能量冲击 就算是墨元等人 也没办法左右 叶鬼的天地池 也是鸿蒙盛气 但是天地池主攻伐 不主防御 天幻都已经自爆了 叶鬼用天地池去打谁 另外 叶繁早在飞越苍穹的时候 就传音给叶鬼 以绝对的口吻 要求叶鬼不得插手 叶繁有生命术 神魂受损可以恢复 叶鬼可没有生命术 若是他也用叶繁的方式 来激发天地池的话 那没准就真的废了 叶小友 莫远 雷冲等人皆表情复杂 无数两族修饰的双目 皆是一种难言的情绪 每个人都看着苍穹之上的叶繁 一阵阵的毁灭之力冲击之下 叶繁的嘴角不断溢血 谁也不曾想到 这个时候 却是叶繁一人抗下了一切 叶王座 众多修饰已经开始哽咽 而同样被叶繁的锁链保护下的 薛长生等人 则是一种无法表达的情绪 天幻反叛的时候 薛长生便已经知道 他在此刻成为了两族的罪人 最好的结果 便是就此死去 可是墨远等人的护照护住了他们 后面叶繁的神闻之力 同样护住了他们 时间一吸一吸过去 叶繁的状态越来越糟糕 众人几乎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周围的神闻之力开始减弱 空间通道已经打开 速速离开 鲁人圣 稳住空间通道朗赫道 走 叶残 叶鬼 你们几个小辈速速离开 墨远当即朗赫 与雷冲对视一眼之后 皆飞到了叶繁的身边 他们的神力 没办法传入叶繁的体内 叶繁目前完全是依靠天地通神强称 外来的神力涌入 如果不能持续源源不断的话 很可能会打断叶繁的节奏 两位前辈 让我试一试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龙铃飞到了叶繁身边 他之前并未鲁莽地使用神力帮助叶繁 通过这段时间的感知 他找到了叶繁神力输出的规律 故而飞了上来 第2668章 大义当先 只有同样拥有天地通神的龙铃 才能做到源源不断地输送神力 不会打断叶繁的神力输出节奏 铃儿 你速速离开 这里有我们 等你们离开之后 我们几个老家伙 会帮叶繁争取最后离开的时间 龙尊踏空而至 呵斥到 大劫当前 龙尊自己的命不重要 但是他希望自己的女儿 能够活下去 叶繁一人 撑住了所有毁灭之力的冲击 可以说 叶繁已经将自己陷入了极为危险的程度 他不愿自己的女儿 也陷入如此危险的境地 父皇 叶师兄能做到如此 我神兽一族 岂能落后 龙铃坚持到 接着飞到叶繁的身边 神力运转 天地通神开启 速手放在叶繁的身上 几乎在瞬间 龙铃便吐出了一口鲜血 整个人脸色惨白无比 一双美眸骇然地看着叶繁 心中唯有震撼 他承受了何等可怕的冲击 这种冲击 就算此人肉体逆天 也绝无可能如表现出来的那般轻伤 此人将一切都压制住了 就是为了让其他人 毫无顾虑地撤退 心中对叶繁产生一种敬佩 龙铃当即运转神力 将自己的伤势压制住 同时全力输送神力 叶繁感受着龙铃传递过来的神力 不由暗自松了一口气 他的天地通神 已经无法支撑神文护照 方才他已经在燃烧生命了 龙铃的到来 无疑是急事与 叶残等一众妖孽离开得很快 都不是蠢人 现在撤退的时间 每一息都是叶繁用命给他们扛下来的 如果还在这里犹豫不决 那才是真的害叶繁 两族修饰 依次撤退 快 莫远朗赫 接着看向雷冲 雷师兄 叶繁不能死 我留下 即便是燃烧生命也会撑住一息 两族需要强者坐镇 你离开 墨诗殿 你的实力不如我 这种程度的冲击 你就算燃烧生命也扛不住 我留下 你离开 雷冲摇了摇头道 眼中满是坚定 此时两族修饰 已经朝着空间通道鱼贯而入 雷冲与莫远 以及龙尊等神力强者 劫飞在叶凡的身边 一旦叶凡不知 他们随时打出神力护照 抗住毁灭冲击 不要浪费时间了 这种冲击 本就不是一人能够挡住的 龙尊 鲁方山 聂金天等各位道友助我 我们这群老家伙 不能全死在这里 雷师兄 地陨之地 唯有你坐镇才能守 墨远斩经截铁道 同时 他的生命力再次燃烧 显然 墨远的态度已经放在这里 哼 神闻开始破碎 叶凡已经到达极限 我绝不允许 曾经的事情再次发生 给我顶住 叶凡怒吼一声 龙银震天 恐怖的血色 瞬间将叶凡完全笼罩 叶凡的气息再次疯狂提升 越发浓厚的神力 疯狂地侵入神闻之中 诸位前辈 莫要争执 你们全部离开 我自有保命之法 否则 现在我叶凡便死在这里 叶凡坚定道 血色的双眸 无比严肃地 看着墨远等人 父皇 还有诸位前辈 叶凡并非说笑 你们若是不离开 他便要献祭神魂了 龙铃急忙道 脸色难看无比 因为神力与叶凡相连 他能够感觉到 叶凡体内神力 魂力的改变 墨远等人当即面面相去 叶凡让他们走 但是他们走后 叶凡怎么走 只要叶凡收回神闻之力 就会寝刻间被毁灭之力撕碎 就算他有能耐抗衡住毁灭之力 空间通道 也会在毁灭之力下崩塌 可是叶凡的态度 已经摆在这里 他们不走 叶凡现在就献祭神魂 到时候 叶凡必死无疑 嗖嗖嗖 树道身影 飞到墨远等人的身边 墨师兄 雷师兄 能否相信我一次 薛长生挥败的目光之中 露出了一丝期待 薛师弟 墨远和雷冲当即有些复杂道 总要有人留到最后 我一手毁掉了星火神域 那就让我做最后的救赎吧 薛长生坚定道 同时 天命官的众多强者 揭露出绝死的意志 我等愿意最最后的救赎 也加上我们吧 陆峰林 以及其他选择 站在薛长生一方的神帝 接朗生道 要说这里 让所有人惊讶的 便是陆峰林了 毕竟他与叶凡之间 可是有仇怨的 墨师兄 雷师兄 我与叶凡有些仇怨 今日我用命换他生存 单神谷 可否在地神允地传承下去 陆师殿 单神谷我会照顾 叶凡 就拜托你们了 墨远点头道 此时下方的族人 已经离开得差不多了 当即墨远和雷冲 也未在犹豫 这个时候 每一息都极为重要 叶凡 我们在地神允地等你 墨远朗生道 接着 与雷冲等人 朝着空间通道积设而去 叶凡 请带着灵儿活下来 龙尊忍不住担忧地 看了龙灵一眼 接着道 叶凡看向龙灵 你与诸位前辈一同离开 龙灵摇了摇头 叶师兄 你的情况我很清楚 我不能离开 咔嚓 神闻阵法开始碎裂 叶凡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血色的星红之气 将它完全染成了红色 即便全力以赴 叶凡也到达了极限 随着一连串的碎裂之音 五行猪的能量 几乎消耗殆尽 很快 神闻全部消失 无穷无尽的毁灭之力 瞬间涌入五斗台 结阵 薛长生朗赫 直接献祭灵魂 下一刻 还未曾撤离的神帝 皆开始燃烧生命 为叶凡和龙灵 撑起来一片天空 然而即便他们全力以赴 依旧无法抗衡 这种等级的毁灭冲击 此时 还有一部分神帝 正要迈入传送通道 剑状直接放弃了 进入空间通道 飞到了薛长生等人的身边 疯狂地燃烧生命 势不可挡的毁灭之力 被暂时地挡住 叶凡此时已经接近 游镜灯窟 龙灵急忙将叶凡搂住 冲向空间通道 叶凡 浩然和清灵的死 是不是你用的计谋 苍穹之上 顾芳朔与苏月 全力帮助薛长生等人 稳住护照 同时认真的看着叶凡道 是 叶凡有气无力道 倒是并未否认 两大强者的脸色微微一变 却并未撤取神力 而是怒吼道 赶紧离开 第2669章天佑我族 哄 神力护照开始破碎 龙灵急忙带着叶凡 迈入空间通道 叶凡看着拼尽一切 为他挡住毁灭之力的 薛长生等人 这些年 他看过了太多自私 太多背叛 同样 他也看到了太多团结 太多舍己为人 幻成往日 顾芳朔也好 苏月也罢 他们也能绕过叶凡 可是今日 照射一切的光芒 将天道成完全吞噬 毁灭之力 在此刻达到了巅峰 天幻的自爆是刹那的 但是自爆形成的冲击力 却是持久 当这冲击力达到巅峰的时候 便形成了无穷无尽的能量风暴 天佑我族 长盛不灭 极致的光芒疯狂地冲击 薛长生等人的神魂 在刹那之间 燃烧到极致 狂暴的力量 如同坚不可摧的天芡 一波接着一波地 阻挡着毁灭之力的冲击 数十名顶级强者 在极致的光芒之下 成为了黑影 这是叶凡昏迷前 看到的最后景象 天命观的修士是叛徒 他们葬送了星火神域 但是同样 他们从未真的为了自己 这样的人 才是最可恨 却又最可悲的 最后的薛长生 用这种方式救赎自己 叶凡并不觉得 薛长生是罪人 因为在某些方面 他与薛长生合 不是同一类人呢 当年在天舞 若是牺牲了那十亿精锐 最后叶凡却并未 带领人族获得胜利 又或者他被魔灵利用了 今日的他 不就是薛长生吗 这个世界 从来都是以圣败论英雄 薛长生最后 用这种方式救赎自己 但是他真的有罪吗 他只是选择了自己的路 而这一次 叶凡成为了当年 天舞十亿精锐的角色罢了 天与我族 生灵血徒 异族血食 蛮族蝉奴 昏睡千万年 族人何时醒 手中溅起风云苍茫 脚下铁骑 为我边疆 族人 隐约之间 叶凡仿仿佛听到了薛长生 等人最后的咆哮 视野慢慢黑暗 生命树摇曳 无尽的生命之力滋润 叶凡感觉自己 沉睡了很久很久 生命本源的缺失 让他感觉到的 是一种灵魂深处的虚弱 一时慢慢汇聚 叶凡感觉自己 再次掌控了自己的身体 他在移动 速度很快 鼻尖萦绕着一种淡淡的幽香 这股香味 叶凡也不算陌生 是龙灵 怎么回事 他们明明进入了空间通道之中 按照道理来说 墨源等人 已经会在通道的另一边等待他 就算他重伤了 背着他的 也应该是大力 苏仲 叶蚕等人 不可能是龙灵 而且从这种速度来看 龙灵像是在逃命 生命树不断地散发出 生命本源之力 滋润着他的神石 叶凡慢慢睁开了双眼 入目所及之处 却是一道道飞速掠过的巨树 龙灵诱人无比的侧脸 便在他的正前方 头上两只白色的龙脚 不断散发着强横的神力波动 因为天地通神的原因 龙灵的神力极为充裕 但是很显然 他已经开始使用禁术 强行提升自己的实力 在这无垠的山巒之中飞掠 前面的修饰停下 只要你跟着我们少主 就算你是神兽 人足 以后的日子 也绝不会难过 若是以为逃跑 等我们抓到你 可就修怪我们无理了 一道响亮无比声音响起 叶凡却无法看清楚 身后追逐的人修为如何 他现在能够睁开眼睛 已经是拼尽全力了 神识一点都无法动用 更别说自由地转过身去 看身后的修饰了 感受着周围的天地灵气 叶凡几乎能够断定 这里不是地狱 也不是青龙玉 更不是猪雀鱼 这里的天地灵气 无论是浓度 还是其中蕴含的气息 对叶凡来说都很陌生 鲁人圣开辟的空间通道 是以地狱天道城之外 为目标的 既然这里不是地狱 那么必然是他与龙灵 进入空间通道的时候 空间通道受到了冲击 叶凡借助五行猪 抗衡过天幻借猪 自爆的毁灭之力 他非常清楚 那种冲击何等可怕 若是莫远 雷冲燃烧神魂 倒是能够多挡一会 薛长生等人的实力不差 但是终归 还是没有撑到 他们离开空间通道 不过叶凡并不后悔 莫远 雷冲每一个 都是两族顶尖站立 就算他们真的逃入地狱之地 即便地狱之地 拥有聂人心的魂力守护 魔灵又或者风轻月 都不可能给他们成长起来的机会 必须要有顶级强者坐镇 才能延续两族最后的新活 叶凡想过 自己可能会死 想过他死了之后 两族会不会因此无法崛起 不过这种想法 很快被叶凡压下 他从不认为自己 就是最特殊的那个人 他也不认为自己 就理应活着 别人就理应为他而死 当年在天府 他无能为力 今日在天道城 他不想再成为 那个狼狈逃命的人 两族顶级神地未死 加上天道城无数修士 顺利离开 还有新火神域各地修士 通过传送阵 进入地狱之地 即便新火神域沦陷 他们也还有机会 只可惜 天幻界珠崩毁了魂力虚空 两族修士 却是不知死了多少人 以叶凡恐怖的恢复力 即便遭受再大的创伤 也能够在短时间内恢复 但是唯有一种创伤 对叶凡来说是难题 那就是生命本源亏损 他与一族十大妖孽激战的时候 便开启了九玄天 后来为了抗住毁灭之力 叶凡更是将九玄天开启到极致 甚至不惜燃烧生命本源 来维持神文阵法 若是没有龙灵 他能够做到的 也只是自己拼尽全力 进入空间通道 其他的 只能听天由命了 嗖嗖嗖 龙翼疯狂地摇摆 龙灵的速度 几乎达到了一个极致 双方这般一路追 一路逃 越过了一个又一个广阔的山巒 终于 追逐的修士神力不知 龙灵的神力无穷无尽 尽管使用禁术出现了反噬 不过持续地飞掠 龙灵也算是摆脱了那些追逐他的修士 至于叶凡 中间睁开了眼睛 后来又虚弱地昏迷过去 运气极好的 龙灵找到了一处极为偏僻的山洞 这山洞外 有着天然阵法隐秘 若非龙灵的体质特殊 对神灵气极为敏感的话 他根本找不到此处 山洞之中 有着一个神灵水潭 当即龙灵心中一阵欣喜 这段时间的奔跑 他使用禁术 何尝不是到了游进登库的地步 他迫切需要停下来修整一番 第2670章炸出来 有天然阵法守护 龙灵暗自松了一口气 看了叶凡一眼 龙灵用去沉觉和清水术 将叶凡大致清理了一遍 接着自己走到神灵水池前 龙灵当然想要美美地泡个澡 毕竟是女人 一番奔波 身上疲惫不说 脏够也不少 不过这个时候显然不适合 一方面 之前帮助叶凡 抗衡毁灭冲击的时候 他自己也受了重伤 后来空间通道炸裂 他为了保护叶凡 更是幻化本体 将叶凡完全守住 空间风暴之下 他的伤势再次加重 出来之后 又遭遇了一族强者的追杀 可以说 他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这个时候炮走 那心有多大 他现在要做的事 赶紧恢复伤势 接着帮助叶凡疗伤 更何况 叶凡就在一旁 他根本不知道 叶凡什么时候会苏醒 龙灵对叶凡有些好感 但是也不可能当着昏迷的 叶凡的面入狱 跳入神灵水潭之中 浓郁无比的神灵气 疯狂地涌入龙灵的体内 龙灵当即盘膝 整个人慢慢悬浮起来 双手掐绝 无穷无尽的神灵气 疯狂地涌入他的体内 半想 龙灵的脸色并未见好转 反而脸色越发苍白 毁灭之息 主要冲击皆被叶凡挡住 但是即便是余波 渗透到他的体内 也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创伤 仅仅依靠神灵水潭之中的神灵气 对他的伤势 根本没有任何帮助 驱手一弹 一枚极为高等的疗伤丹药 飞入口中 伤势依旧不见好转 龙灵睁开双目 接着勉强飞到了叶凡的身边 脸色颇有些难看 他的伤势太重 毁灭之力盘踞在他的子府之中 方才一路逃跑的时候 不顾后果地使用神力 现在毁灭之息 已经渗入到他的四肢百骸 若非他是地神龙的话 换成普通人 怕是已经完全废了 不行 我必须保护叶师兄 龙灵想着自己与叶凡的处境 脸上露出意坚定 他若是死了倒无妨 但是叶凡不能死 两族的崛起 皆在叶凡一人身上 现在叶凡重伤昏迷 能够保护叶凡的只有他 若是他也失去了战力 那他们就真的危险了 这里虽然有天然阵法守护 但是别忘了 这里是异族的地盘 那些追逐他的异族 绝不可能如此简单地善罢甘休 若是全方面的搜索这片区域 他们也没有绝对的安全 束手紧握 一阵阵诡异的响动 自山洞之外传来 龙灵当即打出丙息名神 神力汇聚于双耳 这个时候 他不能用神识 若是外面有人 他的神识很容易被人察觉 好在地神龙的武感 比人族要强横得多 在神力的辅助之下 龙灵倒是能够 听出外面的动静 天机斗盘在这里就不动了 那女子莫非藏在这附近 哼 若是放走了龙灵和叶凡 你们都要死 几个蠢货 九余大笔的投影 就在各族的神城之中 人族和神兽的妖孽 你们都不关注一番 轻视两族 早晚会让我等圣族遭逢大难 一名女修怒声道 显然 那些追丢了叶凡和龙灵的修士 回到自己的势力之后 将龙灵和叶凡的相貌禀报上去 毕竟龙灵的姿色绝世无双 他们自然想着 把这个女人献给自己的主子 他们也能得到嘉奖 谁知这二人 竟然还是人族第一妖孽叶凡 和神兽一族第一妖孽龙灵 这事情一下子就变得复杂了 原本是有功的事情 若是最后放走了龙灵和叶凡 那就变成了罪责了 龙灵倒也罢了 叶凡早已经上了 各族的必杀名单之中 大人 天机斗盘不会出错的 叶凡和龙灵二人 必然还在这一片区域 我觉得当务之急 应该是将这方圆百里 用正法困住 如此一来 只要给我们时间 就算绝地三尺 也能够将他们找出来 一名男子的声音传来 嗯 也不知那两个人 用了什么方法躲藏起来 不过你说的不错 我们不能盲目地寻找他们 先将这片区域完全困住 后面再想办法慢慢找 对了 你确定叶凡被龙灵背在身上 确定 叶凡应该是受了伤 天道成发生了变故 当时叶凡斩杀了 我们圣族妖孽之后 投影阵法便断开了 族长等人下落不明 不过星火神域沦陷在即 一切都按照之前的计划 想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族内神帝强者 都前往星火神域了 若是叶凡完好无缺 我们几个人断然不是叶凡的对手 就算是顶级天位神灵 也奈何不得他 好在他重伤了 先按你的计划去办 说完 又是一阵响动 之后便没有了生意 显然他们去准备布置阵法了 洞穴之中 龙灵眼中犹豫 接着闪过一丝坚决 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 他能够慢慢将体内的毁灭之心抹去 但是很显然 他并没有这么多时间 他现在必须想办法 稳住自己的伤势 带着叶凡在阵法未曾合拢之前冲出去 可惜叶凡依旧昏迷 否则叶凡定然会阻止龙灵 什么狗屁天机斗盘 他叶凡是回溯者 别说天机斗盘 就算是天机命盘 也别想算出他的位置 龙灵跟他在一起 别人就不可能依靠法器 精确地算出他们的踪迹 这分明是一族的人有意为之 此刻在这方面百里之地 不少相比较而言 有些玄妙的地方 皆出现了一模一样的谈话 一族修士根本不知道 龙灵藏在哪里 但是根据他们的情报 龙灵和叶凡都受了伤 这种情况下 在万族神域不停息地奔跑 显然不妥 所以 一族强者料定了 龙灵会带着叶凡找个地方休养 故而 他们能够大致推算出 叶凡和龙灵的活动范围 在整个范围之中 各个相对来说 比较隐秘的地方 上演这么一番谈话 把叶凡和龙灵炸出来 一族之中也有聪明人 这世间什么都缺 唯独不缺智商高的生灵 龙灵不知道 叶凡是回溯者 自然不可能想到这些 这不是龙灵蠢 而是他太在意叶凡的安危 换成他一个人 他必然会选择 在这里一直疗伤到 完全恢复再出去 但是现在不行 他带着叶凡 他必须保证叶凡的安全 第2671章 夜火红莲 其他的不想 龙灵目前的状态 想要维持巅峰战力 就只能暂时将毁灭之力压制住 地神龙族有这种 暂时压制住伤势的秘法 作为代价 龙灵后续的情况会非常糟糕 时间紧迫 龙灵并未想太多 双手不断地打出硬绝 他的额头之上 白色的龙脚 发出淡淡的光运 一道道龙气 从他的身上来回穿梭 半想 待所有龙气消失不见 龙灵的脸色恢复了红润 整个人如同不曾受过伤一般 龙灵虽然心急夜凡的安危 想要带夜凡逃出去 却并非一点脑子都没有 不用想也知道 外媒一族已经打开了口袋 等他入蚊了 取出两枚顶级易容丹药 分别给自己和夜凡服用了一颗 好在这种丹药入口之中 便会自动进入夜凡的体内 免去了他嘴对嘴喂药的尴尬情况 神力引导 很快夜凡的容貌开始发生改变 变成了一个粗狂的男子 龙灵则有意丑化了自己 变成了沧桑的妇人 接着龙灵将夜凡背在身上 朝着神灵水潭走去 他之前在神灵水潭之中疗伤的时候 便感觉到里面的水流有流动 很明显 这神灵水潭之中可能连通着外界 月入神灵水潭之中 龙灵如同一条美人鱼一般 朝着潭底积射而去 他与夜凡都是神灵 不会出现窒息这种乌龙事情 龙灵压制伤势的状态 不能维持太久 速度自然极快 如龙灵所料 神灵水潭下方却是连接着外面 但是让他有些绝望的 却是神灵水潭与外界相连的通道之中 却是夜火红莲挡路 夜火红莲乃是天地一火之中 排名比较高的一火 若是换成以往 龙灵自然是一千一万的高兴 这种一火遇到了那就是机缘 只要慢慢炼化 百年时间便能够将此物据为己有 无论是炼丹炼气还是对敌 这种一火都能够发挥极为恐怖的效用 但是现在不行 他哪里来的一百年 在这里炼化一火 他必须要带着夜凡 冲出夜火红莲的笼罩 暗自咬牙 龙灵将夜凡从背后抱到了怀里 接着巨大的龙翼张开 将夜凡挡住 神力运转 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 冲入夜火红莲之中 剧烈的灼热感侵袭 龙灵的龙翼变得越发巨大 尽管如此 夜凡也感受到了恐怖的灼热 整个人从昏迷之中慢慢苏醒 慢慢睁开双目 此时 龙灵为了将夜凡完全护住 整人把头低着 与夜凡的距离非常近 夜凡昏迷倒还好 如今苏醒 那一双眼睛 静静地看着近在咫尺的龙灵 甚至于两人能够感受到 对方呼出的气流 龙灵的俏脸顿时通红无比 他何曾与一个男子如此贴近 甚至于整个人都不自觉地 感觉到了一阵苏玛 时间仿佛在此刻静止 龙灵的相貌确实足够动人 夜凡也算是花丛老手了 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 他的女人 哪一个不是时间还有天下角色 即便龙灵已经易容 但是他的眸子 却依旧勾人无比 夜凡陷入了短暂的痴迷 当然 主要还是因为 夜凡的现在的身体太虚弱 意志力也没有清醒的时候坚定 龙灵带着一丝娇羞 一双大眼睛 看着夜凡那如同星辰一般的双眸 却是有些陷进去了 此人的眸子 真好看 龙灵心中暗自低难 好在他们这种隐匿的情况 并未持续多久 外界恐怖的一火焚烧 即便龙灵是地神龙 实力强横无比 依旧承受着极为可怕的疼痛 甚至于龙翼在火焰之下 已经开始燃烧 夜凡勉强用处神石 感受着外界恐怖无比的火焰 心中不由暗自愣神 显然 他们正处于一火的包围之中 他上一次苏醒的时候 龙灵在逃命 而看情况 龙灵不得已之下 带他闯入了一火燃烧的区域 神力运转 夜凡的嘴角当即溢血 生命本源深处 传来了一阵难言的虚弱 他所有神力都被生命树吸收过去 从而帮他疗伤 修复缺失的生命本源 他现在的神力 绝不能动用 夜师兄 尽可能地让夜凡免受一火焰烧 神灵虽然实力强横 但是一火焰烧的疼痛 却是实际存在的 龙灵已经足够坚强 却依旧被烧得生疼 什么时候他的神力消失 他便会被烧成灰烬 龙灵的速度很快 夜凡并未再继续动用神力 在龙衣的包裹下 他甚至不知道 外面究竟是什么情况 他的神石 只能通过龙灵的保护去 大致了解一些情况 若是神石直接越过了龙灵的龙衣 会在寝客间被燃烧殆尽 另外 他毕竟在龙灵的怀里 虽然被女人这么搂着 有些不习惯 不过这个时候 貌似夜凡也没更好的办法 这般严重的伤势 他也很少遇到 时间慢慢流逝 两人在龙衣包裹的狭小空间之中 不自禁地 都有种暧昧的感觉 好在这种情况很快结束 当着烧感消失不见 龙灵慌乱地张开龙衣 就在此时 一道恐怖的气息降临 何妨萧小 敢抢夺我的红莲夜火 找死 一声怒吼 接着龙灵还未曾反应过来 背后便被人踢了一脚 整个人不受控制地飞起 搂着夜凡狠狠的 在地上 同时因为冲击力 他的嘴唇 直接印在了夜凡的嘴上 顿时 龙灵和夜凡皆有种 说不上来的感觉 当然 这种感觉并未持续多久 这个时候 也不是去关注这种误会的时候 龙灵的初吻虽然没了 放在平常 那自然是想法很多 这个时候 自然是逃命要紧 尽管出手之人有偷袭之嫌 龙灵毕竟 刚刚从一火之中飞出 神石还未外放 突然被人攻击 没有来得及躲闪 很正常 但是同样 对方的反应如此快 而且力道如此可怕 实力最差 也是顶级地位神灵强者 甚至于是天位神灵都有可能 毕竟 龙灵能够感知的也有限 第2672章星辰会 龙灵现在的状态极为糟糕 也能在这里花费时间 连看都未曾看一眼出手的人 龙灵将夜凡背在身上 龙翼闪烁 整个人瞬间化作一道流光 朝着远方击射而去 夜凡倒是看到了出手的人 这是一名男子 而且是一个魔灵 男子长得不算太俊逸 脸上有着醒目的刀疤 倒不像的善叉 神灵要去掉身上的疤痕很简单 此人脸上的刀疤 显然是刻意留下来的 那刀疤男子 见龙灵投也不回的击射 当即神力运转 身形击射 朝着龙灵追逐而来 他不知道夜凡和龙灵的身份 但是龙灵的神兽血脉 可隐藏不住 神兽和人族在万族神域 那就是用来买卖的食物和奴隶 但凡能够有如此实力 还能够独自在外行动神兽和人族 那必然是新陈慧的人 新陈慧 乃是除了星火神域之外的 各大神域的异族修士 对那些杀过异族修士 或者选择反抗异族的人族 神兽奴隶的统称 对于新陈慧的修士 异族给出的政策就是 杀无赦 有多少杀多少 而且杀了有功 刀疤男子 可不是为了那点功劳 他是怕龙灵与叶凡 离开这里之后 将这里有夜火红莲的消息传出去 嗖嗖嗖 一追一逃 龙灵的速度几乎到达极限 很快将刀疤男子丢在后面 刀疤男子脸色难看得 看着化作一道光影 消失不见的龙灵 他堂堂一阶天卫神灵 竟然被一个人为神灵甩掉了 天卫神灵的等级分配极为简单 一共有九阶 一阶最弱 九阶最强 而如此简单的实力划分的背后 自然是巨大的修为差距 但凡修为达到天卫神灵之后 每一阶的差距都好比 大境界之间的实力差距 天卫神灵在众多修士之中 常常如此细眼 再强的妖孽都不算什么 有能耐到天卫神灵之后 越即挑战 由此可见 天卫神灵每一阶之间的差距 何等恐怖 一阶天卫神灵 比地卫神灵第三境 天云洁境的修士 实力强横不了太多 但是一个人为神灵 能够从他的手中 如此轻易地逃脱 还是一个神兽 那就让刀疤男子 有些惊恶了 一番疯狂飞掠 龙灵飞出来了这片 天然阵法笼罩的区域 同时选定山巒最浓密的区域飞掠 半个时辰之后 一个神兽 背着一个人组 一道血衣身影 挡住了龙灵的去路 双目之中带着一丝审视 你归属于谁 龙灵感受着对方的修为 心中不由一尘 此人的修为 比那个刀疤男子还要强横 天位神灵无疑了 却是不知此人是几阶 看来你不输入任何人 也就是说 你们是叛徒出来的两族修士 我猜猜看 很巧啊 女子背着重伤的男子 虽然相貌差别很大 不过你们 应该就是那两位了吧 男子的嘴角 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留下吧 哄 狂暴无比的神力涌动 化作滔天剧长 抓向叶凡和龙灵 龙灵当即双翼闪烁 整个人疯狂后退 双手不断地结印 白色龙角之上 倒则呈现 龙灵结印的速度 几乎达到了极致 一个个神法 疯狂地朝着滔天剧长 冲击而去 然而天位神灵的强大 不是人为神灵能够愉悦的 龙灵的神法 已经足够强大 足够多 却根本无法撼动滔天剧长 叶凡看着苍穹之上的巨大手掌 天位神灵的气息展露 拳风与剧长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下一刻 飞出来的黑影嘴角溢出一口鲜血 却也成功地阻挡了滔天剧长 走 一声爆喝 黑影一挥手 一条丝带出现 将龙灵和叶凡捆住 接着黑影爆发出恐怖无比的气息 长剑出鞘 一剑竖斩而下 如同开辟天地一般 狂暴的轰鸣声响彻云霄 借助对方挡住剑气的时间 黑影化作光影 拉着龙灵 叶凡急速离去 能量风暴散去 拦路的血衣男子 看着已经消失不见的叶凡等人 脸色难看无比 冷哼道 万族神域的星辰会 该灭了 黑影显然也是一名天位神灵强者 实力不如血衣男子 但是速度却极快 几个闪烁之间 已经完全没入了山巒深处 龙灵任由对方带着他和叶凡急速奔跑 一方面 龙灵使用秘法的反噬已经出现 更加严重的伤势 开始在他的体内蔓延 另一方面 眼前的黑影很明显是个人类 一刻钟后 山巒最深处的一处巨山前 黑影停下 取出一枚玉佩 玉佩融入巨山之中 接着巨山之中 一道巨大无比的石门出现 石门慢慢开启 黑影带着叶凡和龙灵 直接没入其中 石门再次关闭 接着消失不见 叶凡的伤势 在生命树的滋润之下 恢复了不少 不过目前能够做到的 也只是睁开眼睛 初步使用一点神识 说几句话 若是不顾伤势 他倒是能够战斗 不过目前看来 他们应该是到了一处 颇为安全的地方 这是一片颇为广阔的山谷 周围群山围绕 一座天然大镇 将此处彻底笼罩 天然大镇相对于认为布置的阵法 最好的地方 就是隐秘能力极强 这处地方 显然也是一些人族 神兽的藏身地 山谷之中 不少宫殿错落 也有不少人族 神兽的修士在修行 或者修行 这些修士之中 有男有女 有老者 也有小孩 实力也参差不齐 叶凡的神识 不能笼罩太多的地方 对这个地方也看不全面 黑影带着他们 落在了一处广场之上 会长 黑影落下 当即不少修士飞了过来 一个个好奇地 大量着叶凡和龙龄 此时黑影转过身 看向叶凡二人 这是一个女人 容貌算不得角色 不过气息极强 目前叶凡在山谷之中 未曾见到 比此女更强的修士 第2673章安宁 星火神域 青龙域 地陨之地 地陨之地的区域 并不是非常之大 加上很多地方 都有太古一种出入 危险性也极高 不过有莫远 雷冲等不少幸存的 神帝强者坐镇 两族修士 很快便清理出了一大片 供他们休息的巨大区域 此时 在区域的中央 一个简易的神殿之中 怎么样了 莫远摸着额头 有些心力交瘁道 我们在外面等了半个月 已经尽可能等候叶凡了 只不过叶凡没有出现 一族大军 已经彻底将星火神域攻占 会军青龙域 无奈之下 我们只能撤回地陨之地 聂金天文言叹了一口气道 半个月 能够逃入地陨之地的人 基本都在这里了 其他人他们就不了 叶凡 莫远轻声道 双目之中闪过一丝忧虑 莫前辈请放心 我大哥目前并未出现危险 二两与大哥签订了主仆契约 若是我大哥出事了 二两不会毫无影响 叶残剑众人担忧 当即拱手道 我大哥并非常人 就算他未曾进入地陨之地 我相信总有一天 他会回来带领我们打出去 嗯 叶残说得不错 叶凡这小子 我虽然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这小子的能力确实可怕 雷冲点头道 转而看向莫远 莫师弟 为今之计 我们必须要将地陨之地完全控制住 同时在聂前辈留下的魂力区域建立大阵 随时面对异族大军的攻击 嗯 我明白了 莫远点了点头 接着看向聂金天 聂师弟 目前我们地陨之地 有多少修士 聂金天是负责在外面接待的 众多修士的统领 同样 聂金天还担负着统计 各大修士具体情况的重任 单神谷谷主陆丰战死 天幻界诸叛变 几乎让星火神域六成的修士 神魂受损 而剩下的四成修士之中 有三成半是守卫边疆的战士 这些战士不是战死 就是被俘虏 这次真正撤到地陨之地的修士 大多数是天道成的修士 还有一部分 则是剑神山在九域之中 尽力挽救的修士 无论是天道成的修士 还是九域其他地方的修士 都或多或少受了伤 丹药自然成为了紧俏的东西 聂家和丹神谷的丹药 自然是要全部拿出来的 目前丹药分配方面 由聂家负责 莫师兄 目前地陨之地有修士二十亿 其中接近五亿修士神魂受损 不过好在九域的神帝修士 天位神灵修士 相对来说损失不大 聂金天当即回答道 这还要多亏叶小友 若非他一人 抗住了毁灭之力的冲击 我们这些神帝 怕是一个也活不了 独孤凌峰在一旁感叹道 鲁方山等人 文言纷纷点头 薛长生用九域大笔 将他们全部聚在了天道成 可以说是 真正的釜底抽薪了 若是没有叶凡 能够来到地陨之地的神帝 绝不会超过十人 而现在 九域所有的神帝 几乎有七成都安全地 来到了地陨之地 有他们在 就算一族攻破了 聂人心的魂力乱欲 他们也能够 镇守住地陨之地 接下来的事情 我与雷师兄安排一下 莫远看着神殿之中的 众多强者朗声道 能够来到这神殿之中的修士 要么是两族的顶级妖孽 要么修为至少是天位神灵 叶残 叶鬼 太上西月 君子孝 聂音熙等年轻一辈的妖孽修士 无需参加后续地陨之地的保卫之战 你们的任务很简单 修行 全力修行 两族的未来 在你们手中 说着 莫远看向雷冲等人 我与雷师兄商量好了 雷师兄当年跟着封主前辈 知道的传承极多 叶残等人的修行 便交由雷师兄负责 除此之外 聂师弟 鲁师弟 还有岳杖等人 辅助雷师兄 全力培养两族的妖孽修士 丹神谷 聂家 丹皇殿 天传契宗等各大宗门幸存修士 全力炼丹 炼器 缺少资源可以上报 我会想办法给你们解决 其他诸多修士 随我不防 地陨之地 是我们两族最后的净土 这里一旦失守 我们两族便真的成为了鱼肉 任人宰割了 无论如何 在叶凡回来之前 我们都必须守住地陨之地 你们明白了吗 我等明白 众多修士当即朗声道 诸位道友 天道成事变道今日 不过半个月 但是我们 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甚至于到现在 我依旧无法接受 星火神域的沦陷 快 太快了 快到让我窒息 快到让我手足无措 不过我清楚 后面的战斗会 越发艰辛 星火神域 还有无数袍泽 等着我们杀出地陨之地 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 一族的食物 奴隶 我们是他们唯一的救星 两族修士 已经到了最后的堡垒 我们已经无路可退 剩下的 唯有死战 希望诸位道友 能够在整个时候 抛弃一切私心 全力为族人而战 莫远认真的 看着众多修士朗鹤道 天佑我族 长盛不衰 战 战 战 天佑我族 长盛不衰 战 战 战 天佑我族 长盛不衰 战 战 战 万族神域 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觉中 叶凡已经在星辰会待了十天 这十天 他的身体已经恢复了一些 简单的走动 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想要战斗 目前还不适合 说来有趣 叶凡来到天仓界 也有几十年了 倒是很少有着十天的安宁 因为养伤 他每天几乎没事就瞎晃悠 没有修炼 也不去操心心火神域的事情 倒不是叶凡没心没肺 而是他现在有心无力 传音神经没办法联系到叶残等人 显然他们的距离太远了 传音神经的传音 是有距离限制的 宁静的山谷之中 有着不少年幼的少儿 这些少儿对新来的叶凡 龙龄很是好奇 他们这里新人很少 万族神域是一族的地盘 能够在这里就两族的修饰进来 其实非常困难 叶凡和龙龄完全是运气好 正好碰到了外出做事的黄清然 第2674章 陆清瑶 黄清然 此处新城会的会长 两届天卫神灵 根据此处修饰的说辞 黄清然的年龄已经一万岁 一万岁的天卫神灵 可以说天资极为可怕了 即便放在星火神域 也算是天骄了 更何况在一族统领的区域 两族修饰的修行 有着极大的稚骨 他们的功法 大多数是一族修饰传授的 说得不好听的 一族修饰传授的功法 一般都是顶陆功法 待两族修饰修行到一定程度 就会被一族裁补至死 从而提升一族修饰的实力 又或者是将两族修饰的身体 炼成天才地宝的功法 从而烹饪两族修饰的时候 能够让它们成为极好的补品 用来炼制丹药 也是极好的 这些话说来残酷 但是这就是两族修饰 在一族的悲惨处境 他们就是一族圈养的牲口 而依靠这种功法 是不可能达到天位神灵之境的 黄清然要么就是得到了其他传承 要么就是 自己改变了功法的修行路经 自创了修行功法 如此才能打破天位神灵的智骨 同样 这些天叶凡也大致了解了 此处的基本情况 万族神域 乃是一处极为特殊的神域 这个神域不属于任何一个种族 此处却连接着破碎的天仓界各大神域 这里是万族修饰的交汇点 在这里 可以看到任何种族的修饰 同样 这里有着各个种族特色的交易 真正掌控万族神域的 就是几个大族的顶级商会 新城会 是一族修饰 对于所有反抗一族的两族修饰群体的统称 每个域都会有新城会 新城会不是一个整体 也不是一个具体宗门 它就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黄清然是这片区域新城会的会长 同样 在其他区域也有其他的会长 天位神灵修饰 算是新城会的顶尖强者了 新城会的修饰 一旦被抓到 命运会非常悲惨 大多数人会被抽魂 炼破凌驰而死 最好的结果 也是留下全尸 不存在活命的可能 天苍剑 对人族 神兽有食物欲望的 有几个种族最深 修罗族 很多修罗族修饰 已经将人族的修饰 当成菜谱上的一员 甚至于很多修饰 参参无人不欢 亡灵族 亡灵族喜好西食人族 神兽的精气 算是另一种食物获取方式 天神族 与嗜血的修罗族不一样 天神族对于食物的要求极高 天神族的修饰 只是用资质极好的两族修饰 除了这三大族之外 其他的就是一些小族了 如义人族 古族等种族 对人族并无口腹之欲 但是他们喜好折磨两族修饰 以此取乐 这里不得不说魔灵了 魔灵同样会食人 人族对他们来说是修为的养料 但是在某些方面来说 魔灵对这件事 并不是那般热衷 大说 我听爹爹他们说 你是从外界来到这里的 他们一直告诫我们 外界有着很多吃人的怪物 是不是真的啊 一名长相可爱的少女 坐在叶凡的旁边 睁着大眼睛娇声道 小女孩不过七八岁 天真无邪 一双清澈的眼眸晶莹剔透 带着好奇地看着叶凡 叶凡坐在一旁 文言伸出右手 摸了摸少女的头发 你父亲说得不错 外面的世界很可怕 有很多吃人的怪物 你要听你父亲的话 最好一辈子都不要走出这片山谷 少女名为陆青瑶 很好听的名字 乃是新成慧一名长老的女儿 叶凡与龙灵 因为一容单的原因 一直以沧桑汉子和妇女的形象示人 不是说二人不相信新成慧 而是两人不想暴露身份 他不知道这里的人 是否看过九玉大笔的投影阵法 如果他们看过 知道了他们二人的身份 少不得区别对待 叶凡和龙灵都不喜欢这样 这个寂静的山谷很好 凡甚至不想让这里的人 去参与外面的事情 去为两族的崛起 献出自己的力量 他与龙灵只是一个过客 带他的伤势恢复 他会带着龙灵回到星火神域 那里才是他们的归宿 是吗 那我就待在新成山谷之中 希希 我才不要出去呢 大叔 你也待在这里吧 这里很安全的 黄仪可厉害了 有他在 什么怪物都没办法来到我们新成谷的 路青姚文言当即娇声道 接着神神秘秘地从怀里掏了掏 掏出一枚稻果 大叔 我爹说了 你受了很重的伤 这枚稻果叫回春神灵果 我以前身上有什么不舒服 只要吃了这个稻果 立马就好了呢 希希 大叔 你吃吧 快快好起来 叶凡文言当即露出一丝笑容 这稻果只能算是最差的神灵果了 对于异族区域活动的两族修饰来说 哪怕是随意一枚九品稻果 都是宝贝 叶凡自然清楚 这枚稻果对路青姚的重要性 路青姚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小女孩 这段时间动不动就来找她 与叶凡也算是熟络了 小孩子心肠很好 对于他们来说 对自己亲近的人最好的关心 就是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分享给别人 叔叔的伤很快就会好的 这没到过你留着 叶凡宠溺地摸了摸陆青姚的头笑道 大叔 你是不是不喜欢青姚呀 怎么会 那你为什么不收青姚的倒果呢 陆青姚疑惑道 叶凡文言不由玩耳 当即收过倒果 放到自己的储物神界之中 叔叔收了你的礼物 以后 叔叔要是离开这里 也会送你一份礼物 到时候你也要收着哦 嗯 希希 陆青姚当即满意地笑了起来 叶凡看着少女的笑容 嘴角不由弯出一道弧度 轻轻地揉了揉陆青姚的头发 闭上眼睛 叔叔送你一个看不见的东西 看不见的东西 还能送吗 而且都看不见 为什么要闭上眼睛啊 能送 叔叔说 能送就能送 听话 很快 陆青姚乖巧地闭上清澈的双目 叶凡神石流转 接着手指点在陆青姚的额头之上 很快 吞天局的修行路线 以及各种神法精髓 炼丹炼器心得 甚至于叶凡对各种法则的感悟 皆被叶凡用封印法则 封印在一份神念之中 这份神念 被叶凡印在了陆青姚的灵魂深处 第2675章 哪里不对劲 同时 叶凡的手中 出现一枚九文喜至神丹 神力运转 喜至神丹化作精纯无比的能量 顺着他的右手 传输到陆青姚的体内 半想 陆青姚的身体 开始出现一些恶臭的杂种 好了 叶凡温和道 哎呀 好臭哦 大叔 你对我做了什么呀 陆青姚当即嫌弃地 皱了皱可爱的穷鼻 不由娇声道 哈哈 回去洗洗吧 至于叔叔送了你什么 以后你会知道的 叶凡笑道 陆青姚当即站起身 大叔 你就骗人 说着 陆青姚朝着自己家里的方向 蹦蹦跳跳地离去 待陆青姚离开 叶凡的嘴角 慢慢流出一丝鲜血 当即暗自苦笑 从未有一次伤成这样 十天了 都还不曾完全恢复 他方才将这些东西 传到陆青姚的神魂之中 已经算是透支了身体了 故而没有多余的力气 用去沉觉将陆青姚弄干净 你还真是够大方的 一道清脆空灵的动听声音响起 接着一阵幽香扑鼻 龙铃走到了叶凡的身边坐下 两人只有一间简单的院子 星辰谷的占地面积并不是非常大 毕竟在异族的领地 能够找到这一处藏身之地 已经极为不容易了 所以 不存在外界那般到处神殿耸灭 这里更像是一个山村 凡人的那种隐世山村 平静 安宁就是星辰谷的旋律 或许是因为一族领域 两族修饰生存环境的原因 这里的修饰有着更多的人情味 没有太多修行者的残忍 无情 十天时间 对叶凡来说并非毫无意义地休息 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心境得到了净化 这种感觉很微妙 他的修行速度很快 经历的事情很多 然而除了当年在天舞楚国之外 他很少有这般平静的生活 叶凡的修行历程之中 最缺的反而就是这样的生活 修到修到 修得何尝不是人生 人生就应该有平静无波 也有轰轰烈烈 伸出束手 将叶凡嘴角的鲜血擦掉 叶凡微微惊讶地看着龙铃 龙铃俏脸微微一红 轻声道 他们都以为我们是道理 我总要有所表现吧 这里的生活很好 我 我不想因为我们的到来 破坏了这里的平静 叶凡文言点了点头 龙铃与他想的一样 他们总要离开的 没必要让这里的人过于了解他们 你的伤如何了 叶凡看着龙铃苍白的脸颊 不由询问道 尽管易容了 不过龙铃并未可以掩饰自己的重伤 对于新城会来说 两个重伤的同族修士 是很让人放心的 至少他们暂时不会去想 叶凡和龙铃会不会有歹意 龙铃当即看了叶凡一眼 有人的大眼睛之中 闪过一丝复杂 用了吞天诀 毁灭之力被我吸收了不少 相信要不了多久 我的伤势就能痊愈 而且修为能够更上一层楼 叶师兄 那吞天诀 真的是以为前辈所托给我的吗 自然 莫不是你以为 那是我自己的功法 我为了让你心安理得地 收下这门功法传承 所以编造的假话不成 叶凡当即点头道 暗自无奈 龙铃貌似误会了什么 这功法 至少也是顶尖神帝级别的修行功法 甚至于接近混沌级别 最可怕的是 这功法还是修行功法 修行功法的珍贵程度 远远超过神法 叶师兄 谢谢你 龙师妹 你误会了 我真的是受人所托 那前辈 你为紫雷霄 你可识的 紫雷霄 我从未听过我地神龙先辈 与一个叫做紫雷霄的人有关联 龙铃摇了摇头 勾人的双眸看着叶凡 见叶凡面露苦涩 不由言嘴倾笑 就算这吞天诀是别人所托 难不成那龙之神髓 也是别人所托吗 此物存在的年代 可不久远哦 龙之神髓 来是叶凡当年在风主故地所得 自己用了一部分之后 留了一部分给胖球 久于大比的时候 叶凡给过胖球 不过让叶凡没想到的是 此物对胖球没有作用 胖球是纯粹的天眼雷龙 血脉纯正的 不能再纯正 龙之神髓 是提升龙之血脉的质保 胖球的龙之血脉 就是最高等的 故而 这龙之神髓 最后又落在了叶凡的手中 原本叶凡打算找时间炼化掉 尽可能地再提升一点 青龙血脉的强度 却不想遭遇了这么多事情 前些日子 外加伤势太重 情况紧急无比 叶凡当即毫不犹豫地 取出了龙之神髓 全部打入了龙灵的体内 地神龙的龙之血脉 相比于大眼雷龙 青龙来说要低一个层次 龙灵获得了龙之神髓之后 血脉之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可以说 不出意外 龙灵很可能会成长为青龙 龙灵醒后 叶凡便将子雷霄的事情告知 并且将吞天诀传给了龙灵 你为了救我 方才如此铤而走险 强行压制伤势 血许龙之神髓算什么 我觉得叶师兄是知道 叶师兄对于两族的重要性 我可以死 但是师兄不能死 并不是因为其他的 龙灵突兀道 这句话说得有些不明不白 叶凡当即答道 对我来说 你能够为我如此 我自然不可能见死不救 我的意思 是你是为了人族大义 舍命救我 啊 嗯 我是为了大义救你的 所以即便是我死 我也要保护师兄 不是 我不是说师兄比我的命还重要 啊 我是说 我的命没有师兄的命重要 我 哎呀 说着说着 两人之间的气氛越是不对 本身是一件里的很清楚的事情 偏偏龙灵怕叶凡误会要去解释 这不解释还好 一解释 反而有其他的味道 龙灵何曾遇到过如此窘迫的情况 当即翘脸通红 束手无措地抓在一起 最终站起身 轻轻跺了跺脚 红着脸回到了房里 叶凡看着龙灵离开 一阵发愣 什么情况 不就是你救了我 我同样要护住你吗 嗯 怎么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第2676章来历 他修不修行 效果都一样 只不过外人以为他与龙灵是道理 所以两人只有一间房 叶凡要是不修行的话 心情难免浮躁 毕竟龙灵可不是庸之俗粉 龙灵的伤势恢复得很快 他毕竟不像叶凡那般 伤到了生命本源 叶凡的身体恢复的却有些慢 这也就是叶凡 换成其他人是叶凡这种伤势 早已经没救了 陆青瑶每天都会来找叶凡 这个小女孩对叶凡很是亲近 他说 你的伤势怎么样了 陆青瑶娇声道 叶凡听着清脆的声音 不由露出一丝笑容 从房中走了出来 却发现门外不止陆青瑶 黄青然等人也在 叶道友 昨日我女儿回来的时候 浑身脏够 我检查之后 才发现她被洗净伐水了 这洗净伐水的丹药何等珍贵 今日特地前来感谢 一名男修走到叶凡的面前拱手道 眼中满是感谢 此人名为陆真 便是陆青瑶的父亲 叶凡心知 这件事必然会引起 新成会众多修士的注意 毕竟一族领域之中 修行的两族修士 修行环境极其恶劣 别说能够洗净伐水的丹药 就算是提升修为的丹药 都是极为珍贵的宝贝 青瑶见我受伤 给了我回春神果 些许丹药 不足挂齿 叶凡文言随意道 接着取出一个玉瓶 黄会长 这段时间 你一直忙着新成会的事情 我倒是还未曾当面感谢 你对我们夫妇的救命之恩 洗至神丹 我也没有多少 这一瓶 算是我的谢礼了 说着 叶凡将玉瓶交给黄青然 黄青然当即有些尴尬地摆了摆手 叶道友误会了 我这次来并非是为了丹药 我知道 这段时间 我在新成会里 也闲逛了一段时间 大致了解了黄会长的为人 在万族神域这种地方 若是没有黄会长这样的修士 这里今晚的修士 也能如此平静地生活 黄会长 我们夫妇的命 可远远比些许洗至神丹珍贵得多 还请黄会长莫要客气 况且 这些丹药对新成会的修士有大用 只有你们实力提升了 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不是吗 叶凡当即笑道 他自然没有给九闻洗至神丹 叶凡对新成会的现状很满意 对黄青然等人也颇为认可 但是新成会之中的修士有数万 他不能保证 所有人都是善良之人 九闻神丹姿势体大 他现在实力受损 无法自保 自然明白 才不入白的道理 这 多谢了 黄青然说过丹药 脸上的笑容 黄青然看着龙凡 他所看到的 是一个长相不算太出众的中年女子 但是不得不说 龙凡的声音简直就是天籁之音 若是抛开此女的容貌不谈 仅仅听声音 都会联想到声音的主人 是一个绝世无双的清成女子 只可惜 黄青然暗自叹息 龙凡易容之后的长相 确实与无双角色搭不上边 黄青然倒是没想过 叶凡和龙凡易容 他毕竟是天位神灵强者 叶凡重伤 修为万不存一 龙凡表现出来的 也不过人为神灵 黄青然对自己还是有点自信的 这两人的义容焉能瞒过他 若是黄青然知道叶凡 龙凡在人族 神兽之中的地位的话 怕是就不会如此想了 叶凡当即看向龙凡 龙凡眨了眨诱人的眼睛 却并未多言 叶凡当即笑了笑 暗自嘀咕 这小妞还真当他傻呀 龙凡急着说出这件事的原因很简单 龙凡是地神龙 而地神龙一族 从未有任何族人流落在星火神域之外 龙凡怕叶凡露现 黄会长 相信你也看出来了 我的道理其实是地神龙 不知黄会长可知道前段时间的九亿大笔 我前段时间外出便是关注这件事 我族出了一个新的人皇 相信要不了多久 我人族就会再次崛起 黄青然脸上露出一丝笑容道 显然对所谓新的人皇非常期待 嗯 黄会长说得不错 只不过我们遭受了背叛 星火神域已经沦陷了 我与龙月逃命的时候 掉入了空间裂缝之中 出来之后便来到了万族神域 之后被异族追杀 接着被会长所救 叶凡简单道 龙铃在一盘暗自赞许叶凡聪明 因为他插了一句话 就明白了要说什么 原来如此 叶道友 既然来到了我新城会 那便在这里好好养伤 对了 昨日我出去的时候 又救了一个重伤的修士 我先去他那边看一看情况 你这里若是有什么需要 找路真便可 黄青然听闻叶凡的说辞 发现叶凡二人 并未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主动到 十天时间 若是叶凡和龙铃真的有问题 想来早就爆发了 所以黄青然对二人本身 也没有太多的戒心 最重要的是 叶凡连喜至神丹地送出去了 这等神物用了可就没了 若是叶凡 龙铃是一族用苦肉计 送进来的叛徒的话 犯不着付出这般巨大的代价 又救了一个修士 叶凡文言不由微微一愣 心中暗自疑惑 脸上倒是没有表现太多 既如此 黄会长请忙 第2677章故人爱武 黄青然很快告辞离去 陆真等人也跟随离开 倒是陆青瑶依旧黏着叶凡 陆丫头 你这般喜欢黏着大叔 莫不是你喜欢上了大叔吗 龙铃打句道 陆青瑶时常来他们这里玩 龙铃与他也很是熟络 才没有 龙小爷 你放心吧 我不会抢你的男人的 陆青瑶娇声道 如同一个小大人一般 龙铃文言不由玩耳 却又带着些许修意 小孩子家家知道什么 静胡说 不过你大叔长得又不好看 看起来还有些邋遢 你为何这般喜欢跟你大叔相处呢 大叔身上的味道很好闻 细细就感觉特别的干净 而且大叔人很好呀 对我又温和 虽然长得不帅 但是大叔以后又不是我的道理 我觉得跟大叔玩耍很开心就好了 陆青瑶当即回答道 叶凡和龙铃当面互相看了一眼 皆若有所思 叶凡身上确实有特殊的地方 这一点龙铃也能感觉到 但是别忘了 龙铃的资质和血脉何等可怕 他能够感觉到叶凡的不同的前提 还是因为他知道叶凡是一个传奇人物 陆青瑶对叶凡的了解 就是一个邋遢大叔 他却能感觉叶凡身上的味道好闻 这可就说明一些问题了 叶凡与陆青瑶随意地玩耍一番之后 陆青瑶在这里吃了晚饭便回去了 叶凡也有幸尝到了龙铃的手艺 让叶凡没想到的是 龙铃的手艺出奇得好 很难想象地神龙的公主 会有如此高超的厨艺 待陆青瑶离开之后 龙铃一挥手将房门关上 阵法开启之后 翘脸开始发生改变 变成原本的模样 叶凡的面容同样开始发生改变 恢复自己的相貌 谁也不喜欢一天到晚 用另一幅面孔试人 现在没有外人的时候 两人没必要易容 也真是因为如此 叶凡才选择每天晚上修行 毕竟孤男寡女共处一世 男的俊美 女的角色 不得会出现各种暧昧的气氛 叶师兄 当初在天道城 你曾经用出极为玄奥的神闻之力 这种神闻之力 我曾经在族中 典籍之中见过 风主当年最强横的手段 便是这种神闻之力 师兄 你莫非得到了五行珠 龙灵好奇道 双目纯净 倒是没有其他的意思 没错 我得到了五行珠 也得到了风主的些许传承 叶凡坦然道 五行珠是风主的宝贝 叶凡很清楚 天道城之中 他全力催动五行珠 必然会让其他人认出来 别人叶凡不知道 但是雷冲必然是知道 他身上拥有五行珠的事 果然 师兄当真是天选之人 看来冥冥之中 风主已经选好了 自己的传人 龙灵点了点头道 我对师兄 也会生成亲近之感 我一直以为 是因为师兄的青龙血脉 如今看来 倒是我想错了 我应该是亲近鸿蒙圣物 此话怎讲 不瞒师兄 其实我是鸿蒙道远体 我天生便对鸿蒙奇物 有着异于常人的感知 不仅仅是在叶师兄的身上 其实在叶鬼身上 我也能够感觉到那种亲和 如果我推测不差的话 叶鬼师兄 也应该拥有鸿蒙圣物吧 龙灵答道 能够将任何品质的天地灵气 转换成鸿蒙灵气 供自己吸收 这样的修饰 战力不一定多么强横 但是修行速度快到惊人 两百岁成就神帝都有可能 而且这种体质 对鸿蒙圣物 有着天生的亲近 但凡没有如认主的鸿蒙奇宝 又或者是其他天地宝物 只要被这种体质的修饰遇到 基本没有任何阻碍 就能让对方认主 龙灵现在已经九百多岁 如果龙灵是这种体质的话 为何九百多年 也不过区区人为神灵 叶蒙眼中闪过一丝古怪 龙灵感受到了叶蒙的疑惑之后 翘脸微微一红 颇有些尴尬道 我不喜欢修行 所以 虽然我已经九百多岁 但是我真正花在修行之上的时间 不超过百年 说着 龙灵的眼神有些闪躲 说到底 他拥有如此可怕的天赋 却不够努力 有些抱点天物的感觉 除去修行的百年 其他八百年 你都在做什么 叶蒙忍不住道 跳舞 跳舞 叶蒙当即恶然 没错 说起来师兄莫要取笑 其实我不喜欢修行 但是我特别痴迷跳舞 这种痴迷 就仿佛映入了我的灵魂之中一般 我时常会无缘无故地难过 就好像我应该为谁舞 却又没能为他舞 突然的遗憾 让我说不清 道不明 或许是这段时间 与叶蒙亲近了很多 龙灵将一些心理话说了出来 我知道叶师兄 必然会觉得我糟蹋了我的资质 但是我确实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生下来 就必须将所有的时间 都放在修行之上 我并不觉得 你糟蹋了资质 没有人生下来 就一定要修行成神的 在凡界的时候 我有过一个红颜之己 她也是一个事物如命的女子 叶蒙文言轻声道 双目之中闪过一丝难言的情感 一舞动倾城 天下无角色 她的舞 无人能出其右 哦 这世上也有如师妹这般 不务正业的修行者吗 龙灵文言不由提起了兴趣 哈哈 我不觉得 这不是不务正业 天地之下 大到万千 你未尝不能以舞入道 师妹 何必妄自菲薄 喜欢舞蹈并没有错 叶蒙笑道 那最后她人呢 她 死了 叶蒙轻声道 坐在寓意之上 眼中闪过一丝悲伤 为了我而死 我却未曾找到她的转世之身 对不起 龙灵当即道歉道 无妨 只是听闻你的爱好 不由想起了她 她叫孟武 一个很美的女子 曾经她是我的侍女 但是 她却为了我死 叶蒙双全微微捏紧 是因为你当时的身份很特殊 所以不能让你死对吗 就如同我们之间一样 龙灵好奇道 第2678章 双生魂元体 不是 她跟你不一样 叶蒙摇头 她的眼里 没有太多的大义 也没有太多的种族尊严 因为在凡界 只有我们人族和灵兽 其他的种族很少 她的眼里 只有我 我辜负了她 所以 她爱你对吧 一定爱到了骨子里 才会愿意为你而死 龙灵轻声道 言语之中 也不由为孟武感到联系 哎 是啊 我会找到她的 这是她赠送给我的项链 叶帆呆愣了一会 转而取出一道血色玉石项链 眼中满是疼惜 思维运转 当年的一切仿佛重现 她永远忘不了 横允天和前孟武 为她挡住的一件 公子 这是孟武最 最珍贵 珍贵的东西了 公 孟武喜欢你 让她代替我陪在你身边 要好好 好 那个女人就这般死在了她的面前 那种心疼 是她这一生都无法抹去的愧疚 她没能对那个一直默默 陪在她身边的女人好 甚至于过去了近千年 她依旧 未曾找到那个 为她奉献了一切的女人 玉石项链当年 给叶帆带来了青龙传承 更是让她拥有了青龙血脉 项链融入了她的心脏 这些年 她的青龙血脉 变得越发强横之后 叶帆方才有能力 取出此物 孟武说 让项链代替 她陪在叶帆的身边 是的 玉石项链 这些年一直在她的心里 真正的心脏之中 叶帆很少表露自己的情感 她的女人不少 她也算是多情重子 但是叶帆多情也重情 无论是薰衣 洛素素 子绪宁 还是孟武等 在叶帆心里 一直极为重要 她从未说过自己 多么思念子绪宁 多么想念孟武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将所有的情绪 埋藏在心里的人 外人看到的 永远是运筹帷幄 泰山崩于前 面不改色的模样 然而谁又真正知道 这个平静的男人背后 那颗千疮百孔的心 她不是不思念 三界的天 今日若非龙灵说到了武 她或许也不会主动 去跟龙灵谈论梦武 此物是地龙异族的 灵魂传承之物 每一个拥有地龙血脉的 族人出生之后 在神魂之中 都会凝聚一枚玉石 这枚玉石相当于 一个族人的魂 这枚玉石交给谁 她将会成为 那个人的奴隶 龙灵惊讶无比道 说出了当年青龙 说出的一番话 然而很快 龙灵的表情 变得极为古怪 她竟然与项链 产生了感应 这怎么可能 她是地神龙 属于地龙之中 最神圣的一脉 她的神魂之中 同样有玉石 这种玉石 是不可能 与第二个人产生感应的 而她的灵魂之石 分明还在死海 为什么她会 对这个项链产生感应 这绝无可能啊 除非 龙灵的脸色 变得有些古怪 除非这玉石 就是出自于她的灵魂 又或者是说 她上一世的灵魂 不会吧 龙灵心中暗自嘀咕 她与那个孟武 不会有关系吧 这太戏剧话了吧 是的 当年青龙前辈 也是如此说的 这枚玉石项链 陪我从繁街到天苍剑 这些年来 我一直很清楚 她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从未孤单过 叶凡点头 接着无比郑重地 将玉石项链收起 叶师兄 能否 能否将这枚项链 给我看一下 龙灵有些忐忑道 叶凡想了想 交给龙灵道 此物对我非常重要 你莫要损坏了 我知道的 龙灵接过项链 魂力运转 很快 她的脸色变得 越发古怪 方才她差点 就将这枚项链给吸收了 灵魂同源 竟然真的是灵魂同源 疯狂 太疯狂了 怎么办 我不会真的是孟武吧 龙灵有些慌乱 叶凡见龙灵的脸色难看 不由疑惑道 龙师妹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只是见到了我族的灵魂之时 故而心有所感罢了 那孟武也是可怜女子 不过叶师兄从未忘记过她 也是 身体之中 轻声道 若是不曾遇到我 她或许不会死去 何来幸运之说 为了爱的人而死 何来不幸 龙灵有些魂不守舍道 突兀发现叶凡的表情疑惑 当即扯开话题道 对了叶师兄 那陆清瑶说 你身上的味道好闻 师兄有鸿蒙奇物 修行的便是本源大道 陆清瑶定然是对本源大道很敏感 我怀疑 陆清瑶的资质 可能是双生魂元体 双生魂元体 这是什么体质 叶凡不由疑惑道 她还从未听过这种体质 双生魂元体 来是阴阳之体 只不过她的阴阳属性 在于灵魂 拥有这种体质的修饰 灵魂非常不稳定 具有两极化 通俗来说 一种为善 一种为恶 清瑶现在的魂体 属于善良魂体 但是一旦她遭遇了极大的刺激 便会觉醒恶之魂体 同样 到那个时候 双生魂元体 才会彻底激发 拥有这种体质的人非常可怕 一方面是性格的变化 让人捉摸不透 另一方面 便是修行方面 善之魂对天地大道极为亲近 尤其是鸿蒙本源大道 若是她长期待在你身边 很可能会领悟自己的本源大道 但是恶之魂却不一样 恶之魂拥有最为可怕的战斗直觉 毁灭欲望极强 对任何法则的运用 皆能够无视自通 并且能够暂时进入天地灵源之境 借助天地之力 战力会得到大幅度提升 龙龄解释道 说得通俗一点 善之魂修行为罪 恶之魂战斗为罪 善 呃 叶凡轻声低难 所以 若是不曾遭遇极大的刺激 她会一直由善之魂主导 而不会觉醒双生魂元体对吗 理论上是如此 但是人之际遇 谁能说得轻呢 而且觉醒双生魂元体之后 她的修行速度将会提升百倍不止 对她的修行来说 却并非坏事 如此天真的女子 我实在不忍 她觉醒所谓的双生魂元体 叶凡文言摇了摇头 两人正在闲聊之际 突兀的一声极为恐怖的轰鸣声 响彻整个山谷 接着 笼罩星辰谷的大阵 在一阵山摇地洞之中破碎 奸笑的钟声 突兀响彻整个天地 第2679章魔公子 怎么回事 龙龄当即惊讶到 双目之中闪过一丝异色 却并未飞出房屋 而是取出一条长丝巾 将叶凡捆住 神力运转 龙龄直接将叶凡背在身上 我们不能走 叶凡急忙到 我的实力快恢复了 如果被抓住了 我在 轻摇他们还有一线生机 我若是不在 他们必死无疑 你的命 比他们所有人都重要 没有谁的命更珍贵 若是这个时候 我当了缩头乌龟 未来我该拿什么拯救两族 叶凡摇了摇头 可是 龙龄顿时愣住 他宁愿战死 也不愿带着叶凡逃之夭夭 如此巨大的波动 星辰谷的阵法破碎 很想然 一族已经找到了这里 以龙龄和叶凡的聪明 自然明白这件事 必然是黄青然 最近救回的 那名族人所为 只不过 让二人疑惑的却是 黄青然 为何如此大意 别看黄青然 救了他们两人之后 便未曾理会他们 但是叶凡和龙龄重伤 而且周围的阵法 皆有隔绝之力 若是叶凡与龙龄是叛徒 他们也很难 将消息传出去 那最近带入星辰会的修士 是如何通知一族的 没有可是了 龙师妹 相信我 叶凡认真道 若是我们现在逃了 无论是你的道 还是我的道 都无法圆满 这件事 会成为我们一辈子的心结 不过我们的身份 一族是知道的 甚至于 他们之所以如此处心 几率地找到星辰谷 都是因为我们的原因 我虽然不想丢下这里的修士 却也不会去送死 我们需要杀掉两个一族 易容成那两个一族 叶凡没有打算与一族血战 先不说他 现在依旧有伤在身 轻易使用神力 对自己的创伤极大 就算他是巅峰时期又如何 这里可不是星火神域 易族既然知道 他和龙林在这里 派出的天位神灵 都不知有多少 更别说可能会有神帝强者了 假扮易族 这怎么假扮 我们没有 他们的血脉之力 易族一眼就能看出我们的猫腻 龙林有些无奈道 你 当然假扮不了 所以一会星辰谷之中 有修士战死 你就易容成他的模样 放心 我能够假扮 叶凡答道 到时候 你就是我的俘虏 对了 你最好易容成一个 姿色还不错的女子 这样我把你当成我的战利品 也符合情理 叶凡说完 神力运转 强行压制住自己的伤势 接着身形闪烁 消失不见 他现在不能全力战斗 最好是一点神力都不要动用 但是很显然 他没这个条件 星辰会完了 说实话 如此宁静的星辰谷 叶凡发自内心的希望 这里的修士 远离外界的杀戮 但是 这些事情 他无法改变 这个操弹的世界 哪里有真正的世外桃源 轰轰轰 狂暴的对轰 在空中疯狂地响起 叶凡则如同鬼魅一般 在星辰谷之中飞掠 引道诀 以及神变千幻诀结合 叶凡若是执意隐藏身形 就算是神帝 也很难发现它 进入星辰谷的异族修士并不多 大多数修士 负责守住各个出口 异族的想法 自然是一个不留 天仓界各地的星辰会 实力皆不算太强 毕竟在异族的地盘 修行到神帝 那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最强的也就是天卫神灵了 而对于异族来说 天卫神灵也算是 极为强大的修士了 但是每个神域 总能有那么数十个 黄清然所处的地方战斗 最为激烈 三名天卫神灵强者 围攻黄清然一人 黄清然的实力 明显比这三名天卫神灵之中 任何一个人都弱 然而他的战斗是拼命 而异族的战斗则是抓人 杀戮在叶凡的面前绽放 其中不乏叶凡熟悉的面孔 他的脸色变得难看无比 虽然他在星辰谷 待的时间一个月都不到 但是他依旧对这里淳朴的修士 有着极大的好感 看着这些修士 一个个悲惨地死去 叶凡心中的怒意 疯狂地衍生 下手都有点分寸 这些修士 死了就不好吃了 尽量活捉 张狂的声音 刺入叶凡的耳朵 叶凡当即看向说话的修士 这是一个年轻人 一个魔灵 魔灵在天仓界 各大神域的地位 都要高于其他种族 随意一个普通魔灵 到其他种族之中 都会有极高的优待 这个魔灵很年轻 岁月之运也不过一千多岁 与叶凡相仿 不过此人的修为 却已经达到了人为神灵之境 看得出来 此人的身份不低 身边的异族天位神灵强者 都听他调遣一般 叶凡心中暗自盘算 此人很明显 非常适合他易容的对象 但是此人的身边 有不少天位神灵保护 叶凡根本没机会动手 爹 不要 不要杀我爹 熟悉的声音响起 叶凡当即看向不远处的街道 陆青瑶正大声哭喊着 叶凡当即心中微微一紧 他可以忍受别人被屠杀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理智的人 就算再愤怒 他也知道自己的实力 无法改变结局 但是陆青瑶不一样 要说星辰会之中 真正让叶凡上心的人 就是这个小女孩 他如何你能够眼睁睁地 看着这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 惨死在他的面前 好一个干净的小孩 年轻魔灵眼中 陆初一丝病态的兴奋 甚至是一种受性的欲望 不要动手伤害他 这个女孩交给我 年轻魔灵朗喝道 嘴角露出一丝银鞋的笑容 右手一挥 陆青瑶便不受控制地 飞到了那男子的身边 真是可爱啊 这么小 身上的香味便这么迷人 泽泽 好一个美人佩子 长大以后 必然是霍国殃民的妖精 泽泽 我最喜欢这种小妖精啊 说着 男子嘴角的笑意更浓 接着神力运转 朝着不远处的大院飞去 魔公子 你们忙你们自己的 放心 这区区星辰谷之中 除了那个天位神灵 其他修士 皆不是我义合之术 不用担心我 魔灵文言朗声道 他这句话说得倒是不错 星辰会确实没有能够让他忌惮的人 更何况 魔云向来想做什么便做什么 个 族的天位神灵 文言面面相去 却并未跟随魔云而去 不过倒是有几名天位神灵 选择魔云所在的小院不远的地方保护他 当然 说到底 他们不是魔灵 对一个魔灵天骄并不是发自内心保护 若非魔云的身份特殊 他们根本就不想理会 第2680章 畜生不如 魔云的性格可不好 若是强行阻止魔云 少不得会被魔云怒斥 叶凡的身形闪烁 倒是轻易无比地 避开了天位神灵的神石 要是有神帝强者 他还没那个本事 在他们眼皮底下 跟着魔云进入小院 只有天位神灵的话 要做到这点并不难 无尽空明之下 他完全是穿梭空间 进入小院的 泽泽 这小身体真是诱人 哈哈 这样的女人弄起来才爽 魔云兴奋无比地轻声道 你要做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陆青瑶恐惧无比道 哈哈 干什么 当然是让你享受一下 女人应该享受的事情 真是年幼啊 极品 极品 魔云朗笑道 神力运转 抓住陆青瑶的衣服 就在此时 一阵空间波动传来 下一刻 魔云只感觉到 整个人汗毛树里 一种极致的危机感传来 当即魔云亡魂接茂 无比快速地飞退 同时所有神力打出 妄图将周围的石壁击穿 只要这里出现任何动静 外面的天位神灵强者 都会第一时间赶来 然而叶凡的速度何等之快 封印法则瞬间打出 白色的锁链 从魔云的身后传射而出 同时 无尽空明开启 魔云的身形 直接出现在叶凡的右手之上 大说 陆青瑶当即带着哭枪道 接着痛哭地 扑到叶凡的怀里 叶凡将魔云封印住 随意地丢在地上 一只手将陆青瑶搂住 没事了青瑶 有叔叔在 不怕 叶凡安慰到 心中一阵疼惜 同时对魔云产生了极深的杀意 这个魔云还真是够变态的 竟然喜欢八岁的小女孩 该死 叶凡看向被完全封印住的魔云 接着轻轻地拍了拍陆青瑶 没事了 没事了 叔叔在 大说 快去救我爹娘 他们被坏人打伤了 陆青瑶带着哭腔道 仅仅八岁的他 即便修行者比凡人要早熟得多 但是他从小到大 何曾遇到这种事情 看着他熟悉的长辈们 一个个被那些凶神恶杀的一族斩杀 陆青瑶早已经吓破了胆 等会 叔叔这般出去可不行 叶凡安抚道 接着指着另一个方向道 小青瑶 你先转过头 叔叔有些事情要做 嗯 陆青瑶乖巧道 接着转过身 叶凡对着魔云伸出右手 下一刻 魔云飞到了叶凡的手中 魂力运转 接着 叶凡开始强行搜魂 魔云顿时变得极为猙獰 他被叶凡封印住 连说话都是奢望 此时 被叶凡直接搜魂 这种灵魂深处的疼痛 却连发泄都做不到 何等可怕 叶凡冷然看着 因为极致的痛苦 而面目猙獰的魔云 嘴角露出一丝狠辣 喜欢吃人是吗 连八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是吗 我会让你明白 什么是最痛苦的死法 魂力涌动 几乎是以撕裂魔云灵魂的方式 进行搜魂 然而接着 一股生命本源之力涌入 帮助魔云稳住神魂 如此一来 魔云不会出现神魂溃散的情况 却又无比清楚地感觉到 灵魂撕裂的疼痛 嗡 嗡 魔云发出无声的咆哮 整个人清惊暴露 叶凡的双目却冷酷得毫无感情 叶凡并不喜欢折磨别人 但是遇到这种渣子 叶凡很乐意狠狠地折磨此人 但是一般大势力的弟子在宗门 家族之中都会留有魂牌 一旦这些人死去 他们所在的势力便会立马知晓 叶凡既然打算假扮魔云 自然不可能杀了魔云 随着叶凡强行搜魂 关于魔云的记忆 也慢慢被叶凡知晓 魔云 魔灵七星 宗门魔神宗天骄弟子 这次来万族神域 乃是为了参与万族拍卖会 听闻叶凡 龙灵出现在万族神域 主动找到了一族修士 要求一同寻找星辰会 魔云的目的并非叶凡 而是龙灵 可以说 但凡任何一个观看了 九玉大笔投影的年轻男修 无一不想着将太上西月 龙灵接受为自己的女人 但是众多男修很清楚 星火神域一旦打下 这等角色 也必然会被那些九星宗门天骄掳走 他们焰能有这个机会 魔云本身就是个好色如命的修士 而且 魔云的爱好与寻常修士并不一样 他酷爱年幼的女子 那种小巧玲珑的小女孩 他最是欢喜 这些年 他不知玷污了多少不到十岁的少女 原本他也是打算 在万族神域买些资质很不错的人族小女孩 万族神域乃是所有神域的中心 在这里 有很多商会和拍卖会 这里拍卖的任何一个人族 神兽奴隶都绝对是资质逆天的存在 毕竟普通奴隶 可入不得一族强者的眼 魔云虽然喜好幼女 却也并非饥不择食 反之 他对幼女的要求极高 一方面 必然是角色之姿 长大之后 定是倾国倾城的美人 另一方面 还必须要资质好 性格天真单纯 越是这样的幼女 魔云越是喜欢 甚至于是变态的痴迷 这也是为何他见到陆青瑶后 会忍不住直接在星辰谷 占有陆青瑶 魔云知道 叶凡隆在星辰谷 但是他并不在意 这外面可是有天位神灵强者关注着 他如何能够想到 叶凡能够避过天位神灵的感知 直接制住他 强行获得了魔云的记忆之后 叶凡心中也有了谱 与此同时 他的嘴角开始溢血 原本伤势便未曾恢复 如今不仅强行使用实力 而且还用魂力搜魂 用帮他稳住伤势的生命术本源 维持魔云的神魂 他此时的身体状况 已经极为糟糕 天地界叶凡目前无法开启 天道成一亿 他几乎将这些年 五行珠恢复的力量消耗一空 天地界便是融合了 五行珠形成的世界 如今五行珠的力量 几乎消耗一空 他自己的状态也极为糟糕 根本没有能力开启天地界 如此一来 他便没有办法将魔云收到天地界 想了想 叶凡右手握拳 接着一拳对着大的砸下 下一刻 一个深不可测的裂缝出现 叶凡随手将魔云丢入了地缝之中 封印之力出现 很快 此处便恢复如初 第2681章 贼喊捉贼 尽管有简易的隔绝阵法 不过此处的神力波动 依旧引起了外面的天卫神灵强者注意 当即庶名天卫神灵飞到小院之外 魔公子 滚 一声淡喝 叶凡的体内 圣魔之力涌动 瞬间包裹住整个小院 外面的异族强者 见到圣魔之力 当即打消了心中的疑惑 急忙拱手离去 魔灵的七星宗门 其实力与异族的七星宗门相差不了太多 甚至于七星宗门最强者 也不过天卫神灵 但是谁让魔云视魔灵呢 魔灵在天仓界 一直以来都有着极为高等的地位 大说 陆青瑶娇声道 叶凡的面容开始改变 很快变得与魔云一般无二 无论是穿着 修为还是魔灵特有的圣魔之力 叶凡表现出来的与魔云完全没有区别 陆青瑶见叶凡 直接变成了一个新的魔云 当即不由往后退步 一脸恐惧 别怕 是叔叔 叔叔 必须要假扮成那些敌人的一员 这样才有机会救出你的爹娘 叶凡解释道 你 你真的是大叔 当然 这叫做易容之法 等你以后长大了 修为高深之后 你也能做到 叶凡点头道 接着走到陆青瑶的身边 青瑶 记住了 现在叔叔就是那个 准备对你不轨的坏人 你千万不能表现出 对我有任何依赖 亲近的情感 不然叔叔会很容易被那些坏人识破身份 我知道了 我应该表现得很害怕你 很讨厌你对不对 没错 青瑶真聪明 叶凡点头道 当即 陆青瑶的表情开始发生变化 眼眸之中 皆是对叶凡的恐惧和恨意 叶凡倒是不曾想到 陆青瑶竟然有如此高的表演天赋 不由轻轻拍了拍陆青瑶的额头 夸奖道 青瑶做得很棒 说完 叶凡手中神力运转 陆青瑶身上的衣服之上 露出不少破碎的破洞 仿佛被人强行撕破了一般 同时太出化物诀运转 叶凡在陆青瑶的身上 打入一道道博杂的道运 如此一来 外人看陆青瑶的第一感觉 便是魔云把这个小女孩给玷污了 做好了这些之后 叶凡幻化出神力锁链 将陆青瑶随意地捆住 接着身形闪烁 朝着小院之外飞去 同时 叶凡的嘴角露出一丝迎邪的笑容 双目之中 满是变态嗜好满足的快感 各大一族强者 见叶凡假扮的魔云 完好无趣地出来 同时打量着陆青瑶 接着暗自摇头 说实话 对于魔云的古怪嗜好 那些个一族强者也很难苟通 哄 一声狂暴的轰鸣 接着 一道身影落下 种种地摔在叶凡的前面 叶凡定睛一看 不是黄青然 却是谁 很想然 纵然黄青然不要命地对轰 他的个人实力 还是太低了 说到身影落下 狂暴的神力运转 当即便要隔杀黄青然 黄青然毕竟是天位神灵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对于黄青然这种 修为的星辰会修士 各大一族的强者 都会选择直接斩杀的 毕竟一个天位神灵强者 谁也不知道 会不会有其他可怕的底牌 慢着 本少不是说了吗 尽量别杀人 这些人死了就不好吃了 你们却一而再 再而三地斩杀这些修士 怎么 莫非本少的话 你不好使吗 叶凡当即朗鹤 出手的天位神灵强者 当即微微一愣 却为继续在动手 而是用神力 将黄青然完全禁锢住后 退到了一边 所有人皆不能肆意杀戮 这些人里面 有些卖到拍卖会 都能卖得好价钱 叶凡接着朗鹤 同时看向几名 天位神灵强者 诸位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 是为了龙灵和叶凡 那叶凡若是抓到了 没有我一分功劳 若是龙灵抓到了 哼 魔云是什么人 叶凡搜魂之后 也大致了解 这个时候 自然不能让这些异族强者怀疑 那几名天位神灵文言 当即露出一丝理会的效益 抓住叶凡的功劳 可远远比抓住龙灵的功劳大得多 魔云是七星宗门魔神宗的天骄弟子 他们惹不起 否则叶凡方才也不会如此果断地 将那些准备进入小院之中的 天位神灵骂退 可以说 这些天位神灵最怕的 就是魔云将所有功劳独揽了 他们这些人 大多数都是一些商会的强者 很少有九星宗门的存在 更何况 真正能够对魔灵不算太敬畏的 也就只有修罗族 亡灵族等几个大族的皇族修士 大多数异族修士 对魔灵那是完全不敢造次的 如今魔云主动提出了这么一件事 言外之意 自然是要占有龙灵 而放弃抓住叶凡的功劳了 果然 这魔云还真的是色中恶鬼 几名天位神灵强者暗自嘀咕 嘴上却依旧挂着笑容 连连英试 叶凡的双目开始扫视 很快 他便看到了被俘虏的龙灵 当即指着龙灵道 不错 真是不错 这小小的一个星辰会 漂亮的女人倒是不少 说着 叶凡飞到了龙灵的身边 右手将他的小蛮腰搂住 蛮横地搂在怀里 深呼吸一口气 这味道 我喜欢 说话的同时 叶凡隐蔽地 催动了青龙血脉 龙灵当即忍住了使用神力 翘脸微微一红 却又强行运转 神力将自己的脸色变得苍白 韩生道 畜生 休要碰我 哈哈 今夜我便让你知道 我跟畜生有什么不同 叶凡朗笑 此时星辰谷的战斗 基本已经接近尾声 在叶凡的特意叮嘱下 后面倒是未曾出现 有人伤亡的情况 庆幸的是 陆真依旧活着 对陆青瑶来说 倒是好事 叶凡并未有一战龙灵的便宜 搂了一会之后 便松手走向几名天卫神灵 为何没有那两个人的身影 众多天卫神灵 当即面面相去 一个个面露疑惑 他们这次的目的 就是为了抓叶凡和龙灵 如今星辰谷的战斗已经结束 被俘虏的人 都丢在了正中间的空地之上 但是他们却未曾见到 叶凡二人的身影 哼 这片山谷早已经被我们的人守住 我就不信叶凡和龙灵能够逃出去 我断定 他们两人定然易容在这群人之中 叶凡脸色不渝到 其他文言纷纷点头英式 当即 众人开始排查起来 龙灵站在叶凡的身后 惊恶无比地看着演戏的叶凡 这贼喊捉贼的本事 可是真的强了 第2682章救人 经过详细的排查之后 众多一族并未找到 叶凡和龙灵 很正常 叶凡如今 易容成了魔云 而龙灵易容的修饰 明显是被叶凡假扮的魔云 看作自己的玩物的 其他人哪里敢动魔云 看中的玩物 故而 除了龙灵易容的修饰 其他星辰会的修饰 基本都检查了一遍 各族天位神灵修饰的脸色难看无比 这些人兴师动众地 来对付这个星辰会目的 就是为了叶凡和龙灵 否则区区一个星辰会 何至于让他们 这没多天位神灵出手 万族神域之中 神帝强者只有一两个 主事的基本都是天位神灵 天位神灵的数量也不多 这里几乎汇聚了六成的天位神灵 大家在万族神域 都有很多事情要忙 区区一个星辰会 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受益 一些人族奴隶 他们缺这点奴隶吗 可恶 叶凡脸上满是怒意 接着双目恶狠狠地看向黄青然 主委帮我制住此女 我要搜魂 搜魂 众多天位神灵当即微微恶然 当即火灵族天位神灵强者 风唐急忙道 魔公子 你修为人为神灵 此女的修为已经天位神灵 若是强行搜魂的话 即便有我等帮忙 她也可能会反噬你的魂魄 哼 我魔灵圣族 若是这点本事都没有 以后又有什么能力统领天仓呢 放心吧 我有办法 破长老 您觉得呢 这里的天位神灵 有很多是小种族的 甚至于有些是小种族的最强者 不过也有修罗族 亡灵族这种大族强者在 叶凡冒充魔云 自然要做符合她的身份的事情 她可以对于那些小族天位神灵 呼来喝去 但是对几个大族的天位神灵 还是给予足够的尊重的 毕竟魔云 也不过是魔灵区区 七星宗门的天骄弟子罢了 哼 魔公子的想法 与我等不谋而合 既然魔公子有搜魂之法 我们自然不会拒绝 修罗族强者 破招当即回答道 他们各大族 顶级强者 在九域大比的时候 进入星火神域 如今星火神域 几乎已经完全沦陷 但是所有前往星火神域的强者 族人一个没有回来 天道成毁于一旦 即便过去了接近一个月 他们各族的强者 依旧无法接近天道成 天道成的外围 毁灭风暴 持续不灭 谁也不知道 天道成之中现在 究竟是什么情况 所以破招知道 叶凡和龙龄的踪迹之后 非常伤心 叶凡当即走向黄清然 黄清然恶狠狠地看着叶凡 嘴角露出疯狂的杀鸡 叶凡静静地看着黄清然 接着伸出右手 放在黄清然的身上 众魂之法运转 叶凡开始在 黄清然的魂海之中众魂 而在外人眼中 叶凡已经用秘法 将魂力输送到了 黄清然的魂海之中 搜魂和众魂本身 在外面看不出区别 他们自然不可能认为 叶凡现在在众魂 毕竟现在的叶凡 可是魔公子啊 黄清然已经准备 等着叶凡的魂魄 进入他的石海的时候 自爆神魂 与叶凡玉石聚焚 谁曾想到叶凡 根本没有搜他的魂 而是在帮助他培育 第二元神 当然 众魂的过程 需要黄清然全方位的信任 这个要求是必然达不到的 毕竟黄清然并不清楚 他的具体身份 叶凡也不是真的 要在黄清然的魂海之中 将第二元神种出来 他要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让其他人以为 他在搜魂的过程 黄道友 我在搜魂 还请配合一番 黄清然的魂海之中 叶凡的声音响起 黄清然当即理会 心中虽有万千疑惑 却也只得隐藏在心里 当即眼 露出彻骨的阴冷 银牙紧咬 慢慢地 整个人仿佛极致的痛苦一般 忍不住发出痛哼 叶凡看着黄清然如此 心中不由感叹 修行了这么多年的修士 演个戏 还不是信手拈来 龙凌在后面 继续猛逼地看着黄清然 要不是他知道 魔公子就是叶凡 他真看不出来 黄清然这是装的 半想 随着黄清然的瞳孔 慢慢变得茫然 叶凡运转封印之力 将黄清然体内的心脉等封印住 制造出一种假死的情况 同时冷喝一声 当着众人的面 一拳砸在黄清然的身上 接着 黄清然直接飞起 落在了远处的神木之中 没了声息 当即新成会的众多修士怒吼 一个个怒骂起来 畜生 我们杀了你 啊 我要杀了你们这帮畜生 陆真最是激动 韩生道 叶凡身后的陆清尧 当即忍不住想要阻止陆真 却又不敢乱说话 他虽然年纪小 却也知道 这个时候乱说话 很可能会连累叶凡 找死 当即有修士韩生道 长剑出鞘 便要将陆真斩杀 叶凡当即一挥手 助手 说着 叶凡走向陆真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很好 本公子很欣赏 你们这些不怕死的人 因为这样的人 折磨起来才有意思 不过本公子现在没时间陪你好 我们来日方长 说着 叶凡一挥手 将陆真说话的能力封印 做完这些 叶凡脸色阴沉地 走到几位天位神灵前面 叶凡和龙灵早在昨夜 便在黄清然这个臭女人的帮助下 离开星辰谷了 我们派过来的奸细在哪 叶凡阳装怒急道 当即一名人族修士走了出来 叶凡见到此人 顿时心中闪过一丝惊恶 此人他认识 正是青龙分院的何霄 当初何霄被废 夜鬼强势出手 也是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叶凡总算明白了 黄清然为何会如此大意 只要黄清然看了九一大笔 就会打消对何霄怀疑 因为他很清楚 何霄就是星火神域的天骄 若是何霄再给予一些强有力的说辞 能够顺利完成奸细的任务 倒是不难 至于何霄是如何通知外面的 他根本没有通知任何人 在何霄的体内 一族强者打入了双子昏虫 双子昏虫分为一公一母 别说区区阵法阻隔 就算是相隔了一个未免 双子昏虫也能互相感应 第2683章 妖言获重 只不过 何霄是如何来到万族神域的 一族为了对付他特地派人弄来的 不 没有这个可能 天仓界可不是星火神域 一个星火神域 从一个分域到另一个分域的路程 都是用一个月 两个月的时间来计算 更何况是破碎的天仓界 就算有跨域传送阵消息的 传递到人员的输送 至少也需要一年时间 换句话说 何霄应该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来到了万族神域 而且 何霄被废的修为 竟然恢复了根据魔公子的记忆 这个人族间隙 是自己找上门主动要求作为间隙的 只不过 魔公子显然对何霄不感兴趣 了解的也不多 故而 叶凡一开始并不知道 这个间隙就是何霄 叶凡不知道何霄到底经历了什么 又是如何恢复修为的 当初何霄修为被废了之后 便被送回来青龙域 叶凡也并未继续关注何霄 却不想今日看到了此人 啪 叶凡直接一巴掌抽了过去 巨大的力量之下 何霄当即口吐鲜血 在空中360度旋转之后落在地上 何霄当即有些猛 显然不知道自己这个功臣 为什么会突然被这个魔灵族的公子爷打巴掌 废物 叶凡和龙龄离开你都不知道 你是干什么吃的 果然 人族这种低等种族就没资格得到重用 叶凡骂骂咧咧道 很快走到了何霄的前面 狠狠地踩下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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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脚踩下 叶凡便怒骂一声 周围的众多异族面色各异 新陈会的人族 神兽修士眼中则露出一丝痛快 这种叛徒 他们恨不得食其肉和其血 最后一脚 直接将何霄的修为废掉 何霄当即发出惨叫 我帮你们 你们为什么这么做 哼 你也配帮我们 若是你有点用 让我们抓到叶凡和龙龄 我倒是乐意收一条狗 这点小事你都做不好 你活着做什么 叶凡冷哼道 魔公子 说到底 他是主动帮我们的 我们没必要如此 修罗族强者破招骤眉道 叶凡这种行为 代表着魔灵的处事风格 一个帮助他们的人 因为一点是做不好 就被废了修为 可以想象 以后魔灵统治天仓之后 异族的日子 怕是也不好过 这样的废物 留着有什么用 哼 叶凡冷哼一声 接着打量着新陈会所有修士 韩生道 本公子现在的心情非常不爽 这些人 我必须要玩死几个 各位长老 龙龄和叶凡 麻烦诸位多用点心去找 我还是那句话 我只要龙龄 另外 这些人便交给我吧 我魔神宗最近 正好缺一些炼制单药的材料 你们看 这些资源作为诸位的补偿可够 说着 叶凡从魔云的处物神界之中 取出不少极品神灵卖道 人族 神兽的奴隶 在一族并不值钱 毕竟基本每个族 都会有不少两族的奴隶 他们杀得多 同样 也用各种方法催生 让两族繁衍得更多 叶凡假扮的魔云 给出的资源 绝对不算少了 这是没抓到叶凡 要是抓到叶凡 就算魔云把这些人 全部要过去 各族的强者 也不会有任何意见 当即众人 接过叶凡给予的资源 一个个面露笑容 魔公子客气了 应该的 大家合作共赢 叶凡出现在万族神域的消息 传回族中 也需要不少时间 这段时间 还是需要仰仗诸位的 只是那龙灵的消息 叶凡意味深长地笑道 其他人当即礼会 揭露出礼会的笑容 龙灵我们根本不知道 只知道叶凡一人 在万族神域现身 谁都看得出来 这个魔公子对龙灵有意思 不过各族的顶级强者 包括魔灵一族的 九星宗门天骄 哪个对龙灵没想法 魔云说到底 只不过区区七星宗门的天骄 要是龙灵的消息传出去了 就算他现在得到了龙灵 以后也要吐出去的 所以 魔云说这些话的意思 自然是希望 众人保守这个秘密 其实我觉得 叶凡出现在万族神域的事情 诸位也最好不要 与族中强者说明 叶凡突兀笑道 嘴角露出一丝阴晦的笑意 破招等人闻言 不由面面相觑 皆露出一丝疑惑 叶凡是何许人 说实话 我等各族皆忌惮叶凡 怕他成为第二个封主 若是我等抓到了叶凡 那是大功一剑 在我们各族之内 皆能够得到极多的资源奖励 若是我等没有抓住叶凡 而且 叶凡还就是在我们眼皮子 地下跑掉的 日后叶凡死了 或者未曾成长气起来倒好 若是日后 叶凡杀了某个九星宗门的天骄 假设他杀的是修罗族的 九星宗门天骄 破招长老 您觉得这九星宗门的强者 会不会迁怒 一如今日我觉得 这个人族奸细是废物一样 我们在那些九星宗门的强者眼里 又有多少分量 目前 知道龙龄 叶凡在这里的 只有我们这些人 只要我们不说 别人就不知道 以后叶凡哪怕杀了 九星宗门宗主的儿子 也迁怒不到我们身上 叶凡分析道 可是 叶凡此人有少年封主之姿 若是真的 因为我们没有抓到他 又没有上报族中强者 而让叶凡得以成功 在万族神域逃脱 待日后他成长起来 我们不是族中的罪人了吗 有强者顾虑道 哈哈 真的以为 现在还是人灵时代吗 诸位 天苍界早晚是我魔灵的 区区叶凡 我魔灵根本不惧 况且 叶凡现在 已经不在星火神域 他想要成长起来 谈何容易 只要他敢露脸 就会被各族围杀 诸位 以后叶凡对我们各族 造成的影响越大 我们受到的指责就越多 因为这里这么多天位神灵 都没有抓到一个人 为神灵的叶凡 可见我们多么废物 废物不就是用来泄愤的吗 诸位 大家都不是蠢货 相信你们自己 也应该有所考虑 我为什么如此 对待这个人族废物 因为它在我眼里 什么都不是 同样 我们在别人的眼里 也什么都不是 说着 叶凡慢条思理的 从魔云的处物神界之中 取出了一个魔灵飞船 圣魔之力运转 很快形成魔气漩涡 整个星城会所有修饰 皆在叶凡的圣魔力之下 飞入漩涡之中 接着全部进入飞船之内 第2684章 正气浩然夜王座 飞船缩小 最终被叶凡全部收起 我承认 我让诸位瞒着这里的事情 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我自己的私心 只要这里的事情 惊动了那些九星宗门 龙灵的事情就瞒不住 到时候 无论我们抓不抓得到龙灵 我都不可能占有龙灵 不过我这些考虑 也并非没有道理 还是由我们控制的 叶凡逃走 我们就必然承担责任 这责任可大可小 说着 叶凡走到何肖的面前 责任小一点 费了修为喽 责任大一点的话 哼哼 叶凡一脚踏下 直接蛮横地震断了何肖的心脉 杀一个这样的废物 敢问诸位心中会有不适吗 破招等人文言面面相去 皆陷入了沉思 接着眼中揭露出一丝 意味深长的神色 哼哼 魔公子考虑的周到 我们都是一些普通商会的修士 在这里的小门面的门童 见到我们都是指导气昂 要是我等没有抓到叶凡 让那叶凡逃出去 并且伤到了那些九星宗门的利益的话 或许真的会如魔公子所说 大家都得当替罪羊 破招第一个表态道 其他天位神灵纷纷点头 叶凡 龙凌我们还是要找 不过给族中强者传递消息的人 可以叫回来了 另外 我们必须瞒着那些九星宗门 留在万族神域的情报势力的耳目 叶凡随意地将龙凌一容的女修搂住 另一边则抓住陆青瑶的小手道 诸位 这件事就麻烦诸位了 我有些要紧事要做 一边说着 叶凡的右手不客气地在龙凌的身上游走 龙凌顿时心中暗怒 他不知道 叶凡是为了刻意演好魔云这个角色 还是故意为之 随着叶凡的手碰到了一些不该碰的地方 龙凌一双大眼睛之中 顿时满是怒意 叶凡感受到龙凌的怒意之后 依旧不客气地占便宜 接着在众多天位神灵的目视下 带着龙凌等人扬长而去 离开了星辰谷 叶凡放开了龙凌 龙凌忍不住道 叶师兄 你方才 龙师妹 你可莫要冤枉我 我不是那种人 主要是你的表现不佳 叶凡当即解释道 龙凌听完之后 感觉叶凡说得有道理 不过又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不由有些孤疑地看着叶凡 可 龙师妹 你这什么眼神 我叶凡是那种人吗 咱不说正人君子坐怀不乱 好歹也是一表堂堂正气浩然 也不知道你天天脑子里想的什么 我就压根没想过这方面的事情 龙师妹 我叶凡为什么有这么多兄弟生死相随 没错 人品 原则 心怀大义 我不会诚实地说我拥有多少优点 我只会能谦虚告诉你 我是正人君子 叶凡一本正经道 软吗 手赶贼 我的意思是这边的石头真软 呸 那颗树真元 龙师妹 你听我狡辩 龙灵当即头上冒黑线地盯着叶凡 这人还说自己是堂堂君子 分明就是淫贼 龙小姨 大叔 你们不是道理吗 陆青摇见叶凡与龙灵这般不由插嘴道 显然 他虽然人小 但是毕竟是修行者 有些方面 他还是了解的 谁是他的道理 哼 龙灵骄亨道 大眼睛之中满是修脑 不过很快 他的目光又变得柔和了不少 叶师兄 这一次真的要多谢你了 没有你 我可能要一辈子 活在愧疚之中 龙灵心中对叶凡极为佩服 星辰会被一族找到之后 龙灵已经知道了 这些修饰的悲惨遭遇 却不想硬是被叶凡救下了这么多人 不仅 你要活在愧疚之中 我也会 而且 你的愧疚还会加上我的愧疚 你和虚泻我 要感谢的应该是我 龙师妹 若非是你 我叶凡早已经死去多时了 叶凡颇为真诚道 身上的气息 却以一个极快的速度虚弱下来 脸色变得惨白 我的伤势还没好 搜魔云的魂魄的时候 动用了一些手段 方才为了让一族强者不怀疑 还强行使用了圣魔力 伤势反噬了 叶凡摆了摆手 有些虚弱道 龙灵当即将叶凡背在身上 同时用神力将鹿青摇吻在半空中 好在这里距离星辰谷 已经有不少的距离 即便是天位神灵 也很难感知到 他们这里的情况 叶凡之所以选择提前走 是因为他知道 那些商会的修饰 对星辰会之中的资源有想法 叶凡带走了两族奴隶 又将星辰会的资源让给他们 他们自然非常满意 对于他们来说 都以为叶凡是急着 去满足自己的授欲去了 毕竟之前还在战斗的时候 魔云就曾把陆青摇 带到小院之中发泄欲望 可见魔云何等急色 陆青摇同样露出一丝担忧 他是小孩不假 但是却并非没有见识 那些人在找叶凡 龙灵 自己的大叔姓叶 龙小姨姓龙 想来 他们就是一族 要寻找的人了 陆青摇并不会因为 星辰会的大难 而迁怒于叶凡和龙灵 他很清楚 这件事错不在大叔夫妇 大叔 你能将殿 然后还有叔叔审什么救出来 为什么还要对黄仪出手呢 飞行了一段时间 叶凡的脸色 也慢慢恢复了不守 陆青摇有些疑惑地问道 叶凡虽然制造了 黄青燃假死的现象 但是那一拳的力量 可不是假的 因为但凡修士被搜魂之后 魂魄都会出现残缺 若是我不用这种方式 瞒过其他人 那些强者必然能够发现 黄道有的魂魄完整 青摇 你要记住 以后你行走修行界的时候 无论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谨慎 叶凡耐心地解释道 陆青摇文言 有些懵懂地点了点头 第2685章 叶黄 叶凡带着龙灵等人 专门挑选偏僻的地方飞行 叶师兄 其实你完全可以假扮魔云 进入万族神域之中 龙灵忍不住道 就算要去 也不是现在 在我修为未曾恢复之前 我不会轻易进入 异族的社会之中 叶凡摇了摇头 魔云不是没有对头 异族不动魔云 但是魔灵内部的修士会动他 若是他有实力之称 自然无惧 如今他伤势未愈 叶凡自然不会轻易 成为魔云 在万族神域行走 一直进入了无尽山巻的深处 叶凡方才白手停止了赶路 不知了隔绝阵法和护阵之后 叶凡寄出了飞船 飞船变大 里面的修士纷纷飞出 每个人借带着复杂的情绪 看向叶凡和龙龄 为首之人正是黄清然 黄清然在得知那些异族 寻找叶凡和龙龄的时候 已经知道 他就回来的两个人 是何等身份 黄清然拜见人皇 黄清然走到叶凡的面前 单膝跪地 拱手恭敬无比道 其他修士见状 纷纷单膝跪地 恭敬行礼 叶凡见此顿时有些恶然 脸上一阵变患 恢复到自己原本的模样 同时急忙走到黄清然前面 将他扶起 黄道友何须如此 说着 叶凡看向其他修士 诸位道友 在下并非什么真正的人皇 只不过在下有些资质 若是有机会 我自然会为两族荣誉出一份力 诸位如此行礼 倒是让小子有些不知所措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你有封主之姿 日后定是我两族之皇 王者必须振臂一呼 天下呼应 见风所指 无所不从 若是我等族人都做不到 将您当成真正的皇者 又如何带领我们 真正地站起来 黄清然摇了摇头 坚定道 其他修士也纷纷硬核 叶黄 万族神域新城会 一万三千修士 等候拆遣 黄清然接着道 众多修士 纷纷朗声道 万族神域新城会 一万三千修士 等候拆遣 龙龄面色复杂地 看着贵倒在地的新城会修士 转而看向叶凡 双目之中思绪流转 也只有这个男人 才能做到 让整个天仓界 无数族人 心甘情愿地俯首称臣 因为这个男人 当着天下人的面 一人击败了 所有异族妖孽 这个男人 一战封神 大比封王 连神帝强者 为了让他活 都甘愿去死 族人齐心 族魂不抖 叶凡认真的 看着黄清然等人 接着点头道 多谢诸位道友的厚爱 你们既然愿意奉我为主 我叶凡定不负 你们的期望 诸位请先站起来 我不习惯让自己的族人 跪着与我说话 黄清然等人纷纷应事 接着同时站起 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 眼中揭露出夺目的光彩 星辰谷被毁 他们失去了很多故人 但是人皇降临 这是希望 是所有族人 能够光明正大的 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希望 陆清尧在一旁 惊讶无比地看着叶凡 尤其是发现 叶凡的相貌 如此英俊之后 更是亚然 大叔 一 叶凡文言 轻轻地摸了摸陆清尧的头 这才是大叔本身的模样 之前为了躲避一族的追杀 无奈易容 大叔 你真好看 陆清尧天真道 叶凡文言不由玩耳 男人怎么能用好看来形容 清尧 不可对叶黄造次 陆真急忙呵斥道 陆清尧当即一愣 叶凡健壮急忙揉了揉 陆清尧的头发 别听你爹的 记住了 大叔就是大叔 不是人皇 也不是其他什么身份 在大叔面前 你永远不需要拘束 嗯 大叔就是大叔 陆清尧娇声道 接着对着陆真吐了吐舌头 俏皮可爱 龙凌健壮露出一笑容 这抹笑容 顿时让周围不少男羞陷入呆滞 陆清尧看着龙凌 忍不住娇声道 龙小姨 你是天外学女吗 我当然不是啊 龙凌文言不由回答道 可是我长这么大 从没见过比龙小姨 更漂亮的女人哪 小清尧嘴巴真甜 怪不得你大叔这么宠溺你呢 龙小姨 你是在吃我的醋吗 陆清尧一本正经道 龙凌文言顿时顿住 接着瞥了叶凡一眼 翘脸红润 娇声道 我才不吃醋呢 这边闲聊的时候 叶凡看向黄清然 黄道友 新成会后续的安排 我们需要相信聊一聊 黄清然点头 当即跟着叶凡单独走到了一旁 叶凡一挥手 将两人所在的地方 用阵法围住 叶凡 这 嗯 习惯了 我知道新成会的修饰 不会有叛徒 不过我习惯说 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 用神力隔绝 叶凡当即回答道 叶凡如此 倒不是坏事 黄清然文言点了点头 坐 叶凡一挥手 周围的巨石 在神力的作用下 变成了椅子的模样 两人落座之后 叶凡开门见山道 我短时间内 不准备回到星火神域 所以你们可能还需要 待在万族神域一段时间 新成谷之中 你们尚且能够安全地生活 但是到了外界 随时可能会遇到一族修饰 关于新成会众多修饰后面的去向 不知黄道友 是否有什么计划 我确实有一些想法 不过属下 还是想听一听叶黄的建议 另外 叶黄叫我清然变好 黄清然文言恭敬道 嗯 好 叶凡点头 想了想到 不瞒清然 我目前有两个打算 但是主要还是看 你们自己的选择 第一个打算 你们可以进入我的体内世界 我会给予你们一些修行资源 供你们修行 只不过资源不会太多 毕竟星成会有一万多人 另外 虽然我打算 后面易容成魔云的身份 在万族神域待一段时间 但是我的处境依旧非常危险 你们跟着我 危险性会非常高 第二个打算 便是寻找一个 类似星成谷的地方 让你们在那里安顿下来 并且清然 你需要想办法 就更多的族人出来 扩大星成会 形成可观的战力 其次 就是以我叶凡的名义 去煽动两族的奴隶 待未来我族大军一道 内外呼应 将万族神域拿下 第2686章 血与火的魔力 叶凡说着 双目看向黄清然的瞳孔 但是同样 这一套方案的危险性 也非常高 尤其是对于你来说 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当然 只要我假扮魔云的身份 不曾被揭穿 我会在各方面帮助你 其实叶凡倾向于第二种 叶凡目前 需要的是战士 星成会一万多人 进入他的天地界 在他安全的时候 这些人是安全的 但是这没有意义 天地界之中的天地灵气 皆与叶凡息息相关 这一万人在天地界之中 若是没有神经修行 他们的修为很难进步 叶凡也不可能 有那么多神经去培养他们 虽然有些现实 但是叶凡不得不承认 就算他有神经 他也不会养一群闲人 他只会培养 真正能够对两族 做出贡献的修士 不过同样 叶凡给出两种方案 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想法 一开始 叶凡进入星成谷的时候 就已经被星成谷的 民风所影响 他发自内心地 不希望这些人 去参与残酷的战争 所以如果星成会的修士 依旧想要在星成谷 宁静安详 叶凡可以给他们 决定权在于这些人的手中 故而叶凡给出 黄清然两个方案 黄清然不是笨蛋 叶凡说出的两条路 各自代表着什么 他一清二楚 当即直接摇头道 叶凡 当我们 看不到希望的时候 我们渴望安宁 但是现在 我们渴望的是复仇 星火神域的修士 无法理解我们经历了什么 叶凡给出第一个方案是好心 但是你不了解我们 这种宁静 安全 祥和 不是我们追求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都有着刻入灵魂的仇恨 叶凡 我们选择第二个方案 同样 这也是我最初的想法 好 叶凡点头道 并未劝解 他可以提出两条路 但是他不能左右黄清然的选择 强行要求他们 成为一个逃避的懦夫 那是对他们的羞辱 叶凡看了一眼 陆清尧等孩童 接着道 那些孩子 可以进入我的体内世界 叶凡 在整个世界 我们的族人从出生的一刻 就必然是一条最艰辛的路 他们不需要在温室之中成长 如果我们最后败了 死了 那是我们的命 黄清然摇头道 他们需要经历鲜血 经历磨难 他们的未来是战士 不是叶黄你庇护之下成长的废物 这条山脉是血缘山脉 在血缘山脉深处 有着数量极多的太古一种 同样 这里还有几位可怕的法则黑洞 只要我们躲入这里 一族想要寻找 我们会变得非常困难 这些法则黑洞和太古 一种对你们来说 何尝不是危险 叶黄 真正的战士 都是从鲜血和火焰之中 磨砺出来的 两族崛起 需要的是战士 不是普通的族人 我们在星城古代的太久了 甚至于新一代的孩童 对外界的残酷一无所知 血缘山脉 就是我们所有人 必须克服的第一个磨炼 黄清然坚定道 他一人便决定了 整个星城会所有修饰的命运 同样 黄清然也明白 他选的路 才是最有尊严的路 他绝不可能 带着这一万多人 成为懦夫 成为累赘 叶凡的到来 便是天命所归 能够跟随人皇征战 是他们所有人的荣幸 黄清然怎么可能允许 自己这些人 进入叶凡的体内世界 苟且偷生 至于叶凡的体内世界 为何能够容纳神灵这种事情 黄清然根本没有考虑 相比于从温室之中 成长的星火神域族人 他们这些从小 便经历了无尽屈辱 无尽悲惨的族人 早已经做好了 随时为了两族崛起 而现身的准备 叶凡看着黄清然 心中有些感慨万分 或许两族的希望 从来都不是星火神域 真正的星火 在广阔的天仓 这里有无数被异族 压制欺辱的战士 这些战士 才是可以燎原之火 因为这些人 心中只有种族尊严 只有复仇 只有站起来的渴望 他们个人的私欲 在仇恨的怒火之下 早已经燃烧殆尽 他们只差一个 能够带领他们站起来的人 随时随地 他们都准备用命 拼出两族的未来 对不起 我侮辱了你们 叶凡看着黄清然 道歉道 他根本就不给出第一个方案 这是对这些战士最大的羞辱 叶凡 你是天命之子 是少年封主 如果真的有一日 我们这些人战死了 我只希望 叶凡能够带领族人 真正地站起来 让所有族人 从异族的声卷之中走出来 黄清然拱手坚定道 叶凡文言 郑重地点了点头 但凡我活着一天 族人不利 我叶凡不等大道 由叶凡此话 足以 黄清然点头 接着取出传音神经 我等会在血缘山脉 等着叶凡军灵 保重 叶凡记录了黄清然的 他们这里一万多人聚在一起 短时间内倒是没问题 时间一长 很可能会被附近修行的一族发现 所以他们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进入血缘山脉深处 各位 从今日起 我们将真正踏入 两族崛起之战 黄清然朗声道 顿时 所有修士纷纷站了起来 除了懵懂的孩童 几乎每个修士的脸上 都露出了一丝难言的狂热和激动 每一个人都目光灼灼地看着叶凡 等到了 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新尘古的祥和 从未洗刷他们的仇恨 终于 他们可以再次拿起刀剑 为两族崛起而战 为枉死族人而战 叶凡看着众多修士狂热的目光 顿时愣住 这种目光 这种战役 有族人如此 何仇种族不兴 天苍界的形势 远远比仙界 天武糟糕得多 天苍界族人连一族都无法战胜 更何况是未来的浩劫 可以说 叶凡从来到天苍到今日 他从未想过荡浩劫来临的时候 他该如何应对 不是他不考虑 而是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考虑 两族修士 压根没有胜算 至于依靠义族 之前他或许还会有过这种想法 但是现在他很清楚 无尽岁月的虐待 星火神域之外的人族 神兽对义族的恨 远远超越对血魂族的忌惮 第2687章 圣族天成 就算为了生存 两族修士与义族共同抗敌 但是封清月已经开始引导血魂族 义族之中几个大族的最强者 更是在天道城 成为了血魂族 这些义族未来 更多的可能就是成为血魂族 胜算 叶凡根本没有 他从未下过如此糟糕的棋局 但是看着眼前的修士 第一次叶凡心中有了希望 天仓界与天舞 仙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天仓界的族人 能够做到真正的万众一心 当浩劫来临 这些在这个时代成长的族人 绝不会为了苟且偷生而背叛 这 就是这一场浩劫之下 最大的圣祭 星辰谷的修士 在黄庆然的带领之下 涌入血缘山脉 一个一族展开搜索都困难的山脉 里面的危险 已经可想而知 这里一万多的修士 在里面会死去多少 叶凡不知道 但是他看得出来 即便这些人知道 这一条路 是一条九死一生的路 他们也会义无反顾地走进去 大叔 你要保重哦 陆青瑶有些不舍 叶凡蹲下身子 将陆青瑶轻轻地搂在怀里 神力运转 在陆青瑶的身上 留下自己的法身 接着温和道 青瑶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一定要记住 大叔一直在 说着 叶凡取出一枚储物神戒 交给陆青瑶 里面有着海量的资源和丹药 在此之前 叶凡也给过黄青然一枚储物神戒 里面也有着海量的资源 更多的是疗伤神丹 黄青然等人离开之后 叶凡再次一戎成魔云的模样 龙凌也再次一戎成星辰谷 死去女子模样 做好这些之后 龙凌走到叶凡的身边 看着已经消失在血缘山脉之中的 走吧 我们也有自己的路要走 龙凌点了点头 扶住叶凡 接着神力运转 两人的身影很快消失不见 一个月后 万族神域第一神城 圣族天城 作为各大神域的交汇点 万族神域拥有最强的资源流通 而作为万族神域第一神城 圣族天城拥有最顶尖的拍卖行 拍卖行所拍卖的宝物 更是汇聚各大神域顶尖之列 万族神域每过千年 便会举行一次举世拍卖会 在这个时候 各族的顶尖实力 皆会派遣各大势力的强者 进入万族神域之中参与拍卖 在数十万年前 万族神域是所有神域之中 最为混乱的一域 因为这里汇聚的种族极多 自然也就有了非常多的亡命之徒 甚至于因为拍卖的东西过于珍贵 此处曾经引的神帝强者大打出手 最终差点将万族神域打碎 也因此 后来众多大族在魔灵的主导之下 举行了一次会议 最终定下这个规矩 万族神域除了常年振作于此的几名神帝之外 其他与任何神帝不得进入万族神域 即便进入 也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程序 这是其一 其二 万族神域之中 不允许任何外来的散修进入 每个外来的修士进入此地 都必须有名有姓 有来历 如此一来 任何一个修士敢在万族神域造次 都会连累自己的宗门 也因此 少了很多为了奇珍异宝 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 其三 万族神域的宝物 拍卖会的神城之中严禁打斗 一旦发生 各神城执法者必须隔杀违背规则的修士 无论这类修士是什么来历 若是不杀 神城的主士人将代替此人扶诸 如此铁血的政策之下 在杀了不少不知所谓的大势力纹固弟子之后 万族神域也慢慢地发展 成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神域 万族神域的神帝强者很少 几乎都是天位神灵强者主士 也因此 各族的商会在万族神域如鱼得水 甚是安全 也因为这种环境之下 万族神域的资源交易变得越发浩大 到了最后 万族神域更是隐隐成为了各大神域的中心区 论整体实力 万族神域非常差 任何一个神域 神帝强者都有那么十几二十个 唯有万族神域的神帝强者不超过一手之数 其次 万族神域是所有神域之中最公平的一个神域 任何一个大势力弟子 在这里都很难做到以施压人 万族神域只有一种东西能说话 那就是资源 谁的资源多 谁就是老大 这里各个神城之中 有着四通八达的单人传送阵 而在神城之中 不允许任何泄斗的事情发生 也因此 在这里 就算你拍卖的时候 抢了一个神帝强者看中的宝贝 也不用担心 因为四通八达的单人传送阵 让你很容易就能甩掉那些意图不轨的强者 当然 特权在哪里都会存在 一般情况下 九星宗门的强者 在这里还是有更好的待遇的 就算在万族神域里 不惧九星宗门的强者 但是你自己的宗门就在那里 惹怒了他们 没准就找个理由 灭了你的宗门 不过这种事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 一个神域的也就罢了 不同神域的宗门 要是敢去其他域 灭掉其他域的小宗门 小宗门所在神域的九星宗门 绝不可能让出手的宗门全身而退 这属于神域之间的挑衅了 叶凡进入圣族天城 已经半个月的时间 半个月前 他的伤势便已经全部恢复 之后 他便以魔云的身份 进入了圣族天城 圣族天城之中 拥有极为可怕的监控大阵 这种阵法 能够防止其他修士的异容 毕竟冒充他人抢夺宝物的情况 在万族神域发生的也不少 龙灵的异容 在这种阵法之中 没有任何作用 故而 叶凡让龙灵直接回复原本的相貌 只不过用丝巾将相貌遮住 作为魔云的侍女身份 先负责探查的修士 对龙灵并不会过于详细的检查 至于叶凡 叶凡拥有引道诀和神变千唤诀 加上太初化物诀 想要做到 瞒过这等阵法的探测 还是没有问题的 这种阵法最强的 就于捕捉对方的道运气息 而叶凡的太初化物诀完克这种能力 当然 叶凡也根本没有经过什么严格的排查 新城古一战 这里各大商会的天位神灵强者 有不少都与魔云算是熟络了 叶凡进入神城的时候 正好碰到了圣族天城的大商会的主示人 这些人自然认识叶凡假扮的魔云 当即没做太多检查 就放任他进入了圣族天城 第2688章单格 魔云这次来到万族神域的目的 就是为了参加举世拍卖会 故而 魔云带来的资源不少 这些自然便宜了叶凡 叶凡将一部分资源交给了黄清然 大多数则留在身上 准备在这次的拍卖会之上 拍的一些好东西 魔神宫 属于魔灵神域的上等宗门 但是在万族神域这般遥远的地方 魔神宫的影响力几乎于无 在这里 他是哪个宗门的人不重要 他是魔灵这个身份反而更重要 不过这对叶凡并非坏事 如果魔神宫就在万族神域的话 那叶凡假冒魔云 没准还真的会被人揭穿 但是在万族神域 不会有这些顾虑 一方面 就算他被人拆穿了 只要他打死不承认 还反咬对方一口 对方能怎样 在圣族天城之中 可是不允许任何战斗的情况出现的 带着龙灵随意地闲逛 龙灵不知道叶凡具体要做什么 不过他毕竟是女子 对于逛神城这种事情 还是极为欢喜的 一路上 各种千奇百怪的东西 让他目不暇接 各种各样的异族人 也让他感觉很是新奇 有全身被岩石覆盖的十族人 有将头拧在手上的亡灵族人 也有背身双翼 双手成爪的异人 除了大族修士 还有无数小族的修士 或者身高不到一尺的诸如 或者高时尚的巨人 又或者八条腿的蜘蛛人等等 除此之外 有疗伤圣药 也有修行至宝 还有把玩的物件 公子 这个好漂亮呀 龙灵在双洁白可人的束手 轻轻地握着一个蓝色的石头 石头之中 有着无数耀眼的光点 点缀得如同星辰一般 不是发出耀眼的光芒 因为龙灵现在的角色 在其他人眼里 就是魔云的侍女 那种提供所有服务的侍女 所以龙灵称呼叶凡为公子 也合情合理 魔云在其他修士的称呼之中 也是魔公子 叶凡文言当即丢出 数十个极品神经 够吗 那商贩借助神经 发现是极品之后 脸上当即露出一丝激动 急忙道 够 够的 多谢魔灵大人 叶凡点了点头 转而对龙灵道 这东西 你喜欢就收着吧 龙灵文言脸上露出一丝欣喜 将那极为绚丽的石子 收到自己的储物神界之中 轻声道 多谢公子 一路上 龙灵倒是对不少东西有兴趣 叶凡基本都是直接丢神经 帮他买了下来 也不问那些东西的实用性 逛了一天下来 龙灵倒是花了不下百万的极品神经 也就是叶凡 换成其他修饰 还真的没办法满足龙灵的消费 当然 龙灵毕竟是龙族公主 百万极品 神经对别人来说是不守 但是对他来说 那就比较一般了 他自己的储物神界之中 都有千万极品神经 只不过 他挺享受叶凡 给他买东西的过程 到了晚上 叶凡直接掉头 带着龙灵回到白天 逛过的一片街区 龙灵有些疑惑地 跟在叶凡身后 叶凡花了一天时间 几乎将整个圣族天城逛了个遍 之后选择来到这里 却是不知事和用意 敲响了一个租赁宫殿的大门 很快 一名老者走了出来 老者的气息悠长无比 神情之中 却并无强者的傲然 而是颇为恭敬道 这位魔灵大人 是否需要租赁宫殿 我需要租赁三个月 叶凡直接到 多少神经 三个月之后 便是拍卖会举行的时间 叶凡说三个月 显然是一个极为合理的时间 老者闻言 当即脸上露出一丝 笑容魔灵大人 能够租赁这片宫殿 乃是老朽的荣幸 老朽不敢漫天要价 这便作价五百万极品神经 您看如何 叶凡当即取出一个储物神界 丢给老者 签订契约吧 老者接过神界 神石扫过 当即兴满一族 急忙取出契约 叶凡与老者签订契约之后 便直接道 这三个月 这片宫殿都是我的地方 任何人没有我的允许 皆不能进入此地 自然 老者急忙到 接着将宫殿的阵法令牌 交给叶凡 拱手离去 叶凡满满意地 打量着巨大的宫殿 接着走了进去 阵法开启 将外界隔离之后 龙灵不由好奇道 叶师兄 我们为什么要租赁一个宫殿呢 我要开单格 叶凡一边走向宫殿之中 一边回答道 开单格 龙灵更是疑惑 魔云的记忆里 这次的拍卖会有一件质宝 就是他此行的目标 雷神星 叶凡解释道 这种质宝 拥有极为狂暴的能量 若是能够炼化 将能够调动天罚之雷 借用一部分天道之力对敌 极为强横 我有冰神星 若是再得到雷神星 将两者融合 炼制成对敌的宝物 对我的实力 会有极大的提升 但是雷神星的价值极高 目前以我们的资源 怕是拿不下来 所以我需要在这三个月内 尽可能多赚一些神经 雷神星 真的有这种东西吗 龙灵文言不由惊讶到 叶凡顿时有些疑惑 龙灵貌似知道一些 他不知道的事情 叶师兄应该知道 天仓界的世界之星 被鲲鹏打碎 从而导致天仓界四分五裂 龙灵见叶凡疑惑 当即解释道 没错 传闻这世界之星破碎之后 变成了法则之星 分别是五行之星 雷霆之星 阴阳之星 生命之星和毁灭之星 龙灵接着道 只要激起了所有法则之星 就有机会修复天仓界 完善天地大道 叶师兄 其实你得到的 冰神星就是五行之星里面的水行之星 我之前一直以为 这些记载 只是毫无根据的推测 如今看来 很有可能是真的 叶师兄 天仓界乃是最接近传说世界的未免 修补天仓界 是无量功德 若是师兄能够做到这一点 天道反馈便足以让师兄的修为 得到大幅度提升 第2689章 谢魂族少女 修复天仓 叶凡文言暗自泥南 就算没有任何好处 叶凡也会修复天仓 因为一个完整的天仓界 才能拥有完整的天道规则 只有完整的天道规则 他们这些修道者 才能够勘破大道 进入更高的位面 更何况 面临未来的浩劫 狭二人族的战力 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 修复天仓界 是最直观 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天仓界修复的刹那 所有生活在天仓界的生灵 都会得到天道反馈 这种反馈 将会塑造出一个 接一个的强者 之前叶凡不知道 如何修复天仓界 现在 龙灵给他指了一条明路 当即 叶凡的双目之中 露出一丝夺目的光彩 整个人变得无比兴奋 激动地抓着龙灵的手笑道 龙师妹 多谢你了 哈哈 多谢你 龙灵见叶凡如此兴奋 顿时有些呆愣 感受着束手之上传来的火热 不由翘脸通红 将手抽了出来柔声道 师兄说的哪里话 我并没有做什么事情 抱歉师妹 方才太激动了 叶凡感受到龙灵抽回双手 当即有些尴尬道 接着忍住兴奋道 龙师妹 你族中典籍 可曾记载其他法则之星的位置 这 我只知道 冰神星是雷冲前辈所得 而且一直温养在大千戒之中 至于其他法则之星的去处 族中典籍并无记载 龙灵有些歉意道 叶凡文言不由露出一丝失望 不过这种情绪 很快便被抹去 不管怎么样 他现在已经知道了 修复天仓界的方法 这 将是这场浩劫之中 他最大的助力 若是之前 叶凡对雷神星 只是出于对宝物的需求的话 那么现在 他对雷神星势在必得 另外 他必须想办法 去寻找其他法则之星 魔云并非孤身来到圣族天城 他同样有魔神宫的手下跟随 只不过之前 讨伐星辰会的时候 魔神宫的手下 被魔云安排着 去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叶凡搜魂得到的记忆 并不是完全的 毕竟是搜魂 记忆的缺失很正常 所以 叶凡并不知道 魔云派遣他的手下去做了什么 甚至于叶凡 根本不知道这些手下的去向 好在他知道这些手下的身份 来历 名字 当夜 随着一阵阵神力涌动 叶凡从打坐之中惊醒 接着身形闪烁 来到了大院之中 神石扫过 发现外面有两名天卫神灵强者 当即一挥手 阵法开启 那两人飞入院中 对着叶凡拱手 见过少主 七星宗门 是没有神地强者坐镇的 但是七星宗门 一般都会拥有 九阵天卫神灵级别的存在 这两位天卫神灵 不过一个四阶 一个五阶 在七星宗门之中 也是长老位置 不过显然 魔云的身份更高 刘长老 吴长老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叶凡当即询问道 禀告少主 那个血魂族女修 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刘长老脸色凝重地拱手道 这件事 要不要禀告魔尊大人 血魂族 叶凡文言脸色不由微微一变 他倒是不曾想到 魔云竟然让刘长老和吴长老 去调查血魂族 这个变态的魔灵 竟然会关注这种事 刘长老 这件事需要我们掺和什么 血魂族若是真的将天仓界毁灭了 那也就毁灭了 我们魔灵圣主即将重生 当年血魂族之主 被魔灵圣主击杀 我主轮回 但是血魂族的血腥本核 可是暴裂了 据我所知 那魔灵圣主 没有足够的心红之气重生 已经陨落了 吴长老文言当即不在意道 血魂族无主 他们还能拿什么 跟我们魔灵圣主斗 天仓界如今对于我们 已经可有可无了 真的被血魂族灭了 那就灭了 少主要的是血魂族的少女 我们何必瞎操这个心 说着 吴长老一挥手 一道飞船出现 接着 飞船之上 一名动人无比的女子 被神力锁链牢锁住 动弹不得 叶凡文言心中一阵恶寒 果然 那魔云怎是心怀天下之人 此人必然是得到了什么消息 想要尝一尝血魂族女人的滋味 不过紧接着 叶凡的脸色变得越发奇怪 这个血魂族女子 有些熟悉 但是叶凡又不记得自己 认识这个故人 不对 此人是谁 他见过 他绝对见过 思维不断地运转 随着一阵阵记忆出现 他的瞳孔猛的一缩 瓷月 叶凡没见过真正的瓷月 因为当年在仙界 瓷月是戒体重生的 他所见到的 一直都是黄雪 但是 叶凡又见过 寒千斩记忆之中的瓷月 那个时候 瓷月还很稚嫩 在草城之中 在寒千斩的记忆之中 也因此 叶凡才会第一时间 未曾认出 此女就是瓷月 只不过随着叶凡的感知 他发现 瓷月体内的心红之气 虽然也有 但是少得可怜 这是怎么回事 叶凡顿时皱眉 转而看了两位长老一眼 不动声色道 此女当真的血魂族 我怎么感觉 此女就是一个普通人族啊 少主 此女是千真万确的血魂族 当时此女 与一名袖罗族战斗的时候 正好被我看到了 她使用出星红之力了 后来我在她身上留下了烙印 这才一路追查 在一处秘境之中 找到了此女的踪迹 吴长老急忙到 叶凡文言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一丝病态的笑容 好 哈哈 好 两位长老辛苦了 则则 真是貌美如花倾国倾城 这样的女人 我已经快忍不住了 两位长老 这些神丹 算是我给你们二人的一些奖励 说着 叶凡取出两个玉瓶 交给二人 两人当即接过玉瓶 接着双目之中 露出一丝惊讶 少主 这些丹药 哼 这些丹药我有不少 我这次出去抓住了一个四品丹神 这三个月时间 我将要好好利用这个丹神 赚一笔资源 雷神兴我魔神宫志在必得 叶凡有意奖励丹药 就是为了引出后面的话 毕竟魔云可不是什么炼丹强者 突然开个丹阁 两人揭露出一丝兴奋道 以他们的感知 自然能够感知到 这神殿之内的房屋中 还有另一个修士 想来 那人就是他们 少主抓到的四品丹神了 按照道理来说 四品丹神绝不是一般人能够抓到的 毕竟这种层次的强者 就算本身实力一般 身边的追随者也不少 不过他们 可不敢细究这件事 他们只是普通的外门长老 少主的事情 还轮不到他们来管 我打算在这里开一个单格 你们二人负责单格的安全 外面两侧的房屋 便是你们的住所 叶凡简单道 两人当即连连英事 接着拱手离去 叶凡看着被捆绑得 结结实实的慈乐 眼中露出一丝复杂 右手一挥 他与慈乐 皆飞入了他的房屋之中 让慈乐坐在一旁 打出阵法 将周围的一切隔绝后 叶凡解开了慈乐身上的部分封印 让慈乐拥有了说话的能力 魔灵畜生 我要杀你 一声怒吼 慈乐神力疯狂地涌动 只不过奈何他身上的神力 锁链过于强横 以他的修为 根本没办法挣脱 叶凡文言不由微微一愣 接着眼中满是古怪 这话 从慈乐的口中说出来了 慈乐可是寒千斩的女人 她可不是一个好看的花瓶 无论是智商还是实力 手段皆不差 这样的女人 与现在这般义愤填膺的形象 确实有些难以融合 魔灵是畜生 血魂族莫非就不是了吗 叶凡看着慈乐 反问道 血魂族 什么血魂族 我根本不是什么血魂族 慈乐激动道 慈乐 你 叶凡的目光古怪无比 接着站起身 走到慈乐的面前 细细地打量着他 你想干什么 我绝不会让你得逞 有能耐杀了我 想要我服侍你 绝无可能 慈乐见叶凡走到身前 当即眼中满是坚定道 一双清澈的双目之中 只有单纯的愤怒 叶凡直接愣在了原地 慈乐 你可曾记得韩千斩 什么慈乐 我叫韩千月 韩千月 叶凡沉默下来 接着面容开始发生改变 变成自己的模样 人族的血脉气息 毫不掩饰地显露 慈乐当即愣住 接着惊讶无比道 你 你是人族 没错 我是人族 我杀了他们的少主 易容成了他们的少主 叶凡点头 接着将慈乐身上 所有的神力锁链全部抹去 慈乐的修为当即恢复 神心进人为神灵 得知叶凡是人族之后 慈乐的敌意明显消失不见 他满是好奇地打量着叶凡 对他来说 是一件极为新奇的事情 你是谁 慈乐问道 叶凡 叶凡 慈乐想了想 摇了摇头 我并不认识你 你既然是人族 为何让你的手下将我抓过来 还说我是什么血魂族 慈乐 你真的不认识我 叶凡再三询问道 慈乐迷茫地摇了摇头 我确实不认识你 另外 我真的不是慈乐 你是否认错了人 我的过去有些模糊 莫非你真的认识我 那你知道你是哪里人 在什么地方长大 如何修行成仙 成神的 你为什么叫韩千月 你的父母又叫什么 叶凡感觉慈乐一定经历了一些事情 当年星球碰撞 血欲爆裂 即便强如韩千斩依旧陨落 为何慈乐会安然无恙地出现在天仓界 叶凡确信自己没有认错人 他在慈乐的身上 明显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魂印气息 这个魂印来源于韩千斩 换句话说 韩千斩在慈乐的身上留下了一些东西 不仅如此 慈乐体内 的星红之气竟然消除了这么多 就算是青山空爵 也没办法将他体内的星红之气完全净化 甚至于随着他修为的提升 星红之气也在自行壮大 慈乐又是如何将体内的星红之气抹去的 别忘了 慈乐可是真正的血魂族了 他已经借助血魂族重生了 按道理来说 慈乐的灵魂都已经被星红之气同化了才对 我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沉睡看来很久 我醒来的时候 就在万族神域 被族人所救 我和一些族人 躲在远离圣族天城的一处秘境之中 我不想被你的手下抓来了这里 慈乐摇头道 我只知道 我叫韩千月 我要活着 有人要我好好活着 可是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说着 慈乐疑惑地看着叶凡 你知道我的过去吗 叶凡看着慈乐 确定慈乐不曾说谎之后 不由叹了一口气 他几乎已经猜到了事情的大概 韩千斩一定是用了什么方法 让慈乐得以存活 但是韩千斩 希望慈乐能够成为一个正常人 所以 韩千斩抹去了慈乐所有关于他的记忆 他给予了慈乐重生 叶凡也有深爱的人 他知道要做到这一些 对韩千斩来说 是何等的痛苦 为了让最爱的人好好活着 一手促使对方将自己遗忘 这是一种伟大 同样 这也是一种悲哀 叶凡与韩千斩的立场不同 他们是仇敌 但是同样 韩千斩也是叶凡尊敬的对手 别的不说 单纯论韩千斩对慈乐的感情 很少有人能够比得上 摇了摇头 叶凡叹了一口气道 你是我一个故人的朋友 你曾经经历过一些事情 所以 你的记忆被人抹去了 这并非坏事 我对你并无恶意 若是你没有更多的地方去 你可以跟着我 至于派遣我的手下抓你 他们并非是我派遣的 而是他们死去的少主所吩咐的 我与你之间 有些渊源 在这万族神域之中 你的处境并不好 我会带你去安全的区域 能不能告诉我 我的过去 我不能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只有那个将你记忆抹去的人 才能告诉你你的过去 如果你还能遇到他的话 叶凡摇头 好 我先跟着你 你带我去找那个人好吗 好 叶凡点头 你先在这里安顿下来 记住 我现在的身份是摩云 你对我 还是必须有恨意的 我明白 慈悦点头到 第2691章 魔神单格 若是在当年的仙界 叶凡绝对会斩了慈悦 但是今日 他并未出手 一方面 是因为叶凡尊重韩千斩 他认可韩千斩这个对手 真正的强者 是正面击败自己的对手 而不是杀他的女人 另一方面 慈悦在整个浩劫之中 所做的事情 没有慈悦 该死的人一样会死去 慈悦也是局中人 他想要复活自己的爱人 并没有错 叶凡进入过 韩千斩的记忆世界 从头到尾 叶凡都不认为 韩千斩是错的 每个人的立场不同罢了 换成他在韩千斩的环境下成长 他还能如今日一般 大意当先吗 当整个世界 抛弃韩千斩的时候 陪在他身边的是慈悦 而同样 最后慈悦也是为了 韩千斩而自云 他也曾保护这个世界 得到的却并非善待 不过叶凡不能代替 那些亡死的英灵原谅慈悦 他也没有这个资格 慈悦无论变成什么样 他都是罪人 他的手中都是鲜血 叶凡应该去杀 可是叶凡有不杀慈悦的 最重要原因 那就是慈悦从血魂族 变成了人 如果血魂族 可以逆转成人 或者其他圣灵的话 如果叶凡掌握了 这其中的精髓的话 那么未来的血魂族浩劫 他完全能够一手改写 血魂族最可怕的就是 不死不灭 无穷无尽 杀了又复生 若是没有这些因素 血魂族 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般可怕 而只要叶凡 能够将血魂族体内的 心红之气净化 让他们变成自己 原本的种族的话 最好的结果是 这些人转过身 成为叶凡他们的盟友 最坏的结果 也是杀了这些人之后 这些人无法重生 当然 叶凡也有私心 寒落落的离去 是他的痛 寒落落对他的感情 他很清楚 甚至于在经历了 莫青岩的事情之后 他有时候会回想 寒落落与他说过的话 寒落落也曾经说过 他时常做梦 梦到一棵巨树 梦到一个人 那么 寒落落是否也可能是 子序宁的四魂之一呢 这件事 一直压抑着叶凡 他不知道寒落落 是否随着血魂一同死去了 如果寒落落还活着 那么他务必要将 寒落落体内的心红之气 完全净化 他自己体内的心红之气 尚且无法净化 更别提 去净化寒落体内的心红之气了 寒落落与聂金天不一样 聂金天当初 只是沾惹了些许心红之气 叶凡能够转移到自己的体内 寒落落 却已经是彻底的血魂足了 所以 叶凡不仅不能杀词月 他还要将词月留在身边 他需要去了解 词月体内心红之气消失的秘密 这 也是词月的赎罪 魔神丹阁的出现在圣族天成 并非多么轰动的事情 不过依旧吸引力不少修士的注意 因为魔神丹阁 可以帮助任何修士炼丹 从九品神丹到四品神丹 只要其他人拿得出材料 就必然会给他们炼制出来 不仅如此 魔神丹阁之中的丹药极多 应有尽有 其中甚至出现了特等丹药 破碎的天仓界之中 特等丹药都是抢手货 新开的魔神丹阁之中 拥有特等丹药的消息 如同飓风一般 在圣族天成之中传开 当天下午 便有着成千上百的修士 汇聚于魔神丹阁之前 这魔神丹阁的主人 好像是魔神宫的少主 你们说 此人会不会收了我们的神灵草 却不给我们炼丹呢 这应该不可能 魔灵虽然嚣张 但是这里是圣族天成 此人就算胆子再大 也绝不可能在圣族天成 做出这等事情 依我看 这丹阁是有八九是真的 这位道友说得不错 这丹阁连特等丹药都有 想来做不得假 众人议论之间 刘长老走了出来 诸位 我魔神宫这次来到圣族天成 自然是为了参加举世拍卖会而来 只不过 我们少主这次带来的资源不够 故而开了丹阁 诸位若是想要买丹药 这些丹药任你们挑选 若是诸位资源紧缺 但是手中有炼丹材料的话 我们也可以帮忙炼制 正常炼丹 市场上承丹率按照三成计算 一般情况下 需要炼丹的人拿出三分材料交给丹神 并且根据丹药的价值 给予一定的报酬 无论最后承担多少例 皆给予一例丹药 我们少主有令 所有炼丹之人 无需另外给予报酬 只需要给三分材料 便可得到一枚丹药 若是诸位不相信 也可以用三分材料 直接换取我们丹阁之中 现成的某一例丹药 刘长老朗声道 当即中多修士议论纷纷 眼中皆是惊讶 刘长老这番说辞 几乎完全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而且 魔神丹阁给予的方案 确实要比其他丹阁优惠的太多 前辈 若是我想要一瓶丹药12例 但是我拿不出36分炼丹材料 是否能够用其他的东西作为报酬 有人忍不住道 很多时候 一枚神丹的作用已经极为恐怖 但是一些辅助修行的丹药 自然是多多益善 可以用极品神经 极品神灵脉 又或者其他神灵草 稻果作为报酬 刘长老回答道 另外 我少主还说了 若是谁手中有法子之心的情报 只要发下天道誓言 确认自己并非为了丹药胡周的话 皆能够得到一瓶特等四品神丹 若是我丹阁 没有你们需要的神丹 但凡提供了情报的人 只要你有材料 我耽搁可以无偿帮助你们 炼制两次神丹 四 不少修士当即倒吸一口凉气 法则之心这东西 圣族天成的人 基本都知道一些 毕竟雷神星作为这次拍卖会的 压轴宝物之一 拍卖会为了拍出一个好价钱 特意派人宣传了雷神星的来历 天仓界世界之心破碎之后的碎片 其中蕴含的法则本源之力 何等可怕 一枚两枚法则之心 或许不算什么 若是集齐了所有法则之心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凡实力强横的大能 哪个对法则之心没有兴趣的 第2692章奴隶 除此之外 我少主有言 但凡能够在圣族天成 带一百个不知道我魔神丹阁的修士过来 我魔神丹阁会赠送一枚九品神丹作为报酬 带来一千人 八品神丹 带来一万人 七品神丹 以此类推 圣族天成之中 修士数亿 若是你们谁有能耐 将我魔神丹阁 宣传到整个圣族天成 三品特等四品神丹 赠送于你们 也无不可 此话当真 众人正兴奋之际 一名锦衣男子走了出来 脸上满是兴致勃勃的笑容 少丹阁大驾光临 我魔神丹阁 蓬毙生辉 刘长老见到来人 当即拱了拱手道 嘴上客气 实际上却并无太多下位者的敬意 圣族天成成主是神帝不假 不过作为天位神灵 还是魔灵族 刘长老的身份 不比圣族天成的少丹主低 我们魔神丹阁说到做到 刘长老继续确认道 好 圣族天成少丹主牧天笑道 接着一挥手 启动天成投影 将魔神丹阁的情况 投影到整个天成 说着 牧天看向刘长老 刘长老 你看这样可算是帮你们 带来了整个天成的修饰呢 刘长老闻言 不由微微一愣 他之前的话可以说一半是戏言了 毕竟谁能够将整个天成的修饰 都带到丹阁来 说到底 牧天这种做法 并不满足他们的要求 你只是通知了所有人 却并未带所有人来到丹阁 不过如果这些人都来了 丹阁也不可能装得下 牧少丞主能够帮忙 是给我摩云面子 叶凡走了出来 对着牧天拱了拱手笑道 少丞主请敬 既然是少丞主 三瓶丹药 未免太寒蝉了些 少丞主尽管挑选 十兵以内 我还是出得起的 就当是交了牧兄这个朋友 哈哈 传闻魔兄乃是 魔灵年轻一辈的角处 今日一看 果然名不虚传 有魔兄这种好友 乃是我牧天之福 日后在圣族天城 但凡需要我帮忙的 魔兄莫要客气 牧天拱手笑道 接着带着城主府的人 走入丹阁之中 外面看戏的修饰见词 也纷纷进入丹阁 很快 巨大的丹阁之中 便有了不少人 牧天顺利得到了 十瓶四瓶特等神担 自然也与叶凡交谈甚欢 对于牧天来说 能够与一个魔灵天 交成为好友 那自然是一千一万的愿意 而对于叶凡来说 有这么一个朋友 他后续很多事情 会方便很多 见牧天得到了 十瓶特等神担 当即被有修饰 取出炼丹材料 请求魔神丹阁帮忙炼丹 叶凡自然是来者不拒 送走了牧天之后 叶凡便开始闭关炼丹 魔神丹阁 也很快走入正轨 而少城主为一个丹阁 开启全城投影的事情 也极为轰动地 在整个圣族天城传扬 越来越多地修饰 前往魔神丹阁 无论是真的想要炼丹的 还是单纯地看热闹的 魔神丹阁 每天几乎都是人山人海 为了防止看热闹的人 占用了其他真正买丹药的人的位置 刘长老和武长老 在叶凡的指示下 将周围数十里的神殿 都租赁下来 这里有很多神殿 并没有租赁的意向 不过在两位长老许以重礼 外加以施压人的方式之下 魔神丹阁顺利得到了扩张 但是整个丹阁炼丹的 只有叶凡一人 来炼丹的人却人山人海 叶凡炼丹速度再快 也有些吃不消 故而丹药依旧是功不应求 而整个魔神丹阁 只有刘长老和武长老 两人打理 两人虽然是天位神灵 却也有些忙不过来 更何况 这些都是小司做的事情 两名长老身为天位神灵 做这些事情 未免有些丢分 叶凡何许人也 一开始 木天用投影阵法取巧 若是计较之人 绝不可能会给木天 食品四品神丹 但是叶凡不是 他刻意教好木天 在丹阁轰动之后 又开始扩张 接着在两名长老 手忙搅乱的时候 他再次找到了木天 要求将整个圣族天成的人族 神兽大多数的奴隶买下来 有木天这个最好的挡箭牌在 加上魔神丹阁这段时间的疯狂扩张 叶凡购买近百万的两族奴隶 根本没有引起任何人怀疑 圣族天成 除了极为优秀的奴隶交易之外 其他人族 神兽奴隶的价格都不高 谁都知道 一个丹阁 根本不需要百万奴隶 对丹药有需求的人确实不少 但是真正有资源的 来圣族天成的目的是 为了拍卖会 他们不会花费太多的资源 放在购买丹药上 而没有资源的修饰 就算需要丹药 他们也买不起 圣族天成的人很多 少城主木天做的宣传也很到位 但是并非所有修饰 都对这个所谓的丹阁有兴趣 这种行为 反而不会造成太多的影响 哪怕两百万奴隶 明显买多了 因为是借助城主府的势力 去做这件事 别人在看待这件事的时候 会想当然的 将城主府也带入其中 圣族天成的城主府论势力 在其他神域算不得多么强横 但是在圣族天成 影响力就是无与伦比 谁会将城主府 与两族叛徒扯到一起 两百万人非常多 至少以凡人的目光 这些人聚在一起 那就是一眼看不到边 但是在神灵的世界 一个神城的范围 可能就是凡界几个王国的范围 随意一个神城 都能容纳十数亿人 叶凡扩张的地盘 也完全足够容纳这两百万人 叶凡将两百万奴隶 收入飞船之中 同时自己也进入飞船 看着下方黑压压的一片 有人族 也有神兽 每个人的双目之中 大多数只有麻木 偶尔能够感受到 一种刻骨的仇恨弥漫 这两百万人之中 有很多早已经任命 认为自己低人一等 出生就是异族的牲畜 也有一部分修士 将所有仇恨埋在心里 只待时机一到 这些人不惜此命 也要让异族付出代价 每个人都静静地看着叶凡 有些年轻貌美的女修 更是忍不住往后缩了缩 叶凡同样静静地看着这些修士 嘴上说将圣族天成的奴隶都买下来 实则这里的人 根本不到整个圣族天成 总奴隶数量的十分之一 人 神兽对于某些种族来说 早已经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材 全部卖给叶凡 那圣族天成很多西楼 都要承受极多的损失 第2693章 天地门中 这两百万修士 很少有修为达到御神之境的 大多数都在虚神境 倒不是说一族 想要培养两族修士 让他们修行到虚神 而是因为 只有达到虚神之境 这些修士的身体 才会有价值 踏族虚神便是神灵 神灵的血肉比仙人 凡人的血肉 不知珍贵多少倍 本少爷的耽搁缺人 谁要是老老实实地帮我做事 本少爷可以考虑不杀他 叶凡淡莫道 然而两百万人之中 却境界安静无比 没有人说不同意 也没有人说同意 生死对于年两族 大多数修士来说 已经习惯了 我看你们 中间有不少有家庭 每个家庭出一个人吧 否则 你的家人就会成为桌上的食物 叶凡诞生道 接着神力运转 很快有三十万修士飞出 待这些人飞出之后 由刘长老和武长老 负责告诉他们需要做什么 剩下的一百七十万修士 则依旧留在叶凡的飞船之中 叶凡不能告诉 帮丹阁做事的两族奴隶 他的真正身份 外人若是来到丹阁 很容易 从这些人对叶凡的表情变化 而看出端倪 剩下的一百七十万修士 安静地站在飞船内 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叶凡挑选的三十万修士 大多数母 光呆滞 麻木 这些修士很多已经没有了作为人族 神兽该有的骄傲 而留下的一百七十万修士之中 大多数看向叶凡的目光 都是咬牙切齿 面容慢慢改变 叶凡恢复原本模样 同时 人族血脉特有的气息流露 顿时 众多修士的表情 皆发生了变化 万族神域第一神城 圣族天城 自然是有九谕大笔的投影的 破罗等人投影的时候 也做不到每个神域 每个神城都有投影 万族神域之中 汇聚的种族最多 在这里投影的性价比自然极高 这些奴隶 只要不是瞎子 抬头就能看到 圣族天城苍穹之上的投影 从而了解星火神域的战斗 此时 叶凡的本来面目出现 顿时 无数修士的脸部表情 变得极为精彩 人 人黄叶王座 终于 有修士颤抖着双唇说道 接着 这种激动的情绪 仿佛会传染一般 众多修士麻木的双目之中 开始流露出明亮的光芒 真的是叶黄 不是做梦 真的不是做梦 叶黄来救我们了 叶黄真的来救我们了 越来越多的修士 喜极而泣 接着 整个飞船之中 皆是人声鼎沸 最终统一为一句话 参见叶黄 啪啪啪啪 齐刷刷的 所有人同时跪下 每个人的眼中 满是期待地看着叶凡 叶凡一人战十大一族天骄的景象 早就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脑海之中 每个人都知道 叶凡是天命之人 是新一代的人皇 是能够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的王者 他们做梦都想追随叶凡而战 叶凡没想到 自己在这些修士的心中 会有如此之高的高度 当初黄清燃等人如此 今日这一百七十万修士依旧如此 第一次 叶凡开始明白 九欲大比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力 两族迫切需要一个王者 他应两族之中无数修士的期望出现 在这个时代 他完全能够做到真正的统一两族 你们奉我为皇 我便要带领你们站起来 叶凡看着所有人朗声道 现在的我们还弱小 不过我相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自创天地门 也是天地门宗主 诸位 能够做到绝对忠诚我的人 便加入我天地门 若是只是敬仰我 愿意跟随我为两族战斗 却做不得将一切交给我的话 可以不用加入我的宗门 不瞒诸位袍泽 人族 神兽已经到了危及存亡的时刻 我需要战士 需要完全忠于我的战士 需要随时愿意 为了两族新王牺牲的战士 需要另行禁止的战士 我等愿意加入天地门 从今往后 宗主见风所指 我等绝不退缩 一名年长的修士飞起 与半空中单膝跪着 朗声道 我等愿意加入天地门 从今往后 宗主见风所指 我等绝不退缩 当即 所有修士纷纷低下头 朗鹤道 叶凡看着这一百多万修士 他不知道 这里面有多少人真心实意 又有多少人死心塌地 所有人对他的认知 都是在九欲大比之上 所有人对叶凡的敬仰 皆建立在 他们希望叶凡 能够救赎他们的基础上 这些人不怕死 叶凡看得出来 他们从出生到长大 见过的死亡太多了 甚至于 他们修行得越快 可能就死得越早 但是依旧有着 无数修士拼了命的修行 他们不是为了找死 他们只是 想要拥有实力 哪怕最后用一条命 蹦碎一个异族的一颗牙 他们也愿意 天舞 仙界的悲壮 让叶凡明白一个道理 只有彻底掌控两族 他才能放手与血魂族一战 他无法再接受各种背叛 所以 他要疯狂地扩张天地门 让天地门 成为两族真正的主宰 只有这样 他才能做到统领天下 结合两族所有修士之力 抗衡血魂族的冲击 叶凡很清楚 这些修士都愿意跟随 他为两族崛起而战 但是灭了异族之后 他们之中 未必就不会有人在未来的日子里 拥有私心 甚至于背叛 他们仇恨异族 这种仇恨 让他们形成一股声 然而同患难义 共赴贵难 未来血魂族真正入侵的时候 一边是加入血魂族 拥有不朽的生命 一边是守卫天仓 随时会死去 这些人对血魂族 没有那种刻骨的仇恨 叶凡如何能够保证 这些人在面对血魂族的时候 不会重蹈仙界的覆辙 加入天地门不一样 只要加入了天地门 叶凡自然有办法 慢慢给这些修士洗脑 让他们成为绝对服从叶凡的战士 况且有异灵龙在 他也能够轻易地 借助异灵龙的体质 而区分这些修士的忠诚度 成为我天地门的弟子 我会给予你们所有人最大的培养 但是同样 天地门只有绝对的服从 任何人 只要有一心 我必杀之 叶凡朗声道 所有修士 闻眼眼中闪过坚定 斩金截铁道 但有反叛 不入轮回 但有反叛 不入轮回 但有反叛 不入轮回 第2694章 适可而止 叶凡本体完全进入了炼丹之中 身外化身 则一直在魔神单格活动 目的自然是为了防止 刘长老和武长老怀疑 半个月的时间 叶凡几乎炼制了 成千上万的丹药 这还是叶凡拥有天地通神 全天无休 加上灵魂炼丹的手段 炼丹的速度快得惊人 同样 从九品神丹到四品神丹 叶凡的天地界之中 几乎堆成了山 除此之外 还有数之不尽的极品神经 数百条极品神灵脉 仅仅半个月 叶凡的财富 让所有人动容 这也就是在圣族天城 换成其他任何神域的神城之中 魔神宫根本不可能 给叶凡带来任何安全 如此可怕的资源 已经惊动了 镇守圣族天城的 唯一一名神地强者 慕天的父亲慕狂 当夜 吴长老和刘长老 同时找到了叶凡 两人的脸上 皆是心事重重 少主 丹阁不能继续再开下去了 我们的资源 已经不是魔神宫 能够压得下来的了 吴长老想了想到 刘长老在一旁同样点头 可以说 这半个月 依靠丹药获得的收益 已经深深地震住了两人 他们在魔神宫待了这么多年 从未见过如此多的资源 一个能够炼制特等丹药的 丹神太可怕的 而最让两人惊恶的 却是这个丹神的承担率 炼丹速度 简直非人 他们实在想不出 自己的少主 是从什么地方 抓到了如此奇人 再这样下去 整个圣族天城八成的资源 都要落入他们的口袋了 这本是一件好事 但是别忘了 因为举世拍卖会的问题 这里汇聚了 各大神域的顶级势力 七星宗门 放在各大神域之中 根本上不了太大的档次 若非他们是魔灵的话 就算是在圣族天城 也早有人动手了 虽说圣族天城 有不能动手的规矩 但是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规矩向来 是用来限制弱者的 两位长老说笑了 现在可是举世拍卖会拍卖期间 圣族天城之中 有着多少大势力 越是这个时候 各大神域的目光皆放在这里 我们可是尊贵的魔灵 若是有人敢在这个事 时候对我们出手 那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叶凡文言笑了笑 摇头道 少主 据我所知 魔尊的儿子魔药也来了 别的种族不敢轻易动我们 但是魔药可不是好相遇的 刘长老急忙道 无妨 叶凡摇头 两位长老 富贵显中求 我们这半个月赚取的资源 比我们魔神宗 百万年的底蕴都要多 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举世拍卖会的原因 聚集了各大神域的修士 这种机会千载难寻 况且 我抓住的丹神 乃是我用秘法燃烧了他的神魂 方才让他有如此可怕的炼丹速度 过些日子 此人便会由尽根枯而死 若是现在收手 这大把的资源 岂不是眼睁睁看着他消失了 可是少主 这笔资源就算我们赚到了 也带不回魔灵神域 虽然圣族天成的传颂阵四通八达 但是那些顶尖势力一心要查 还是能够跟踪到我们的踪迹的 吴长老继续道 依我看 还是收手吧 哼 胆小如鼠 叶凡冷哼一声 此事无须多意 若是出了事情 由我一力承担 两位长老莫要多言 叶凡当然知道 继续赚取资源下去 一旦举世拍卖会的热度消失 他们就会面临被截杀的危险 不够他压根不怕 过了拍卖会 他就会从圣族天成消失 别人针对的也是魔神宗 至于魔神宗会不会因为这件事灭门 他根本不在乎 到了一族的底盘 他根本不会遵守任何秩序 两名长老当即面面相去 还想要劝解 就在此时 一阵神力波动传来 接着一名男子 静止走入神殿之中 叶凡等人当即看向来人 却是叶凡买来的 一名人族奴隶 此人如同丢了魂魄一般 就这么走到了三人的面前 接着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今夜子时 我主在圣楼设宴 邀请魔云公子赴宴 说完 那人族奴隶发出一声惨嚎 接着整个人 在一股诡异的魔气之下融化 便成了一张黑色的请柬 魔药 吴长老和刘长老同时惊呼 叶凡的脸色难看无比 仅仅传一个信 就杀了他单格之中的一名人族修士 在这些人的眼里 人和神兽的命竟是如此低贱 叶凡的双拳微微握紧 一股难言的怒意 在他的心中衍生 吴长老和刘长老 倒是对一个人族奴隶的死并无关注 当即劝说道 少主 魔药乃是魔尊之子 我等万万不可得罪他 他邀请你去圣楼 必然是冲着 我们这段时间得到的海量资源来的 依我看 我们倒不如主动赠送一半的资源 并且承诺 后面半个月得到的所有资源 都会分他一半 只要魔药站在了我们这一边 其他各族强者 想要对我们动手 那可就要掂量一番了 此人未曾经过我的同意 便杀了我的奴隶 我还要分他一半资源 我魔云气身那般懦弱之人 少主 这可不是二戏啊 一个人族奴隶罢了 别说死一个 就算两百万的全死了 又如何 他们值多少资源 刘长老急忙劝说道 他们的少主 购买两百万的奴隶的事情 他们知道 魔云的性格 在他们眼里 一直都是非常变态的 购买这些奴隶要做什么 他们也不会去管 两位长老 我父亲说了 这次万族神域的事宜 皆以我为主 本少爷要做什么 还轮不到你们两个人指手画脚 叶凡不客气道 若是真的魔云 自然不会如此 毕竟两名长老也是天位神灵 但是叶凡现在的心情很不爽 尤其是在听闻刘长老说 两百万奴隶全死了又如何的时候 更是怒意难消 两百万人 竟然如此不值一提 一族七我族 太甚 说完 叶凡回到自己的房里 刘长老和吴长老健壮 当即面面相去 同时 两人的脸上 揭露出一丝怒意 魔神宗早晚要毁在刺子手中 刘长老怒喝一声 接着拂袖离去 吴长老健壮 无奈了摇了摇头 第2695章魔药 回到住所 龙龄与慈月都在房中 魔云乃是好色如命的人 龙龄和慈月 对于两大长老来说 那就是他们少主的玩物 若是二女与魔云 不在一个房间里 那才是最大的问题 外面发生的事情 两人自然也皆一五一十地感知到了 那魔药竟然将一个人 足活生生炼制成了令牌 可以说 无论是慈月还是龙龄 心中皆不爽 这段时间 叶凡时常观察慈月 他想要知道 慈月现在的表现 是否是有意为之 他不可能因为慈月的一面之词 就轻易地信任慈月 不过他能够感觉到 慈月体内的心红之气 以一个非常诡异的方式消退 以叶凡目前的研究 依旧无法搞清楚其中的原委 寒谦展在仙人之境的时候 便掌握了将心红之气除去的方法 不得不说 这一方面 叶凡自愧不如 叶凡感觉自己 缺少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东西 这个东西 让他无法搞明白 慈月体内的心红之气消失的原因 叶凡从不妄自菲薄 他很清楚 他的悟性何等可怕 以他的天资 都无法搞清楚 心红之气消失的原理 想来应该与完整的天地池有关 没错 他的五行珠不完整 所以他无法理解 一个完整的天地池 拥有的逆天之能 或许日后回到心火神域 他可以借助夜鬼的天地池 搞清楚心红消失的具体原因 叶师兄 这魔药来者不善 你去那里 他们会不会对你不劣 龙灵坡有些担忧道 自从他知道自己 能够融合孟武的龙之魂域之后 他的心绪便变得非常复杂 他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关注叶凡 有意无意地去向孟武的事情 他痴爱舞蹈 可是很少有人有资格让他为之一舞 他很想为叶凡一舞 想问问叶凡 他的舞比孟武的舞 谁更好 只不过 龙灵中就是没有勇气提出这个要求 可恶的魔灵 慈悦寒声道 眼中满是怒意 这是一个正常人族的情绪 叶凡不动声色地瞥了慈悦一眼 转而对龙灵道 这里毕竟是圣族天成 这里的规矩 是所有异族以及魔灵一起立下的 如今魔神丹阁在封间浪口之上 很多势力的强者 都对我们的资源有想法 越是如此 他们反而越不敢轻举妄动 魔药就算有这个心思 也不会在厌请我的时候 对我动手 毕竟他厌请我本身 就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 叶凡随意道 接着叮嘱了二女几句之后 便离开了丹阁 圣楼便是圣族天成 最豪华的戏楼之一 这里的消费最低也是 近百万极品神经 非大富大贵 有权有势之人 很难在此地消费 魔药 绝对是无数一族 年轻一辈修士之中 最耀眼的存在 在魔灵即将统治天仓界的时代 魔灵尊使魔畅的地位 就好比万族之王 而魔药自然就是皇子 若是魔童 月峰缺 破玉等各大圣族的顶级天骄 还活着的话 倒是能够与魔药一较高下 这些人的身份 或许不如魔药 但是实力 绝对比魔药更强 魔药在魔灵之中的身份极高 这也是他发的请帖 都敢用这种方式的原因 夜凡进入圣楼之中 在接待人员的带领之下 进入了一处最豪华的宫殿之内 此时 在宫殿之中 已经有不少年轻修士 正在有说有笑 夜凡的到来 很快吸引了众多修士的注意 魔药当即站起身朗笑道 魔云兄弟来了 来 坐 说着 魔药一挥手 一个寓椅出现 寓椅的位置 距离魔药有不少的距离 这里的位置 显然与众多修士的来历有关 魔药如此做法 就是为了告诉夜凡 他们之间的差距很大 夜凡随意地坐在寓椅之上 打量着周围的修士 这些修士他认识的不多 其中比较熟路的 也就木天的 魔药的目的他知道 不过想要给他下马威 还差得远 魔药并未开门见山地 与夜凡谈论魔神单格的事情 而是单纯地与众人吃喝玩乐 久过三巡之后 魔药露出一丝朗笑道 魔云师弟 哎 我再敬你一杯 这段时间 要说谁是风云人物 那必然是魔云师弟莫属了 也不知魔云师弟 是从什么地方 找到了一个 这般强横的恋丹强者 真是羡煞我等啊 魔药一边喝酒 一边一有所指地交谈着 夜凡当即随意地打着哈哈 直接装糊涂 这魔药想要他的资源 也不看看自己是哪根葱 他又不是魔云 他是夜凡 这些人都想着 怎么从他的口中 掏点资源出去 夜凡则一直在想着 怎么弄死这些异族大少 在座的任何一个异族 那个不是双手鲜血 就今夜的宴席之上 就有人肉和神兽的肉 夜凡能够忍住杀鸡 一直与他们虚与伪移到现在 已经算是有着极高的人性了 哼 传闻魔云公子很聪明 如今看来 魔云公子倒是有些看不透了 有人忍不住激将道 魔药并未阻止此人的言语 同样有些不快地看着夜凡 他说的这么多 说的这么明显 明显是要夜凡表态了 偏偏夜凡一直在跟他们打哈哈 这分明是有一桩糊涂了 哦 魔药师兄乃是魔尊之子 得到了他的庇护 就算是其他圣族的九星宗门 也不敢对魔神宗怎么样 我话说的还不清楚吗 你们该不会是要想要分我的资源吧 夜凡突兀朗声道 将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 魔药师兄 你这次邀请我过来赴宴 难不成是想要威逼我 让我交出我单格最近得到的资源吗 这种事情 你堂堂魔尊之子也做得出来 魔药当然不可能直接承认 这种事情是你知我知大家知 却又是不能直接挑明了说的 聪明的人绝不会将这种事情挑明 偏偏夜凡就挑明了 第2696章表面兄弟 可 魔云师弟 我魔药还做不出这种事情 只不过大家都是魔灵 我们在其他神域 互帮互助是应该的 魔药当即诞生到 魔神宗说到底只是一个七星宗门 这圣族天成之中 不知有多少九星宗门的修士 这些人未必会遵守万族神域的规矩 倒是对魔神宗动手了 可并非好事 若是师弟愿意给予一些资源的话 我倒是可以派遣一些强者保护师弟 我就说嘛 魔药师兄这等人 怎会贪图我的资源 不过保护什么的就不劳烦了 我有其他方法将资源藏起来 就算真的有人截杀了我 他们也抢不到资源 不过 如是师兄有法则之心的消息的话 我倒是很乐意用大量资源购买 夜凡随意道 呵呵 法则之心的价值大家都很清楚 这东西 可不是普通的资源能够买到的 我愿意出100瓶特等四瓶 神丹交换 夜凡直接道 顿时众多修士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100瓶特等四瓶神丹 这魔云还真是富有啊 这么多资源 就算是买一个法则之心都有可能了 何况是买一个情报了 众多修士暗自叹息 自己不知道法则之心的消息 与如此丰厚的资源擦肩而过 呵 魔神丹阁这段时间 还真是赚了不少资源 魔药冷笑一声 脸色已经变得难看无比 他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眼前这个魔云 竟然都敢不给他面子 若是在魔灵神域 他早就一巴掌 将眼前这个魔云拍死了 他堂堂魔尊之子 就算是灭了一个七星宗门 又如何 师兄说得不错 在下这次赚的资源很多 远远比诸位想象得多 只不过 诸位是无缘分一份更了 夜凡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 言语之中 已经没有方才的糊涂 而是极为直接道 顿时 众多修士的脸色 皆难看无比 尤其是魔药 眼中更是闪过一丝杀鸡 很好 魔神宗很不错 魔神宗少主魔云更不错 我很期待你将这些资源 带回魔灵神域 可魔药让我失望了 自然 夜凡淡笑道 接着对着众人拱了拱手 今日宴会很精彩 多谢魔药师兄款待了 告辞 说完 夜凡直接离去 只剩下众多强者 脸色难看的站在原地 魔药师兄 看来这位魔灵天骄 很不给你面子啊 修罗族的天骄 忍不住道 哼 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罢了 如此嚣张 自然会有人教训他 魔药冷哼道 夜凡的脚步并不快 约莫走了一刻钟 他找到了一处偏僻之处停了下来 两位道友 出来吧 搜搜 两道身影几乎同时飞出 落在夜凡的前后 却并未有包围他的意思 甚至与两人对望眼 揭露出一丝惊讶 这是两名蒙面人 无论是衣袍还是气息 都做了特殊的改变 夜凡很清楚 这两人就是宴会之上的 众多强者之中的两个 但是他也不确定 这两人具体是谁 不过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两人身上 有他需要的东西 魔公子 我有火神星的消息 可换一百瓶四瓶神丹 站在夜凡前面的修士 开门见山道 听声音 此人是一名男子 同时 此人发下天道誓言 确定自己得到的消息 并非谣传 夜凡一挥手 一枚储物神界 出现在那男子的面前 那男子神石扫过 接着满意地点了点头 魔公子是手诺之人 说着 此人丢出一枚神秘的兽皮 接着身形闪烁消失不见 夜凡接过兽皮 神石随意扫过 接着收了起来 转而看向身后的修士 这是阴阳神星的消息 此人却是一名女子 这次的宴会之上 女子就那么几个 尽管此人掩饰得非常好 夜凡依旧认出了此人是谁 血液精灵族的千梦 夜凡接过千梦丢过来的玉剑 神石扫过 按道果然 这阴阳神星的位置 便在血液神域之中 当即夜凡再次丢出一枚 储物神剑 这次储物神剑之中 拥有两百瓶丹药 千梦接过戒指 神石扫过 当即露出满意的神色 发下天道誓言之后 当即离开 一枚玉剑 一枚兽皮 三处法则之心的消息 几乎被他掌握 夜凡不得不感叹 这次的举世拍卖会 吸引的修士 还真是多得可怕 而这次魔药邀请的任何一个修士 都是大势力之后 那些很是隐秘的消息 这些大势力的弟子 总能知道的更多 交易完成之后 夜凡便回到了丹阁 后续的日子里 夜凡依旧照旧炼丹 收集资源的速度有增无减 仅仅半个月 夜凡得到的神灵脉 以千计算 得到的神经 则是以异计算 至于各种丹药 更是数不胜数 而得到巨额资源之后 夜凡时常邀请本地的天骄 前往西楼吃喝 除了那些带着必须要拍得 某些宝物的重要任务的天骄外 其他天骄 皆是夜凡交好的对象 包括他在魔药的宴会上 闹得不愉快的某些修士 夜凡毫不吝啬自己的资源 时常与他们私混在一起 更是毫不掩饰地 炫耀自己的资源总量 渐渐地 众人与夜凡已经兄弟相称 其中以沐天与他的关系最好 可以说 夜凡现在的富有 放眼整个圣族天成 都很难找到一个 能够与他博仲之间的存在 随着拍卖会的逼近 越来越多的修士 也开始将注意力 放在了拍卖会之上 至于夜凡 则依旧在想着生财之道 他原本的打算 就是拍卖会之后玩失踪 能够多赚一点 自然要多赚一点 而同样 这段时间夜凡同样在下一步棋 但凡来单格购买单药的 大势力弟子 夜凡几乎都会选择主动交好 尤其是那些本地的势力强者 夜凡更是不予余力 就在拍卖会开始的前一天 叶师兄 你要去哪 龙铃看着穿着锦衣裸袍的夜凡 不由疑惑道 收网 夜凡文言诞生道 收网 收什么网 龙铃更是疑惑 这段时间 我花费了不少资源 与各大势力的公子爷打好关系 现在不就是将这些关系 利用一遍的时候了吗 什么意思 明日就是举世拍卖会 你说 我现在找那些个势力 借一大笔资源用来备用 并且承诺 大笔结束之后 若是我身上资源未曾用完 会立马还给他们五倍的资源量 若是我身上没有资源了 我魔神宗后续 也会还给他们五倍的资源量 你说他们会同意吗 夜凡对着龙铃眨了眨眼睛 嘴角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道 嗯 夜师兄 你这会不会太损了 龙铃忍不住道 他可以想象 这些借了不少资源的势力 知道魔云消失之后 会是何等愤怒 而作为替罪羊的魔神宗 又是何等憋屈 表面兄弟是这样的 夜凡耸了耸肩道 第2697章 财博动人心 但凡有些情报能力的人 都知道这段时间 魔神单格赚了多少资源 可以说 不少势力已经盘算着 待拍卖会结束之后 将魔神宗的人截杀了 财博动人心 万族神域有自己的规矩 但是魔神单格的资源 已经足以让不少人 选择铤而走险了 夜凡给出的条件非常好 只要他这次拍卖之后 资源有多的话 就会将借的资源五倍还给别人 就算他的资源不够 魔神宗也会将这资源还给他们 能够看得出来 魔神宗魔云 对于这次拍卖会的某些东西 势在必得 不仅铤而走险地 用一个月的时间 赚取了大量的资源 而且为了确保万一 更是以五倍的利息 来向各势力 借取了大量资源 众多势力并不怕魔神宗 不还这些资源 一方面 大多数人认为 魔云完全是起人忧天了 这一个月 魔神单格赚取的资源 就算是买下这次拍卖会 五成的宝物也足够了 若是单独去拍卖某个宝物的话 基本十拿九稳 所以 魔云借的资源 基本不会动用 可以说 拍卖会结束后 魔云就会把借的资源还给他们 而他们 还平白多了四倍的利息 另一方面 魔神宫就在魔灵神域 走不掉 这次的事情 不少人更是找到了魔药作为公正 魔药也给出了保证 若是魔神宗不归还资源 其他神域的势力 前往魔灵神域讨债 魔灵神域所有势力 都不会插手这件事 有了两方面的考虑 叶凡借资源的过程非常顺利 甚至有不少势力 比魔神宗更强一筹的传人 我木天当兄弟 哎 木兄你此话何意 这一次来到圣族天城 我魔云最幸运的 便是找到了木兄这样 志同道合的好兄弟 叶凡杨庄不快道 既如此 为何魔兄向其他人 借了数条极品神灵脉 却只向我借一条极品神灵脉 莫非魔兄是瞧不起我吗 木兄 你这话可就是冤枉我了 不瞒木兄 我这次确实是带着任务来的 为了确保这次 能够得到家父需要的宝物 我这一个月 大肆赚取资源 更是向所有关系不错的兄弟 借了资源 但是到了木兄这里 我不能这么借 我与木兄秦同手足 以木兄的人品 根本不会要我还五倍的资源 我借的多了 不是占木兄的便宜吗 我 那是自然 我与魔兄秦同手足 如今魔兄有难处 我怎能不帮 这三条神灵脉 是兄弟我自己的资源 这边赠予魔兄 这里还有一百条极品神灵脉 乃是我征求父亲同意 解语魔兄的 魔兄莫要还五倍的资源 伤我们感情 只需要还三倍资源便可 魔兄 要是看得起我这个兄弟 就莫要跟我客气 木天信誓旦旦道 眼中满是一副 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义气 叶凡文言眼中满是激动 抓住木天的右手 同时拍着木天的肩膀 我知道了 兄弟 多谢 说着 叶凡接过处物神界 同时取出了一道契约 契约之上 有魔神宗少主的身份印记 木兄 你如此仗义 我如何能够让你吃亏 你不需要五倍归还 那就四倍 莫要与兄弟多说 放心 兄弟这边有一个极为强横的单神 这些资源看似很多 但是 不用担心我魔神宗还不起 这借句契约之上 有我魔神宗的少主印 这次拍卖 若是得到了质保 为了防止被一些有心人截杀 我离开的会比较隐秘 到时候 若是我没来得及 在这里将资源还给木兄 木兄 尽管拿着这个契约 前往我魔神宗 叶凡信誓旦旦道 这些话 他基本对每个借了资源的修饰 都保证过 好在魔神宗宗主 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 否则定要气得吐血三声 灵魂出鞘 魔神宗 一个七星宗门 最强者也不过九阶天位神灵 也就是魔灵的身份让人忌惮 如今魔药已经保证了 若是魔神宗欠债不还 魔灵神域不会参与这件事 如此一来 一个连神帝都没有的魔神宗 他们还真不相信 魔神宫赶出幺蛾子 离开了城主府 叶凡暗自计算着 自己逛了这一圈的收获 嘴角不由露出一丝玩味的笑意 右手轻轻一招 一根神灵草出现 叶凡随意地将神灵草掉在嘴里 脸上的笑意却是无法掩饰 回到住所 龙灵看着一副赚了大便宜的叶凡 不由好奇道 叶师兄 你借了多少资源 这算下来 有接近一千条极品神灵卖 除去我这一个月来 拉好关系 用去的资源 我白得九百条极品神灵卖 叶凡嘴角弯出一抹得意的弧度道 怎么会这么多 龙灵当即惊恶道 勾人的大眼睛之中满是骇然 按道理来说 师兄你已经有了如此多的资源 还到处借资源本身就很蹊跷 这些人怎会一点防范都没有 这话说的没有问题 大家都不是傻子 你说 你为了百分百买的一个宝物 以防万一他们能够理解 但是犯不着借这么多资源吧 问题是 偏偏这些人还慷慨解囊 难不成这些个大家族弟子 都是傻子不成 防范 叶凡文言当即露出一丝讽刺的笑意 这个世界 无论是人还是其他种族 贪婪都是本性 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巨大的利润之下 会无视这些不合理 也有不少人正是这种蹊跷之处 但是他们懒得去 探究我为什么要这么多资源 对他们来说 四倍的利益是实在的 无论我是什么幺蛾子 他们都能在魔神宗的身上得到这些收益 换成是你 你是选择搞清楚 我要这么多资源的目的 再选择借不借这些资源 还是先把资源借出去 这 当然是先把资源借出去 毕竟想要查出你的目的 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做到的 但是若是今日不借资源给你 后面想借你也不要了 借一环武 谁会傻傻地错过这次机会 龙灵当即到 转而露出一丝佩服 所以叶师兄刻意在拍卖会前一天借资源 就是不想给他们犹豫的时间对吧 自然 有时候贪欲来了 就是一次上头的事情 要是时间跨度太长 我想要借这么多资源 可就借不到了 叶凡点头 接着走回自己的房间 龙师妹 你明日带着词月去找黄清燃他们 拍卖会结束之后 相信不少势力的目光都会锁定我 第2698章刊比 混沌宝物的奴隶 龙灵文言当即点了点头 关于叶凡这次撤出去的步骤 叶凡早在前些天就已经告诉了龙灵 对于词月 叶凡并未完全信任 他也没有打算要去培养词月 或者给予词月多少修行资源 他认可韩千斩这个对手不假 但是韩千斩对仙界造成的创伤同样极大 词月与韩千斩的手中 沾满了仙界无数英灵的鲜血 仙界冰川之下 依旧有着无数的修士 尸骨未寒 他叶凡不杀词月已经是仁慈 培养词月 他做不到 之所以留下词月 也完全是因为 叶凡必须找出词月变成人类的秘密 一旦他掌握这个秘密 他会带着词月到星火神域 以后他的命运也与他叶凡无关 早在前些日子 叶凡便隐藏行踪出城了不少次 布置了几个连续的传送阵法 待拍卖会结束之后 叶凡只要能够顺利出城 就算是神帝强者 想要追上 他也没那么简单 龙龄明日出去 也是为了确保阵法的完整性 若是有阵法被破坏了 他需要用叶凡交给他的阵盘 再次重建新的传送阵 要说最近圣族天成之中 热度最好的 必然属于魔神丹阁了 有圣者更是传言 魔神丹阁仅仅一个月 便获得了一个九星宗门 宝库资源的总和 这种言论自然是极为夸大的 一个九星宗门的资源有多少 几乎很难想象 魔神丹阁出产特等丹药 确实让魔神丹阁狠狠地赚了一笔 但是想要达到九星宗门的底蕴 那就差得十万八千里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这个魔神丹阁的阁主 魔神宗的少主魔云 算是出名了 不管魔神丹阁赚了多少 有一点大家很清楚 现在魔云手中拥有的资源 完全比得上一个七星宗门的底蕴了 只要杀了魔云 抢了他的储物神剑 任何修士都能够做到一夜暴富 这也就是在圣族天成 又是举世拍卖会 方才别的地方 早就有人动手了 一个秘境便能够引得 无数修士不要命的进去 很多秘境更是九死一生 而最后他们能够得到的资源 却连魔云手中资源的灵头都没有 杀魔云也是九死一生 毕竟万族神域的规矩放在之内 况且魔云还是魔灵 但是其中的收益可就太高了 怎么选 还用说吗 举世拍卖会 在所有修士期待的目光之中到来 叶凡也就是众人眼中的魔云 作为这次拍卖会最富有 修士之一 他自然被众多商会 安排到了最豪华的雅间之中 听闻这次拍卖会有 混沌级别的宝物 不可能吧 这种宝物也有人敢拍卖 呵呵 你们知道什么 混沌级别的宝物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炼化的 与其留着一个不认主的混沌宝物 还不如拍卖出去 换取真正提升实力的东西 确实 混沌级别的宝物听着是贵重 但是不能让他认主的话 基本没用 而且 这等宝物的气息极难掩饰 得到这等宝物 炼化不了的 甚至都不敢随便出现在人前 除非是那些顶级九星宗门强者 得到了此宝 有人点头 不过混沌宝物的传闻 将拍卖会热度再次提高 叶凡坐在雅间之中 手中则是一张拍卖会的清单 拍卖会为了高人气 通常会弄得非常神秘 无论是拍卖会开始的宣传 还是现在给叶凡的单子 都不会介绍得太详细 之前叶凡听闻的 只知道 这次的拍卖会会有雷神星 而此刻看着手中的单子 他才发现 雷神星在这次拍卖会之上 已经算不得顶尖宝物了 混沌宝物并未说明是合物 只是混沌二字 便足以让在场所有雅间的修士激动 除此之外 一品神单 伪天传盛起 叶凡看得有些眼花缭乱 心中暗自感叹 不愧是举世拍卖会 竟然连这等宝物都能拿出来 疯狂 太疯狂了 叶凡一直都没有了解 举世拍卖会这个举世的含义 一方面 他不是万族修士 之前根本不了解举世拍卖会的情况 他只能算是半路插足的 另一方面 整个圣族天成 只有一名神帝强者坐镇 叶凡自然想当然地认为 连各大神帝都无法惊动的拍卖会 能高端到哪里去 举世拍卖会 只是个噱头而已 而现在 他知道自己错了 错得很离谱 他的想法过于简单了 反过来想想 一个害怕神帝大打出手 而将神帝排出在外的拍卖会 其中拍卖的宝物 何等尊贵 神帝强者 基本都有名有姓了 在拍卖会之上 抢夺宝物的事情 一般不会做 然而 这个举世拍卖会 就是如此自信地认为 如果有神帝强者在这里 就会发生神帝之战 由此可见 举世拍卖会之中的宝物 何等珍贵 握着手中的拍卖宝物名单 叶凡暗自感叹 不是没有神帝想来参加这场拍卖会 而是他们不能来参加 这种档次的拍卖会 不过这也是好事 若是有很多神帝强者在这里 他今日还真的未必能够逃出去 很快 叶凡的目光 扫到了压轴的三个质宝 一个是混沌宝物 一个是未知的新陈图 还有一个则是一个奴隶 奴隶 什么奴隶 能够比得上混沌宝物 竟然能够成为压轴之一 叶凡有些好奇 莫不是有人找到了 封竹转世不成 在举世拍卖会之上 能够坐在雅座之中的任何一个势力 都必须尊贵到极致 基本最差也是八星宗门 以魔云的身份 其实原本没有资格 坐在如此高等的雅间之中的 奈何他资源多啊 单纯的 以这场拍卖会的角度出发 很少有人能够在富有之上 比得上叶凡 也就是众人眼中的魔云 台下不少修士议论纷纷 尤其是在得知这次压轴之物中 还有一个奴隶之后 更是惊讶无比 都在推测这个奴隶 到底有什么能够配得上压轴 你们可知 这次拍卖会有哪些大人物到了 最大的人物 自然是魔尊之子魔要 他代表的就是魔尊 天苍界早晚会被魔灵统领 魔尊本身就是天苍界的无冕之王 当即有人回答道 第2699章一空梭 这位道友说得不错 魔要的身份必然是最尊贵的 不过除了魔要 这次七大王族的族长后辈 也皆有强者赶来 有人插嘴道 万族之中除了魔灵之外 有七大王族 分别为一人族 修罗族 天神族 血翼精灵 亡灵 石族 以及古族 而所谓的族长 其实也就相当于人族的人皇 神兽族的兽王 目前叶凡便是人族公认的人皇 只不过叶凡的实力 还未曾成长起来 只要叶凡未来 能够带领人族 重新站在天苍之巅 叶凡便是名副其实的人皇 七大王族的族长 进入星火神域之后 可是失踪了 而且 他们后辈之中最强大的天骄 也死于叶凡之手 虽然占据了星火神域 让七大王族的实力 得到了一定的增长 但是若是那些族长不回来 七大王族的总体实力 反而下降了很多 有人摇了摇头感叹道 不过这些族长的后辈都赶来了 这次举世拍卖会的盛况 更甚之前啊 这有什么 混沌宝物这种东西 可不是每次举世拍卖会都有 出现了这等七宝 自然会轰动整个天苍剑 这些个九星宗门 可不是我们 这种等级的质宝 他们必然是提前就收到消息的 只不过我很好奇 魔神宗 区区一个七星宗门 又是如何提前得到这个消息的 你怎么知道 魔神宗知道这个消息 这还不简单吗 你觉得 若是魔云不知道这个消息的话 又怎么会铤而走险的 大肆用丹药换取资源 更是找不少势力借资源 他绝对是冲着混沌宝物来的 真是自寻死路 混沌宝物 岂是一个七星宗门 能够吃得下的 先不说 魔云能不能够拍得这等质宝 就算得到了 他能够安全回到魔灵神域吗 换句话说 就算他回到了魔灵神域 魔神宗又有什么本事 保住这等气宝 若是魔神宗不识去 灭门之祸就在眼前 终归是年轻 这魔云或许还在为自己的果断 沾沾自喜 想着能够得到他父亲的赞赏吗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之间 在所有人围着的中央区域 一个巨大无比的高台之上 一名动人女子飞跃而至 此女容貌绝世无双 一平一笑皆是角色 完美的身段 在空中划过一个诱人的弧度之后 停留在高台的空中 顿时 曹杂的拍卖会变得安静下来 又是一年一度的举世拍卖会 小女子千子 见过诸位前辈 道友 说着 千子对着众多修士行了一礼 当即不少年轻男修纷纷起哄 千子神女 还是这般倾国倾城 真是让我等养物 传闻千子神女 乃是血液精灵的公主 举世拍卖会能有千子神女 这样的大人物主持 当真是我等的荣幸 千子神女 在下修罗大皇子破无双 仰望神女已久 今日拍卖会之后 但求与神女单独相处 叶凡听着下方 众多修士众星捧月的赞扬千子 双目也不由汇聚到千子的身上 此女与她斩杀的千寻 确实有几分相似 想来是血液精灵皇室的后辈没错 只不过这种身份的人 竟然会来这里主持一场拍卖会 倒是让叶凡有些疑惑 另一方面 这种等级的拍卖会 其中的宝物来自于各大神域 那么 作为拍卖会最后的主持者 其势力 岂不是渗透到了各大神域之中了吗 这拍卖会的背后 是魔灵魔尊 还是修罗之主 又或者是血液女皇 还是说都不是 而是各族共同掌控 这也不对 至少混沌级别的宝物 无论对于魔灵尊使 还是修罗之主 都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如果拍卖会由这些人 共同掌控的话 在这种等级的宝物出世之后 这些大人物应该私下决定 混沌至宝的归属才对 怎么可能拿出来拍卖呢 叶凡越想越感觉 这个拍卖会背后的主示人很神秘 根据他的推测 这个主示人 应该是与各族最强者 达成了统一的协定 但是有一点叶凡很清楚 能够收集到如此多的宝物 一部分是因为拍卖会 在外的名声极好 别人放心 将此物交给拍卖会拍卖 另一部分原因 则也代表着 拍卖会背后的势力极为强横 不说战力多强 但是情报势力 已经足以冠绝天仓了 多谢诸位师兄的好业 只不过今天千子 是来办正事的哦 可不能与各位师兄 花钱跃下呢 要是哪位师兄 今日展现出了 自己雄厚的资本的话 小妹肯定会非常心动的 说着 千子对着众多修士 眨了眨可爱的大眼睛 顿时引得不少修士 心中邪火上涌 一个个魔拳擦掌起来 闲话不多说了 我宣布举世拍卖会正式开始 我们也免去一些 繁杂的开幕式了哟 诸位 这次拍卖会 除了压轴的宝物之外 其他宝物的价值 与先后顺序无关 所以 第一个出现的宝物 不见得就是最差的宝窝 一边说着 千子轻轻挥手 当即高台之上 一阵阵法运转 下一刻 一个石桌从地下慢慢升起 停在千子的右边 第一件宝物 一空缩 一空缩 顿时 整个拍卖会哗然起来 有修士更是忍不住询问道 千子神女 这一空缩 莫非是远古一族 大能一巅的本命法宝 一巅 据说对速度法则的理解 超越了元神十则的顶级强者 传闻当年被封竹斩杀于太阴悬崖 它的至宝一空缩 更是顿走消失不见 没想到 竟然出现在这里 当即有修士忍不住道 无数修士的双目 变得明亮无比 天仓界因为介于破碎 故而分成了各个神域 一些大型神域 都有跨域传送阵 但是整个天仓界 还有这无数小型神域 这些小型神域之中 有很多毫无人烟 但是却保留着极为可怕的上古传承 这些神域之间的空间 被天仓界的修士 称呼为神域虚空 想要在神域虚空行走 一方面对修士的实力 有着很大的要求 另一方面 便是穿梭于虚空的飞船 作为飞船之中的传奇 一空缩自然大名鼎鼎 此刻见到一空缩 几乎所有修士的呼吸 都急促起来 叶凡同样坐直了一些 双目紧紧盯着一空缩 他比所有人都需要这东西 毕竟以他的情况 做跨域传送阵 前往其他神域不现实 第2700章 仗义叶凡 第2700章 仗义叶凡 一空缩作假 十亿极品神经 每次加价 不得少于1000万极品神经 签子动人的嘴角 弯出一抹勾人的弧度 娇声道 诸位道友 这等质宝若是买在手中 这片红鱼 可是任耳熬油哦 死 不少修士道西一口凉气 十亿极品神经 是什么概念 要是上品神经倒也罢了 极品神经 放在任何地方 那都是宝贝 连这等宝贝 都用十亿来计算了 这一空缩的价格高得离谱 叶凡也有些愣神 他的资源很多 但是十亿极品神经 对他来说 也绝对不是小数目 这举世拍卖会的东西是好 但是这价格 也却是吓人的很 若是其他宝物 这个价格 叶凡是绝不可能购买的 毕竟后面可是有混沌级别的宝物 还有他必须要得到手的雷神星 别看他资源多 但是想要买到这些东西 依旧有压力 十亿极品神经 不是小数目 一时之间 整个拍卖会变得安静下来 这种安静 没有维持太长时间 很快 有人开始报价 八号雅间出十亿一千万极品神经 签子当即阐述到 顿时众多修士的目光 纷纷看向八号雅间的方向 这一空缩珍贵不假 但是价格也高得离谱 说实话 若非去掉一丁的名头 这一空缩 根本不值十亿极品神经 诸位道友 在下一横空 一丁前辈正是我的祖先 还请诸位道友给个面子 将这一空缩让给在下 以及其他雅间的修士拱手道 哼 这宝物虽然是一族强者的 但是既然已经沦落到拍卖会之上 那就是 价高者多 一族还真是喜欢卖情缓 淡漠的声音响起 接着四号雅间的窗户打开 一名巨灵族的强者淡漠道 我出十一亿极品神经 从十亿一千万 直接加到了十一亿 不得不说 这巨灵族的强者 还真是财大气粗 巨灵族 仅次于七大王族的圣族 一直想要将一族的地位取而代之 巨灵族与一族之间 一直很不对付 双方的摩擦也时常发生 我倒是谁 原来又是巨灵族的杂碎 一横空脸色难看得冷哼一声道 十二亿极品神经 嘴上厉害 算不得什么本事 这东西你想要 呵呵 我丽山偏偏不让给你 巨灵族强者丽山嘲讽地看着一横空 接着朗声道 我出十四亿极品神经 众多修士看着两大族强者的斗争 不由一个个沉默看戏 这一空缩 到了十四亿极品神经的价格 已经超过了它本身价值很多了 除非是急需要此物的修士 否则一般人不会花费 如此高昂的价格 去购买此物 十四亿的价格 显然让一横空有些难以接受 倒不是说它没有更多的资源 而是它不能将所有资源 都放在一空缩之上 它的资源 还要留一部分 给后续地拍卖呢 就在一横空犹豫不决的时候 一道弹幕的声音响起 区区聚灵族的修士 也敢欺辱我横空兄弟吗 声音落下 当即众人纷纷顺着声援的方向看去 正是第九号雅间 叶凡所在的位置 雅间窗户打开 叶凡俊逸无比的脸颊 出现在众人的眼帘 横空兄弟 此物维兄给你拍下了 待拍卖会结束 维兄会亲手将此物交到你的手中 叶凡豪爽无比道 那番模样 还真有点像 为了兄弟两肺插刀的感觉 这一横空 也是叶凡教好的众多妖孽之一 昨日还在一横空这里 借到了五条极品神灵脉 一般情况下 两条极品神灵脉的价值 就比得上一亿极品神经了 一横空借给他五条极品神灵脉 可以说非常大方了 当然 一横空也是冲着叶凡还五倍的力去的 否则他会如此豪爽 此刻叶凡站出来 一横空的脸上露出一丝感激 我出十五亿极品神经 叶凡诞生到 十六亿 丽珊的脸色变得难看无比 一双巨大的眼睛狠狠地盯着叶凡 有些事情 旁人还是少管得好 我摸云别的没有 就是仗义 横空兄弟带我真诚 我岂能允许他人侮辱我的兄弟 叶凡信誓旦旦道 双目之中的眼珠却飞速旋转 却是不知道他在打什么注意了 你以为你是谁 多管闲事 想要比资源 我丽珊今天奉陪了 丽珊不爽地怒吼道 二十亿极品神经 这个报价一出 顿时周围不少修士 接到吸一口凉气 一个一空缩 价格竟然高达二十亿极品神经 这区区飞船 未免也太贵重了些 二十亿极品神经 丽珊道友 我看你怕是疯了吧 叶凡故作为难道 这番表情 自然也被一横空看得清楚 当即一横空的脸色变得精彩起来 他知道叶凡富有 但是叶凡的目的 显然是冲着混沌宝物去的 叶凡不可能会花大量的资源 去帮他争夺平区区一个一空缩 若是叶凡退缩了 那这飞船 岂不是与他一横空无缘了 当即一横空不再犹豫 朗声道 魔兄 此物对我非常重要 还请帮我拍得 这些资源便是我支援魔兄的 说着一横空一挥手 储物仙界出现落在叶凡的手中 叶凡 这原本是我帮你的 如此一来的话 倒是显得我太小气了 叶凡故作为难道 魔兄能够仗义出手 已经足够义气 二十亿极品神经 不是小数目 我知道魔兄的资源 主要是为了后面质宝的争夺 能够帮助我的有限 原本魔兄就说有拍卖了 我岂能让魔兄白白送给我 一横空这话说的很有讲究 一方面是推崇叶凡的义气 另一方面 也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指出来 这一空缩是叶凡拍给他的 若是他一点资源不给 拍卖会之后 叶凡不将一空缩给他 他也没什么好说的 现在他出了资源 只要叶凡现在默认了 是帮他一横空买的 那拍卖会之后 叶凡不给也得给 一兄不愧是我摸晕的兄弟 这些神经我手下了 拍卖会结束之后 一空缩我会亲自 送到一兄的手中 叶凡豪爽道 神石扫过 储物戒指之中 有十三亿极品神经